凡人修仙传第一三四八到一四二四章,懒人听书,只做精品,视频下方详情中可选取章节播放,并有全书播放列表,手机用户点击视频下方标题可展开视频详情。 本视频配有凡简字幕,手机用户可轻点视频,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切换字幕。 第1348章 空间风暴 聚焦猛然身形一颤,摇头摆尾的一张口,一股青色光柱狂喷而出,头上残存独角也射出一道碗口粗紫糊,一下和光柱融合一体,气势汹汹地冲对面仗地狂击而去。 与此同时,金色小人单手往天灵盖一摸,刹那间一道金蒙蒙光柱冲天而起,一下没入头顶巨剑之上。 光剑传来温明之声,不但体型狂掌背许,通体放出了刺目金芒,竟仿佛骄阳般的药木。 而小人在放出那道光柱后,持续长身子竟然矮了半截去,接着却根本不顾身体的异样,反而两手一掐绝,巨剑化为一道金红,紧随青色光柱一展而去,目标都是杖壁的同一点处。 轰隆隆一声巨响传来,青光金芒爆裂开来,交织融会下,竟然玄妙之极地化为一颗树杖大巨大光球,表面无数道紫殿闪烁不定。 此光球不知蕴含了何种神通,竟然在二人同时驱使下徐徐的没入杖壁中,已是不可挡威能硬生生地将空间杖壁撕裂而开,没入了大半进去。 蛟龙和金色小人同时大喜。 其中蛟龙招呼吊霉汉子一声,就一换后体型瞬间恢复原来大小,并化为一道绿红将那吊霉汉子一卷,就向巨大光球击射而出。 在顿光中,他同时朝另一边含霉冷冷望了一眼。 这时,含霉竟站在远处呆呆望着这边的一切,自己却丝毫举动没有。 蛟龙面上闪过一丝如看死人的表情,当即口中一声清明,就从光球中一闪即逝地顿出了。 他可不怕含霉也趁机而逃,这个光球同时融合他和小人的真元之力,不是他二人亲自携带出去的话,根本无法穿透此通道的。 金色小人见蛟龙先是一步,当即二话不说的也化为一片金霞,将那金胖子身形一卷,几个闪动后就到了杖壁面前,要同样一闪地顿出。 但就在这时,光球附近默然响起一声沉闷的雷鸣,接着空间拨动一起,一道背声双翅的人影一闪地浮现而出。 接着此人影只是尖头一抖,顿时一片灰蒙蒙霞光迎头往金霞上一照。 小人只觉一股犀利凭空声出,不及防下,竟然让此人影如影相随的一下紧贴在了金霞之后,并从中传来了一声淡淡的话语声,既然前辈有脱身之策,想来不会建议带晚辈一同出去吧。 听此声音,正是韩丽。 金色小人一愣,目光朝韩丽袁站立之处一扫,只见那里明明还站着另一位韩丽。 这韩丽一见小人望来,竟然张口冲其一笑,身形就一下溃散消失,眨眼间化为一道翠绿色灵符,轻轻一晃得凭空不见了。 竟是韩丽一直培育至今的化灵符。 原来韩丽一见这两名炼须修士想要动手破壁而出,当即心中一动下,竟然将那化灵符幻化成了替身,自己则暗中用风雷赤悄悄地遁入了虚空中,一下瞬移到了光球附近。 而那化灵符因为被韩丽培育了数百年之久,再加上本身就具有几分替结化身的神效,仓促之间,翡翠蛟龙和金色小人都没有发现其中的蹊跷。 结果被韩丽抓住机会,竟动用原磁神光仿佛高哑般的一下粘在了金色小人盾光之后,寸步不离的样子。 小辈,你想找死。 金色小人是何等人物,虽然吃惊自己的走眼,但也一下就明白了韩丽耍得小把戏,当即盾光一顿,从中传出了惊怒的声音。 随即金霞中放出万道金光,毫不客气地反向韩丽卷去。 结果那漫天金光一接触灰霞,竟发出了噼啪的爆裂声,一阵剧烈颤抖后,并未能将灰霞一推而开。 这一下,金色小人顿时心中一领。 嘿嘿,若前辈是本体亲临,晚辈自然无法抵挡前辈的莫大法力,现在只是分身在此的话,前辈想要轻易甩开晚辈的原磁神光,没有一时半刻却是休想之势了。 前辈真愿意和晚辈在此逗留如此长时间吗? 韩丽却在灰霞中发出阵阵的轻笑。 你竟敢威胁老夫。 金色小人闻言,大怒起来,正要施展其他神通。 就在这时,忽然从空中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身处原磁神光中的韩丽一听此声音,竟然身体一热,浑身血液一下沸腾起来,同时往体表狂涌而去。 但韩丽金刚诀已经大成,几乎坚韧不在一般顶阶法器之下,只是心惊的急忙一瞎绝,自然也就无碍了。 小人听到此尖叫,身形一晃下,面色大变起来。 其身下的金胖子虽然被金匣保护着,但在听到叫声的同时,立刻满脸鲜红欲滴,身形摇摇欲坠起来。 气血大法 小人惊怒得一声大喝,单手冲下方虚空一拍,顿时一道金色光柱脱手喷出,注入到了金胖子身体中,让他身形一阵下,脸上血色总算立刻退了下去。 在半空中已经有曲异团的光门,此刻探出了一只巨大鼓爪,竟一点点的将此门再重新撑开。 而找洁白如玉,但散发出惊人的灵压,那凄厉的尖叫声也正从光门中传出的样子。 看来不用等一时半刻,那玉骨人魔马上就会出来了。 万一先出去的那位前辈,为了除魔,顾步的前辈还在此地,而将这通道再次回去,我等可就真要以身伺魔了。 前辈对此就没有丝毫顾虑吗? 韩丽将心中惊骇压下,却冷静异常的说道。 金色小人见到那巨大鼓爪出现时,脸色就够难看了。 再一听此言,嘴角抽搐一下,顿时沉吟不语起来。 以他对名老魔的为人了解,真要出去迟了,恐怕这老魔还真可能做出这等狠辣之事的。 此刻,空中的那道光门中又探出了另一只鼓爪来。 两只巨爪一左一右的抓住光门两边,光门中尖叫声一停,却传来了轰隆隆的大吼声。 魔物一副马上就要从中蹦出来的样子。 好,小子。 算你赌队一次,老夫带你出去了。 这位金老怪也是一位老奸巨华之辈,心念略一转动,就不再迟疑答应下来。 韩力一听这话,心中同样一喜。 当即紧贴金霞的原词神光顿时放松了三分。 而小人法觉一催,金霞默然光芒大涨,一下将灰光也包裹进去了大半,然后带着韩力朝那巨大光球一头扎去。 韩力只是用原词神光将自身团团包住,任由小人施法。 一没入光球中,韩力只觉四周光芒耀眼,随即一阵天旋地转后,人就骤然出现在石山之上的某虚空中。 附近半空中,赫然悬浮着那颗巨大光球,只是此光球仿佛镶嵌在半空中一般,只显露出一半而已。 那翡翠蛟龙和吊眉汉子也在不远处,一见韩力竟然也逃了出来,顿时吃惊地望了过来。 韩力不急多想,背后双翅一斗,就瞬间化为一道青白色电弧在原地不见了。 下一刻,他却出现在数十丈外的另一处地方。 不知什么原因,近在咫尺的金色小人竟然没有施法想困住他的意思,让他轻易地就如此脱身了。 那翡翠小娇冷冷盯着此幕,突然幕中凝色一闪,就想要有所行动。 但就在这时,忽然以那颗巨大光球为中心,附近传来让人毛骨悚然的空间波动,随即天空中一阵仿佛海啸般的怪异声音传来,小半天空竟仿佛白纸般的突然扭曲褶皱起来,并且渐渐皱成了一团。 不好。 空间风暴。 一见此幕,包括韩力在内的在场的几人,全都失声起来。 随即他们再也顾不得其他事情,全想都不想的各自催动法觉,化为一道道惊鸿,同时朝四面八方击射而走。 虽然瞬移之术更加神妙,但是在即将产生空间风暴的情形下,再顿入虚空中,岂不是找死。 好在几人修为都不凡,虽然只用普通顿术,但几个闪动后,竟然就一下出现在了数百丈之外。 一声闷响传出,在他们原来站立处的那片褶皱起来的天空,突然无数道纤细黑丝凭空浮现而出,随即四下延伸变长。 转眼间就让百鱼杖的空间,遍布此意象。 接着呼啸声大起,黑丝立刻碎裂变大,一股股仿佛液体般的白光从里面狂涌而出了。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这些白光翼出现此空间,立刻狂风大作,化为一股股飓风将附近的一切都绞入了其中。 这些飓风仿佛无物不适的妖物,任何东西一没入其中,不是立刻被绞成了粉碎,就是诡异的嗖的一声,就此消失的无影无踪,并从飓风中传出了仿佛妖魔怪笑的轰鸣之声。 韩力已经身处十余里外的一座小山头上,远远看着天边飓风冲天的诡异景象,脸上毫无表情。 这等空间风暴和他通过空间节点时碰到的几次相比,自然远远不如的,但韩力也绝不想被其卷入其中。 要知道,当初能通过这些空间风暴还真是多亏了冰凤的空间天赋,就算这样,他一身的宝物也被毁得七七八八,差点还陨落在了其中。 眼见空间风暴越来越猛似乎短时间无法停歇的样子,韩力心念转动几下后,忽然顿光一起,不再理会其他方向的翡翠蛟龙和金色小人等人,竟直接往自己洞府方向顿去。 第1349章 鼓手 在其余方向的翡翠蛟龙,自然感应到了韩力的举动,眉头一皱下,突然开口向身旁吊眉汉子问了几句什么。 汉子脸色一鼓,连声的解释起来。 翡翠蛟龙听完之后,脸色阴沉下来了。 就在这时,一片金霞从另一方向绕了过来,几个闪动后就到了翡翠蛟龙身前,皆光芒一脸的现出了金胖子,在其头顶上金色小人神色平静的漂浮在那里。 明兄真放那小子这般走吗? 万一他将我们到此取宝事情告知成中天位,可会有些小麻烦的。 小人目光在翡翠蛟龙身上一扫后,说道。 金道友也说只是一个小麻烦而已,我又何必多此一举? 这等在他人灵地上寻宝事情,只要不被执法天位当场撞到,原本就不是多大事情。 事先这般隐秘,只是千宝上人名头实在太大,在下不想风声外露而已,现在根本未能得到什么宝物,就更无所谓了。 没有利害冲突下,老夫可没有兴趣得罪那些非生修士。 况且听小徒说,此人似乎还认得赵无归,这位赵天位本身没什么,但是他师尊可是长老会雷罗真人。 嘿嘿,金胸若有意思找这小子的麻烦,我倒可以助到有一臂之力的。 翡翠蛟龙沉默了一会儿后,竟冷冷说道。 我和这小辈无怨无仇,找他麻烦作甚。 既然此地没有宝物,那老夫就告辞先是一步了。 以后有霞再亲自和道友叨扰一番了。 金色小人眼珠低溜溜一转,却打了个哈哈的这般回道。 随后他双手一拖拳,化为金霞将金胖子一卷,朝远处天边飞顿而去,竟然看也不看那空间风暴了。 哼,这老怪明显在空间中被那小子暗算了一把,不得不带那小子一起出来,如今却想借刀杀人,让我自找麻相去。 打得倒是好算盘,但老夫和那小子又不是有生死大仇,怎会让你如意? 徒儿,我们也走吧。 既然这里有空间风暴出现,自然会被天渊城执法队注意到的,虽说不可能这般快就赶到此地,但也不能不防有天位就在附近,果真这般被他们撞见的话,就麻烦了。 这一次,非但宝物没有到手,反而让这尊化身受损不少,真是晦气之势。 翡翠蛟龙眼见金霞在天边消失不见后,才冷哼了一声,仿佛自语的喃喃几句。 接着就此蛟身形异常,化为一道绿红巢另一方向击射而走了。 吊梅汉子也慌忙化为一道蓝光,紧随其后。 当两道顿光转眼间也消失在天边尽头后,附近除了空间风暴中传来的轰隆隆之声外,再无其他声响了。 此时,韩力已经身处自己洞府的大厅中,正双手抱歼地盯着眼前的银色光幕。 在从万龙珠的监视中,发现两名炼须修士真的就此离开了灵地,他暗自大松了一口气。 现在银色光幕中,还有一具大深黄色光点在那里呼闪个不停,正是万龙珠感应到的空间风暴。 韩力和明老魔等人不同,这几人可以拍拍屁股,就丝毫顾虑没有地走人了,他可必须监视此风暴,以防止出现什么意外,将灵地给毁去了。 好在以他在空间节点中的经验,这种因为空间塌陷意外引起的风暴,一般都不会长久的。 果然,光幕上的黄色光点足足持续了一个时辰左右,光芒开始一点点的暗淡了下来。 再过一刻钟后,就彻底消失不见了。 见到此目,韩力长吐了一口气,总算放下心来。 于是他目光再往光幕上扫了一眼后,就打算掐绝关掉这大号灵石的法阵时,却忽然身形一阵,脸色大变起来。 只见在黄色光点消失的位置,突然又多出了一个灰色光点来。 此光点比黄色光点小得多,看起来也微弱至极,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熄灭的样子。 但就是这样,灰色光点一出现,立刻朝某一方向徐徐的移动起来。 韩力心中大臣,心念飞快一转,再也无法安坐此地了。 难道是那魔物有一缕残魂从空间风暴中逃了出来? 虽然并不清楚所谓的玉古人魔式和魔物,但既然能让炼须及修饰也避之不及,可见其可怕了,若是逗留在附近的话。 他岂不是永无安宁之日? 好在从监控上看,逃出来的东西灵压极低,应该身负极重之伤,现在灭杀应该不难的。 韩力马上就有了决定,也不多说话,当即身形一晃下,再次化为一道清光离开了洞府,直奔空间风暴消失的地方而去。 结果片刻后,他就出现在了空间风暴的上空。 空间风暴果然不复存在了,随同一起消失的还有那座光秃秃的小石山,并在地面上留下了一个直径百余杖的巨坑。 韩力驾驭顿光围着此坑盘旋两圈,丝毫异常没有线。 他眉头一皱下,停下顿光,悬浮在了半空中,同时徐徐闭上双目。 几乎不下于炼须修饰的强大神念,朝四周一放而出,屡屡神念顿时将方圆千余里都笼罩其中,朝每一寸土地都细细地搜索而去。 仅仅一会儿功夫后,韩力口中一声轻疑,漠然睁开了双目,但脸上满是古怪之色。 他略意思量后,口中一声长啸,就骤然间轻光大放,化为一道青红朝向某一方向击射顿去。 青红破空仅仅三百余里的路程,就一顿地停在了一片密林上空。 光芒一脸,韩力双手倒背地出现在低空中,双目蓝芒闪动地凝望着下方。 突然他口中一声冷哼,单手朝下方虚空一抓。 砰的一声,一只青蒙蒙光手凭空在下方现出,并向密林中某处一把抓下。 光芒出阵阵的温明,只有杖许大,却将下桿十余杖范围都照在其中,声势好不惊人。 嗖的一声,一道灰光却从光芒笼罩密林中破空飞出,朝另一方向击射而逃。 韩力嘴角一动,却似乎早有防范,另一只手飞快一台,五指冲灰光一旦。 扑扑几声传来,五道红丝一闪即逝地从指尖前射出,又一闪得在虚空中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红丝就闪动着诡异鸿芒,一下将那团灰光缠了个结结实实。 灰光立刻体积掌缩不定,光芒连闪,似乎想要挣脱而出。 但韩力却已经两手掐绝,催动了五根火灵丝,五根火丝腾的一下,冒出了数尺高的赤红火焰,将灰光彻底包裹进了其中。 乌乌的哀鸣从灰光中传出,灰光似乎虚弱异常,竟被赤红火焰一下炼化的一干二净,并显出了洁白如玉的遗物来。 韩力眉梢一挑,面无表情地单手朝下一招,顿时此物表面火焰一脸,往高处击射而去。 韩力五指一紧,就已将此物强行射到了手中。 竟是一只白骨矮矮的骨手,表面隐隐有金色符纹若隐若现。 他一眼就看出,此手正是那个玉骨人魔的一只魔爪,只是现在体积和常人一般大小罢了。 目光闪动几下,韩力将此骨爪翻来覆去看了几眼,同时动用了明清灵木和神石在此骨手大概一扫。 结果心中一震,神念扫过,显示这骨爪竟然是一件法宝,而且似乎还威力不小的样子。 但是灵木透视过后,却也表示此手的确是一只人手之骨不假。 此物却是一件用人骨炼制的诡异宝物。 刚才附在宝物上的灰光,却是此宝自行通灵的那一抹灵性,此刻一把灵火断烧之下,被轻易的抹去了,如今真的只是一件此物而已。 但这一切还只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在这股手的拇指中,竟然藏着一个乳白色的寸许大玉牌,上面荧光闪动,明印着许多迎头小字,一个个荧光灿灿。 竟然全是那银科文。 韩力只用灵木看了两眼,就深吸了一口气,口中就喃喃的自语一声,金雀玉书。 此预见竟然是金雀玉书外七十二页中的一页,而且还是完整的一页。 虽然只看了几眼,但上面记载的似乎是炼气之道。 韩力意外得到此宝,虽然表面上还能保持镇定,但是心中狂喜可想而知了。 但现在可不是仔细研究御书的时候,韩力当即手上灵光连闪,一口气往鼓爪上贴了数道尽致符露,然后取出一个愈合小心的收进其中,就立刻驾驭顿光往洞府而回了。 韩力并不知道,幸亏他走得够果断。 就在他悄然的回到洞府没多久,在空间风暴爆发之地的上空,漠然一个光阵凭空浮现,接着光阵白光大放下,一辆金灿灿的金亭舟传送而出。 从此舟上缓缓飞出两名身穿金甲的天卫来。 一名常然浓眉,头戴不关,一位身材苗条,眉目如画。 竟是一名中年男子和一位貌美帝女修。 乾坤盘上显示的位置是这里不错了。 的确残留空间波动,但看起来范围很小,可能是那种偶尔爆发的意外事件。 女子目光四下一扫,樱桃小口就吐出淡淡的话语来。 嗯,的确不是那几种极度危险的空间风暴,看起来持续时间也很短,否则就不是仅仅将一座小山铲平的事情了。 常然男子一边用神念检查着附近的一切,一边不知可否的和女修说道。 第1350章 百卖炼宝诀 不过这里空间,事先很稳定,丝毫爆发迹象都没有,怎么突然就有空间风暴出现在这里? 附近居住的修士是何人? 女修戴眉一皱,又问了一句。 这有何奇怪的? 微型空间波动原本就很难提前预料的,乾坤盘纵然神妙万分,也不可能都预测得到,这种事情又不是罕见之事。 至于此地,似乎刚刚被话归话神修士使用了,此地主人应该是一名清明卫。 男子一念胡须,平静地回道。 一灵盘没有发现一族的气息,看来没有一族趁机潜入此地。 要不召唤附近的这位清明卫,再仔细问一下情况,看看他是否知道空间风暴的事情。 女修抬手寄出一块闪闪发光法盘,做法了一番后,才眉头一皱地建议道。 何必这般麻烦? 只要不是一族潜入,就算这空间风暴有些什么蹊跷,和我等也没太大关系的。 不要忘了,我们可不是清闲的要命,还有另一处地方需要检查一番的,那里是乾坤盘预测,很有可能爆发大型空间风暴之地。 常然修士却摇摇头,神情凝重了起来。 马兄所言有理,是小妹有些执着了。 我们走吧。 女修略意迟疑,似乎想起了什么,笑吟吟地同意道。 常然倒是似乎很满意女修的回答,当即微点下头,就率先化为一道黄红飞回了金庭州上。 女修目光再往四下望了一遍,也没有过多滞留地同样返回了州上。 片刻后,金庭州在光阵中一晃,就凭空不见了,下方的传送光阵也随之溃散消失起来。 身处洞府中的韩力并不知道,如此短时间内就有两名恋虚极的天卫过来探查了一番,甚至连召唤他询问的例行之事都未发生,就匆匆地再次离去了。 但为了小心之见,他一回到洞府,就将法阵关闭,让所有万龙珠监控全都暂时停了下来,以防被什么高人看出了什么来。 随后他就一头扎进了密室中,开始研究心道手的鼓手起来。 鼓手本身虽然奇特,似乎用某种从未见识过的练气手法既练过一般,但韩力对此却并不太关心,而是毫不客气的一张口,喷出了一口数寸长金色小剑。 此小剑一抖下,就化为一道纤细金丝围着鼓手飞快一绕,鼓手拇指就无声无息地被切成了两片。 一个寸许长玉排从里面显露而出,并且一颤下就要通灵地腾空飞走。 韩力却早有预料,反手一抓下,一股无形进制就凭空在四周现出,一下将玉排束缚得无法动弹分毫了。 将乳白色玉排抓到了手中,韩力双目蓝芒闪动得开始细细看起来。 玉排上的迎头银纹,记录的是一种他首次接触的练气之道,里面阐明的东西简直颠覆了韩力以往对练气的大半认识,一下就将他深深吸引住了。 只是这银科文毕竟和一般古文大不相同,要不是他曾苦苦参悟过另一片残业,刚毅接触此种文化,恐怕根本无法领悟分毫的。 但就是这样,韩力一口气在密室中研究了这块心得的外叶玉书三天三夜,才最终看明白上面记载的大概东西而已。 上面除了对练气之术的阐述介绍外,最主要的内容竟然记载了一种名叫百脉练宝诀的神通。 此神通竟是以人的经脉血肉骨骼为基础,将自身各个部分炼制成具有不同法宝的不可思议秘术。 要不是韩力先前看了前面的炼气之术,光看此法觉的话,绝对将此事当成了无稽之谈。 但是前面阐述的新炼气之道,却让他一下毛色遁开,对此术不由的信了大半起来。 并且他得到的骨手,显然就应该也是修炼此功法,否则一只骨手如何能逃出空间风暴,并且自行通灵起来。 按照预书上阐述,修炼此神通之人既可以将身体一次全都炼制成宝物,也可以分开慢慢加以修炼的。 但无论哪一种,最后追求的都是将身躯修炼成,近似佛门金刚不坏之身那种仙佛般境界的。 而到了此秘术大成后,无论法力修炼如何,单凭肉身,举手台足间都具有撼动天地的大神通,身体已经无限接近不朽之身了。 虽然御书上对此数大成的描述情形简单异常,寥寥术语而已,韩力看到其中隐隐透露出的信息,自身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就算上面所说有些夸大其词,但此神通的厉害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这种将身体修炼成宝物的祭炼之法,对修饰肉身强横也有近似不可思议的要求。 修炼此法诀,以韩力现在金刚诀大成肉身也不过勉强可以开始而已,以后若要继续淬炼身体各部,让其真的发挥出预书上记载的那种莫大神通时,却还需要将肉身一步步进阶强化才可。 否则肉身一旦承受不住祭炼效果,修炼之人就会自行崩溃消亡。 毕竟将身体炼制成各种宝物,本身就是一个匪夷所思,近似逆天的事情。 他单手抚摸着玉牌,半天沉默不语起来。 看来无需再寻找其他功法了,必须选择法体双修帝功法了。 韩力轻叹了一口气,喃喃的自语一声。 这套百卖炼宝爵的出现,成了压在他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原本还在为功法选择迟疑的他,最终做出了决定,打算修炼那套被人妖两族共同改动过的法体双修功法了。 他忽然将手中的玉叶一收,贴上浸制服录后重新放回储物灼中,就反手间又掏出了一块淡红色玉剑来。 韩力荡日从蛮胡子口中得到托天魔宫口诀后,就全部复制到了瓷剑中,以防时间一长,别遗忘了什么法觉。 此功法既然分成三部分,又分别如此特殊,干脆就叫范圣真魔宫吧。 韩力目光在玉剑上一扫,低声的自语了两句,就将玉剑往额头上一贴,闭上了双目,认真的参悟起此功法来。 上次他在天渊城石塔中,也尝试的修炼了一点点此魔宫,但是没有丹药辅助,效果自然没有多少的。 于是接下来的数月内,韩力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密室中度过,期间也抽出一些时间,在部分灵药被催熟后,开始炼制玉清丹起来。 此丹不会维化神级的灵丹,韩力在动用了数量惊人的灵药后,仍只不过炼制出两三瓶来。 但对此情形,韩力并不在意。 对他来说,炼制次数越多越能熟能生巧,只要给他足够时间,成功率自然就会上去了。 现在炼制的丹药,够他近期修炼也就可以了。 当然在此修炼托天魔宫同时,韩力也抽空参悟着那套百卖炼宝诀,就这样,整修时间一眨眼就过了。 在这段时间内,并未有人再来打扰韩力的清修,看来没有利益冲突,明老魔和金老怪等人也懒得再理会他的,韩力对此当然欣喜了。 于是在半年之期满的前几日,一道青红从艳丽异常的仗气中击射而出,在附近空中一个盘旋后,才猛然破空奔天渊城方向而去了。 他要参加为其两三月的巡逻任务后,才能有时间再次返回洞府继续修炼。 三个月后,韩力毫发未损的再次归来。 他一回到洞府马上进入密室,再次闭关起来,直到半年之期再次将满后,才再次离开,就这样,时间一点点的过去了,转眼间就过了六十年光景了。 这些时间对修士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但是在此期间,灵界却一下暗流汹涌起来,各族高层几乎同时的频繁聚会,仿佛酝酿着什么东西似的。 各族凡是消息灵通的存在,几乎都感应到了暴风与暴发前的那种巨大危险,也纷纷暗自心惊的同样开始做一些预防的准备起来。 作为人族和各族交界的最前沿之处,天渊城自然也能感应到一些异变出来,最起码在外扁巡逻的那些修士,感应到了此间的巨大变化。 这一日,府里沼泽上空,一对修士在低空中缓缓向前飞行着。 十名修士是一身黑幽幽的战甲,在中间位置的一名短虚老者,身穿一件古朴的青色战甲,却是带队的一位化神级的清明卫。 无论那十名黑铁卫还是那名带队的老者,均都脸色凝重,手持一灵盘,同时目光不停的四下扫尸个不停,仿佛下方随时都有可怕东西扑将出来一般。 这对修士也不见有人说话,就这般小心翼翼的一直飞行了一个时辰后,忽然其中一名黑铁卫手中的法盘传出阵阵的嗡名。 虽然声音不大,但仍让所有人都脸色大变的忘了过去。 怎么又发现一族了,这也未免太频繁了。 这些一族在搞什么鬼,怎么把探子不要命般的拼命往我们这边塞来,我们小队上次可刚刚阵亡了两名成员。 一名看起来凶恶异常的大汉,看清楚了同伴手中的一灵盘上闪动的警报的白光后,再也忍不住的破口大骂起来。 哼,这还算好的了。 听说第四小队半年前遇到了罕见的虚动族的人,结果整个小队连队长在内,都阵亡了大半。 另一名中年女修却冷冷的接口道,脸色也同样阴沉异常。 第1351章绿影 既然一灵盘已经报警,不去查看,我们回去后同样会受重罚的。 大部分一族探子都没有多强战力,大家只要谨慎些,应该可以顺利的解决此探子的。 身穿轻甲的老者,眉头一皱的吩咐道。 听到话神级的老者开口了,其他黑铁卫即使心中再不愿,也只能闭口不言了。 随后在老者一连串命令下,一行人立刻化为数队,朝着一灵盘报警方向靠拢了过去。 一行修饰改变方向,只飞行了数十里后,就漠然出现在一片乱石堆上空。 此石堆看起来平常无奇,但在石堆附近围绕一片冒着紫色气泡的沼泽之地。 看来就是这里了,不要让它逃掉了。 老者看了看手中的一灵盘,肯定的点点头,右手一挥的吩咐道。 顿时身后十余名黑铁卫也不说话,纷纷喷出了宝物护住全身,然后才纷纷放出神念的向下方扫去。 结果一盏茶功夫后,包括老者在内的所有修饰脸色微变了。 如此近的距离,神念竟然也找不到,看来只有下去一点点亲自搜索了。 秦道友 老者深吸了一口气,忽然转手冲一名双目细小的中年人招呼道。 队长放心,我知道怎么做的。 那名中年人机灵回道,随即单手一拍手腕上储物灼,手中漠然多出了一堆仿佛乌黑圆珠的古怪东西。 他手一抬,这些圆珠往下方洒落而去,同时口中面面有词起来。 一阵琵琶声大响,圆珠表面一阵蓝色电光闪动后,漠然间体型狂掌,化为一只只身蝉电弧的铁风。 每一只都有拳头大小,黑乎乎的,双翅震动间发出诡异的嗡名。 其余人都悬浮在空中没动,只有细目中年人缓缓盘膝坐下,两手一夹绝,这百余支铁风一坠落到离地面只有十余丈高后,就一哄而散的向四面八方击射而去。 看来这对巡逻修士也早就吸取了前人的教训,绝不轻易落到地面上,在地形复杂之处和那些异族探子纠缠什么。 否则以一族防不胜防的各种诡异手段,就算他们能成功灭杀对方,自身也绝对会出现伤亡的。 如此的话,自然还不如驱使一些傀儡下去查看了。 可就在那些铁风缸一伞去没多久,众人手中的异灵盘猛然一颤,就同时发出高昂异常的尖鸣声,有些异灵盘甚至一下爆发出刺目的灵芒,看起来惊人之极。 不好,这名一族在靠近我们,已经进入我们百战范围之内了,还在不停靠近中。 那名相貌凶恶的大汉一剑手中法盘一向,顿时大叫起来。 不光是他,其余之人见到手中法盘一样都一阵骚动,均都睁大眼珠朝四下飞快扫去。 可是方圆百丈之内,四周上下全都空荡荡的,哪有丝毫东西存在的样子。 各自施法,快破除他的隐匿之术。 一旦被进身就糟糕了。 老者口中发出一声大喝,震得这般手下人人双耳嗡嗡作响,随即就率先单手一翻转,手中漠然多出了一面铜镜来。 老者将铜镜往头顶一抛,顿时化为一轮明晃晃圆月,表面灵光一闪,一道碗口粗青色光柱喷出。 而紫月滴溜溜一转下,光柱同时朝四面八方扫去,但是青光所过之处根本丝毫异样都没发现。 其余修士也纷纷祭出番崎等砖破隐匿的宝物,片片灵光所过之处,同样没有任何的发现。 但众人手中一灵盘传来的温明却越发的尖力异常起来,说明一族几乎已经处于锦在指指的位置了。 这一下,众人面色可都惊慌了起来,老者面色也有些发白了。 如此情形下还能未被众人发现,毫无疑问,这一位或数位正欺近他们的一族探子,肯定是传闻中最难惹的那几种一族。 看样子非但没有想逃走的样子,反而想上前灭杀他们的意思。 快步五行灵光阵。 普通防御无法抵挡他们的。 几乎是从嗓子眼中挤出来的,轻甲老者大吼起来。 随即他也不管自己头顶铜镜,手一翻转,漠然多出了一枚红蒙蒙的令箭状宝物,对准高空一抛,一下化为一团红光,呼闪不定起来。 其余黑铁卫受老者提醒也恍然大悟,纷纷从身上摸出了类似的法器,同样想祭到空中的样子。 但此刻才心动,却有些迟了些。 砰砰几声传来,三名黑铁卫手中的一灵盘竟一同爆裂开来。 接着三人足下虚空处,突然凭空多出几道仿佛影子的淡淡虚影。 这几个影子方一出现,就身形一晃,自身一下拉长的扑向这些修饰。 啊!三名黑铁卫终于发现了这些灰影,口中不禁惊呼起来,但护身法宝和护身灵光根本无法阻挡分毫,一下就被这几道灰影侵入身体中。 顿时几人发出了痛苦之极的哀嚎,双手抱头的身形直往地面坠去,竟然生死不知的样子。 影傀儡,是影族人。 快释放雷属性神通和法宝。 一见那几道黑影,老者脸色大变下,慌忙大喊道。 接着他马上一张口,喷出了一口银白色飞剑。 此剑方一出口,立刻化为一道银白色电弧将老者护在了其中。 在老者身后诡异出现的一道灰影刚扑上来,却一声雷鸣后,立刻被电弧一下弹开树杖远去,丝毫无法近身的样子。 对大名鼎鼎影族,其他无恙修饰自然不会陌生到哪里去,但除了两人同样放出了雷属性宝物,其他人通体发寒夏,心中暗叫苦起来。 雷属性可是诸多属性中最霸道少见的,他们哪可能人人都有此种属性宝物的。 而影族又是一种极其诡异的一族,除了雷属性宝物和一些特殊功法可以刻之外,其余地功法神通没有多大效果的。 而就在这略议迟疑的瞬间,这几人足下初也浮现出了一般无二的灰影来。 这一下,几名黑铁为惊恐的互望一眼后,突然口中大喊一声,就化为数道惊鸿朝四面八方击射而出,想要立刻甩开足下灰影。 但是那些灰影竟然仿佛真成了这些修饰的影子一般,竟如影随形也化为一道道灰光,丝毫不停的紧跟过去。 眨眼间,几名修饰的顿光和那些影傀儡顿出了数十丈外,原地只剩下轻甲老者和另外两名有雷属性宝物护身的两名黑铁卫。 不过,此刻在老者他们身前也开始陆续浮现其他灰影,一共现身七八条的样子,不停的往他们三人身上扑去,但全都在雷鸣声中,被他们的雷属性宝物抵挡在了外面。 但这些灰影似乎根本不知道疼痛,仍然不停的重复着此举动。 轻甲老者深吸了一口气,一时也顾不得其他手下的生死,而是自己手腕上红光一闪,突然多出了一叠不知名俘虏。 灭处,找死。 老者恶狠狠望了一眼再次扑上前来的一条灰影,脸上绿色一闪,扑扑几声后,手中浮露一下化为十几道蓝色电弧喷出,交叉的积在此条灰影上。 轰隆隆的雷鸣声大作,所有电弧爆裂开来,那条灰影口中发出一声呜呜声,身体表面在一层电网笼罩轰击下,开始一层层的溃散雾化起来。 老者见此,心中大喜,看来上次花了大价钱,特意准备的这些雷服还真的有效。 他当即一翻手,又一叠雷服出现,一催之下,又是十几道蓝色电弧狂击过去。 眼看这些电弧也要击在附近这条灰影上时,一声冷哼却默然从四面八方同时响起。 几乎与此同时,灰影身前默然多出了一只绿色大手,五指指示微微一晃,不知怎么就将这几条闪电拳都抓进了手中。 一阵沉闷的爆裂后,这些闪电就在此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绿影 一见此大手,老者瞳孔一缩,仿佛呻吟的叫出声来。 你们都要死。 丝毫感情没有的冰冷话语从绿色大手上传出,随即手一颤,竟在在扭曲变形下,化为一个绿蒙蒙的光影出来。 此光影猛一看也是人形,但翩翩头颅大的出奇,几乎是普通人的两三倍大小,在绿光闪动的面孔上,更有一对鲜红玉滴眼珠,看起来实在诡异万分。 看到真是自己预料中的高阶影族,轻甲老者嘴角抽搐一下,脸色真的有些发青了。 虽然说雷电之力可以克制大部分影族,但是到了绿影这等和人族化神修士差不多等阶的存在,本身对雷电却有了一定的的抵抗之力。 以往化神修士和绿影这等存在一对一交手的结果,几乎都是以人族修士大败或者陨落而收场了。 而且看这只绿影竟以一己之力,就能驱使如此多的影傀儡,恐怕在绿影等阶中也是极高阶的存在,这怎不让老者心下之沉而去。 这时,远处的天边也传来阵阵爆裂之声,显然是其他黑铁卫也被那些影傀儡追上,让那些人族修士也纷纷陷入苦战之中。 绿影却根本不管眼前老者心中的惊骇,二话不说的默然向前一步,身体就诡异的一下到了老者身前仗许远处,然后单手一抬,就气势汹汹的直接向老者护身的那道粗大电弧抓去。 他竟然打算硬生生直接抓开老者的护身法宝。 老者吓了一大跳,但对方动作实在太快了,根本来不及闪避分毫,只能口中一声低喝后,将全身法力都注入了护身之宝上。 身前的银色电弧嗡鸣一声后,一下粗大了三分。 绿影剑子,血目中却闪过一丝轻蔑之色,抓出的手掌丝毫不停,竟真的一把将那粗大电弧抓到了手中。 轰隆一声,粗大电弧在绿色大手中一阵爆裂狂闪后,最终化为一口表面遍布电弧的小剑出来。 此小剑光芒伸缩不定,通体乱颤,却只能在绿色大手中挣扎不停,根本无法挣脱而出。 青甲老者脸色骤然间没有血色了。 而绿影口中黑黑一声怪笑,身形再次移动,似乎就要马上再出手了。 但就在这时,忽然老者的上空另一声雷鸣响起,接着忽然一道青白色电弧一闪,竟凭空现出一个卑有双翅的人影。 此人影一线深,二话不说的两手向下齐扬。 第1352章一族遗云 一只手五指轻轻一弹,五道粗大金壶狂喷而下,另一只手灵光一闪,一块四方锦帕向下照来,表面一个古怪符纹悠悠浮现,看起来神秘异常。 绿影一见此情形虽然一惊,却没有过于惊慌,反而只是肩头一晃,漠然从背后射出另外两条灰影来,一闪即逝的分别迎向了空中的金壶和那块锦帕。 而绿影自身则伸一扭,似乎想要暂时后退一二的样子。 头顶的那名带翅人影漠然发出一声冰寒刺骨的冷哼。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绿影一听此哼声,竟然身形俱阵,后退之势漠然一顿,竟然正正的待在了原地。 轰隆隆声大作,五道金壶率先和一条影傀儡迎头碰在一起。 结果只是稍一接触,灰影就在金光大棒中,一层层的冰箫溶解起来,一团团灰色雾气瞬间升起。 同一时间,另一边锦帕的古怪符纹荧光一亮,突然间爆裂开来,化为成千上万根纤细银丝,一下将灰影照住,再猛然一收,就还原成了锦帕状,硬生生的将此傀儡包在了其中。 仅怕表面雷鸣声大作,无数纤细电弧闪动弹跳,影傀儡根本无法挣脱而出。 这时,带齿人影背后双翅一动,净化为一道银线在原地消失不见。 下一刻,银线却出现在了绿影上空,也不见其动用何种法宝,只是伸出一只手掌朝下徐徐一拍。 手掌晶莹异常,随即五指灵光一闪,同时浮现五枚颜色各异的古怪。 这些古怪洁白如玉,表面各自凝印一个斗力大小的精致骷髅头。 而骷髅头眼珠一动,竟仿佛活过来般的同时一张大口,五种颜色各以寒艳喷出,随之交融一体,又化为一片艳丽异异常的五色光艳照下。 绿影刚从那冷亨震慑中清醒过来,尚未惊怒的来极施法,就觉眼前一亮,又被那五色光艳席卷其内,身体周身一凝,所有动作静一下变得迟缓无比起来。 这一下,绿影大害起来,但他也是影族中高阶存在,不加思索下口中发出一声凄厉的尖鸣,绿蒙蒙躯体就此爆裂开来,化为无数根绿丝朝四面八方击射出去,就要摆脱了五色光艳的束缚。 空中人影仅乎早就预料到了绿影的此举,另一只手漠然的同样向下一按。 此手在灵光闪动下,背部引现一座黑色小山状的图案,但是方艺翻转后,顿时一圈圈灰色光霞从手心处涌出。 灰色霞光所过之处,一根根绿丝如同遇到克星一般,均都一扫而入,转眼间又被绞得粉碎,再次化为一团团的绿物。 这些雾气仿佛被一股无形之力挤压,徐徐的被凝聚一团,在灰霞中重新还原成了那名绿色光影。 此刻光影仙红的双目,早已满是惊骇交加之色,但是它自身却如同万山压身一般,空有一身弱大的神通,却再也无法施展分毫。 嗖嗖几声,一道道颜色各异光芒从带翅人影手中激射而下,竟是一连串进至浮露贴在了绿影身上。 绿影身形一晃,顿目中的血光一下暗淡无光下来。 接着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绿影在浮露尽之下,身体开始缩小变形,最后竟然化为一颗拳头大小的绿色圆球,闪动着微弱的灵光。 人影对此毫不奇怪,两手神通一收之下,单手在虚空一抓,圆球马上破空向上,被此人轻易的射到手中。 然后这人才一扭手,冲目瞪口呆的轻甲老者一笑起来,月道友,韩某出手迟了些,无碍吧? 韩兄说的哪里话? 要不是道友出手相救,老夫这次恐怕还真要麻烦大了。 久闻韩兄神通过人,如今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连高阶影族竟然也不是韩兄一和之敌。 老者神色终于恢复了正常,将身前飞剑一收后,冲头顶的人影满脸视笑的一抱拳。 空中被生双翅的人影,赫然是另一名身穿轻甲的青年,正是韩丽。 不过此时的他,赫然从化神初期境界已经进阶到了中期修位了。 韩丽听老者如此一说,微微一笑,月兄之言太过了。 这也只是小弟所修神通恰好能克制影族之人而已,若是换了其他一族,韩某可无法这般顺利得手的。 哈哈,韩道友过签了。 谁不知道道友带领的小队,是这数十年间唯一没有损失人手的巡查队伍。 而且听闻这些年间,韩兄可灭杀活捉了不少一族探子。 嘖嘖,单论功绩,月某是拍马不及啊。 老者苦笑一声,连连的摇头。 道友谬赞了。 其他道友没事吧? 韩丽淡然笑笑,私下一望后,问了一句。 不会有事的,既然那影族人被禁止住了,他控制的影傀儡也会同时消散的。 我这些手下就算先前被附身,但不过片刻功夫,顶多损伤些元气,并无大碍的。 不过韩兄如何会出现在此地的,道友的属下呢? 老者也识去得很,一见韩丽不想多谈先前话语,马上改换了话题。 嘿嘿,这也是凑巧之事。 我新得到一件高阶一灵盘,警示范围稍微宽广一些,正好又带队巡逻在离此不远区域,就顺势过来看了一眼了。 至于那些手下,我并未叫他们跟来,还在原来地方等候着。 韩丽一边从储物镯中取出一个玉匣,将手中尽至住的圆球收起,一边平静地回道。 原来如此,看来老夫这次逃过一劫,还真是侥幸啊。 老者感慨了一声。 这时,附近两名黑铁卫同样上前给韩丽大礼参拜,多谢出手相救之恩。 而从地面和远处天边,其他修士也飞顿而回,到了韩丽面前后自然同样的一番感激之言出口。 韩丽淡然地应酬了两句,就说出了告辞之言,化为一道青红破空离去了。 听说韩前辈刚到天渊城时,只有化神初期修为,但神通已经不在中期修士之下了。 十年前又进阶中期,神通岂不是更加的深不可测了。 那名面容凶恶大汉,等韩丽顿光彻底消失在天边尽头后,难难地说道。 岂止如此。 听说这位前辈在领取巡逻任务才不过数十年光景,前前后后光是灭杀的高阶一族,就已经有七八位之多,哪是一般清明未可比的。 难道非生修士,真的都是这般可怕的存在? 另一名黑铁卫也羡慕异常地说道。 哼,非生修士固然在斗法争斗上比我们本届修士强那么一筹,但这位韩前辈恐怕在非生修士中也是一个异类。 那名中年女修却冷冷地说了一声。 这话让其余修士都微微一正。 清甲老者望着韩丽消失的方向,却手粘胡须地沉吟不语起来。 半晌后,他才默然一挥手,带领队伍离开了此地。 数百里外,一座丘陵上空,青红从远处破空击射而至,漠然顿光一顿,韩丽身形飘然而出。 与此同时,从丘陵上飞出石鱼到顿光,刹那间,十名身穿黑甲男女出现在了韩丽面前。 队长 韩前辈 几个略有差异的称呼,从这十名修士口中发出,一个个在虚空中束手而立着。 数十年光景过去,闭眼大汉和许仙子等人都安然尚在,只是这时,他们面对韩丽的那份恭敬明显发自内心了,再无任何不服之色了。 想想这也是正常之事。 任谁发现执行同样任务,巡逻同样区域的其余三支小队,在这数十年间陆续出现惊人伤亡,甚至有的小队成员几乎都患过了大半,而自己小队虽然也遇到诸多凶险,却都被眼前之人轻描淡写的一一化解,都会对这位队长心悦诚服之极了。 当然在韩丽带领下,卓冲等人也同样获得了不少赏赐,自然更无一丝不满了。 走吧,那一族是明影族的绿影,已经解决掉了。 韩丽点点头后,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 绿影 哈哈,这位还真是到了大霉了。 队长员慈神光对付此影族,最能克制了。 别说绿影,恐怕更高等阶的赤影,队长也有一战之力吧。 看似少年模样的修士,笑嘻嘻的说道。 哼,赤影就是炼须修士也不易对付的,一名化神修士哪能对付了。 好了,赶紧出发吧,巡查完最后的区域,我们又可以整修半年的。 上一次才刚发现洞虚族的高阶存在,这一次连高阶影族也出现了,情形实在不太对呀。 韩丽哼了一声,目光闪动的说道。 是啊,最近十来年的确不太正常。 按说福里沼泽就算经常有一族探子出没,但也不会如此频繁呢。 甚至连那些高阶存在,也一个接一个的不要命般的出没沼泽中。 我听说妖族那边负责的藏谷沙漠,也出现了大量一族探子,那边巡查的化形妖族也同样有人大量陨落。 难道真是有一族想打我们人妖两族的主意,打算攻打天渊成不成? 马道士脸皮一动,神色阴沉的说道。 一听道士此言,群修均都脸色大变,笑容一下收敛了起来。 不会吧,离上次一族工程才刚不过三万年而已,一般不是六七万之久才会爆发一次吗? 许仙子仍然貌美依旧,戴美紧皱的问道。 第1353章 天广电 虽然一般族战后,各族都需要六到十万年才能再有能力再发动大战,但若出现了什么重大变故,各族宁愿损伤族内元气也要尽快挑起大战,也并非不可能的。 五十万年前的那场百族大战,不就是短短十万年间,我们被数个异族联手,轮流被攻打了五次之多,几乎让我们两族元气损伤殆尽,差点真被灭足了,直到又一个十万年后,才重新恢复兴盛的。 当然那些异族也没讨得好去,有两个种族直接在此大战中除名了。 马道士面色凝重了起来。 百族大战 道友是在开玩笑吧? 此种席卷大半灵界的大战,哪能说爆发就爆发的,并且恰巧让我等遇上了。 闭眼大汉倒吸了一口凉气,双目一下瞪得滚圆了。 马道友此话真有些威严耸听了。 若真遇到了百族大战那等规模的大战,我等就算再多十条小命,也很难在此战中幸存下来的。 当年的那场大战,听说凡人还好,我等休士可是时程中几乎死伤了九成。 许仙子也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错,不错,此事怎么可能的,其余之人听闻百族之战等字眼,也都面容发青起来,似乎马姓倒是提到了什么极其可怕的事情,让他们难以再保持平常的镇定。 好了,只是最近多了一些异族探子而已,怎会扯上什么百族大战? 别说此事发生可能微乎其微,就算真的发生,也不是你我这等能掌控的。 我们还是先完成眼前的巡查任务,这才是首要之事,其他的事情,自然有长老会那等存在处理的。 韩丽却始终神色平静如常,淡淡的吩咐一声,就身形移动的向某方向率先飞去了。 马道士等人见此,自然固步的商讨什么了,也纷纷驱动顿光跟了过去。 一行人,转眼间就消失在了天地尽头处。 数日后,韩丽等人就坐着金亭州重新返回了天渊城的巨塔中。 其他人都留在殿中休息一下,他则独自离开小队驻地,沿着阶梯直奔石塔顶部而去。 结果在走了十余层,经过数个把守严密的大门后,韩丽出现在一间看似普通的大厅中。 大厅四周墙壁各色静置灵光闪动不已,一看就不知密密麻麻布下多少层厉害静置的样子。 在大厅正中,除了一张石桌和一名盘坐石桌旁边的白袍中年人外,就再无一人了。 韩丽帮一走入大厅,原本闭目养神的中年人缓缓睁开了双目,一见是韩丽却毫无亚色,反而淡淡地说了一句,原来是韩贤侄,这次巡查又有收获了。 这次送来的是火口,还是尸体? 是美一族的。 中年人似乎对韩丽很熟悉的样子。 启禀文前辈,晚辈这次抓了一名影族探子。 韩丽却对面前中年人不敢丝毫失礼,恭敬的一抱拳后,就一番手,将一个玉侠取了出来,双手放到了石桌之上。 影族? 嘖嘖,这可是很少被活捉的一族,我看看再说。 白袍中年人一听韩丽之言,神色一动下,终于有些兴趣的样子。 他忽然单手一掐绝,对准身前石桌突然一拍。 原本看似普通的石桌漠然间白光大放,浮现出一个仗许大的小型法阵,那个玉侠正好身处法阵中心处的样子。 一层银蒙蒙光照浮现而出,将玉侠彻底禁置在了其中。 但是白袍中年人行动却似乎丝毫不受这光照影响,绣袍充玉侠轻轻一扶,侠盖就自行打开了,露出了里面闪动微弱灵光的绿色圆球。 绿影? 这可是很难遇到的高阶影族,还是活捉的。 贤侄,你这次立功不小吗? 白袍中年人一眼就看出了圆球的来历,终于有些动容了。 前辈过奖了。 听说半个月后的天广殿,是出身天灵静的刑长老蒋兽福禄之道,不知是否真的。 韩丽谦虚了两句,忽然这般问道。 不错,这次天广殿讲道,的确已决定是刑长老蒋兽的。 虽然不知道是否真是福禄之道,但是刑长老本身是以福禄之术明文三敬,多半是和此数有关的。 怎么,韩贤侄对此感兴趣? 白袍中年有些意外的说道。 晚辈最近在钻研福禄之术,的确有些心得,正想请人指点一二的。 韩丽也没有隐瞒什么的意思,坦然说道。 福禄之道若是钻研透彻,在对敌时的确妙用无穷,但是此法毕竟只是辅助之术,对增进修为并无多大效用的。 韩贤侄从飞升后,能短短时间就近接化神中期,进步之快在我等飞升修士中也是少见的,可见资质过人了。 不过,贤侄还是不要分心他误得好,否则恐怕大道有误啊。 中年人眉头皱了一下,竟然声音一缓的劝说道。 听起口气,他竟然也是一名下界的飞升修士。 多谢闻前辈好意,晚辈铭记在心了。 但这一次行长老的讲道,晚辈的确不想错过,不知晚辈现在所积攒功绩,是否有资格入殿听到了。 韩力诚心的称谢一句,但仍不打算放弃样子。 既然贤侄执意如此,我也不多说了。 以你前几次所获功绩,加上这一次又捉住绿影,入天广电是绰绰有余了。 嘿嘿,每十年一次的长老讲座,好像你没有一次放弃的,这也真难为你了。 好,我这就将你功绩列出,然后就凭此道论功阁领取传道令就行了。 白袍没有再继续劝阻什么了,反而单手从怀中掏出一个玉牌,往里面明印了什么印记后,就将其交给了韩力。 韩力接过玉牌大喜,冲中年人略意失礼,就告辞退出了此厅。 而中年人一等韩力离开了厅门,先是摇叉头,又点点头,接着将桌上玉侠重新合上后,就两手一掐绝,冲身前的玉桌一点指。 顿时桌上法阵一阵刺目耀眼,玉侠竟然在白光闪动中就此消失的无影无踪。 就在白袍人施法将绿影所化圆珠传送到囚禁之地的时候,韩力却已经飞离了石塔,直奔天渊城房室而去。 数个时辰后,韩力就在房室中间的太玄殿前落下了顿光。 他随手交付了一笔灵石,领取了遮光配后,就大模大样的进入了殿中。 通过长长的通道,韩力在银色霞光中就出现在了巨厅中,里面满是想交换东西的人妖两族之人。 荧光黑气闪动间,足有三四百人的样子。 大厅四周也摆开了数十个摊位的样子。 韩力目光撕下一扫后,就目光一凝地停在了厅中一根石柱附近。 在那里,一名浑身黑气包裹的妖族,正静静地站在那里不动着。 韩力深吸了一口气,就大步地走了过去。 道友总算来了。 上次交易后,我以为道友马上就要闭关苦修,起码数年之内无法相见呢。 为等韩力走过去,耳边就漠然传出一声嘀嘀的轻笑,声音悦耳动听,但又十分欣喜的样子。 我这次来,也只是碰碰运气而已,没想到严道友也真在此地了。 看来道友也感觉到最近的不对劲了,想将我二人间的交易尽快完成吧。 韩力微微一笑,同样传音了过去,人已经走到了黑气之前。 什么不对劲? 黑气中的女子沉默了一下,声音漠然变得冰冷起来。 道友何必故作不知,只要看看现在厅中出现的你我两族之人,是以前数倍之多,还不能说明什么吗? 韩力悠悠回道,丝毫不在意此女的口气变化。 你如此说,难道听到了什么消息? 女子目中冷光一闪地问道。 别的我不知道,但高阶修士频繁出动,而且我们负责的区域,出现的一族探子几乎是以前的五六倍之多了。 你们那边如何? 韩力平静地反问道。 也差不多吧。 那些老家伙也同样频繁地露面了。 并且城中多出一些新面孔,各个修为都不弱的样子,似乎是从七地新调来的人手。 女子犹豫了一下后,才老实地回道。 明白了,看来不是我们的错觉,真有事要发生了。 你觉得一族攻城的几率会有多大? 韩力竟然这般问道。 起码有三成几率。 否则,城中不会出现这般惊人变化的。 女子阴沉地回道。 三成,这已经很高了。 韩力长吐了一口气,自语般的喃喃一声。 不错,所以我打算和你再交易完最后一次后,就不会再出现在此处了。 道友若想保命的话,最好也赶快设法离开此城的好。 否则一旦一族真的攻城,你我这样等皆的存在,十有八九难逃此劫的。 女子淡淡地说道。 道友说得倒是简单,身为此城修士,哪是这般容易离开的。 况且我每年还需要,韩力苦笑了一声,说了两句后却忽然想起了什么,下面话语戛然而止了。 嘿嘿,现在离开的确是大为困难。 你我两族不同,我是无能为力了。 好在,就算爆发大战,也最起码还有数年的时间,道友还有时间谋划此事的。 好了,消息交流的差不多了,你开始交易东西吧。 女子倾笑后,声音一正起来。 第1354章聚会 韩力听到此女如此说,没有反对意思,但淡淡问了一句,这次仙子搜集到的灵药种子有多少。 上次言道友找到的几种,虽然比较罕见,但是有用的可没有多少。 道友放心,这一次其他种子不说,道友点名指姓的几种,我可给道友搜集的七七八八了。 说实话,要不是大战将起时间太紧,我根本不会付出这般大代价来换取这些种子的,现在也顾不得其他了。 道士道友这次带来的万年灵药,不知是否数量足够的。 女子在黑气中奄然一笑。 道友和在下交易数次,每一次见在下手中灵药少给过一株。 韩力诡异一笑,反问了一句。 这道是。 不过,这一次的种子的确都是珍惜异常之物,论长远价值时不在道友的万年灵药之下,只是万年灵药有价无事,否则妾身还真舍不得拿出来和道友交易的。 女子娇笑了几声,随即手掌一翻转,一个翠绿色木盒出现在手中,并抛了过来。 木盒上明印着各种古朴花纹,还引有符纹闪动之光,显然不是普通之物。 韩力面色凝厚的一把将木盒吸到手中,也不打开盒盖,双目蓝芒一闪下,目光直接穿透盒盖而入,同时强大神念也侵入其中,仔细扫视起来。 一时间,韩力单手托着木盒,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起来。 黑气中女子对韩力这般举动毫不奇怪,也没有任何催促的意思,只是目光闪动的凝望着韩力不语,似乎想透过那层银色光辖,同样将韩力的真容看个一清二楚。 半晌后,此女暗叹了一口气,将目光收了回来。 说对这位不好奇,自然绝对是假话,能提供这般数目万年灵药之人,身份肯定不是一般之人。 照此女猜测,对方多半应是人族中最隐秘的那几个真灵世家之人,特别是那以灵药培育闻名的闽家人,更是最有可能的。 但是对方实在谨慎一场,几次接触时的旁敲侧击,非但没有问出对方来历,反而一不小心被对方套出了自己的本性来,这让此女事后好一段时间的懊恼不已。 虽然对方不可能仅凭一个称呼,就找出自己来历,但也让此女死了探寻之心,对双方身份再也绝口不提,省得一不小心,反泄露出自己更多的信息来。 不过,此女一想自己和对方交易以来,换取的那些万年灵药,又不禁兴奋异常起来。 虽然她出身有些特诸,也算族中有些地位之辈,但是如此多的灵药,即使有再多灵石在身,平常也无望收集的。 只要这次交易成功,这些灵药足够她请人炼制数种急需丹药,用来突破眼前瓶颈了。 当然她对韩丽收集灵药种子之事也大感好奇,只是对方能付给她约定灵药,她自然懒得深追究其中的原委。 就在这名妖族女子心绪不定之时,对面的韩丽已经检查完了河中之物,满意的点点头,不错,的确大半都是我以前向你提及的那些种子。 这是你应得的灵药,你检查一下吧。 说着,她也从身上取出了数个玉霞,一一交给了对方。 女子不敢大意,接过后同样仔细检查了一遍。 没错,的确都是万年左右的灵药。 此次是我二人近期的最后一次议了,但道友真能逃过眼下的大劫,以后说不定还有再合作的机会。 妖族女子将灵药收好后,笑吟吟的说道。 希望如此吧。 既然东西凉清了,在下看看其余道友是否有什么好东西。 眼下情形,应该有一些不错的珍藏被拿出来才是。 韩丽却向四周那些摊位上一扫,若有所思的说道。 道友倒是有心计的很。 我刚才看了下,的确有不少珍稀之物出现的,但妾身还有事情在身,就不多陪道友了。 女子马上说出了告辞之言。 仙子请便。 韩丽不动声色的一抱拳。 黑气中女子倒也干净利索,果真马上转身,向对面妖族入口而去。 韩丽等此女离开了大厅后,嘴角一动下,不禁露出一丝笑意。 原先的御清丹只是对华神初期有效,如今通过和此女前后几次的交易,她终于又收集到了两种对华神中期大有用处的丹药。 看来短时间内,无需对丹药匮乏之事多操心了。 心中挂念的一件大事了去后,韩丽心中一松下,朝附近的一个人族摊位悠然的走了过去。 转了一圈后,韩丽却眉头微微一皱。 虽然摊位不少,两族修士拿出的珍稀宝物也远比以前丰富得多,但以她现在眼光,自然不会再对什么法宝或材料轻易能看入眼的。 而她最感兴趣的秘术功法之类的,却喊有人拿出来,就算有几样也是她不感兴趣的。 摇了鸡下头,她就不在此多耽搁了,缓缓离开了大厅。 一出太旋殿,韩丽就驱动顿光,往自己居住的石塔而去。 半个月后,就是天广殿长老教导之日,她是绝不会就此放过的。 而且即使没有此事,她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处理,也不会马上离开天渊城的。 回到石塔中的韩丽,先将自己手中的那块记载功绩的玉牌,从某处殿堂中换取了一枚令牌后,就返回自己小队驻地,随便找了一间静室打坐休息起来。 三日后,一道青红匆匆离开了石塔,直奔城外某处而去。 小半日后,一道青红出现在城外的某座山谷上空。 此山谷匆匆郁郁,但看起来除了景色秀丽些外,实在没有任何奇眼之处,但青红上却一个盘旋,就漠然向谷中坠落而下。 光芒一脸,韩丽身形在一块三十余丈高的石壁前显露而出,左右看了一眼,发现没有任何异常后,袖袍一抖,一道金服射出,没入灰壁中不见了踪影。 然后韩丽静静地待在石壁前不动了。 片刻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石壁表面突然泛起一层灰蒙蒙灵光,随之凭空在韩丽身前献出一个两丈高的通道。 通道成正方形,四壁都是青色石壁,闪动着微弱的灵光。 韩丽微微一笑,抬腿走了进去。 通道足足有四五十丈之长,尽头处赫然是一扇被白色光幕遮挡的白玉大门。 韩丽毫不迟疑地两手掐绝,口中念念有词后,面前光幕立刻一颤地从中一分而开,他这才悠然地走入了其中。 门后是个三十丈大的厅堂,除了二十几把石椅和中间一个巨大石桌外,就空无一物了。 而在这些石椅上已经坐着八九名修士了,其中有男有女,服侍各异,但每一人的修为赫然都是化神以上的样子。 这些修士一见韩丽走了进来,当即就有数人笑容满面的打招呼。 韩兄也来了。 道有这次来得较早啊。 听说韩兄这次活捉了一名绿影,嘖嘖,这可真为我等非生修士大掌脸面啊。 韩丽面带笑容的一一回礼了一番,才在大厅一角,随意找了一个石椅坐了下来。 其余没有出声打招呼的修士,有的不动声色,有的则面无表情,还有的看都未看韩丽一眼。 韩丽对这些人也根本不在意,反而闭目养神起来。 就在韩丽坐下去不久,又陆续有修士进入了此大厅,同样有相识之人上前打招呼。 就这般在等了两个时辰后,大厅中修士多达了十五六名。 而好一段时间都未有修士再走进来,但却没有人私下议论什么,反而一个个稳若泰山的坐在座位上。 再过了一会儿后,忽然大厅外传来一个淡淡的男子声音,看来能来的都来了,还有几名道友有任务在身,是无法准时参加此次聚会了。 赵兄,我们开始吧。 嗯,的确来得差不多了。 就以文兄之言。 这声音听起来有些耳熟,韩丽心中一洞下,漠然睁开了双目。 这时从大门外并肩走进来两名中年人,一人白袍淡笑,另一人则白面无虚,面无表情。 竟然正是那名韩丽才见过没多久的,给韩丽评定攻击牌的文姓修士,以及赵无归二人。 一见这两名恋虚极修士,听中众人一阵轻微的骚动,显然大半之人都认得两人。 好了,原本应该主持你们心非生修士聚会的范道友,因为有事在身,改为我二人主持了,没有什么意见吧? 赵无归目光四下一扫,淡淡的说了一句。 众修士心中一脸下,全都没有言语。 白袍中年人见此,却一笑的和颜悦色道,原本只要赵道友一人到此主持,也就可以了,但是偏偏最近情形有些特殊,有些重要事情需要同诸位道友商量一下,所以文某也就跟来了。 情形特殊,文前辈说的是一族可能攻城的事情吗? 一名红脸久遭鼻子的老者,忽然间开口问道。 一听老者此问,其他人均都心中一领,目光一下死死盯在了文姓修士和赵无归二人身上。 嘿嘿,此事稍后再说。 按照平常的步骤,先举行交换会,并交流一些各自的修炼心得。 若是修炼上有什么难解之处,我二人也会酌情指点一二的,不过和泛道友一样,该付什么代价一点不能少的。 最后,你们若自认有什么有用的消息情报,也可以禀告我二人。 只要有用,灭尘丹等灵丹灵药自然不会少的。 赵无归冷冷的说道。 第1355章 飞升修士 听完赵无归的话语,所有修士再没有什么意义了。 于是,赵无归和文姓修士互望了一眼后,当即也是到中间的巨大石桌旁。 附近数名修士当即起身,恭敬给两位炼须修士让开了数个位子。 二人点点头下,随意在其中两张石椅上坐了下来。 就这样,在有两名炼须修士亲自坐镇下,下面的交换会倒是顺利异常。 韩丽也用一块万年玄域换取了数道珍惜的福禄。 如今他的福禄之道,正处在了一个关键之处,这些福禄虽然不是银科文福禄,但还算比较独特,用心研究下,说不定对他有些启发。 东西一交换完成,每个人开始依次讲述一些自己的修炼所物,或者对某些秘术功法的独有心得。 当然大部分人都讲的简单或者模糊异常,也有人虽然讲的详细异常,但讲到一些关键之处,却故意停口不言了。 其他对此真感兴趣之人也不急,会稍后转音过去,两人或用宝物或用其他心得功法,进行一对一的另类交换。 文姓修士二人对此视若无睹。 韩丽最近正研究福禄之道,也将自己领悟的一些粗浅方面,大概讲了一些。 但显然,听中非生修士对福禄之道感兴趣的并不多,自然也没有对韩武讲述太过注意。 倒是文姓修士和赵无归听了韩丽所言竟都和银科文灵符有关,脸上闪过了一丝亚色。 虽然高阶修士懂银科文的不少,但是这东西若没有人一对一的专门讲述,开启那扇领悟之门,想要研究此福禄之道可是千难万难的。 当所有人都讲述过后,马上就有人迫不及待的向赵无归和文姓修士提一些修炼上的疑难之处。 但其中有些问题,文姓修士只是聊聊几句就直接回答了,有些问题却笑而不语,而由赵无归却会传音过去,和提问者说上几句。 提问之人无论点头或摇头,但都会马上重新坐下,不再多说什么了。 这些新进的非生修士,几乎都在修炼上存在或多或少的难题,故而除了韩丽外,所有人都不愿放弃眼前的难得机会。 而韩丽修炼的是法体双修的范圣真魔宫,虽然同样有修炼上的不解之处,但此功法从来就没有人修炼过,他自然也懒得去提问什么,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观。 足足一个时辰后,所有人才都询问过了一遍,也有人用独家的消息情报,和赵无归二人换取了一些灵丹灵药。 如此一来,按照以前聚会的惯例,所有过程都走完了一遍。 这时文姓修士倾壳一声后,缓缓起身说道,好了,既然所事都处理完了,我二人带来了雷罗长老的一些吩咐,你等仔细听好了。 一听文姓修士此言,韩丽等人心中一领,神色一下肃然起来。 天渊城的人族长老有五名,雷罗真人和金月禅师就是其中两位。 这两名神通深不可测的合体修士也是非生修士,但其中金月禅师根本不理外事,常年处于闭关苦修之中,雷罗真人自然也就成了天渊城众非生修士的首领,在众非生修士中威望之高无人可及。 不过,韩丽自来到天渊城却从未见到过二人,数次听取天广殿的讲道,也只见其他三位长老的讲道。 雷罗长老不久前通过各个方面得到的情报分析,终于得出了确切的结论。 十年之内,天渊城六成以上几率会爆发一族攻城,有两成以上会面临周边三个以上的一族联军。 虽然微乎极微,再一次百族大战爆发的可能,无法完全排除的。 赵无归冰冷异常声音在大厅上空回响着。 厅中诸人虽然对赵无归所说内容有些预料到了,还是随着其话语出口,心都往下一沉,听到百族大战等字眼时,大半之人甚至面色发白起来。 即使这些人是近百年才从下战各界飞升到灵界的,但是有关百族大战这等传闻中的上古大战,自然绝不会陌生的。 这可是差点让人妖两族灭族的超级种族之战。 据说此场战争,光从开始到结束,就足足持续了万年之久,残酷可想而知了。 一直坐在角落中很少开口的寒历,也长吐了一口气,面露一丝苦笑之色。 看来形势的恶劣,比他原先估计还厉害得多,真要想一些自保之策才行了。 否则这要爆发一族大战,别说他区区一名化神修士,恐怕就是和体系的那些长老也极有可能陨落的。 两位前辈将此消息告诉我等这些修为低险之人,应该有其他用意吧? 否则这等机密之势,不会轻易外泄的。 一名赤族男子站起来一里后,恭敬问道。 诸位道有能从下界那种灵气稀薄之地,辛苦修炼到如今境界,并立刻万般风险能飞升到灵界来,心智都不是一般之辈,那我就直说了。 这些年来,我等飞升修士一道天渊城都会担任清明卫之职,看似颇受重用,但实际上亦有危险之势,长老会第一个考虑的都是让我等之辈去处理,结果虽然每隔数年 就会有一名飞升同道加入,但是历年来天渊城陨落的高阶修士,还是以我等飞升修士居多。 而实际上,我等飞升修士的数量,在高阶修士中连一成都未占道。 那些灵界本地修士,却大多只要从事一些安稳任务即可。 大家在天渊城的这些年来,想来对此应该深有体会了,有些道友已经被命令执行数次风险甚大的任务了。 诸位道友不知道吧,就是眼下这种待遇,还是我等飞升修士甚为团结和雷罗长老苦心力争的结果。 据说金月禅师和雷罗长老进入长老会之前,我等飞升修士处境更是糟糕透顶,在天渊城轮值下来,往往有小伴都会陨落掉的。 赵无归接着冷冷道。 听众之人的表情都有些不自然起来。 赵无归所言,他们的确都或多或少感受到了一些。 甚至在近些年,有几人还亲自目睹,其他飞升修士执行某些危险极大任务而陨落,否则在厅中参加聚会的人还会再多出几名来的。 韩丽面无表情起来。 他方一成为清明卫,就被派到浮里沼泽这等危险之地。 而和他们小队一直轮值浮里沼泽的其余三只小队的带队修士,除了一名是灵界本土修士外,其余两名也同样是飞升修士。 就此一点,他自然早就有怀疑了,故而才在后来赵无归主动找上门来,邀请他参加这个所谓的聚会,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从和其他人接触中,他自然看出了其他修士对飞升修士的那一丝忌惮之意,否则当日到他灵的举宝失败的明老怪等人,还不会如此好打发的。 由此靠山主动找上门来,他自然不会拒绝的。 果然从加入此聚会后,再也没有其他事情找上门来,也没有什么其他任务强行派到他小队头上。 当然这也是因为巡逻浮里沼泽,原本就是一种危险颇大的任务了。 这次提前将此消息告诉你等,其实是雷罗长老想在可能出现的大劫前,提供一个保全我等飞升修士元气的机会。 文姓修士也从容的开口了。 前辈的意思,难道是雷罗长老有办法让我们离开天渊城,避开此大战? 一名青色宫庄,投结面纱的女子心中一喜的问道。 哼,一族攻城关系我等人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我等和其他修士再有矛盾,在共抗一族上确则不容待的。 敢私自离开天渊城,无故逃避抗敌之责的,不用执法队找上你们,我等便会亲自出手,将你们击毙。 赵无归双目寒光一闪,阴森说道。 厅中之人听风此言,脸色大变下,又有些惊疑不定了。 那前辈们到底是何用意? 工装女子胆子倒也不小,迟疑了一下后,仍追问了一句。 呵呵,诸位道友不要误会了。 雷罗长老的意思是,抗敌之责自然绝不能推脱的,但也不希望我等非生修士真权都在此劫中丧失殆尽,故而和我等商量过后,最终想出了一个可以保全部分元气的办法。 但此办法危险性仍然极大,这才派我等过来,告知诸位道友一二的,让诸位道友自由选择是否参加此计划。 文姓修士微微一笑的说道。 众人自然又一阵轻微骚动,多数人不禁面面相去起来了。 韩丽眉头先是一皱,随即双目微眯了起来。 到底有什么需要我等选择的,两位前辈直接说吧。 一人缓缓的说道。 很简单。 最近一段时间,雷罗长老会发布一些耗时较长,功勋极重的任务,这些任务危险性极大,那些本土修士多半不会接受的。 但是诸位道友接受完成任务后,也算立下大功,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功成身退了。 若是大战没有爆发,你等还可返回天渊城,若是真爆发大战,你等修为不够,就此隐退远离大战,也可保全一分我等飞升修士的元气。 嘿嘿,丑话说在前辩。 照我们公算,执行这些任务的人,几乎有一半的几率陨落而亡。 是否选择接受,全看你们自己的打算了。 毕竟是否真会爆发一族工程,还只是两说的事情,而执行此任务,却有极大的可能就此而亡。 想要不冒任何风险,就想离开天渊城,那是白日做梦之事。 赵无归冷笑的说道。 第1356章 灵虫大城 听完了赵无归二人先后所说话语,厅中修士大都倒吸了一口凉气,随即神色各意起来。 一半的几率陨落,这任务也未免太凶险了。 而留在天渊城也不过只有六成才会迎来一族入侵的,而若只是当个一族的工程,不少人仍有信心挨过此劫的。 如此思量之下,接下这任务似乎反而风险更大一些的。 当然这等事关各自小命之事,自然不能这般简单计算的,众人自然各有各的打算斟酌之处。 一时间,大厅中反而寂静无声起来。 诸位道友不必马上做出决定,这些任务会在免许时间内陆续发布的。 而且会特别标注,只要一接此任务,有职务之人可将原职务放弃移交,所以即使有固定之私的道友,也不必担心的。 文姓修士最后又补充了几句。 文前辈,就算我等可以完成任务,但是灭尘丹之事如何解决? 没有灭尘丹,就算我等完成任务,也会陨落在之后的两色天结下。 韩力首次开口了。 原来是韩贤侄。 这点不用担心的,让你们执行这等危险任务,原本就是一种孤注一掷的举动,自然在临出发前将你们所需的灭尘丹配齐的。 但与此相对的是,这些灵丹也会被设下禁止,除非你们真能够完成任务,否则这些灭尘丹会自行回去的。 诸位还是不要妄想途中抛弃任务,独自开溜的念头,否则后果如何,你们自己也很清楚的。 赵无归淡淡的接口道。 原来如此,多谢前辈解惑。 韩力点点头,不动声色的重新坐下了。 听中数人听到赵无归此言,脸上丝毫一色没有,但心中不约而同的苦笑起来。 这几人心中尚存的一丝侥幸之心,自然彻底破灭了。 该说的,我二人都已经告诉诸位了。 第一波任务发布,会在半个月后开始,若真想接这些任务的,最好早做准备。 任务虽然是雷罗长老特意给你等布置的,但若是真有其他修士接了去,也自然是无可奈何之势的。 好了,聚会就到此结束,大家回去好好思量一下其中的利弊。 文姓修士笑着最后叮嘱了一句,就宣布了聚会的结束。 随即他和赵无归率先站起身来,先一步的走出了大厅。 厅中之人在寂静了一会儿后,也陆续有人走了出去。 大多数人都眉头紧皱,一副满怀心思的样子。 韩丽并未急着出去,而是静静的坐在位子上,若有所思的独自思量着什么。 结果片刻后,厅中只剩寥寥数人了。 怎么,韩兄对这些任务有些动心了。 忽然一人走了过来,微笑着对韩丽说道。 韩丽神色一动,看清楚来人后,才微笑的回道,原来是宣仙子,在下的确有些异动。 前辈们安排的这种选择,的确也算一种不错的保身之策,只是危险太大了一些。 这人竟是那名一身青色宫装的女修,修为有化神中期的样子。 此女韩丽曾经在以前数次的聚会中见过,并说过几次话,倒也算是相识之人了。 听说在不久前的巡逻任务中,韩兄独自一人琴下一名绿影,看来韩兄神通恐怕都在一般的化神后期修饰之上了。 道友若是肯接这些任务的话,想必完成几率肯定比一般同道大得多了。 不如,你我联手接下其中一件如何? 宣庆女子嫣然一笑的说道。 虽然她面罩轻纱,但是从裸露肌肤和显露在外的美目看,自然是一位姿色过人的绝代佳人。 韩丽听到此话先是有些意外,但凝望了此女面容一会儿后,才缓缓的摇摇头道,道友实在过奖了,在下不过才刚进阶中期境界没多久,又怎能和仙子等人相比。 至于是否会接此任务,韩某尚未真的考虑好,现在做出决定却有些太早了。 韩丽话语客气异常,但婉拒之意隐隐露出。 宣庆女子听闻韩丽回话,目中闪过一丝失望,但也没有继续纠缠下去,在胡乱聊了几句后,就告辞先离开了。 目睹此女背影在听门处消失后,韩丽才目光一收,暗自淡淡的想到,虽然这名女子修为不弱,修炼的一种叫做三千翠的神通,据说厉害非常,但她一向独自行事惯了,再加上身怀重宝不想让外人轻易知道,就算真去接这些任务,也根本不会考虑什么联手之事。 况且眼下她还被一件重要事情牵扯住了,哪怕就算明日爆发一族攻城之事,她也无法马上离开的。 那些被她一直喂食霓裳草的上万式金虫,终于在一年前具备转化成熟体的一切条件,已被她用从天蓝圣女那里得来的催熟秘书,纪念催熟了一番。 眼看短则数月,长则年许,这些灵虫就转化完成,彻底成为成熟体,她又怎舍得在此期间中断进化,轻易离开,让这些灵虫进阶失败的。 韩力心中有些烦乱,轻叹了一口气,最终起身离开了此地。 一道青红从小谷中升起,往城区方向而去。 十余日后的天广殿讲座,她还不想错过的。 回到石塔驻地后,韩力立刻进入镜室将禁制打开,盘膝坐在了镜室中一块蒲团上。 一番手掌,手中多出一只黄色玉瓶,从中倒出一颗拇指大小的青色丹丸,不加思索的仰手扶下,顿时一层淡淡清光在其身上浮现而出。 韩力目中金光一闪,将自己双臂平平伸出,手掌食指微分着,缓缓闭上双目。 扑得一声轻响,韩力天灵盖处灵光一闪,一只两寸高的猿鹰浮现而出了。 猿鹰脚踩小顶,周身数十口金针般细小飞剑盘旋飞舞着,看起来气势非凡。 此猿鹰低手凝望了身下躯体伸出的两只手掌,眨了一下黑白分明的双目,嘴角现出一丝天真笑容。 一张口,一团银色火球喷出,一闪及时后击在一只手掌之上,顿时砰的一声爆裂后,银灿灿火焰一下将其中一只手掌包裹其中。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原本看似普通的手掌突然表面黑芒一闪,顿时五指上同时浮现出一只白色骨蟹,每只骨蟹上都铭印着一个栩栩如生的骷髅头。 这些骷髅头在银色火焰中面容扭曲,仿佛活过来一般,纷纷现出各种不同的表情。 有的似乎舒畅之极,有的则仿佛痛苦不堪,还有的则一副呆呆目然的模样。 但无论何种模样,这些骨戒在银烟中忽大忽小的变幻不停着,而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手掌竟然随着戒指的变化,呼应式的掌缩不定着,并且肌肤渐渐晶莹乳白起来,仿佛不是血肉之躯,而是白色美玉一般。 原鹰头颅一偏,在一张口,又一团火球喷出,击在了另一只手掌上。 荧光大放后,妖翼火焰将此手也包裹其中。 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此手掌在银烟中没有像另一只那般晶莹发白,而是变得漆黑四墨起来。 并在断烧片刻后,手心和手背处同时浮现出一座小山图案,表面忽暗忽明的闪动着神秘灰芒。 就在两只手掌现出这般神奇景象之时,口吐过银色火焰的原因一晃之下,竟然再次没入韩力天灵盖中,消失不见起来。 几乎与此同时,韩力肉身轻光一变,忽然化为了淡淡的金光,背后也浮现出一道淡金色人形虚影。 此影子虽然模糊异常,但是看起来竟同时拥有三颗头颅,六只手臂的样子。 而韩力裸露的手腕和面颊之上,浮现出一块块方形的赤金色符纹,徐徐在韩力肌肤上转动不停,远远看去,竟仿佛一片片金色鳞片一般,让身处金光中的韩力犹如神佛般的神秘万分。 十几日后,韩力神色平静的从闭关室中走了出来,参加了天广殿持续三日三夜的讲道之后,就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天渊城城区,返回了自己洞府。 而就在韩力回到洞府才不过越许时间,天渊城长老会果然发布了一批看起来危险异常,但功勋极重的任务。 这些任务大都是和各个一族相关,但需要执行的人手却大都是化神级左右。 这顿时在城中引起了一番轰动。 但是因为这些任务陨落危险实在太大,真的前去接取之人,自然少之又少。 而就这种时候,忽有数名不速之客出现在了韩力灵地之上,并拜访了身为主人的他。 在洞府中,这些人足足和他密谈了大半日后,才悄然的离去。 只留下面色阴晴不定的韩力,苦苦在密室中思量了数日后,终于心中有了决定。 四个月后,使金虫中大半催熟成功,多达六七千之多的灵虫终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成熟体。 韩力当即就将灵虫和洞府中东西一收后,在天渊城的某处秘密之地接下了一个神秘任务后,就此在城中消失不见了。 不久后韩力原来所在的小队,也接到了上面的命令,换了另一名化神奇修士担任新的队长。 像韩力这等突然神秘消失的修士,在天渊城并不少见,他们既有飞升修士,也有普通寻常的散修,更有一些隐秘世家的神秘子弟。 而这些人唯一的特点,就是全都是化神修士,而且是化神修士中看起来最出类拔萃的存在。 第1357章 任务 一片长满扭曲怪树的赤红树林中,有五名年轻男女,在林中一处隐秘之地,各自分开数丈远的默默对峙不语着。 一位三十余岁男子,一身锦袍,双眉雪白,目若闪电。 一黑裙少妇,身材修长,戴眉入病,脸带煞气。 一二十七八的紫袍青年,嘴带血质,英俊温雅,面带微笑。 一名白袍女子,十六七岁模样,面容娇美,略带稚气。 最后一位二十三四男子,身穿青袍,面无表情,赫然正是离开天渊城不久的韩丽。 这五人看起来都如此年轻,但修为均都是化神妻以上,并且除了韩丽和那名最年幼的白袍女子是中妻外,其余三人都是化神后妻大成的样子。 不过其中的那名黑裙少妇,正是韩丽当年在寿朝之后出现的那名黑凤族的小姓女子。 此女面容阴冷的望向韩丽,虽然一言不发,但目中自然有惊疑之色。 真没想到,你们人族这次派出来的三名修士中,有两名竟只是中期修为。 难道贵族想故意推访此次行动吗? 双目雪白的紧袍男子清冷的开口了。 虽然声音不大,但是传到在场众人的耳中,却嗡嗡直响。 听到白眉青年此言,却致青年眉梢微动了一下,脸上笑容收敛了几分,韩丽却眼皮眉眨一下,只是低手把玩着一眉乳白色欲剪。 至于那名白袍少女,则乌黑眼珠低溜溜一转,只是笑笑而已。 三人进水也没有接口。 见韩丽等三人这般表现,白眉男子心中大怒,脸上绿色一闪,要再说什么时,小姓少傅却忽然也开口了。 此行可能关系天渊城,甚至你我两族的安危。 我等若不是诚心合作的话,不要说完成任务了,能否到达任务执行地都是两说的事情。 不要忘了,光是赶路就要花费半年之久的。 贵族既然派三位道友来,想来三位都是非凡之辈。 但以后要同行如此长时间,我等应该互相介绍一二的。 在下小红,出自黑凤族,这位是玄英族的李道友。 这少傅一副不卑不亢的模样。 雪智青年听闻这话,眼珠一动下,轻声一笑地开口了。 在下隆东,看仙子一身急火之力,想必已将黑凤族的本命之宴,修炼到了极高境界了。 阁下是隆家之人。 少傅一听青年姓名,却脸色微变起来。 没想到仙子也知道我龙家。 雪智青年张口间露出一副雪白闪亮的牙齿,含笑说道。 我叫叶颖。 白袍少女笑吟吟的说道,声音黄黎般的清脆。 韩力。 韩力淡淡的吐出两个字,就马上闭嘴了。 韩力。 真是你。 怪不得当日,阁下手中竟有天仙珠这等一宝,你果然原本就是高阶修士。 这么说,你修地功法是法体双修了。 小红面朝韩力,却声音一冷。 一听法体双修之言,龙姓青年和白眉青年均知了一惊,而白袍少女也未知一正。 你说法体双修,就算是吧? 多年没见,戴儿如今怎么样了? 韩力没有异色,只是淡淡的反问一句。 当年戴儿跟我走,才是明智之举。 如今他修炼速度奇快,早已经凝结金丹了,就是追上你我,也不过是迟早的事情而已。 听到戴儿的名字,少傅沉默了片刻,才冷漠地回道。 是吗,既然没事。 韩某就放心了。 韩力轻叹了一声。 怎么,小姐姐认得韩兄吗? 那名叫叶颖的少女,目光在韩力二人身上一扫后,笑嘻嘻地问了一句。 认识。 嘿嘿。 也算是旧时吧。 少傅冷笑了一声。 这时,雪智青年也往这边看了一眼,看似丑像韩力和小红,目光却在少女的身上略微一顿,就马上仿佛无意地挪开了。 此人瞳孔深处闪过的一丝贪婪,却没有任何人发现。 这里虽然还未进入蛮荒界深处,但是诸位都能独自到此会合的,也说明几位道友的神通不弱了。 但是下边的路程,可不像前面那般轻松了,我等五人不联手的话,恐怕很难安然赶到黑夜森林。 这一路上碰到的危险,远比先前可怕数倍的。 略思量一下后,小红警告道。 一听到黑石森林等字眼,其余四人神色一变,都有些动容了。 这次任务,真只是侦查下木灵族动向,取回早年我们派在此族卧底,搜集的情报资料就可以了吗? 听起来,似乎并不太难的。 少女笑着问道。 这个不好说。 难不难还要看我们的运气了。 若是一切顺利,也许真比其他任务简单得多,但若是遇上麻烦的话,甚至被木族中淫阶以上的木灵发现,我等就是全体陨落也是平常之势的。 但此任务的确对我两族事关重大,慈险必须要冒一下的。 雪智青年却叹了口气,喃喃地说道。 既然如此重要,尚免何必派我们这些话神级的到此,直接叫一鸣炼虚极的存在去,不稳妥得多了。 白眉青年眉头一皱后,有些怀疑地问道。 嘿嘿,听阁下此问,看来贵族负责行动之人应该就是小仙子了。 龙姓青年没有直接回到所问,反而用似笑非笑的表情,望向了黑群少妇。 龙兄既然知道这些事情,看来人族方面也应该以阁下为首了。 少妇丝毫亚瑟没有,平静地说道。 不错,在下的确多知道一些东西。 龙东嘴角写至一动,并没有否认此事。 叶姓少女听到此话,嘴角瞥了瞥,但随即想起了什么,又转手望了韩丽一眼。 韩丽却面无表情,似乎根本未听到血质青年和少妇对话一般,这让少女面露出一丝意外之色。 这一次只派我们化神修士来,是因为黑石森林已经在木陵族中的天幕梦罗笼罩下了。 化神级以上存在一进入那里,马上就会暴露行迹的。 小红却转手向白眉青年解说道。 原来如此,不过龙道友也就算了,这二人只是化神中期修为,修为岂不是差了一些? 白眉青年点点头,却忽然双目微眯的望着韩丽和叶颖二人,不客气的说道。 李兄尽管放心了。 长老们会派韩道友和叶姑娘一起过来,自然对他二人放心之极的,不会让二位失望的。 这点在下可以做饱的。 龙东打了个哈哈。 道友既然如此保证,那也就算了。 但他们若是在后干行程中真是拖累的话,就修怪在下见死不救了。 白眉青年阴森的说道。 哼,阁下也不过就比我高一层境界而已,说得好像自己是恋须修士一般。 白眉青年三番两次的轻蔑样子,终于让白袍少女交融一沉。 修为到了我等这种地步,境界相差一层,神通可相差不是一点半点了。 白眉青年冷笑一声,傲然的回道。 白袍少女心中微怒,还想再说什么的时候,韩丽却在此时插口了。 既然龙道友和小仙子对任务知道的比我等多,还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情况吧。 韩某接任务的时候,可只是知道个大概,也没想到竟需要多人联手。 早知道如此,在下十有八九不接此任务的。 韩丽面无表情的说道,心中却真有几分不快的。 在天渊城中得知此任务需要多人完成时,他就隐隐觉得不太简单了,当时的确有了几分退出心思。 却被尚免告知此任务事关重大,既然接过此任务,知道任务大概情况,一旦退出就丧失了接取其他任务的资格,还必须在十年内不得离开天渊州城。 如此一来,心中另有要事,必须在数年内离开天渊城的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到此了。 结果,他花费了越许时间到了这个所谓的会合之地,见到的不是其他非生修士,而是灵界本土修士和妖族之人后,心中也只能苦笑不已了。 看来这任务的复杂和危险程度,似乎还要超乎其先前预料啊。 纳赵吴归等人不是说,这些任务一般只由他们非生修士接取吗,难道是意外接错了任务? 可是出发前,他的确已经被配齐了足够的灭尘丹,也被许诺完成此任务,就可脱离天渊城的。 这点又和赵吴归等人说的完全一样。 韩丽对此,自然心中有些惊疑的。 有关任务的细节,在路上在下自然会向韩兄和叶姑娘细说的。 此任务的时间并不宽裕,我等还是先上路再说吧。 龙东微微一笑,却如此的说道。 龙兄说的有道理,我们时间的确紧了点,先动身的好,我也可在路上公布一些相关资料。 小红也赞同道。 白眉青年和叶颖二人听了这话,没有反对的意思。 韩丽沉吟了一下,也缓缓的点点头。 好吧,在路上的确有时间慢慢询问的。 既然这样,为了小心起见,诸位还是承在下的凌云周吧。 一来大家不用耗费什么法力,只需耗费一些零食即可,二来此周擅长变化隐匿,我也可在路上减少许多麻烦的。 血质青年又和颜月色的提议道,似乎热心异常。 第1358章暗流 一团淡淡白光从树林中腾空飞起,里面隐隐有一条二十余丈长楼周。 此周分为两层,通体洁白仿佛美玉炼制而成,而周体表面明印着一朵朵云雾般的古怪花纹,泛动着金银两色的符纹,显得气势不凡。 玉周一颤之下,忽然那些金银色符纹砰砰的爆裂开来,一下化为片片白云将此周包裹进了其中,化为一朵看似普通的巨云。 随后巨云一个盘旋后,就朝某个方向无声无息而去。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此云明明看起来轻飘飘的,仿佛飞行极慢,但是转眼间就到了百余丈之远,似乎速度丝毫不比一般化神修士差哪里去。 不错,不愧为掌控人族拍卖行的龙家,连这等适合远行的灵州都有。 灵云州虽然不算多稀罕,但是顿速如此之快,恐怕也是此类中的极品了。 小红站在船头之上,四下打量着周上一切,面露一丝满意的称赞道。 嘿嘿,小仙子真是过奖了。 贵族身为七大妖族之一,什么样的宝物未曾见过,我这灵云州也不过顿速还算可以。 不过,此周空间倒还真算大,足有十余间静视的。 除了每日需要一人在外面留神下动静外,其余之人都可以在静视中休息的。 若是顺利的话,对我等来说半年时间也不算太久,也许一次修炼,就过去了。 隆东客气的说道。 如此也好,我等每人轮值十日,其余之人则可在周上自由行动。 先一人挑选间自己的静视吧。 少傅点点头。 听到二人之言,韩丽等人自然没有反对意思,当即人人在此周上选了一间满意的静视。 当然既然是自己休息打坐之地,自然都会在屋中另行设下尽致,以防被他人偷窥什么。 随后五人再稍一商量下,也就安排好了轮值顺序。 说来也巧,韩丽恰好被安排在了最后一位。 也就是说轮到他的时候,也是四十天后的事情了。 等这一切都安排完毕,韩丽也不和其他人多说什么,就自顾自地进入自己静视中,将静置打开了。 黑裙少傅等人的表现也都差不多的。 除了轮值的隆东外,其余也都马上进入了自己的屋子中。 隆东见此情形,嘴角微动了下后,就再次来到灵州手端,单手一翻转,漠然多出了一个翠绿色蒲团。 往地上一放,他就盘膝坐在了旗上。 哼,半年,真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呀。 血至青年嘴唇激动击下,用低不可闻的声音喃喃自语了几声,就缓缓闭上双目,但脸上一丝古怪笑容久久不散。 玉州一间数丈大静逝中,小红和那白眉青年面对面的坐在一把墓椅上。 什么,你说那叫夜影的小丫头身具天凤之血,也是真灵世家的子弟。 白眉青年似乎听少傅说了什么惊人之事,一脸骇然的样子。 李道友何必如此惊讶? 你们玄英族也算是罕见的天秦类种族,我不信对此丫头身上的天凤血脉丝毫感应没有的。 至于我们黑凤族虽是凤族旨,但是单论天凤之血的精纯,还无法和这小丫头相比的。 不过感应到此女身上的天凤之血,却毫无问题的,绝不会出错。 小红肃然的说道。 原来如此。 我说怎么一见此女,就心绪不宁之极,隐隐几分忌惮之意的。 这才在树林中时,举止有些失措的。 但小仙子和李某说这些事情,难道有些什么想法吗? 白眉青年轻吐了一口气,脸上却露出了一种奇怪的表情。 没什么。 若是此女身上是其他真灵之血也就罢了。 但偏偏是号称万秦之王的天凤之血。 这代表什么,李兄不会真的不明白啊。 少傅奄然一笑,但双目却阴寒下来。 哼,我当然懂得你话里意思。 但不要忘了,出发前族里长老的交代和这次任务对我们妖族的重要。 若是因为私事而误了族里的大事,你我二人就算得了天凤之血,也没命享用的。 白眉青年沉默了一会儿,才冷笑一声。 哥哥。 小妹什么时候说过要再到目的地前出手了? 此行任务自然要首先保证完成的,但完成后,我们再出手也不迟的。 小红轻笑的说道。 事成后出手。 嗯,要是不影响任务,倒不是不行的。 但其余两人会不会出手帮她,就算真取到了天凤之血,你我二人如何瓜分? 此血可无法一分为二的。 白眉青年目光一闪,略意沉吟下又摇摇头。 天凤之血虽然对你们也有用处,但效用对我们黑凤族来说却更重要的。 这样吧,只要李兄助我得到了灵血,我原意用三颗黑炎丹作为报酬。 至于其余两人,我自然会设法先调开他们的。 况且黑石森林是何等凶险之地,他们能否安然身退还是两说的事情。 少傅微一咬牙,开出了一个惊人的条件。 三颗黑炎丹。 此话当真。 白眉青年一惊,随即大喜起来。 小妹在黑凤族也算有些地位之人,三颗黑炎丹纵然在外界价值连城,但是小妹如此多年的积累下来,倒也炼制出了三颗来。 原本是打算冲击炼须境界之用的。 少傅露出一丝苦笑。 就如此说定了。 只要任务完成,在回来路上我会助你一臂之力的。 不过,真灵之血可也不是那么好抽取的。 特别是这种真灵世家不知延续了多少年真血,几乎已经彻底融入这些人族身体之中,更是难以得到。 白眉青年又想起了什么,眉头一皱地说道。 放心,我们黑凤族也许对别的真血没有什么好办法。 但是天凤之血的分离,早就不知研究多久了。 我起码有七八分的把握。 少傅傲然地说道。 仙子有这般有自信,那就好。 白眉青年闻听此言,才满意地点点头。 另一间静视中,白袍少女夜影,两手掐绝,双目微闭地盘坐在一张玉床上,头颅后竟有一个直径数尺的青色光运缓缓转动着。 细看之下。 此光运不但奇缘无比,边缘处还有持续高的白色火焰闪动,而在光运中间竟有一道人形虚影盘坐在那里。 此光彩看外貌竟然隐隐约约和少女有些近似,只是身形小了数倍,但同样双目微闭,手中掐绝的样子。 不知为何,忽然少女嘴角一动,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讥讽笑容,而几乎与此同时,光运中虚影脸上也露出了一般无二的表情,竟仿佛两者间根本就是同一人般。 这般情形,实在诡异之极。 韩丽在自己静视中躲步走动着,脸色毫无表情,但是目光闪动,似乎在思量着什么事情。 在静视一角,一张玉桌上却另有两个小东西在那里。 一个野猫般大的小豹子,四肢散开,毫无形象的趴伏在那里,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在小豹子毛茸茸的头颅上,又端坐着一只数寸高的迷你小猴,一身乌黑发亮的毛发,两眼低溜溜的盯着韩丽,显得灵性十足。 忽然韩丽脚步一顿,手掌一翻,手中多出了一个小瓶和一块乳白色玉碱。 小瓶上花纹古谱,凝印着三个上古文字,细看之下赫然是灭臣丹三个大字。 韩丽用手指抚摸了药瓶一会儿,轻叹一口气后,灵光一闪,药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那块玉碱了。 玉碱正是他离开天渊城前,那几名神秘修士拜访后,所留下之物。 韩丽把玩了玉碱一会儿,漠然将玉碱往额头上一贴,将神石进入了其中。 玉碱中竟是一幅巨大之极的地图,但此地图却似乎缺少了一大半,而在地图缺少的边缘处,有一个圆点闪动着但金色光芒。 虽然已经看过了不止一遍,韩丽还是忍不住的又仔细查看起来,似乎想从中找到些什么似的。 不知多少万里外的天渊城,一间隐秘异常的地下密室中,一僧一道围着一张看似普通的青石桌,面面相对的坐在那里。 道人年约四十余岁,浓眉大眼,脸色淡金。 僧人却是一名留有半尺长白须的老僧,面皮上皱纹一层接一层,两眼更是眯成一条缝,似乎老得连眼睛都无法睁开的样子。 算算时间,派往那几族的人都应该差不多会和一起,在途中了吧。 老僧有气无力的说道。 嗯,的确时间差不多了。 我实在有些不太明白,为何金月兄出关后,忽然改变原先的计划,一定要将这几名晚辈派到一族之地去。 这几人可都是新晋飞升修士中,最出色的几人了。 别人不知道,你应该很清楚,这些去带回一族情报的任务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危险至极。 妖族方面所派人手明面上配合你我,但实际上可能另有一番计划的样子。 道士回答了一句后,却面带一丝疑惑起来。 这次各族异动因和蠢蠢欲动,你应该很清楚吧? 老僧没有直接回答道士之言,却徐徐的反问道。 这一点频道怎么不知? 不就是混沌万灵榜上新出现了一件玄天之宝,而且是排名前三的玄天之宝? 听说叫什么玄天斩灵剑? 道士一听老僧此问,心中一脸,神色不觉凝重了几分。 第1359章 子影 圣皇 不错,原本在数万年后才会出现的攻城,甚至传闻中的百族大战有可能爆发,都是因此而起的。 老僧喃喃了一生。 金月兄何必都圈子,这些事情我都知道。 但和刚才议论之事有何关系? 各族现在如此兢兢战战,不都是怕被此事卷入其中吗? 道士仍有些不解的样子。 怕被卷入。 嘿嘿,此事既然出现,又是哪一族可以躲避过的? 根据以往玄天之宝出世惯例,每一次都会引起一番血雨腥风,才会真的出世。 而最终得到此宝的种族,都可凭此宝的供奉,招揽一位真灵级存在当本族的守护者,从而一下成为灵界中的强大种族。 这些真灵级存在,可是能和真仙界的仙人一争高下的。 当然在强大真灵出现之前,得到此宝的种族也要有能力保有此宝再说。 否则,只会凭空给他人做嫁衣才是。 率先得到此宝的种族若是太弱小了,有时候反而慌忙将此宝献给其他强大种族以求庇护,或者直接远远抛弃到蛮荒之地中,以避免灭族之灾。 老僧自顾自地徐徐说道。 道是仍未听明白,但此时道也没有出言,打断老僧言语。 僧人果然只是略顿一下后,马上又说道。 按理说玄天之宝出世在何族中,原本以我等两族实力很难预测的。 但是偏偏这次妖族中一名有几分预言天赋神通的合体期存在,因为自知没有希望度过这一次的大天节,竟然干脆激发了潜力,用毕生法力占卜了此宝大概下落。 结果卦象显示,这件玄天斩灵剑就在我等人族所处的风源大陆西北角上。 虽然风源大陆是已知三片大陆中最小的一块,但种族之多却远胜其他大陆。 所谓西北角就包括了我们人族、妖族、灵族、木族、叶叉族、影族等大小六七个种族。 就是说,这件新出现的玄天之宝,也有可能出现在我们人族中。 如今这消息现在还只有人妖两族知道,但想来瞒不过多久的,毕竟我们两族中肯定有其他一族的探子,这世间又哪有不透风的墙。 一旦被其他一族知道此事,后果会怎么样,你应该很清楚吧? 老僧说到最后一句时,脸带苦笑之色。 什么,竟有这等事情。 岂不是说,我们人族一不小心很有可能真被灭族的。 倒是脸色一下铁青起来。 按照上古传说,只要在一定时间内某片区域有大量强大生灵被灭,就可通过一种神秘的血迹之法,强行就将身处此区域的玄天之宝召唤过去的。 以我等几族实力,那些强大种族绝不介意将我们几族全都抹杀掉,用来举行召唤血迹的。 上次百族大战,不就是现如今排名第四的华天盾,被其原主人带着在三个大陆上连续逃窜万年,才几乎将大陆上十之七八的种族都卷入其中,而那些被灭的弱小种族,几乎都成了被血迹对象。 况且不管此宝在何族之首,我们西北籍族只要知道此宝就身处此区域,为了逃过被血迹命运,马上就会爆发大战的,好争取让其他种族当作被血迹对象。 僧人叹息的说道,原来如此,你们让那几名新近的非生修士突然离开天渊城,去一族之地,难道是怀疑,倒是忽然有些恍然起来。 不错,这玄天之宝是何等之物,是可以逆转一界法则之力的逆天宝物,但并不一定非是我们灵界之物,也可能从下界带来的玄天之物。 虽然这种可能微乎其微,但是近百年凡是稍有可疑之处的非生修士,全都被我打发出了天渊城,去一族执行最危险的任务了。 不管任务是否完成,他们最终都会发现自己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再返回天渊城的。 当然本土修士中稍有怀疑之人也同样被调到天渊城外,会以各种理由被强行流放到了蛮荒世界。 除了这批人外,一批资质过人,潜力惊人之辈,也会遣散到蛮荒世界中。 这样做的好处,他们真有人身怀玄天斩灵剑,就可霍水东移了。 若是在下面大战中,两族万一真的失手大败,这批人还能是我们两族延续和再次兴起的希望。 僧人肃然的说道。 何必这般麻烦,若要查明那玄天之宝是否真在这些人手中,我们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用控神秘术,一一搜索神识一遍吧。 但侦查出那口玄天斩灵剑在我族手中,又有何好处? 此物根本是个烫手山芋。 你能保证执行之人甚至长老会中就肯定没有一族变化潜伏之人。 一旦此消息泄露,不但我们人族短时间内马上会成为众矢之地,甚至连妖族为了自保,也有可能退出和我们的联盟。 到时,我们人族必灭无疑。 我们不是什么强大种族,无法持有磁宝等道真灵级存在寻尚门来的,甚至想将磁宝献给那些强力种族以求庇护,估计影族等也根本不会留此机会的。 反而装作糊涂,先应付马上要爆发的大战最好了。 再没有确定玄天之宝到底落在何族手上的话,对我们攻击的,最有可能只不过是目族和影族联军而已。 以我们人妖两族和天渊城的存在,完全可以抵挡下的。 灵族和夜叉族正在打得不亦乐乎,知道此消息后,只会拼斗得更加猛烈。 大不了,我们几族各损伤大量人手,也能够达到血迹召唤玄天之宝的条件。 无论此宝原先在何族手中,只要此宝被召唤走,我们到时候也算应付过此劫的。 但为了在那些强大种族寻到我们这里前,就先奋出胜负来,估计此战和以前动不动就延续上百年的攻城之战不同,一旦开战肯定会在数年内就奋出结果的,惨烈程度远非以前可比的。 嘿嘿,其他几族的掌控者,多半也全都想得差不多的。 否则你可听闻,有哪族之人真的用心在寻找这玄天斩灵剑? 全都在积极备战而已。 老僧不慌不忙的说出了一大堆来。 这些消息你何时知道的,先前我为何一点消息都未收到? 难道长老会有意瞒着我? 听完这些话,倒是目光闪动的在原地正了半天,才有些不快的问道。 很简单,在知道阁下身份有问题后,才如此做的。 就不知该继续称呼你雷罗真人,还是该叫你一声紫影大人。 老僧目中金光大放,漠然丝毫征兆没有的声音一寒。 什么紫影,金月大师此话何意? 倒是丝毫意样没有,反而眉头一皱。 嘿嘿,似乎时间差不多了。 也该发作了吧。 老僧不理会道是,反而目光一扫,落在了角落上一个小巧香炉上,上面点着一柱灵香,已经燃烧了大半。 什么时间到了? 不对。 这香,倒是双目紫光一闪,脸色一下大变起来,几乎与此同时,从倒是身上漠然射出一条紫色影子,直扑对面的老僧。 老僧端坐对面不动,袖袍冲对面一扶。 轰的一声,金光一闪下,片片范文浮现而出。 紫影仿佛被巨物狂击般的倒射而出,撞到了密室的墙壁上,随即通体乱颤的缩成一团,再也无法有任何举动了。 就在这时墙壁清光一闪,一只青色玉波漠然浮现,一翻下,竟喷出一片青霞,瞬间将紫影收进了其中。 不错,似神香对影族克制果然名不虚传,连一名紫影竟都无法销售的。 墙壁上白光闪动,又浮现出一名儒雅的忠年儒生来,一身白袍,举动从容。 天元凶! 多亏你相见神香,否则这孽障还真不好除去的。 老僧一剑如生,立刻起身,双手合并一起的一礼。 今月大师多礼了。 我也是幸亏新修炼成了一项神通,才发现雷罗真人竟已被紫影附身的。 可惜雷罗真人一代道法奇才,竟然落得这般下场。 如生却目光一转的望向仍端坐着的道士,叹息了一声。 此道士在紫影冲出身体的瞬间,仿佛精气都被一冲而空,肉身变得干瘪异常,再无一丝生气。 僧人也低声念了生佛号,脸上现出了一丝悲痛之色,随即手指一弹,一朵金色火焰射出。 顿时道士肉身在金焰中化为无有。 按常理来说,紫影虽然强大不逊于我们合体修士,但是以雷罗老有神通,怎么也不可能无声无息的附身陨落的。 唯一可能,就是老有百年前去蛮荒世界那一趟中,就遭了暗算。 此紫影倒也狡诈一场,回到城中竟然这般多年都毫无破绽。 要不是圣皇出手识破,我等恐怕还蒙在谷中呢。 此孽障近些年一直在设法将非生修士聚集一起。 说是庇护,但恐怕也心存不善的。 老僧叹了口气。 中年人竟然就是人族中大名鼎鼎的天元净之主天元圣皇。 不过,近些年古老有他们的确有些太偏袒本地修士了,也难怪那些非生的小家伙都一肚子怨气了。 天元圣皇却春风拂面般的温和一笑。 这也是老那这些年光是闭关苦修,忽略了此事。 不过现在大敌当前,暂时也顾不得这等小事了。 紫影占据雷罗老有的身体如此多年,也不知道传递回了多少消息。 天元城的防御和禁制必须大半变动才可。 僧人面色阴沉了下来。 第1360章 叉铃琵琶 此事的确事关重大,需要长老会细细商谈一下的。 这只紫影知道的东西不少,金月大师可以细细拷问一下。 忠年如生点点头,手掌一动下,竟然将手中玉波抛了过去。 多谢圣皇。 只是有些可惜那些派到各族之人,恐怕凶多吉少了。 老僧接过玉波,脸露惋惜之色。 为了不打草惊蛇,当初对此事也不好直接拦阻的。 只能将一些人手,稍加调动变换一二了,估计影族仍会在半路上对他们下手。 只能寄希望他们浮缘够大,能逃出升天了。 但大师方才所说是真的吗,这些近百年飞升修士,真有可能身怀那口玄天斩灵剑。 天元圣皇先叹了口气,又这般问了一句。 这怎么可能? 刚才之言三分假,七分真而已。 一界的玄天之物一旦形成,在没有激发通灵前,倒真能被带到他界去。 但有一点,此宝一旦离开所在界面,也就丧失了通灵机会。 而无法通灵的玄天之物,没有多大用处的,更无法在混沌万灵榜上显示出来的。 先前如此说,只不过老那想多拖延些时间罢了。 老僧淡淡一笑。 原来如此。 大师真不愧对玄天之宝钻研最多之人。 中年如生微微一笑,丝毫看不出是否真的相信老僧之言。 韩丽自然不知道,自己此行任务竟有这般多变数,如今他正和其余四人围着白云四周,正对一些怪鸟骨兽大开杀戒。 这些怪鸟一只只丈许大小,但是背生四肢一翅,身体仿佛放大数倍的蝙蝠,但是翩翩一颗硕大头颅,竟然是山羊模样,两只弯脚向后弯曲着,张口之间,满嘴的锋利獠牙,凶神恶煞之急。 这种数百只左右的怪鸟,一个个四翅斩洞间,一道道灰蒙蒙怪风凭空生出,而张口之间,还一道接一道碗口粗雷电凭空击射而出,单论实力竟然不在一般的结单修士之下的样子,且这怪鸟身躯下还生有一对黑色铁爪,背进身后也绝对凶悍异常的。 若只是单独一名普通的化神修士,碰上这么一群怪鸟骨兽,恐怕也头痛一些,为了减少麻烦,说不定会暂时避让三分也说不定。 而韩力等五人中既有真灵世家嫡系子弟,又有七大妖族中的化形妖修,外加上韩力这么一个怪胎,面对这些怪鸟疯狂般的进攻,在互助凌云聚洲的同时,轻松异常的进行着一面倒的大屠杀。 血质青年两手掐绝,驱使着两到十余杖长白红,将身前百余杖范围全都笼罩其下,这白红本体也不知是何惊人利器,灵光所过之处,无论狂风还是雷电,均都被其一斩而开,每一下闪动,必定有一只或数只怪鸟被一斩而灭。 黑群少妇却是身处一团汹汹燃烧的黑色火焰中,也不见此女施展任何神通,只是静静的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但无论飓风还是雷电机在其身上全都泥牛入海般的丝毫效果没有。 而怪鸟一旦贴身扑来,被沾染上任何一丝黑焰,则立刻扑斥一声的化为了丝丝灰烬。 纵然这些怪鸟凶悍异常,但接连被灭了十几之后,也一个个不敢再进前分毫了。 白眉青年则是完全另一番不同风格,竟然不依靠任何宝物,就一头冲进了怪鸟群中,他被伸出一对幽黑发亮的羽翅,两只手臂也变得粗大异常,以化为了半腰形态。 他身形闪动间,只见一团乌影诡异的在鸟群中横冲直撞,所过之处,所有怪鸟全都一下四分五裂,无数血雨喷洒而下,显得血腥异常。 至于韩力却表现得中规中矩,只是放出所有轻竹风云剑,只见七十二道数尺长金光围绕其身体盘旋不定,不但挡下了怪鸟的攻击,更是将近身的怪鸟一一斩为两片。 不过几人中表现最轻松之人,却是叫夜影的白袍少女了。 此女怀抱一把碧玉琵琶,仿佛葱白般的石根嫩纸轻轻划过琵琶之弦,一圈圈深黄色光环就层层的四散开来,附近冲上来的怪鸟一被这些光圈扫中,竟立刻身体表面被一层层灰白色诡异东西覆盖全身,然后无法动弹分毫的坠落而下,纷纷在地面上摔得粉身碎骨。 此琵琶竟具有罕见之极的石化神通。 虽然五人都没有自己最厉害的神通,但这般一番出手之下,数百只怪鸟还是不足一斩茬的功夫,就被灭杀得干干净净。 随后几人神通一收,立刻化为一道道惊鸿没入了中间灵州所化的巨云中。 顿光一脸,五人在玉州手端降落而下。 这些怪鸟也不知什么来历,竟能够识破我这条灵云州的变化,还真是有些意外。 隆东朝其他四人一扫,轻叹一声的说道。 这种怪鸟我也从未听闻过,不过蛮荒世界如此之大,未见过的古兽和其之多,我等未见过又有何稀奇的。 灵云州到现在才首次被识破刑际,切身可已经感到有些意外了。 小红却平静的说道。 这也说明,我等现在真的已经进入蛮荒世界深处了,下干的路程,这种遭遇绝不会少的。 这些怪鸟虽然数量不少,但还算很好对付的。 万一遇到那些过于强大的古兽,我等必要时恐怕要舍弃此灵州了。 白眉青年却双眉一挑的说道。 这个自然。 真遇到传闻中的百慕巨人那等蛮荒存在,我等根本不可能应敌的,自然已保命首要了。 寒凶,下干正好轮到道友轮值了,恐怕兜兜兜辛苦一下了。 隆东默然转手,冲寒丽微然一笑的说道。 寒丽神色如常的点点头,并未有说什么。 白袍少女倒是嫣然一笑后,忽然冲黑裙少妇问了一句。 小姐姐,你先前施展的是黑凤族天赋神通,大鸣鼎鼎的黑炎炎吧。 此火焰果然威力惊人,名不虚传。 小红听少女如此一问,心中一正,带眉微皱下后,财幕中忽然露出一丝奇怪之色的回道。 不错,此火的确是切身炼成的黑炎炎,不值一提的。 但夜道有手中的琵琶倒让我想起一件传闻中的宝物来。 听说数万年前,天灵境中有一位和体骑的前辈炼制了一件叉灵琵琶的通天灵宝,凝列混沌万灵榜之上,可以同时驱使石化、熔金、冰封三大神通。 夜道有先前动用的宝物,不知和此灵宝有何关联。 呵呵,没想到小姐姐竟然对我们人族宝物也这般清楚。 我手里这件虽然不是当年的那件叉灵琵琶,但也是其一件仿制古宝,只能施展石化这一种神通而已,论威力也远不能和正品相比的。 少女笑嘻嘻回道。 原来如此。 就算如此,此宝也足可以和一般灵宝相比了。 毕竟石化这种神通实在罕见,防不胜防的。 少傅悠悠的说道。 听到二女这般暗藏画风的交谈,笼东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但仿佛想起了什么,忽悠冲寒厉问道。 韩道有,你修炼的飞剑道很奇特,同时具有七十二口,而且看起来是一整套,并且威力似乎不同一般。 这道让我也想起了西年一位也是飞升修士的前辈,那人当年虽然是一名炼虚后期存在,但是凭借七十二口飞剑部下的剑阵,竟可以力敌一名合体修士而不落下风。 在当时也算轰动一时,不过此位前辈的剑光都是青涩而已和韩兄的飞剑道有些不同的。 不知韩道有的飞剑,是否也具有某种剑阵神通。 笼东仿佛对韩力刚才施展的青竹风云剑颇感兴趣。 哦,有这等事情。 不知这位前辈尊姓大名,施展的是何种剑阵。 在下修炼的飞剑如此之多,骑士想以数量克敌而已,哪懂得什么剑阵,韩力文言心中一动,但表面不动声色的回道。 哦,龙道有说的这人,我倒也听说过一二。 听说是一名叫青原子的前辈,当年的确是一位奇人。 虽然不知他祭炼的是何种剑阵,但听说其修炼帝功法竟然出自其自己创立而出的。 不过可惜的是,听说这位前辈在多年前进入蛮荒中,就再无消息了。 否则以这位前辈的天纵之才,进阶和体期恐怕大有可能的。 白袍少女却笑着抢先接口道。 笼东也不动气,只是笑笑而已。 韩力听到这话,却是漠然了好一会儿。 无论从称呼和法宝上,还是自创功法的说法。 这位青原子,看来就是当年那位创立了青原剑爵的下界前辈了。 竟然能从眼前二人口中得知这位奇人的下落,还真让他大感意外的。 可惜的是,他已经选择了法体双修之路,否则按照其修炼的青原剑爵,设法得到这位青原子的传承功法,才是正途的。 心中如此想着,韩力却神色不变的冲其他人略一失礼,就化为一道顿光,一下飞到了玉州最高处,然后自顾自的盘膝坐下了。 见韩力一副不愿再交谈下去的样子,小红和雪智青年等人互望一眼后,当即也打着哈哈的四散开来,有的回到自己竟是继续静坐修炼,有的则到玉州的他处另行歧视了。 第1361章 雷归 韩力虽然双目威逼着,但自然不会针就这般入定修炼什么。 而是一边将一些尚未参悟透彻地功法,在脑中翻来覆去的思量不停,一边将自己部分神念放出,时刻监视着灵州附近的动向,以防再有什么古兽对灵州漠然发动攻击。 在接下来的七八日中,灵州在聚云遮蔽下,虽然途中在遇到一些其他类型的空中鸟兽,却均都有惊无险地渡过了。 这些兽群显然不像第一次遇到的那些四尺怪鸟那样,拥有看破灵云州禁制的能力。 就这般,一下就到了韩力轮值的第九日。 中午时分,当他起身将灵州上的灵石重新换了一梯上去,正想再返回原来打坐之地时,却脚步一顿,突然一扭手,脸线惊讶之色地向灵云州前方望去。 怎么可能,此地怎会出现这种东西? 韩力似乎感应到了什么,脸色一下变得难看异常,喃喃了两声,口中忽然发出一声长啸。 虽然声音不大,但足够唤醒在静视入定的其余四人了。 片刻后,几道顿光从周中飞射而出,几个闪动间就到了韩力身边。 出了什么事情? 韩兄为何召唤我们,难道又出现了什么危险? 这是什么,难道是? 少傅和隆东方一现身而出,就一前一后的开口起来。 只是小红话语里充满了疑问,而隆东却马上发现了什么,一下吃惊起来。 白眉青年和少女也在同一时间将自己神石放了出去。 那是什么,难道是真灵级存在? 青年师生出口。 白袍少女虽然没有言语,但目露骇然之色。 韩力此刻却已经平静了下来,在其神念感应的数百里远高空中,赫然一个几乎遮蔽大半天空的巨大黑影,悬浮在高空之中。 黑影附近黑云滚滚,引有雷电闪烁轰鸣,而在黑云之下,无数道灰色飓风拔地而起,仿佛一根根晴天巨柱,直接连接着空中和地面,而云中偶尔露出的一小片长满了灰色鳞片的躯体,只能让人惊骇其巨大,却根本无法判定黑影真实身份。 不过远远看去,可看出黑影成圆形状,如此巨大身躯和此惊人声势,似乎真和传闻中那些体大如山的真灵级存在大为相似。 这就怪不得欲周中众人一见之下,纷纷面色大变了。 就在所有人都心中骇然的时候,从远处天边传来一仿佛牛吼的怪异叫声,随即轰隆隆之声大作,仿佛无数巨雷在远处爆裂开来,即使隔着如此之远,这些雷声仍然连绵不绝,清晰异常。 这不是真灵,是古兽雷龟。 此龟据说是蛮荒古兽中体型最庞大的几个种族之一,但一般只是凭身体吸纳空中的雷电,不会主动攻击其他生灵的。 当然要是真的招惹它了,它自然也是极可怕的存在,起码也要是合体气修饰才能正面对抗的。 白袍少女一听那诡异吼声,道神色一松,长舒一口气的说道。 雷龟? 就是传说中在天雷中诞生的那种古兽。 我可听说这种巨无霸只要有雷电供应,身体就会可以无限膨胀下去,是一种神奇之极的天地奇兽。 听说人族玄武镜中具有脱城之力的那头参灵巨龟,就可能是一只雷龟的。 眼前的这只虽然不小,但和其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了。 黑群少傅一听不是真灵,也心中一松,嘖嘖称奇的也说了一句。 参灵是否真是雷龟,我等也不太清楚的。 若真是如此的话,眼前雷龟恐怕还上不及参灵巨龟的万分之一大。 不过就是这样,我等若是触怒了此兽,同样小命不保的。 还是避开此兽的好。 龙东也忽然一笑的说道。 这倒是,其实这也是我等机缘不小。 这种雷龟通常都是潜伏地下,很少浮出地面的,一般人不可能轻易见到的。 一般他浮出地面,都是,不好,此龟既然出现在此地,这里必定有可怕的雷暴出现,龙兄快些驱动灵州离开片区域。 小红先是点头,但忽然间想起了什么可怕之事,面色刷得苍白无比,惊慌的大叫起来。 雷暴 一听这话,包括韩丽在内所有人都面色大变了。 龙东脸色发惊吓身形一晃,骤然间在原地消失不见,下一刻却出现在了十余帐外的船头上,同时单手一翻转,手中突然多出一个令牌状法气出来。 只见他两手一搓令牌,四周遍布的白云竟然瞬间溃散消失了,接着灵州突然间一顿,猛然间方向一变的击射而出,顿速静一下快了大半有余,化为一道白红值冲天边而去。 但灵州尚未遁出数十里之地,远处黑影的上空,漠然又出现一层蓝灿灿霞光,接着此霞光仿佛受到了什么刺激一般,突然四下滚滚的扩散而来,速度之快让人嘖舌不已。 几乎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众人就可在灵州之上,单凭肉眼就可看到天边一道蓝线发出轰隆隆巨响后现出,其中无数电光闪动,仿佛无数妖魔张牙舞爪的飞扑而来。 早就听说雷归出现,必定有雷暴紧随而来。 此事果然不假了。 几位道友快来助我一臂之力。 血至青年一见蓝光速度,倒吸了一口凉气,高声大喊起来。 其实不用他说,白眉青年和少傅等人也早就看到了远处飞快逼近的蓝光,神色绝对好不到哪里去。 几乎不用思索,二人两手掐绝,身上就冒出了刺目的各色灵光,流转不定之下,其往足下玉州而去。 韩力和白袍少女的举动也未慢到那里去,但马上做出了同样的举动。 顿时五股灵力起往灵云周体内狂注而入。 众人联手自然远非先前可比的,足下周体传出了滴滴的温明声后,突然一下巨震,周外一切景色就彻底模糊了起来。 在急速之下,灵州从白红幻化成了一道流光般虚影,只是几个晃动间,就一下从天边一头顿到了另一端尽头处。 不过就是这般速度,灵州身后的那一道蓝线速度,竟似乎丝毫不下于灵州急速,始终紧追不放的跟在后边。 这让隆东等人骇然之下,这才知道传闻中的雷暴可怕,真的名不虚传。 但也幸亏是几人联手,将灵云周的顿速发挥到了极致。 要换了一个不擅长顿速的普通化神修士,恐怕根本逃无可逃的。 当然韩丽等人都不是一般化神修士,各自拥有一些保命秘术,单独催动的秘盾之术,倒也不一定比眼下灵云周漫上多少的。 但是如此做的后果,自然大都会有些后遗症的,不是元气大伤,就是精血大损的。 在这种步步危险的蛮荒界中,谁也不敢贸然这般做的。 所以,这一次韩丽等人驱动灵云周到真是同心协力,让灵周一口气就顿出了数万里之远。 身后蓝光终于不见了踪影,雷鸣也听不到丝毫了。 众人这才心中一松,提表灵光一脸后,纷纷收了灵力。 灵周顿速一下放慢了下来。 好险啊! 这次可真多亏了小仙子反应够快,否则稍一迟疑,我等都会被卷入雷暴中。 虽然不一定会陨落其中,但绝对难以全身而退的。 笼东神色总算恢复如常了,冲少傅微微一笑的的说道。 妾身也是侥幸。 虽然雷龟之名不小,但是有关其习性外界还真知道的不多。 小妹族中曾有一位长辈,独自击杀过一头雷龟,故而知道这么一些。 雷龟一般都是潜伏地下的,轻易不愿浮出地面的,只有感应到了什么地方有雷暴爆发,才会现身吸食雷电之力的。 但话说回来了,成年雷龟这种骑兽体内会诞生两颗一株,一颗引雷,一颗屁雷。 功用之大,据说神妙万分,即使没有雷灵根者得到此株,也可轻易操纵雷电之力的。 当年族中那位长辈击杀的那头雷龟,只是一只幼龟,故而并未得到这两颗奇珠。 不过雷龟之壳蕴含着惊人的雷电之力,是少见的炼制雷属性宝物的绝佳材料。 若是大神通修士碰到此龟,恐怕反而是欣喜若狂的。 小红却苦笑了几声。 贵族那位前辈能独自猎杀这等天地骑兽,肯定是贵族的几位长老之一了。 但此龟对我们化神之辈来说,根本是白日做梦的事情。 这次能逃过一劫,已经算是走大运了。 白眉青年却一咧嘴,似乎仍对遇到雷龟和雷暴之事后怕不已。 不错。 雷龟纵然是浑身是宝,没有合体以上修为根本不要妄想其他事情的。 而且雷暴一结束后,此兽就会再潜到地面之下了,根本无迹可寻了。 走吧,希望下战的路程,能够顺利一些。 笼东点点头,但声音阴沉了下来。 方进入蛮荒世界深处短短十余日,就碰到这众族可灭杀他们的骑手,让他也不禁心情沉重了下来。 其他人也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后,显然也都没有再多聊下去的兴趣,随意再说了两句后,就纷纷各自回自己近视去了。 韩丽却仍留在原地未动。 他从头到尾,一直沉默寡言地未说一句话。 但在众人都从舟首处消失不见后,他抬手朝那雷暴爆发的方向,目光闪动得不知在想些什么。 半晌之后,他才有些惋惜地轻叹一口气,回到豫州最高处,再次盘膝坐下了。 第1362章 双黄线 韩丽等人并没有料到,就在他们驱动灵州远离雷暴区域没多远后,深藏乌云中的雷龟身躯一尘,周身黑云立刻散尽,现出了庐山针面目。 此龟体型之大仿若巨山不用说了,巨大龟壳深灰颜色,但闪动着金属般的幽幽亮光,似乎光滑无比。 更奇怪的是,此龟只见四肢在外,却看不到头颅和尾巴所在。 看来是全蜷缩进龟壳中,没有探出的样子。 这时雷暴已经彻底爆发了,整个天空都被蓝色光瑕笼罩住,从明亮异常的高空中,下雨般的掉出无数道大小不一的蓝色电弧,小的只有持续大小,大的竟长达十余丈,全都气势惊人的往地面狂击而下,雷鸣之声彻底将天地间的一切都淹没了。 以雷龟的庞大躯体,自然无数电弧被其承受住了。 但所有电弧一旦和此龟躯体接触,却仿佛泥牛入海般的没入其中不见了踪影。 更不可思议的是,此龟体表正散发出一阵阵的白光,附近那些掉落到他处的电弧,竟然仿佛被巨大磁石吸引般的一下被吸引住,全方向一改地朝此龟被布落去。 如此一来,雷暴中出现的小半电弧,竟全都被此龟强行收进入体中。 此龟四肢缓缓画动着,却似乎在雷暴中惬意之极的样子。 忽然巨龟四肢一顿,不知为何地一下收缩进了龟壳中。 而几乎同一时间,附近空间波动一起,一道彩光从虚空中击射而出。 光芒一脸后,竟现出一名浑身散发彩光的巨大骨鸟。 此骨鸟虽然只有十余丈大小,但是身上散发的气势竟丝毫不下于雷暴中狂吸雷电的巨龟,更让人骇然的是, 在骨鸟头顶处还站着两道人影。 一人身高两丈浑身黑光闪动,另一人身材普通,却被一团淡淡绿云包裹,均都无法看清真容分毫。 不错,不错,没想到刚传送到这里,竟然就遇到这么好的一只猎物。 正好我想炼制的十手巨魔,还欠缺一些材料,这只雷龟倒也勉强可用了。 其中一道人影凝望着巨龟,静难难的说道。 天妙兄,这等东西可是见者有份的,你十手魔反正只需要一些骨架而已,我助你斩杀此龟,但雷龟体内的两只雷珠,在下就收下了。 另一人影闻言,却一笑的说道。 哼,玄武兄倒是打得好盘算,此龟身上最珍贵的就是这两颗雷珠了,倒有洞洞嘴唇就想就取走这两物,不觉得有些说不过去吗? 绿气中人影哼了一声,似乎有些不满。 嘿嘿,雷珠虽然神妙但对你我来说都无大用了,我要它们只是另有用处而已。 要不,我用一块麒麟真灵的壁骨,换取这两只雷珠如何? 高大人似乎不想和对方多争什么,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另有用处。 哦,差点忘了。 玄武兄的那头参灵,也是雷龟。 玄武兄是想用这两颗雷珠给其进补,延长此寿元吧? 绿气中人影有些恍然的说道。 道友知道就行。 参灵的寿元延长,对人族可是大有好处的。 他族可抵半个真灵使用的,万一真的爆发灭族大战,也是你我的一大必住。 天妙兄不会不成全此事吧? 高大人影悠悠回道。 既然玄武兄真有大用,小弟子不会做此恶人的。 就这么说定了。 不过我们动作要快些,不要误了大事。 我们此行出来可不是专门搜集什么天才地宝的,而是另有重任在身的。 一定要将那些一族靠近天渊城的据点,一一拔去才可。 绿气中人影思量半赏后,才有些勉强的同意道。 哈哈,觉悟不了大事的。 你我联手,再加上你这头上古彩凤遗骸炼制的傀儡,灭杀一头刚成年的雷龟,又能花费多长时间。 高大人影一声狂笑,随即身形移动,静一下腾空飞起,两手握拳的一下冲进了雷暴之中。 片刻后,雷暴中轰的一声,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随即同样惊人的售吼声传出。 足采古凤的另一律气中人影,则轻叹一口气地摇摇头,似乎对同伴的火爆脾气大获无奈,但立刻两手一夹绝,足下古凤立刻身形狂涨起来。 转眼间就化为了百余杖之巨,随即在头上人影一催下,古凤也一头扎进了雷暴区域之中。 顿时远处蓝色电光中的售吼一下变得越发惊怒起来,甚至有几分恐惧的哀宁之意。 另一边,韩力等人驾驭着凌云周,却一刻不停地继续赶路着。 不知是否真的被那血至青年说中了,接下来越许的时间中,凌云周虽然顿速不慢,并且幻化之术也算高明,但仍然频繁遇到了数次危险。 比如说,一次突然被一股赤红色怪风卷入其中,而这所谓怪风,竟然是无数米粒大小赤红色小虫驾驭而成。 要不是几人大惊失色的合力施法,马上破开怪风逃逆了出去,恐怕此周瞬间就被此怪虫吞噬得干干净净了。 此事没过去多久,灵周在飞行途中突然身前的空间波动一起,有一只体长百丈的双手怪鸟破空飞出。 此鸟通体金黄,浑身散发着惊人的灵气,一看就是不下于那只雷龟的可怕的存在。 这让所有人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 不知此鸟是真没有发现了灵周存在,还是对相比起体型仿佛蝼蚁般的灵周根本不感兴趣,只是闪动几下巨翅后,就自顾自的飞走了。 韩力等人大松一口气后,又面面相去的苦笑不已。 周上众人深深体会到了蛮荒界的可怕后,自然无人再敢真的修炼什么功法了,即使身处境势之中,所有人也都大半保持警惕。 此举果然没有做错,下感数次遇到的危险,也全靠众人齐心才依依勉强度过。 但运气终有耗尽的一天。 这一日,当白眉青年轮值在外的时候,正在静视中参悟服录之道的韩力,忽然听到外感传来一声市井的笑声,当即面色微变的一下站起,但尚未来得及有其他举动时,就默然赶到整个巨周一下巨阵,身形一个跌枪,差点无法立足的跌倒在地。 韩力心中一惊,接着巨阵接连不断的传来,随即四臂一样白芒一阵流转不定,竟开始寸寸的碎裂。 他脸色一沉,袖袍冲镜视之顶一甩,顿时一道金红破空而出,一下将镜视顶部洞穿出一个大洞。 韩力身形一晃,就化为一道青红击射而出,几个闪动后就出现在了黎域州二十余丈远的高空中,这才回身细望过去。 只见这时,还有其他数道顿光从州中飞快射出。 正是笼动他们见识不妙,也放弃灵州飞顿而出。 就在众人全离开的一瞬间,就听到轰的一声巨响,灵州在此目白芒中彻底爆裂了开来,瞬间掀起一股狂风朝众人席卷而去。 几人都是化神修士,自然不会惧怕这些灵风,一个个稳住身形的悬浮在空中动也不动,只是凝望着灵州爆炸之地。 除了轮值的白眉青年外,其他人可尚不清楚到底出了何事,竟然让灵云州都被毁掉了。 可是众人神念在附近扫过,竟然根本任何东西都没有发现的样子。 如此一来,几人都惊疑不定起来了。 立兄,是谁在攻击我们? 小红急忙开口问到了。 你们朝下看看吧。 白眉青年却阴沉着脸孔,冷声地说道。 一听此话,韩力几人一愣后,神念立刻朝下方地面扫去。 结果所有一看清楚下方情形后,少妇等人都一声低呼,韩力却眉头一皱起来。 只见地下是一片连绵无尽的巨大山脉,他们正好身处两座巨山的山坳之间。 而在这看似隐秘异常的地方,在无数五颜六色巨大树木中,竟然出现一大片空旷异常的区域,在此区域的中心处竟然有一棵高达三四十丈的深紫色巨草,巨草每一片叶片都仿佛巨剑般笔直朝上,周边生有无数看起来锋利异常的尖刺。 而在此巨草的两侧,各有一庞然大物互相对峙着。 一只是条身长五六十丈长的巨大蜥蜴,浑身碧绿,被生无数铜钱大小的黑色斑点,在硕大头颅之上,竟然还生出仿佛珊瑚般的两只血红怪角。 另一只却是身高三十丈的蛮荒巨人,面目猙獰,一头黄发,还肩扛一只乌黑木棒,但往巨人身上望去时,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在巨人身躯和四肢表面,竟然浮现出无数大小不一的银白色眼珠,一个个放着纷然寒光。 不过,无论巨人还是那只巨蜥蜴,在对视着眼前大敌的同时,目光全都往中间的那株巨草望去。 如此一来,韩丽心中一动下,神念立刻也向那巨草再次仔细扫去。 结果下一刻,韩丽面容大变起来。 在这树片剑状叶片的保护中,竟然生有一串仿佛葡萄般的紫色浆果。 这些浆果每一颗都有拳头大小,饱满圆润,似乎充满了透明的椰汁,散发着一股诱人的奇香。 当神念一扫过这些浆果内部,赫然每颗中都包裹着一条条栩栩如生的小龙状果盒,每一条都晶莹剔透,唯妙唯笑之极。 这些迷你小龙本身并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但通体散发着精纯之极的灵气,即使韩丽只是神念扫过去,竟都大敢身心一下舒畅之极。 第1363章 知龙果 知龙果 韩丽心中刚浮现出相同的字眼,白袍少女已经吃惊的先一步喊出口。 龙东和少傅等人也都一脸惊喜之色,显然都认出了此灵物来。 这可是炼须急修士才能用的灵药腾龙丹的主材料,三万年才能结果一次,就是升伏下去也能凭空增长六十年苦修之功的。 这里竟能发现一株,看样子还刚刚成熟不久,我们要是能拿到的话,造化可就真大了。 少傅两眼发亮的喃喃起来。 白袍少女和龙东目光闪动不已,显然也大为的动心。 炼须急丹药的主材料那是何种意义,恐怕连一般的炼须急修士本身都无缘得以采到的。 一般的拍卖会,更是别想会有人拍卖这等天地灵药的,顶多是高阶修士之间互相交换而已。 否则当日炼制化神后期丹药的真蝉灵血,就不会这般多人疯狂净拍了。 丹药效用从化神到炼须,虽然看似只是跨越了一个等阶而已,但两者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若是有修士拿着眼前,知龙果去找炼须急修士,对方绝对会欣喜若狂的拿出化神级丹药一大堆来换取此灵药的。 毕竟灵蛮荒界虽然天地灵物甚多,但一到了对化神有用的灵药仍然算是稀少,每一株的发现可就需要一定机缘的。 而有些灵药方一出现或成熟,就会招引来众多的强大存在,根本无法长时间存在的。 韩丽等人不是为寻找天才地宝进入蛮荒世界深处,但是仅仅不过数月功夫,就先是碰到雷归现世,接着又遇见这株之龙果,这等机缘已经绝对算得上是浮原深厚了。 常有高阶修士在蛮荒一待数十年,还丝毫有用收获没有的。 先看清楚下边情形吧。 白眉青年却冷哼一声道。 巨人是蛮荒巨人中的千木族巨人,不过其身上眼珠全都是银白色显然尚未成年。 那只蜥蜴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既然能让千木巨人如此忌惮,显然也非同小可的。 这两种怪物中的任何一只,恐怕都有炼虚出击的实力。 韩丽打量下面两只怪物半赏,缓缓地说道。 他在天渊城的日子里,可专门从房市中购买了一些和蛮荒世界有关的典籍,以备以后进入蛮荒之用。 故而一眼就认出了下方巨人种族,并冷静地做出了判断。 听到韩丽言语,以少傅和隆东等出身自然深知不假,但是放着眼前这种可能千年才得一见的灵物不取。 几人又怎会轻易舍得,互望几眼后,都不禁脸色阴沉下来。 就在这时,一阵温明之声从远处传来,韩丽等人一正地望了过去。 指剑声宣传出方向的天边处,献出七八只两丈长的巨残状巨虫,浑身发着五颜六色光芒,直奔他们这边极快飞来。 看样子来势不善的模样。 韩丽眉头一皱,但神念一探后,就马上神色如常了。 这些巨虫看着可怕,身上气息并没有多强,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多大威胁。 一旁的隆东几人同样没将这些虫子放进眼中,都准备一等这些虫子飞尽些,就将这些巨虫全都反手灭杀掉。 但让他们吓了一跳的一幕出现了。 这些巨虫离他们尚有百余杖距离,正好经过巨蜥上空时,突然蜥蜴大嘴微张一下,似乎什么东西一闪即逝地喷出。 气势汹汹而来的一只巨虫,诡异一闪后。 就此在空中消失不见了。 虫群顿时一阵大乱,剩余几只拳都在原地盘旋不定起来,同时口中发出了惊慕的尖鸣声。 但是此举却丝毫效果没有,下一刻,又一只巨虫丝毫征兆没有的不见了。 看到此幕,隆东和少傅等人都心中大领。 韩丽双目一眯下,瞳孔深处立刻有一丝蓝芒闪过。 在下一只巨虫消失的一瞬间,借助明清灵目神通,他终于看清楚了一切。 所谓的消失,竟然是从蜥蜴口中喷出一条近似透明的长蛇,已不可思议急速一下洞穿了巨虫的腹部。 然后将其一下卷进了下方的蜥蜴口中。 只是长蛇弹出速度实在快的让人难以置信,这才猛一剑下,给人一种巨虫凭空消失的诡异感觉。 转眼间,剩余的几只巨虫也一一被那蜥蜴吞入口中,然后此兽继续趴伏在地上一动不动起来了。 但韩丽丑向此兽的目光,自然有一丝骇然了。 这可能是一头变一股兽,否则他的攻击不会有这么惊人的。 看来凌云洲就是此兽用舌头击毁的。 笼东不知用了何种秘术竟也看清楚了巨蜥的长蛇攻击,深吸了一口气后,凝重的说道。 不过我们几人就在这里,这蜥蜴为什么没有攻击我们,反而将那几只虫子吞掉了。 白袍少女一偏头颅,仿佛有些不解。 这谁知道。 也许此兽嫌我们几人太小,根本不入他眼,或者这些巨虫正好是士奇爱吃的食物。 少傅淡淡一笑的回道。 白袍少女脸色动,似乎觉得真有几分这种可能。 废话不要多说了,支龙果大家恐怕都不想放弃吧。 此等机缘既然送到我等面前了,在下哪怕是孤身一人也绝对不愿放弃的。 白眉青年盯着巨草中的那串浆果,目中贪婪之色一闪而过的说道。 下面两个可是恋虚极的实力,李兄还真是胆子不小啊。 白袍少女却咯咯轻笑起来。 哼,若只是一只恋虚极存在,我说不定还真会掉头就走。 既然有两只在此,可就难说了。 白眉青年毫不动怒,反而冷然说道。 哦,李兄的意思是,少女马上就反应了过来。 不错。 这只变异古兽固然难缠,那未成年千目巨人也非同小可的。 两者争斗下来,多半是两败俱伤,或一死一亡的。 那时再出手,自然有些希望了。 龙东却扶长青笑道。 等他们动手。 那要等多久,也许石天月两个也不动手呢。 少妇却摇摇头。 这倒是一个麻烦。 我们自己也有重任在身的,无法在此滞留多久的。 龙东目光意外的在少女身上一扫,就不动声色的点点头。 就算事情在即,这点时间我们还是耗得起的。 这可是龙之果呀。 为此当个歇时间,又算什么。 白眉青年却完全一副对下面灵果是在必得的架势。 话不能这么说。 就算这两个恋虚极存在真的身负重伤,但拼死反噬之下,也不是我等能轻易经受住的,说不定就有道友因此陨落的。 以我之见,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继续赶路的好。 龙东虽然同样对之龙果动心之极,但是和心中另藏的一件大事相比又不算什么了,当然不愿冒什么风险了,此时惹出了什么意外来。 故而才会强安那中心中的其他心思,改口如此的说道。 此话有些道理。 切身想了想,也觉得我等出手夺宝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不要忘了,巨人一族可都是群居的,灵果已经成熟,巨人还和此蜥蜴如此僵持着,说不定是在等其他巨人的元首。 那只蜥蜴也没有主动攻击,应该也有其他的打算。 而我们这样等下去,一不小心说不定反而将自己搭进去的。 少傅戴眉紧皱的权衡了好一会儿。 也反对出乎了。 不管你们说什么,我是一定得到下面灵果的。 白袍少女听隆东和少傅的话语,竟红唇一动的站在了白眉青年一方。 此话一出口,不但少傅和隆东二人一正,白眉青年也大敢意外起来。 不过如此一来,两人同意,两人反对,僵持之下,顿时四人目光都不禁落到了韩力身上。 韩力心中叹了口气,无视四人的目光,单手摸了一摸下巴,沉吟了起来。 为了此等灵果,冒些风险倒是值得的。 但就像小仙子所说,不可能在此空耗太长时间的。 就算他们没有帮手,灵果也有可能将其他强大存在吸引来的。 必须在三天内出手才比较稳妥。 韩力淡淡的这般说了一句。 其余四人不禁面面相觑起来。 三天内就要出手,这不太可能吧。 小红身望了韩力一眼,缓缓的摇头。 白眉青年和少女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显然也觉得不太可能的。 让他们自己争斗,短时间内不太可能。 但我们若是在一旁另行设法的话,倒不是没有成功机会的。 比如说引开他们,或者激怒他们。 韩力轻笑了起来。 韩兄的意思是,笼东神色一动,有些明白韩力的意思了。 的确,如此做的话,倒真不用空等太长时间的。 白眉青年大喜起来。 引开的话不太容易。 但是激怒他们,让他们马上互相厮杀,倒不太难的。 白袍少女奄然一笑起来。 若真没有什么风险的话,切身倒可以同意的。 少妇一对眸子在韩力脸上一扫后,若有所思的改变了主意。 龙东却思量好一会儿后,才有些勉强的点点头。 好吧,既然几位道友都决定出手了,龙某也不好置身事外。 但计划一定要真的可行。 第1364章挑拨 这个秦龙道友放心,我等小命也是珍贵得很,不会贸然行动的。 白眉青年黑黑一笑。 那几位可心中有什么定夺了? 龙东问道。 我们可以暗自隐匿身形,从两侧分别偷袭下面的蜥蜴和巨人,让他们误会对方发动攻击,不就可以了。 白眉青年似乎思量过此方面事情,不加思索的说道。 说的倒是简单,但下感两个家伙不知道神识有多强大,隐匿之法万一被看破,出手道友岂不是马上就要身处险境? 不太稳妥吧? 少傅略意沉吟,摇了摇头。 若说隐匿之术,小妹手中有两张空名符,只要全力催动下,一般练须中期以下修饰都不易看穿的。 小妹倒可以贡献出来的。 白袍少女嘴唇一抿的轻笑道。 空名符,那可是银颗灵符的一种。 对付这两个东西,的确有效的。 不过为了保险,我等开始无需真身出手。 在下手中还有两只银交傀儡,每一只都可当原因修饰使用。 将符露贴在傀儡身上,让他们出手就是。 这样更稳妥一些了。 笼东神色一动,大喜说道。 此法甚好。 就算傀儡没有成功,我们也不妨将人分为两组,两两的现身将他们吸引牵制住。 然后留下一名顿数快的道友隐秘一旁,看准时机出手,趁机摘取灵果而走。 只要灵果一到手,大家马上就施展秘术顿开。 这两个东西也许实力可比你练须修饰,但我们一心想逃的话,想来他们还无法阻拦的。 只是出手夺取灵果的道友,必须身法极快才可。 否则以这那变异蜥蜥长蛇的喷吐速度,可是危险之极的。 小红眼珠微转下,也这般说道。 小仙子之言有理。 只是出手取果之人危险极大,并且还要我等放心他不会取宝后就马上逃走才可。 否则此法无法施行的。 白眉青年目中寒光一闪。 的确有些棘手,不知在场哪位道友愿意当这最后出手之人。 取宝之后,我等还要重新汇聚才可。 当然,此位道友也得说出让我等放心的方法来。 白袍少女悠悠地说道。 一听少女此话,其他四人面露古怪之色起来。 就像少女所说,无论谁最后取摘取那串龙之果,恐怕都要抵挡两只怪物的暴怒拦截一击。 危险之大不用说了,谁又能放心他人独自拿着如此珍惜灵药而走。 这等两难事情,真是让人难以解决的。 诸位道友若是不嫌弃的话,在下愿意当这最后出手之人。 韩力忽然一笑说道。 韩道友,你不过化神中期,不觉太危险了吗? 拢东眼角一动,反对的说道。 不错,韩兄修位的确差了一点。 白眉青年打亮了韩力两眼,也连连摇头。 韩某虽然修为不够,但身上还有一件接近灵宝的顶阶顺仪宝物,并且在下地功法有些奇特。 在保命上还有几分自信的。 韩力威然一笑,毫不在意的样子。 哦,韩兄既然如此自信,交给你倒也不可。 但是韩兄如何让我等相信,拿到灵果后不会逃之夭夭的。 拢东声音一沉。 这个,在下还真没有什么好方法。 但若是几位都觉得在下不合适的话,也可以毛遂自荐,尽管担任此重任的。 在下也是无所谓的。 韩力打了个哈哈,似笑非笑的说道。 听到韩力此话,其他人不经一证。 虽然众人都想得饱,但也没有谁真想担当在两名恋须即存在下虎口夺食之人。 一个不小心,真可能身负重伤的,甚至陨落而亡的危险也有的。 韩兄若是愿意让我下尽致,小妹倒没有什么意见的。 白袍少女直接说道。 不错,在下也有此意。 小红凝望了韩力一会儿,也同样说道。 笼东和白眉青年互望一眼,倒没有说什么。 在身上下尽致,当然可以。 但是诸位道友必须让在下同样重下尽致才可。 一听到尽致之言,韩力面色微微一变,但随即冷笑的说道。 哼,万一你举宝不成,出了什么意外? 我等岂不是要陪你一起倒霉? 白眉青年闻言,冷哼一声。 嘿嘿,这也正是韩某的顾虑。 韩力不客气的回道。 其实就算这几人真答应此条件,他十有八九也不会真同意的。 以前和冰凤互下禁制,若得法力被禁元英被毁的可怕后果,他可还心有余悸的,怎会愿意轻易重蹈覆辙的。 一听韩力之言,笼东等人又相是苦笑起来。 这样吧,阁下若有留下什么抵押物,我等也可相信你的。 比如说,阁下将本命法宝赞交我等手中。 再被仲下追踪标记。 如此的话,我等倒也不惧道友争取宝而逃的。 白袍少女眨了眨黑白分明的大眼后,突然面露一丝角色的说道。 本命法宝仲下标示。 这种方法,韩某倒可以接受的。 不过我等要互相下标记。 一惠尔隐匿行迹行动之时,在下也可知道诸位道友的所在。 嘿嘿,若是隆兄的两只银交傀儡有效的话。 说不定就无需在下冒险了。 韩力沉吟了好一会儿,才神色一缓地点点头。 护肿标记。 隆东和少傅等人心中一动,互望了几眼,终于缓缓地点点头。 看来也只有此法最可行了。 当然这也是韩力指示化神中期修为,看起来是几人中最弱的样子,不怕他真的卷宝而逃。 当即几人再详细商议了一番,终于确定下来计划的具体步骤。 韩力一张口,喷出了四道数寸长金芒,围绕其身躯略异盘旋后,化为四口金灿灿小剑,纷纷落到了其他四人手中。 隆东几人也不客气,当即或施展秘术,或直接贴上俘虏,禁止住了手中小剑,灵光一闪地各自收进了储物灼中。 然后这四人又分别从指尖上喷出一团颜色各异的光点,一闪即适地没入了韩力身体中。 韩力早一步就用神识仔细检查过这些光点,的确只是精纯灵力所化。 不含其他禁之后,才放心地让他们存在身体中。 随后韩力同样施法,也放出四团青光没入笼东四人身中。 如此一来,几人都心中一松起来。 接着又互相低语了几句后,他们就一哄而散,化为一道道顿光朝四面八方积涉而走。 韩力所化青红,一口气顿出了数千里后,才顿光一脸地重新现出身形来。 他悬浮在半空中,四周略意扫尸后,就轻轻闭上双目,将神念缓缓放出。 附近并没有丝毫异常,自身也没有被监视的感觉后,他就双目骤睁,两手一掐绝。 顿时背后雷鸣声一起,一对清白语斥浮现而出,接着单手一翻转,一张紫色符禄浮现而出,证实那张太一化轻浮。 在两个练须级的存在眼皮底下夺宝,他可不敢有丝毫大意,自然将此符禄取出来了。 将符禄往身上一贴,在一团紫光和银色符纹闪动中,韩力在原地随风不见了。 虚空化的他,腾空原路而回。 虽然顿速没有来时那般奇怪,但是也绝不能说慢,片刻功夫后,韩力再次出现在了原来的所在。 那头巨大蜥蜴和切目巨人仍然在那僵持着一动不动。 单凭肉眼,自然无法察觉其他几人的所在。 故而韩力轻吐一口气,心中法觉一催,顿时神识感应到了自己所下标记的位置。 其他人果然也回到了附近,和他一般的纷纷悬浮在高空中。 两人在巨大蜥蜴上空,另外两人则在切目巨人身后位置。 几人隐匿之处也不同寻常,不敢硬标记下,以韩力神识也无法发现什么。 另外,笼东口中的两只银骄傀儡,他竟然也未发现丝毫踪影。 不知是那空名符真的神妙至此,还是尚未被释放出来。 韩力心念急转,但双目不眨一下地注视着下方。 附近的一切都平静异常起来,给人一种暴风雨来临前的诡异感觉。 足足一顿饭功夫过去了,仍然丝毫变化没有。 韩力面无表情,但心中却有些不耐起来。 似乎约定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就在这时,巨蜥蜴似乎觉得一只巨爪有些不太舒服,下意识地稍微抬起一下,但马上就再次落下。 可就在此找落下的这一瞬间,忽然巨爪下方的泥土中荧光一闪,随即一捧银丝击射而出,直奔对面的切目巨人而去。 看起来,竟然仿佛是蜥蜴暗中用自己的爪子发动了一击一般。 正单手扛着巨棒的巨人一正,随即大幕的口中一声低吼,身前黑影一闪,狂风大作,竟然一巴掌就将碰到身前的那些银丝一扇击灭。 但几乎与此同时,切目巨人大手下方一个模糊异常的东西一闪而过,随即一道碗口粗银色光柱从虚空中喷出,速度之快,瞬间就到了蜥蜴巨大头颅之前。 蜥蜴伸绿双目一翻,头上的赤红双角光芒一闪,同样一道赤红光柱喷出。 轰的一声巨响后,两道光柱方一接触,竟然同归于尽的溃散消失。 但随后蜥蜴仰手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吼,四肢一用力,原本趴伏在地上的庞大身躯一下站了起来。 其大口一张,露出了满嘴的森然獠牙。 第1365章 强果 对面巨人脸上暴月之色一闪,单手一动,肩上乌黑大棒顿时握在手中,身上眼珠光芒大放,竟然一闪一闪地眨动起来。 如此多眼珠身体上同时活动,任谁见了不禁毛骨悚然。 韩力在空中见此,却心中一喜,平住了呼吸。 只要下面两个家伙真动起手来,他们此行自然变得简单异常了。 砰的一声,蜥蜴一张嘴,一道赤色红影射出,随之聚找下泥土中一团银芒爆裂开来。 赤影一收,一团被冻穿了身体的古怪东西从土中一带而出,重重地掉落到了地上。 韩力一领,凝神细望,才发现这是一件交手人身的银色傀儡。 只是此傀儡被那巨蜥恐怖的长蛇一下洞穿了最核心的部分,当即小半身体自爆开来,已成一堆破铜烂铁。 看来此傀儡在动手的一刹那间,还是暴露了行迹,被那巨蜥发现击毁掉了。 对面千目巨人虽然神志不高,但见此也未知一棱,随即身上眼球一转动后,一闪下,无数道黑丝从眼中喷射而出。 又一声轰鸣传来,隐匿在巨人身下的另一只傀儡同时被七八道黑线洞穿而过。 这些黑线不知道是何物,撕下以后,就将数丈高的傀儡切割得七零八落,似乎无间不摧的样子。 看到此幕,韩力倒吸一口凉气,目光闪动不已。 看来此行危险,似乎还远超他的预料之外。 不过灵芝果关系到以后练须集灵药的来源,就算风险再大,他说不得也只有硬着头皮冒一次险了。 毕竟只要有了此灵药的种子,他就可以无限催生的。 心中如此思量着,韩力又静心下来了。 巨人则口中发出几声示威的哼哼后,将大棒再次放到了尖头之上。 巨蜥毫无感情的凝望了巨人一眼,身躯一动,再次徐徐爬伏在了地上。 两只庞然巨物,竟再次回到了先前的僵持上。 不过,韩力反死死盯住了下方,不敢有丝毫分神的样子。 既然傀儡无效,按照原先的约定,龙东等人应该联手设法吸引巨蜥和巨人离开附近,好给他创造取果的机会了。 果然只是几个呼吸间的功夫,巨蜥头上一阵悦耳的琵琶声传来,接着一圈圈黄环从空中浮现,直往下方巨蜥头顶罩去。 同时白光一闪,两只白金短戈浮现,一晃后,两道巨大白红蛟龙出水般的从空中狂斩而下。 几乎以此同时,两道人影在数十丈高空浮现而出,正是白袍少女和龙东。 不过少女单手轻弹着那件仿制灵宝琵琶,而龙东却神色凝重的驱动着两件宝物。 巨蜥别看着身体庞大,但是动作却灵活无比,在空中攻击出现的那一瞬间,立刻滴吼一声的马上站立起来,头上赤红怪角红光一闪,突然飞出一片红霞,滴溜溜一转下,竟同时拖住了黄色光环和两道白红。 接着巨蜥背上绿光闪动,扑扑的破空声大响,一片持续长硬毛化为翠芒往空中击射出去,同时巨大的尾巴在原地一晃,就只留下一片残影的骤然消失了。 下一刻,二十余丈长的巨蜥尾巴,不知道为何的一下出现在了少女和龙东一侧,恶狠狠的一扫过去,尚未真的扫到,恶风骤然大起了,一下将两人都卷入了其中。 此巨蜥不愧是变异股兽,一受到攻击,发动的反击简直狂风暴雨般犀利无比。 虽然知道巨蜥肯定不好对付,白袍少女和龙东也都吓了一大跳。 好在二人根本无意和此兽硬拼什么。 当即少女手一扬,一张金服射出,化为一团金光将其包裹在其中,然后鬼魅般的一晃不见了,直接在三十余帐外另一处地方诡异的出现。 龙东却口中发出一阵龙吟长啸,身上一下浮现一套黄蒙蒙战甲出来,此战甲浑身都是金属般鳞片,连头带四肢都照得风雨不透,背后还有一对巨大铜翅。 双翅一动下,一连串的残影顿时在空中浮现而出,远远望去仿佛无数道人影密密麻麻的遍布小半个天空,声势惊人异常。 无论那一片绿芒还是巨蜥之尾,在两人如此诡异顿树下,全都一扫而空了。 不过,这二人在空中也绝不敢停顿片刻,因为那些翠芒一个盘旋竟然仿佛通灵般的紧追二人身后不放,巨尾则在一阵一忙后,竟开始忽隐忽现的半隐形起来,带起一股股飓风同样紧追二人不放。 一时间,巨蜥和二人追逐的不亦乐乎。 巨蜥纵然大半心神被二人吸引,但仍有小半注意力仍时刻注意着千眼巨人这位大敌的动向,生怕对方趁此夺了灵果,但一看之下倒也放心了几分。 原来对面的巨人,在蜥蜴和空中二人一动手的瞬间,同样有两人出现在身后高空中。 一人双手一搓,在一阳,顿时密密麻麻的黑色火球蜂拥而来,另一个则直接冲这边虚空一抓,一只乌黑发亮的巨爪就浮现在巨人头顶上,狠狠的一抓而下。 轰隆隆之声传来,巨人竟似乎没有反应过来,被众火球结结实实的击在身上,同时黑色巨爪也抓到了巨人天灵盖上。 这少傅和白眉青年先是一愣,随即大喜起来。 但是接下来一幕,马上让两人笑容凝至了。 黑色火焰中突然传来巨人一声怒急的大吼,随即身上银白色眼珠低溜溜的急转起来,顿时一股无形之力凭空产生,附在其身上那些黑焰镜纷纷被这些眼珠一吸而入,瞬间就消失的一干二净了。 至于白眉青年用神通幻化的巨爪,似乎也没损伤到巨人分毫。 这只千目巨人仿佛对此根本不在意,只是单手反手往头上随意一拍,就将那巨爪拍得灰飞湮灭了。 如此神通,自然让少傅和白眉青年心中大沉。 不过,他们的攻击显然已经激怒了这个巨大的怪物。 巨人面上凝色显露,在吼声中,身上银色眼珠在意吸收完黑焰后,马上冲空中二人一翻转,凝望了过去。 在黑色一芒闪动中,密密麻麻的黑色光丝喷射而出,将二人都照在了其中。 少傅和白眉青年都见过刚才黑色光丝的厉害,一见此景脸色均都大变,哪敢让他们触及自己分毫。 当即一人掏出一物往身下一抛,顿时化为一只青色光缩,身形一晃进入了其中,马上一闪的击射而出。 另一人则马上一滚,化为一只通体紫黑的杖许大巨鹰,双翅一斩下,同样的瞬移闪开。 显然这二妖也一开始就打着躲避拖延的打算,丝毫没有硬汉巨人的意思。 一时间笼东和少傅四人全都灵力狂催,在巨蜥和巨人上空四下飞窜,显而显之的躲避着两者惊人的攻击,并不时的也抽空反击一两下,引得两只庞然大物吼声不断。 但是巨蜥和巨人尽管赶苍蝇般的攻击不停,但是偏偏待在原地一动不动,谁也没有一动去追四人的意思。 否则以四人纵然顿数惊人,但也绝不可能真在练虚极怪物的狂攻下支持多久的。 如今四人只要一遇到危险,立刻瞬移出极远之处,就可喘上一口气。 如此一来,他们也可勉强围着巨蜥和巨人缠斗不已的。 但如此做的结果,自然让两只怪物暴跳如雷。 可四人都滑不溜手,他们又死死不愿意离开灵果分毫,竟然还真成了僵持之举。 随着四人挑斗的成功,巨蜥和巨人的注意力渐渐落在了四人身上,留在灵果上的注意力,自然不足十之一二了。 在这种情形下,韩力身形却正在悄然的朝下方徐徐飘落而下,以其虚空化的身躯,纵然两只恋虚极怪物也根本无法发现分毫的,这也是韩力敢接下此任务的最大依仗。 纵然如此,韩力也是小心之急,大气也不敢喘上一下的。 眼看自己身形从百丈,七八十丈,三四十丈,十余丈的慢慢向下面的那串之龙果靠近,心自然也提了上去。 毫无疑问,在他摘取灵果的一瞬间,身躯自然无法保持隐匿状态,同时巨蜥和巨人也会马上发现自己。 他下面做的,就是如何才能保住自己的小命了。 身形轻弱无误的停在了离灵果近在咫尺的地方,不但鼻中闻到了灵果隐隐散发的清香,甚至连果皮下的那一条条小胶也都看得一清二楚。 韩力并未急着动手摘果,而是单手往储物灼中一幅,顿时手中多出了几样东西来。 韩力抿了抿嘴唇,突然双手一搓,再冲两侧一扬,数颗银灿灿圆球同时冲两个巨物击射而去。 接着闪电般的单手往身前一抓,那串鲜艳欲滴的灵果就瞬间不见了。 随即身形暴露出来的他,背后双翅一斩,人就在雷鸣中一晃。 两声惊天动地的巨吼传来,一道赤影和数道黑丝几乎在同一时间,以难以置信的速度从附近虚空中射出,一下洞穿了韩力的身体。 但是马上韩力溃散消失,竟然只是一道残影而已。 他本体康康提前一点的瞬移了出去。 轰轰的几声巨响传来,数个亩许大的银色电团在两侧一下浮现,无数道碗口粗的电弧在其中狂闪弹射不停,甚至引得附近飓风冲天而起,雷鸣爆裂声连绵不绝,仿佛将一切淹没进了其中。 声势之大,仿佛天崩地裂一般。 第1366章 分裹 正是韩力把自己炼制的雷珠,一口气扔出了四颗。 这些雷珠经过雷纹之术凝练过后,几乎每一颗都相当于炼虚期修饰的权力一击,再加上本身又是雷电之力,故而才能有这般惊人威力。 现在看来此举还真的没有做错。 若非用此宝暂时拦阻一下巨蜥和切木巨人,恐怕他即使瞬移顿走,下一刻也根本无法脱身的。 见到雷果被人偷走后的巨蜥和切木巨人,显然暴跳如雷,但却被雷珠之力一时间死死的困在了原地。 见到雷团如此威力,龙东和少傅等人也吓了一大跳,但随即大喜的也纷纷施展顿术击射而逃。 同时又在途中施展隐秘顿术,将身形顿光遮蔽起来。 原地除了雷团和里面传出的巨吼外,瞬间空无一人起来。 韩力更是将背后的风雷翅催动到了极点,接连狂闪几下后,就已出现在了天边处。 为了保险起见,韩力甚至口吐一口惊血,施展出了邪影盾秘术,一瞬间后就从附近消失的无影无踪。 如此一来,废了九牛二之力脱困的巨蜥和巨人,一见所有人全都踪影全无纵然口中怒吼之声连天,却根本无法追击韩力了。 数个时辰后,远在数万里外的一座石山的峰顶处,一声沉闷雷鸣后,韩力在青白色电弧缠绕中,在空中现行而出。 他转手朝身后处扫了一眼,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此行虽然凶险了些,还耗费了一点元气,但总算灵果到手了。 但为了小心起见,韩力放出神念在石山附近细细搜索一下,并没有什么异常后,才身形一坠,落到了山头之上。 他单手一翻转,先取出一个玉瓶,从中倒出两颗赤红色丹丸,随手倒入口中。 虽然他的斜影顿指催动了一下,但是身处险地,还是先服下灵丹,弥补亏损的一点元气为妙。 丹药入口即化,随即一股清凉之气在经脉各处流转。 韩力神色一松,这才单手又是一动,一个晶莹如冰的玉霞浮现在了手中。 将盖子轻轻打开,露出一串紫色浆果,每一颗都有拳头大小,鲜艳异常。 他眼也不眨地打量着灵果,忽然用两根手指将其中一颗灵果轻轻加起,仔细打量了起来。 半晌后,韩力才长吐了一口气。 不错,的确是织龙果不假。 这种灵果是炼虚级灵药中,少数几种遗留种子,加以反复催熟的灵药。 是他早就留心的灵药之一。 否则他又怎会甘冒此奇险的。 如今灵药到手,韩力嘴角泛起了一丝微笑来。 只要再寻到另外一种叫腾云焦的奇物,两者和一再配以其他辅助药物,就可以炼制出让炼虚修士也垂涎三尺的腾龙丹了。 韩力心中暗暗思量着,目中不禁闪过了兴奋之色。 但就在这时,他眉头一皱,忽然扭手朝某方向天边望了一眼,神色有转眼间恢复了平静。 结果片刻后,从天边传来了破空之声,一道白红击射而来。 几个闪动后,白红骤然间到了韩力头顶处。 光芒一脸后,现出了一名年轻男子。 正是隆东。 此刻,他身上的那套黄色灵甲已经无影无踪,但是目光在韩力手中灵果上一扫后,现出了大喜之色。 哈哈,韩道友果然顿数惊人,竟真将此物安然带到了这里。 让在下看看,此果是否真是知龙果。 血智青年口中说着,身形一晃,就落到了山峰之上,想要靠近过来的样子。 龙兄不用着急,还是等其他道友来了,再细看也不值得。 韩力淡淡一笑,手中灵光一闪,玉霞就此消失不见了。 啊,韩道友说的也是,倒是龙某有些心急了。 龙东闻言面色一变,目中一丝不易察觉兄弟闪过,但随即想起了什么,又神色如常了。 于是他含笑走开几步,在离韩力拾蛇战外的一处山石上,从容的盘膝坐下。 韩力则站在原处,倒背双手的静等其他人。 在等了一顿饭功夫后,白眉青年和少妇联金而来,一听到韩力争取到了灵果,同样欣喜若狂。 不过在所有人都到其前,他们同样只能按捺住心头兴奋,在一旁静坐下来,静等最后一人的到来。 足足等了一刻钟之久,所有人心中都有些嘀咕,而龙东脸色已经微变的情况下,才见天边一团金光激射而来,一个盘旋后,停在了众人上空。 不好意思,让诸位倒有久等了。 小妹路过一片密林时,无意中发现了一颗万年的碧灵木,多花费了些手脚,才将其连根拔起的。 白袍少女笑吟吟的说道,随即顿光一闪,也落了下来。 万年碧灵木。 那可是上家的木属性炼器材料,道有倒是福元不小吗? 小红有些惊讶起来。 哥哥,小姐姐真是说笑了。 和之龙果相比,区区一剪碧灵木又算什么? 韩兄,灵果应该到手了吧? 白袍少女轻笑一声,眸光一转下,落到了韩力身上。 的确到手了,诸位倒有可以先过目一下。 韩力不动声色的点点头,单手往储物灼上一幅,玉霞再次浮现,并将盖子打开,用手轻轻拖起。 闻着淡淡的清香,所有人目光刷的一下,都凝聚到了这一串灵果之上了,竖道神念围着灵果仔细辨认起来。 应该不假的,真的是那灵药。 小红面上喜色一闪,最先做出了判断。 片刻后,其余几人将神念收了过去,纷纷点点头,露出了满意之色。 好了,既然东西不假,我们几人就将它分了吧。 不过这一串龙之果大概有六枚之多,我等就算一人一枚的话,还有一颗不好分的。 韩力扫过玉霞一眼,平静的回道。 听到韩力此话,其他人心中都眉头一皱。 六枚灵果的确不太好分,不过此事暂时放后,先将每人应得的一枚分了再说吧。 白眉青年却有些不耐了。 李兄所说即是。 韩道有,先把其他灵果分给我等吧。 小红也笑隐隐地同意道。 隆东和白袍少女自然更没有什么意见。 韩力见此,淡淡一笑。 他单手托着玉霞,一晃地先到了小红妖女跟前,两根手指轻轻一提,就以其中一枚枝龙果摘下,夹给了对面的少妇。 少妇大喜,立刻取出一个木盒,想去接此灵果。 但韩力却夹着灵果并未松手,只是大有深意冲此女含笑不语。 少妇微微一震,但马上就恍然起来。 当即香袖一甩,一口贴着两张福禄的金色小剑出现在了手中,将福禄一丝,直接扔了过来。 正是韩力的轻竹风云剑。 韩力张口一吸,小剑就化为一道金光没入了口中。 同时手指一松,那颗灵果也稳稳地落在了少妇的幕盒中。 在小红一脸喜色地检查到手灵果之时,韩力已经又一晃地到了另一边,将另一枚灵果递给了白眉青年身前。 这位妖羞见过刚才的一幕,哪还不知道要如何做。 不等韩力说话,就同样将另外一口小剑解除了尽致,也抛给了韩力。 如此这般,一转眼的功夫,韩力手中就只剩下了两枚灵果。 韩力将其中一枚自行收好后,就将玉盒往众人中间的地面上移放,自己站到一旁冷眼旁观起来。 对他来说,这种灵药只要一枚也就够了,再多对他也没啥大用的。 但他这般拾去的举动,让少妇等人一愣,望向他的目光不禁柔和了许多。 现在还剩下一枚灵果,不如我等竞价如何。 谁出的灵石多,此灵果就归谁所有。 竞价的灵石,再让其他道友均分一下就可了。 笼东倾咳了一声,提议起来。 哼,笼道友这个如意算盘未免打得太好了吧。 谁不知道,你们笼家才大气粗,我等四人加起来,身上带的灵石恐怕都没有阁下多吧。 白眉青年冷哼了一声,脸色一沉的拒绝道。 哦,那道友可有什么好主意。 血智青本道也没有动物,反而微笑的问道。 想要此果的人,当然是以物换物了。 不管是灵丹,还是材料,只要拿出来的东西够其余之人来分,并且价值也差不多,这才能拿走这最后一枚灵果。 几位觉得妾身之言有理吗? 小红手指一幅额前青丝,妩媚一笑起来。 白眉青年文言,连连的点头。 白袍少女歪头想了想,也眼珠微转的表示同意。 韩丽更是没有反对的意思。 小仙子之言也有道理,那就依仙子之言吧。 隆东虽然心中不愿,但见其余四人都赞同此法,也是能勉强一笑的同意了。 一个时辰后,一只十余丈长的青色飞车,出现在石山高空,然后一颤之下,化为一道青光奔远方机设顿出。 几个呼吸的功夫,此飞车就出现在了数百丈外的地方,在狂闪击下,就此消失的无影无踪。 韩丽坐在飞车靠后的地方,单手把玩着一小节青翠原木。 此木只有持续来长,但表面晶莹,通体散发着淡淡灵光,仔细端向下,里面还隐隐有一些银色灵丝在闪动不已。 碧灵木,这东西催熟的时间长些,说不定还真能有些大用的。 韩丽心无波澜的想道。 第1367章小城 最后一颗灵果,竟然意外落到了白袍少女手中。 此女倒也干脆,一口气从自己身上掏出数目惊人的珍惜材料,并按价值分成了四分,让众人随便挑选。 少女出手如此大方,即使笼东和黑凤族的少妇也自问无法拿出同等材料来,只能满心不甘的将灵果让给了少女。 这一小节万年碧灵木,就是韩丽选取的材料之一。 此木轻弱无物,水火不侵,是最适合在上面明印法阵的材料之一,并且随着年份的增加,还可以具有一定的五行防护能力。 故而此木一般都是用来炼制大型法器之用,是灵舟、飞缩、售车等法器的最佳炼制材料。 韩丽把玩了一会儿手中的灵木,就将其收了起来,然后抬手四下望了一眼。 这辆飞车是笼东拿出来的,虽然舒适和隐匿程度比不上先前的灵云舟,但是飞行速度却又在其上的。 话说回来了,碰上强大的鼓授后,灵云舟的隐匿阵法恐怕也起不上多大作用的。 如此的话,还不如用这艘较快些的飞车,更加合适一些的。 碰到些小麻烦的话,凭借此车的速度直接甩开就是了。 此刻这艘飞车在高空中化为一道淡淡的轻盈,以惊人的顿速前进着。 而其余几人,除了正在操纵飞车的笼东外,全都坐在飞车角落中静静不语着。 韩丽目光一收,忽然落到了附近的白袍少女身上,双目不禁微眯了一下。 要说他们这一行人中,他最忌讳和摸不透之人,就是这位看起来和自己修为一般的女子。 此女看似年纪又小些,并且说话言语间也好像简单异常,但是已将大眼觉修炼到极点的韩丽,神觉灵感早已灵敏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总觉得此女是四人给自己压力最大之人。 甚至比那所谓的真灵世家的血质青年,都要神秘几分的样子。 韩丽正暗自思量的时候,盘坐在另一角中,正闭目的少女,忽然一睁双目,正好和韩丽目光对到了一起。 韩丽心中一领,尚未来的极坐和反应时,少女却嘴巴一泯的轻笑一声。 韩丽有些尴尬的打了个哈哈,立即将脸庞转了过去。 如此一来,她倒并未看到少女目中突然闪过一丝玩味之色。 接下来的半个月中,她们行程变得出奇顺利,竟丝毫麻烦都没有再遇上。 这倒让隆东和少傅君暗自松了一口气,心中期盼下半行程就像眼下这般顺利。 再过数日后,四周景色一变,前面出现一片黄澄澄的沙漠,一股炙热之风迎头吹来。 沙漠,难道我们已经到了南庚一线天了? 白眉青年墓中闪过亚瑟。 不错,这里的确是南庚大沙漠,也是通向墓族最容易过的一条路。 隆东声音凝重了下来。 早就听人说起过此处了。 难道真相传闻那般,无法绕过此沙漠? 这里可是经常有墓族和影族之人出没的,还是太危险了一些? 少傅四下瞅了一眼,带眉一皱起来。 小仙子,这里虽然环境恶劣了一些,但可比其余两条道安稳多了。 至于绕过去,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片沙漠两侧。 一边是有名的太寿山脉,里面高阶古兽无数,就是炼须修士进入其中,也多半是有去无回的。 另一侧却是更加凶险的胶渊大峡谷,里面可盘踞着上百条炼须以上的恶胶,和体七的胶王都有数十条的。 更别说那些修为更低下歇的胶龙了。 无论我等两族还是一族,都不愿轻易招惹这伙恶胶的。 我等几名化神修士,如何赶过去? 这三片区域极大,在远些的地方我等要折腾免许时间,才能绕过的。 现在大战随时都可能爆发,天渊城不可能让我等拖如此长时间的。 垄冬苦笑的解释了两句。 原来如此。 不过我也听说,此沙均似乎还是两族的一个试炼之地。 白袍少女突然插嘴了。 我出发前,族中长辈倒也这般叮嘱过的。 白眉青年同样变得小心起来。 若是如此的话,下面还是不要乘此飞车了。 他目标大大了一些,实在有些惹眼了。 我等还是隐匿身形前进吧。 估计即使一切顺利,也要越许时间才能真的通过此沙漠的。 垄冬略意思量下,如此的说道。 就依道友之言。 少傅想了一想,和白眉青年交换一下眼色后,就同意了。 在下也没有意见。 不过乘坐此飞车的确有些太惹眼了。 韩丽也一笑的说道。 只有白袍少女露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于是几人一定后,纷纷顿出了飞车,让雪智青年将法器一收,一行人就施法隐匿了身形,小心的进入了沙漠之中。 深入沙漠没有多久,韩丽就赶到了此沙漠异常。 温度实在太高了,远胜韩丽以前多见的其他沙漠。 即使他在低空中飞行,仍能感受到地面上散发的阵阵高温,仿佛并非身在沙漠上空,而是身处巨大火伤口之上。 韩丽抬手看了看高空中七个闪闪发光的骄阳,又低手看了一下地面,单手向下一扬,顿时一枚冰锥击射而下。 结果此冰锥尚未射到地面上,就在高温中化为一团白气,溃散消失了。 看到此目,韩丽轻叹了口气。 韩道有,你还不知道吧? 这囊垫大沙漠下面,原本可是一大片火山口的。 身旁白光一闪,白袍少女净现行出现在了一旁,笑吟吟的说道。 是吗? 在下对此还真不太清楚的。 韩丽不动声色的回道。 据说当年一只身具风土双属性的天缝,和居住在这片火山下的一只真灵级的火鳄,在此大战了一跃有余, 硬生生的凭借神通招来无尽风沙,将这片火山全都淹没其下,这才形成这片大沙漠的。 少女似乎对此非常清楚,悠然的说道。 我说此沙漠怎么如此诡异呢? 原来如此。 不过真灵级存在的神通,实在大让人难以置信。 韩丽喃喃一句,既像在回答少女所问,又像在自言自语。 是啊,我等人族修士就算修炼到了大成境界,也许可以和一般真灵争斗一下,但是遇到了真龙天凤这等真灵级中的强大存在,还是同样只能仰视的。 真不知一个人若掌握到真灵级的神通,会是何等滋味? 少女倾笑一声,竟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来,然后不再理会韩丽,顿光一闪的到了前面。 韩丽望着少女的背影,脸上一丝异样闪过,但随即神色恢复如常的,只是闷头赶路了。 十余日后,韩丽等人在低空中继续飞顿着,即使他们都是化神修为,但在如此高温下连赶路如此长时间,也都有些疲倦了。 再赶半天路,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走在最前面的笼东,牛手对众人说了这么一句话。 嗯,的确要稍微休息下,恢复下法力了。 少妇点点头,话语里同样有一丝倦意的样子。 咦,那是什么? 一侧忽然传来一声低呼,满是吃惊之色。 听声音正是白眉青年。 韩丽闻言,下意识地随之望了过去。 结果远处空荡荡的,哪有丝毫东西? 眉梢一挑下,一股庞大神念马上扫了过去,结果脸上马上流露出了怪异之色。 这时隆东等人也用神念探了过去,所有人的表情竟都和韩丽差不多,同样的古怪起来。 这里竟然有城镇,还有我们人族。 我等都没有看错吧? 韩丽声音有些怪怪的。 方才众人神念扫过后,在离他们数十里远的地方,赫然出现一个不小的绿洲,在绿洲中竟有一个半村半镇的小城,里面有不少人族和修士的样子。 这里如此偏僻,离一族如此之近。 怎可能真有我们人族,不会有什么不妥吧? 少傅眼珠一动,怀疑了起来。 隆东听了这话,眉梢一挑,脸色阴晴不定下并没有马上接口。 让我用化身潜伏过去看看再说吧。 白眉青年望着绿洲所在方向,突然这般说道。 随后青年单手往脑后一摸,一道虚影一闪,一只只许大的小鹰破空而出,通体乌黑发亮,一个盘旋后就直奔远处小城飞去。 白眉青年双目闭上,神念和小鹰彻底联系到了一起,以防出什么意外。 少傅和隆东互望一眼后,似乎也觉得应该查清楚一下比较好,并未出言拦阻白眉青年的此举。 韩丽仰手望着小城方向,心中同样大为的疑惑。 白袍少女也大感兴趣的望着远处不语。 那小鹰顿速奇快,一来一回不过一盏茶功夫。 当紫鹰一晃的再次没入白眉青年脑勺后,青年睁开了双目。 没有错,小城里的的确是你们人族不假,里面还有不少高阶修士,化神七的就有七八位之多,练须七的倒是在外面没有看见。 白眉青年肯定的说道。 一听这话,其他人自然都是一脸的诧异。 不用管什么城市,我们按原来计划行动就走了。 无需节外生枝的。 韩丽淡淡的开口了。 这样做不好吧。 此事实在有些蹊跷,说不定沙漠中出了什么大事,我等还是仔细询问清楚,再继续前进的好。 省得一头扎进什么危险中去了。 龙东却摇摇头的说道。 第1368章 魔影在线 听到龙东之言,韩丽眼中晶光一闪,但没有说什么,少妇和白眉青年交换了一下眼色,似乎觉得有理,没有开口反对。 倒是白袍少女眨了眨眉目,忽然开口了。 这种地方还有其他修士出现,实在有些诡异,我们还是赶路要紧,别自找麻烦了。 就是因为有些异常,才要弄清楚这些人出现在此地的缘由。 大不了我等不进入城中,只在城外打听一下。 万一真遇到什么变故,也无需惧怕什么的。 李兄刚才不是说了吗,城中没有练须级以上的修士。 再走数日,我等就要进入一线天众了。 那边环境极其险恶,若还有其他什么不知名凶险在附近出现,我们真会全陨落在里边的。 万事还是小心为上。 隆东神色一动,淡响了一会儿,仍然摇摇头。 听隆兄这么一说,倒还真有几分可能的。 这样吧,我们再远远观察一番,先别惊动里面的修士。 真没有问题后,再现身也不迟的。 小红提了一个折中建议。 这样也好,更稳妥些的。 隆东似乎也觉得少傅此法不错,点了点头。 韩丽摸了摸下巴,白袍少女则嫣然一笑,两人都没有再开口了。 于是几人方向一变,将顿光再次隐匿起来,无声无息的向小城方向而去。 以几人修为,虽然已经将顿速放慢了不少,但数百里的距离,仍然片刻功夫就到了。 远处地面上出现一点绿色,稍微再近了一些后,就看清楚一些了。 竟真是一个面积不小的绿洲,四周不但总有一些低矮的灌木,中心还有一处方圆树里的湖泊。 而在湖泊旁边,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小城,四周被一堵树丈高的白色石墙围着,只在面朝韩丽等人方向上开有一扇十余丈宽的巨大城门,在城门口有十余名身穿黄色长袍的人守在那里,都是一些筑基器左右的修饰。 而小城外面,湖泊附近,另有一些丝毫法力没有的凡人在那里走动,似乎在弯腰种植些什么东西。 韩丽顿光一顿,就此停了下来,接着神念向小城隐秘异常的一扫。 一旁的笼东几人看到了这一切,也各自施展秘术探测起来。 不错,这些人是你们人足不假,无论凡人还是修饰都没有什么问题。 城中也有不少修饰,化神级别的是有七八个之多。 炼须急的不是没有,就是将气息隐秘了起来,现在还无法发现的。 小红施展秘术探测了一番后,财政目的谨慎道。 看起来真的一切正常。 其他道友可有什么发现吗? 笼东目中凝望着小城半闪后,才回首询问了一句。 此城四周没有发现静置波动,附近好像没有布置什么法阵,而且诸位道友发现没有。 此地的温度似乎清凉了许多,远没有其他地方那般炎热。 白眉青年也观察后说道。 的确有些异常。 但这里既然能有绿洲,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这些都无法说明什么的。 少傅沉吟的说道。 何用如此麻烦? 几位道友到城中一去,不就可以了? 一个陌生的声音忽然在几人头顶之上传出。 韩丽等人一惊,不加思索的人影一闪,几人瞬间一哄而散,纷纷出现在了数十丈外的他处,然后才小心的往高空看去。 只见不知何时,高空中出现了一名身穿紫袍的老年道士,慈眉善目,一脸慈祥的望向他们。 但让少傅等人心中大脸的是,这名道士竟然是一名炼虚中期的修士,好在对方是人族修士,否则几人恐怕马上就要逃之夭夭了。 隆东望向道士的目光,吃惊之余,目中隐秘处却闪过一丝失望之色。 见过前辈。 不知前辈是什么人,怎会出现在此地? 小红深吸了一口气,略带恭紧的问道。 原来是黑凤族的道友,老夫子云上人,此城就是老夫一族修建的。 诸位可能心中有什么疑惑,但是这里不是说话之地,随我进程一序如何。 老年道士微微一笑后,单手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 紫云上人。 少傅见对方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来历,不禁吓了一跳,随即和隆东互望了一眼。 二人均都感到此人名号陌生得很,似乎从未听说过,对方此人的邀请之言,自然都现出了迟疑的表情。 诸位道友无须多虑,老夫一向隐居,很少和他人打交道,故而罕有外人听说过老夫的名号。 几位道友是想过那一线天吧? 如此的话,更要听老夫好好唠叨一番了。 一线天最近出了些变故,几位道友就这般直接前去,可前途凶险呢。 老道士似乎看出了少傅等人的顾虑,和颜悦色的说道。 一听紫云上人如此一说,隆东等人的警惕虽然不可能完全去除,但是道也心中微微一松,但又听到一线天出问题的话语后,脸色都微变了一下。 既然是前辈如此盛情,晚辈等人就却知不公了。 隆东虽然心中改变了主意,一百个不想进入此城中,但面对一名恋须及修士如此客套的邀请,怎么也无法说出拒绝言语,只能硬着头皮的同意道。 见隆东都如此说了,韩丽等人更不好有什么意义,只能冲老道士失了一礼,都答应了下来。 这位紫云上人脸上的笑容越发的和蔼可亲了,笑呵呵的落下顿光,就带着众人直奔城门而去。 众人见此,也不好驾驭顿光根据,只要同样施展轻身术,紧跟在老道身后。 看似很远的距离,但是在众人四缓十级的速度下,一惠尔功夫就到了绿洲附近,甚至连湖泊边上几名正戏耍的小孩,都能看到一清二楚了。 让诸位道友笑话了,老夫一族不久前才从他处迁移至此,族中的一些凡人子弟也不得不一起带过来的。 此地其他东西没有,但颇有数种外界罕见的灵果,诸位道友一定要品尝一二的。 老夫含笑给众人解释道。 隆东和少傅这才有些解惑。 而就这片刻功夫,几人就已经到了城门前近在咫尺的地方,守门的那些筑机修士,冲众人身师一礼,就分裂两排,让开了道路。 老道大袍一甩,率先走了过去。 隆东等人目光在守门之人身上一扫,见他们除了脸带恭敬之色外,并未有丝毫的不妥之处,稍一犹豫下,也同样走了过去。 韩丽也不动声色的从两名筑机修士中间缓缓走过。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正常。 但就在这时,忽然高空身上传来一声清明之声,漠然一团银色火焰击射而出,轰的一下,击在了一旁的修士身上。 银色瞬间火焰大涨,一下将那人包裹在了其中。 少傅等人见了目瞪口呆。 隔下是何意,老夫好心招待你们,你竟敢对频道晚辈出手。 走到最前面的老道,面色一变的大喝一声后,身形骤然一晃的一步跨出,竟一下出现在了韩丽身前,单手一抬,一只泛着红光的大手就劈头盖脸的抓了下来。 韩丽脸上原本也是同样的莫名之色,但在银色火焰将那名铸鸡修士包裹后的一刹那,瞬间一切了然了,但这时,那只红色大手已将其身形照下,一股无形距离同时将身形一紧,仿佛有万斤之力压下一斑。 若是普通的修士,在此情形下不要说脱身,恐怕脸口都无法张开一下。 但是韩丽却是法体双修,再加上龙灵果、天狮猪、翠骨绝等秘术灵果的改造,即使不动用范圣真魔弓,身体之强横就比白眉青年和尤红还要优胜数仇的。 如此情形下,这对普通修士来说的距离,他却只是肩头一晃,身形略一扭曲,就骤然间在圆的消失了。 下一刻,人就诡异的出现在了二十余帐外的地方。 这正是疾风九变的身法。 以他现在的身体和修为情况,即使不动用风霉双翅,也可轻易的施展此身法出来了。 快走,他们都是被影族附身的傀儡。 韩丽方一脱身,口中一声大吼,随即一晃,化为一道青红破空而走。 与此同时,被银焰包裹的修士口中发出一声痛苦异常的嚎叫,突然从身上射出一道灰影。 但是此影方一接触银焰,就瞬间汹汹燃烧,被吞噬得干干净净。 从韩丽身上射出银焰,到其老者突然出手攻击反被其破掉逃走,这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 少傅和隆东等人先是一头雾水,尚未弄清怎么回事时,就听到了韩丽的侍警之言,又一眼看到狼焰中献出那道影傀儡,哪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脸色刷得一下,苍白无比起来。 走 几乎不用任何人吩咐,四人周身灵光一起,也化为四道惊鸿巢空中击射而走。 老道士见韩丽竟从自己的一抓中逃掉,也是一阵,再见其他四人也想逃走,当即鼻中一声冷哼,袖袍冲着其中一道顿光使劲一甩。 突然袖中飞卷出无数道红丝,一下将此顿光死死缠住,然后往回一卷,竟将顿光硬生生的从半空中拽了下来。 灵光一散,无数红丝包裹中,献出了惊怒交加的顿光主人。 第1369章 慎兽 竟然是那名妖族的白眉青年。 此刻他周身乌芒闪动,拼命的抵挡着红丝纠缠,但是这些红丝不知是何物,任凭乌芒狂闪不定,但无法摆脱丝毫。 老道见此,脸上露出猙獰之色的徐徐向白眉青年走了过去。 而这时从城中又传出数道立笑之声,从中漠然腾空飞出数道颜色各以顿光,直奔此地射来。 见到此目,白眉青年那还不知道是其他的影族之人到了,脸上惊布之色一闪,口中发出了一声巨吼,身上黑芒一阵急速流转之下,体型一下高涨起来,同时背后浮现出一对乌黑铁士,双手一晃下更是化为一对乌亮铁爪。 他见识不妙,竟瞬间化为了半妖的形态,一副打算拼命的样子。 对妖族来说,真正的依仗自然还是他们自己这幅强横身体。 而玄英一族族既然能名列七大妖族之一,自然也不是等闲之辈,一对利爪一抖下,突然从爪尖出放出了持许长的黑芒来,左右一画下,深邃黑芒取过之处,周身红丝全都寸寸的断裂而开。 这些黑芒竟然犀利如丝。 白眉青年见此,自然心中狂喜。 他有足够的信心,只要将周身所有红丝全都斩断,就能施展玄英一族的独有盾数逃掉的。 但未等他继续挥动双爪,下旦的一幕却让他脸色一下大变,一丝血色也没有了。 那些被斩断的红丝一闪,又纷纷的连接一起,再次恢复如初起来。 老道面上露出讥讽笑容,身形模糊下,就诡异的出现在了白眉青年之前。 随后他单手往脑后一摸,一道鲜红影子从中缓缓浮现。 赤影,你果然是影族之人。 一见赤影,白眉青年彻底绝望了。 赤影在影族中可是相当于人族修士中的恋须级存在,凡是他一名小小的化神妖修可以抵挡的。 你知道就好。 你的肉身不错,本尊就收下了。 放心,你的那些同伴一个也跑不掉的,不久后都会到地下陪你的。 老道幕中红光一闪,传出间隙异常的陌生声音,随即头上赤影一闪,狠狠扑向青年。 同时原本缠着白眉青年的红丝,一下洞穿青年的护体黑芒,将青年贴身缠了个结实。 纵然青年力大无比,此刻也无法动弹一下,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赤影飞扑而来。 你休想。 白眉青年的心已沉到了最深处,知道绝无法幸免后,顿时一股疯狂之意漠然涌出,突然一咬牙,将半截舌头咬了下来,在一张口,一股黑血夹杂着一颗拇指大小的黑色珠子喷了出来。 而此珠一离休的同时,青年双目一下暗淡无光,浑身肌肤也干瘪收缩起来,瞬间化为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 此珠正是白眉青年苦修多年的腰单。 圆珠在黑血中散发出狂暴之极的气息,体型长缩一下后,骤然间自爆了开来。 老道面色一惊,不但头顶赤影如剑蛇蝎的一旦缩回,双足一动下,更是身形一晃的倒射而回。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一团拳头大黑色光运凭空涌现,微闪一下后,就化为了十余丈之广,还拼命四下扩散而去,随即狂风大作,黄土形成的沙雾冲天而去竟形成了数条黄色蜂笼。 虚影一晃,老道在十余丈外停下身形,双目一下微眯了起来。 而黑色光运如复古之躯般的紧接而至。 老道脸色一沉,口中突然发出一声难鸣的古怪叫声。 嗖的一声破空巨响,从附近虚空中丝毫征兆没有的弹出一道粗大红影,一下插进了黑色光运中,然后闪电般的一缩。 诡异的景象出现了。 黄色蜂笼一下溃散而灭,黑色光运连同白眉青年更是在原地消失的无影无踪,仿佛从未在此出现过一般。 老道这才松了一口气,但马上脸上现出了一丝恼怒。 白眉青年在其尽致下,竟然还有能力自爆妖丹,这还真是大出的他的预料。 就在这时,几道顿光一个盘旋后出现在了附近空中,现出了男女等八名修士出来。 出了些意外,他们没有入套。 看来有些麻烦了,不过我暗中放出了影箱,他们都已经轻度沾染了一些,足可以持续一个时辰的。 我会带着慎兽亲自追杀那个坏我好事的家伙,你们出发,将另外三个灭掉吧。 老道阴森的吩咐道。 是。 尊者。 空中八名修士弓身鹰道,随即化为三波盾光,直奔三个方向破空而走。 而老道没有急着马上飞走,而是一张口,发出了连绵不断的怪吼,直阵的附近空气嗡嗡作响,直冲九霄云外。 随即他单手再朝城门一招。 顿时城门处那些助击修士身上飞出十余道灰影,全都一闪即逝的没入了其身体中。 而那些修士本身则立刻倒地不起了。 接着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了。 原本在湖泊边戏耍的顽童和那些凡人,在吼声中仿佛泡沫般的一一溃散消失。 接着整个小城仿佛水中阴影般的一晃,无数黑气从各处升起,无论地面还是城墙,转眼间都被遮蔽在了黑气之中。 一声刺耳的蛙鸣声从黑气中沉闷地传出。 老道口中怪吼一停,长袍面无表情地冲黑气方向一甩。 狂风大作,转眼间将黑气一卷而空。 眼前赫然献出一只体肠十余杖的双头怪兽。 两个金银色的蛇手,翠绿色的蛙身,四肢血红眼珠滴溜溜一转下,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扑哧一声,金色蛇手一张口,从里面喷出一具骨架残骸出来。 刚才白眉青年自爆的妖丹河本人,竟是被此兽一口吞了进去。 小城和城中凡人,大半修士也是眼前这头怪兽幻化而成。 老道身形一晃,骤然间在原地消失不见,但下一刻,出现在其中一只蛇手上。 走老道冷冷的一声吩咐。 巨兽两只蛇手中同时发出蛙鸣,双足往空中一跃,就化为一股黑气,一闪即逝地破空而走了。 他追踪方向,赫然是韩力顿走之处。 一道赤红在空中击射而飞,在红光中,一名貌美少傅脸沉似水的驾驭着顿光。 忽然少傅面色一变,袖袍一抖,手中顿时出现一只青色玉牌,牌上镶嵌一颗乳白色圆珠的,但是现在四分五裂,一副彻底被毁的样子。 少傅深吸了一口气,一根玉纸往圆珠上一弹,顿时砰得一声后,此株化为一团白粉,消失不见了。 随即他将玉牌一收,通体红光外放之下,顿速竟然一下又加快了三分。 但是半个时辰后,他脸色一变,漠然向后一回首。 只见在其身后的天边尽头处,灵光一闪,献出两道并驾齐驱,连金一起的顿光来。 两者合二为一,顿速之快,明显比少傅快了不止一点半点。 少傅脸色阴晴不定,眼看后面越追越近,目中寒光一闪,竟光芒一脸的停下顿光,凭空悬浮在了原地。 如此一来,后面紧追的两道顿光自然几个闪动后,就漠然出现在了离少傅树十丈外的地方,灵光闪动下,却现出了一男一女来。 两人年纪不大,男的英俊轩昂,女的娇艳如花,并且面容极其相似,但二者均都神色目然。 既然知道对方是影族附身的傀儡,少傅对二人容颜自是毫不在意,只是冰寒之急的冷冷了一眼,就毫不犹豫的两手一夹决,忽然从其袖口中射出两团黑色火焰,略移变形后,就化为两只火鸟,直奔对面二人扑去。 对面的男女二人见此,鼻中发出一声冷哼,两人肩头一晃,顿时从背后同时射出树道灰芒出来,毫不示弱的直扑黑色火焰。 轰隆隆的一声巨响,灰光和黑雁顿时交织到了一起。 少傅带眉一挑,身形突然往地上一滚,身上顿时黑光大放,刺日耀眼,让人无法直视。 接着一声奉鸣传出,一只巨大灵鸟从黑光中一冲而出,略意盘旋后,双翅一展地直奔对面二人扑去。 此鸟通体乌黑油亮,头生褐色灵冠,双目翠绿晶莹,赫然是一只体长三四丈的黑色凤凰。 对面的那对男女剑子,面上一惊,但互望一眼后,同时往头顶上一摸,顿时两道绿蒙蒙的影子从中击射而出,直扑黑缝而去。 一时间此处灵气大放,轰鸣声接连不断起来。 几乎同一时间,在另一方向处,笼中同样被身后的两名修士追上。 面对脱离肉身,直接显露真身的两道绿影,他却面现一丝激讽之色来,其身上黄芒一闪,那剑曾经用过一次的黄色铜甲浮现而出,随即背后仗许大铜翅一亮,又两手一搓,一剑赤红似血的古怪长剑突然浮现在其手中。 剑长三尺,龙手奉身,通体血光流转,净好似鲜血凝聚而成一般。 此刻笼东嘴角的血质鲜艳欲低,神色肃燃下,长剑对准扑来的两道轻影轻轻一挥。 无声无息。 但是对面轻影却同时发出一声哀嚎,身体表面一下浮现无数白丝,灵光一闪,两道轻影就瞬间化为了无数碎片。 血质青年手中长剑,再次移动。 白丝再次一闪,这些碎片就在光丝胶之中,彻底溃散不见了。 第1370章 沙漠激战 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就灭杀了两大绿影的龙东,一言不发地将手中血剑一晃。 顿时此剑溶解起来,转眼化为一股深红色惊血,沿着卧剑手掌一下消失不见了。 他长吐了一口气,脸上先是烟红一片,随即又苍白无比起来,竟仿佛湿血太多一般。 飞快从储物灼中取出一个赤红药瓶,倒出一颗星红丹药服下后,龙东不敢在此久待,架起顿光马上向远处破空而去。 沙漠另一处,白袍少女翘生生的站在一座沙丘顶端,在其附近数丈远处,分别躺着四具冰冷的尸体。 这些尸体身上一丝伤口没有,却静静躺在那里,全身精气全无的样子。 而少女单手抚摸一件乳白色长颈玉瓶,脸上现出一丝神秘娇笑,突然身形移动,化为一道金光腾空而起,几个闪动后,就从附近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相隔十余万里外的地方,一道青白电狐忽隐忽现的在高空中急顿而走,在其身后树里的空中,一团黑气飘动跟着,看似顿速不快,但是不知施展了何种神通竟然能紧跟其后,丝毫无法被甩开样子。 两者一前一后,刹那间就横跨树百里之遥,突然后赶黑气一颤,漠然在后面消失不见,而下一刻后,黑气又从里许外的虚空中闪现,继续飞追而去。 马上,前面青白色电狐也同样的一弹而起,直接化为一道白丝瞬息里许,又再次的将距离拉开。 两者就这样继续前后追逐而下着。 而青白色电狐中,一道被生双翅的人影不时闪现,正是韩丽。 此刻他眉头紧皱,目光阴沉异常。 自从不久前,他发现了深厚黑气中的老道追了上来后,当即将风雷势配合疾风九变身法,将顿速发挥到了极致。 但是那团黑毛不知是何物所化,不但顿速其快,并且同样具有瞬移的神通。 两者追出了如此远距离,竟然还无法拉开距离分毫。 这片沙漠虽然够大,但是一族经常活动之地。 如此在这般追逐下去,万一再惊动其他一族,麻烦可就更大了。 至于血影盾这种大损元气方法,他不久前刚动用过一次,不到万不得已时候,可不愿再轻易施展的。 毕竟此沙漠遍布危险,不久后,还要进入那一线天,可不愿过分损伤自己的元气。 看来只有和身后影族之人姑且一战了。 对方能附身炼虚中期的修士,说明对方在影族中地位绝对小不了哪里去,多半也是和炼虚级对应的赤影存在。 如此高阶存在,若是其他一族,韩力或许还有几分忌惮。 但是面对影族,他自持身上精通数种神通都可克制此族,倒是有些信心一战的。 并且他进入天渊城后,修炼的几种宝物和新炼城的几种功法,还从未在他人面前真正显露过。 具体有多大威能,自己也不太清楚的。 只知道威力应该其大,用在这位赤影身上,正好一世的。 心念如电的想必,韩力再一次瞬移过后,背后双翅一斗,人就骤然间停留在了原地。 如此一来,那团黑气风驰电掣的一下追到了韩力身后百余战外,看样子丝毫停下之意没有,打算就此直扑过来。 这倒毫不奇怪了。 影族原本最擅长的神通,就是强行吞噬他族的元神精魂,直接掌控他族的肉身,同时获取肉身的大半能力。 但韩力又怎会真让对方近身,当即也不说话,只是两手一搓,对外一扬。 轰隆隆的一声晴天雷鸣,一道碗口粗金湖从双手间处。 爆发而出,出其不意下直批向黑气。 一轻一声传出,黑气突然间一闪,一下没入附近虚空中不见了。 韩力一声冷哼,眉宇间突然裂开一道血痕,破灭法目马上浮现,并击射出一道黑线,同样一闪的也不见了。 一声震耳欲聋的爆裂后,数十丈外的虚空中,一阵剧烈波动传出。 老道在一团黑气包裹中,身形一晃的再次闪现而出,只是口中发出一声意外的低喝。 破灭法目,你竟然修炼有此神通。 韩力嘴角抽搐一下,丝毫言语没说,但暗自一摧法觉,粗大金湖一个拐弯,就出其不意的就出现在了老道身后,急闪后狠狠的劈下。 老道暗叫不好,刚想一晃的马上避开,但远处的韩力却双目蓝芒大放,口中一声呵斥。 声音不大,但是传到了耳中却如同剧中撞击,老道只觉两耳嗡的一下后,脑中顿时一阵撕裂剧痛,身形不由的一下呆滞。 一声雷鸣后,金色电弧就击在了黑气之上,无数纤细金光弹跳交织,黑气一下翻滚沸腾起来。 与此同时,充满痛楚之色的巨大挖鸣,漠然从黑气中传出。 黑气一阵飞卷,一下聚集在老道族下之处,幻化出了一头蛇手挖身的双头怪兽来,四只仙红眼珠死死盯着韩力,满是暴怒之色。 韩力一见紫目,不禁一呆。 对方护体黑气竟然是一头怪兽所化,实在大出预料的。 好,很好。 区区一名化神修士还能撼动我的心神,你刚才的神通还真有些意思。 不妨再施展一次出来试试。 老道挨了这一雷击,瞬间就身形重新站稳,双目阴森的望着韩力。 韩力眉头皱了一下,看来刚才雷击全被其足下的怪兽承受了,否则以雷电之力对影足的克制,挨上如此粗大的辟邪神雷一击,不可能毫发无损的。 至于用狮神刺再次攻击,他不会做这种蠢事的。 此种攻击只能出其不易才能有效,否则以对方比自己还强大一分的神面,无法有任何效果的。 韩力也不说什么废话,单手一抬,露出一张漆黑如墨的手掌,虚空冲到是一案。 顿时老到头顶空气波动再起,浮现出一座黑乎乎的小山。 此山只是滴溜溜一转下,瞬间化为百丈之高,山峰底部灰光大放,一圈圈的灰色光环往下急躁而去。 道士面上绿色一闪,袖袍冲空中一挥,漠然献出一柄晶莹透明的半尺长小刀。 此刀只是冲空中虚空一挥,一道雪亮刀芒一闪即逝地斩出。 思蓝一声,也不知那小刀是何等宝物,刀芒和灰色光圈略意接触。 一荡之后就将灰色光圈积散,狠狠地斩在了巨山底部。 嗡的一声犹如钟鸣般的巨像传出。 山峰纹丝不动,刀芒却硬生生一闪消散。 老道面色微变,尚未来即有其他举动,韩力另一只洁白如玉手掌同样一身,五指一分,浮现出五只骷髅骨戒出来。 顿时,老道四周浮现五只巨大骷髅头,同时一张口,五骨极寒之焰狂喷而出,一下融合为五色光焰,瞬间将老道身形淹没其中。 道士原本还是一脸冷笑,但在五色光焰一极深的同时,面色骤然大变。 身边突然爆发出万丈鸿芒,无数道赤红剑光往四周狂劈而出,转眼间化为了一朵红色巨帘。 惊人一幕出现了。 莲花滴溜溜一转下,五色光焰纷纷被一卷而开,无法及身分毫。 韩力见此,脸色一沉,两手一掐发掘,顿时五只骷髅头一声利吼,突然体型狂掌数倍,向红脸猛扑而去。 扑扑几声尖鸣传出,五只骷髅头一扑到红莲边缘处,就从莲中分射出五道雪亮刀芒,一闪即逝后,就闪电般将五只骷髅头一一分斩两半。 随即红莲彻底爆裂开来。 鸿芒所过之处,五色光焰最终碎裂溃散,老道身影重新现出,一脸淡然之色。 鬼哭声大响,五只骷髅头重新一合如出了。 但口中仍然呜呜声不断,似乎对老道一下变得敬畏异常。 韩力轻吐了一口气,单手冲远处巨山凝重的一点。 巨山轰隆一声,直坠而下。 如此庞然大雾温明的压下,老道却脸色丝毫未变,只是用足尖轻轻一点伸下巨兽。 巨兽两只蛇手同时上张口,两道粗大红颖一喷而出,狠狠击在下落的巨山上。 一声天崩地裂之声传出,巨山一晃之下,竟然被红颖击得斜飞了出去。 看到此目,韩力瞳孔一缩,脸上终于变得有些难看了。 这所谓红颖赫然是两只蛇手喷出的蛇心,竟然能有如此距离,将原瓷神山所化山峰都能击飞出去。 韩力阴沉的两手一抓,黑色小山和五只骷髅头一晃,都凭空消失了。 黑白分明的两只手掌,瞬间肤色恢复如常,再无任何异常了。 嘿嘿,小子。 你的宝物倒是不少,但是以你这点法力想对付我,简直痴心做梦。 看来你也没什么手段了,将你身体叫出来吧。 老道似乎有些不耐了,也不见其有何举动,但是身下的巨兽两只蛇手同时发出一声煎鸣。 一圈无形波动飞也势的向四周扩散而去,瞬间波及了数里大小的范围。 五颜六色的灵光在附近接连闪动,随意无数大小不一的怪兽仿佛号影般的凭空浮现,大的仿若小山,小的只有丈许大小,一个个相貌争鸣,腥风滚滚,一下将韩力包围在了其中,全都不怀好意的盯着。 第1371章 重威 幻术 韩力一剑此目一正,但马上双袖一抖,顿时数十只金色小剑鱼游飞出,一晃之下,纷纷化为了持续长心剑。 他心中一摧剑绝,每一口飞剑略意模糊,就分化出数道一般无二的剑光来,接着纷纷盘旋飞舞。 一时间漫天金光,剑气纵横,附近数十丈内的怪兽都被斩得粉碎。 受血残尸,怪兽吼声,一时间充斥在韩力左右。 但韩力眉头微皱。 无论飞剑斩上去的感觉,还是自己目睹的一切,都是如此的真切。 这些怪兽竟丝毫不像幻化而成,让人无法分辨出任何虚假之处。 他心中有几分惊疑,脸上面无表情,众飞剑所化的剑光更是一刻未停,将自身护得严严实实。 远处站在肾兽身上的老道剑子,脸上却露出诡异笑容。 四周浮现的怪兽仿佛无穷无尽,而韩力剑光又犀利无比,转眼间功夫就有数百头怪兽死在剑下。 不过这些死去的怪兽碎尸,却纷纷漂浮在附近空中,并未有坠落而下。 将如此一来,血腥之气越来越浓,变得刺鼻异常起来。 片刻后,当韩力发觉不对之时,老道足下慎兽却已经发出一声鸣叫,所有碎尸瞬间都化为了一团团漆黑浓雾,直奔韩力滚滚而来。 数百道剑光在四周盘旋飞舞,不时将部分黑雾一展而开,但却有更多的黑雾纠缠上去时,所有飞剑都一下凝至迟钝起来了。 与此同时,那只慎兽庞然身躯一晃,也悄然化为一道黑气击射而出,没入黑雾中隐秘不见了。 下一刻,黑雾中丝毫征兆没有的弹射出两道长长红影,一闪后,就诡异的到了韩力身前,一道直奔韩力头颅,一道直接要动穿胸部心脏而去,动作快似雷电。 要不是韩力功法运转全身,双目蓝芒闪动,凝青灵目神通发挥到了极致,单凭神石还真无法扑捉到如此快的攻击。 韩力脸色一沉,不用任何法宝,脸上金光一闪,两只手四缓十级的一把抓了出去。 同时两手一下变得金光闪闪,犹如赤金打造一般。 砰砰两声,两只怪异金手一把将两条前端各有肉球的鲜红舌头一把抓住,一股距离沿着手臂漠然传来。 但韩力尖头只是晃了一晃,就若无其事了。 看到此幕,老道一惊,目中闪过一丝惊讶。 要知道这只慎兽不但天赋的幻化神通出神入化,一身距离在影族中更是明文侠尔。 刚才那座百丈山峰被双蛇一弹而飞,就可见其力之巨了。 眼前这名人族青年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竟然单凭双手就将慎兽双蛇硬生生抓住了,还一副轻松异常的样子,这也未免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老道倒没有真正担心什么。 肾兽可不是徒有一身蛮力的。 果然双蛇落到了韩力手中,猛一抽纹丝不动后,漠然白光大放,一下幻化成了两只赤红巨蟒,猙獰大口一张,猛然一窜的直奔韩力头颅咬去。 韩力只觉食指俱阵,所抓处变得冰凉滑溺无比,此蟒竟一副真要挣脱而出的模样。 目中蓝芒大放,韩力金灿灿双手一晃,就诡异的化为黑白两色。 随之幽黑大手背面浮现出一只银色小山虚影,同时五指一下粗大被许。 扑的一声,鲜血飞溅而出,此手竟将蟒蛇硬生生捏成了两截。 晶莹如玉大手,则五指幻化出五颗白骨骷髅头,诡异的一旦,就将蟒蛇七寸同时咬住。 骷髅头大嘴上一脸的狂吸几下,蟒蛇身躯一下变得干瘪异常起来,竟被硬生生吸尽了精血。 这正是韩力将原刺神山,五指同心磨合自己双手凝练一体的结果。 如此做法,却是百卖炼宝绝记载的一种独有的修炼之法。 将肢体修炼成宝过程自然漫长无比,但若利用已有宝物走另一条取巧之路,却可将此过程大大缩短的。 而他用此法修炼结果,不但借助两宝之力凝练双手神通,而且对敌时两手和两宝之力凝结一起,自然灵活异常,威能更是远胜单独拿来对敌之力。 韩力这才出其不易,一下就将肾兽双蛇锁化蟒蛇灭掉。 老道显然也没想到会是这般结果,惊怒之下,尚未来及有任何举动,黑气中就传出两声痛苦异常的瘦吼,随即黑气一分,肾兽一晃的直扑而出,但在途中身体一模糊,突然透明消失了。 此兽竟然还具有隐形神通。 片刻后,韩力四周响起此兽的吼叫,让人根本无法分辨其身形所在准确位置。 这一次,即使他双目蓝光流转不定的四下扫动,仍然无法看破其分毫的。 见此情形,韩力却倾笑了起来。 两只大袖冲刺周一下一挥,顿时袖口中漠然传出温明之声,随后无数点金光的从中狂扑而出。 这些金色光点方一射出,立刻体型狂掌,纷纷化为半尺的巨大甲虫。 正是韩力花费无数苦心,忠于大成的成熟体式金虫。 这些巨虫飞出足有上千之多,在附近空中飞舞的到处都是。 如此一来,只是一瞬间功夫,怪兽就在漫天巨虫下被树枝一头撞上,并现行而出。 不用含力催动灵虫,所有是金虫就温明一声的飞扑而去,金色虫云瞬间就将怪兽淹没进了其中。 渗兽发出痛苦异常的嚎叫声,但马上扑斥一声,庞大躯体就化为一团黑气滚滚而逃。 普通的虫类碰到这种无形之体,自然是无计可施的。 但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黑雾方要从视金虫缝隙间,一闪飞出的,但是这些恐怖假虫,树枝爪子金光一闪,竟死死的粘在黑雾之上,然后毫不犹豫的低头狂啃起来。 上千只如此大巨虫一起吞噬下,纵然巨兽变化的黑雾够广,但也一眨眼功夫就被咬去了十分之一还多。 七粒惨叫顿时从黑雾中连绵传出,雾气一阵翻滚,从中一下击射而出十条细长金银色长蛇,每条杖许来长,一口一个,竟闪电般的将十只巨虫一口吞下。 蛇头在一模糊的甩动下,又是十条金虫在蛇口中纷纷消失。 但马上,十条金银蛇口中发出一声嘶鸣后,就纷纷的倒地翻滚起来,瞬间还原成为一团团黑雾。 一只纸金色巨虫安然的从黑雾中飞出,一个盘旋后再次附在其上,继续大口吞噬来。 这些灵虫哪有丝毫受伤的样子。 随后黑雾又飞快幻化出数种专门对付虫类的兽类,但无论哪一种都根本无法伤到这些是金虫分毫,反而这片刻当个,这些黑雾就被撕咬掉了近半之多,变化怪兽的速度一下变得迟钝缓慢起来。 从韩力放出虫裙,到黑雾眼见被灭,只不过几个呼吸功夫,远处的老道看得两眼发直,死死的盯着这些巨大金虫,脸上静渐渐露出一种奇怪异常的表情。 是金虫,成熟体的是金虫。 老道喃喃了两声,忽然毫不犹豫地单手往自己头顶一拍。 红光一闪,一道赤影从天灵盖上击射而出,一个盘旋,就骤然化为一道刺目金虫,向后顿出了百鱼杖之遥,在几个闪动后,就此在天边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而留在原地的老道躯体,则化为一具干尸。 一阵清风吹过,尸体随风飞逝的化为了一堆飞灰。 一站在原地卫动一下的韩力,口中一声轻疑,盯着金虫消失方向,脸上神色阴晴不定起来。 竟然连这等骑兽都不顾了,难道成熟体的是金虫真有这般大名头? 有些疑惑地说完这句话,韩力一转手,看了看几乎被吞噬差不多的黑雾,韩力摸了摸下巴,漠然抬手一招,顿时远处的那些是金虫一飞而起。 一个盘旋后才纷纷缩小成米粒大小,然后纷纷没入骑袖中不见了踪影。 做完这一切后,韩力一转身刚想飞离而走,但是他突然面色大变的身形连晃几下, 一个亮枪后差点从空中直坠而下。 怎么可能,我神识怎会耗费如此之多,差点伤及到原神了。 韩力心中急忙一内视自身,面色漠然又苍白起来的骇然起来。 以他几乎不下于炼须级的强大神识此刻竟然耗费了十之七八,差点亏损一空了。 而这个过程悄然无声,他竟然丝毫异常都没有发觉。 难道是? 韩力是何等人,几乎马上就想到了刚刚驱使的成熟体式金虫,脸色难看之下心中隐隐有几分预料了。 他漠然袖子再是一抖,一点金光从袖中飞射而出,接着化为巨大甲虫,双翅斩动的在其附近盘旋飞舞起来。 韩力马上神识内探,结果片刻后,整个人就正正的待在原地了。 在巨大甲虫放出的同时,他的神念竟以一种可见速度缓缓消耗起来。 虽然看起来并不厉害,但这只是一只是金虫而已,若是上百上千只同时驱动,神念消耗之大可想而知了。 以他现在的炼须集神念,也绝对无法支撑一时半刻的。 更恐怖的是,除非自己神念内饰,否则这种消耗无声无息,他根本无法发觉分毫的。 第1372章 汇合 韩力有些郁闷了。 原本因为看到成熟式金虫威力后的欣喜心情,一下就去了大半。 虽然他拥有八千成熟式金虫,一旦放出太多,恐怕尚未见到群虫克敌,自己就先被吸干了神念。 不过奇怪的是,在这些式金虫尚未化为成熟体的时候,可并未出现不停消耗神念的现象。 这让他有些百思不得其解了。 他可不会对这种情况视之不理的,起码要先找出神念流逝的缘由来。 否则怎敢再驱使灵虫对敌的。 韩力稍一沉吟后,抬手冲空中是金虫一招手。 顿时此虫一个盘旋,立刻落在了其手心处。 一缕神念放出,往此虫身上一绕,但一切正常,并未出现什么异常。 轻吐一口气,他又双目微眯的思量一下,突然想起什么,猛然单手一挥,顿时此虫在空中再次飞动起来,神念再次一缠而上。 结果片刻后,脸色大变了。 神念一绕在子虫身上,徐徐的变弱起来,正不停的被巨虫吸入体内。 至此,韩力彻底明白了一切。 原来神念大损的缘由,竟然是成熟体式金虫飞动起来,身体会自动吸取灵虫的神念。 怪不得一催动灵虫后,神念会不知不觉的损耗如此之巨。 知道了具体原因后,韩力眉头紧皱的想了半天,觉得此事还真不好解决。 虽然神念损耗只是暂时的,一般只要静静打坐一日,或时间长些,就可以尽力恢复了。 但若是在争斗中出现此情况,可是绝对致命的危机。 无论功法秘术施展,还是法宝法器驱动,可是都需要大量神念支持的。 看来在世金虫群没有找出解决之道前,只能当作一种杀手锏来使用了。 单凭此虫方一现身,就吓跑了那条赤影看,是金虫还真是凶名赫赫,在灵界都有这般大名头。 人界当年那名魔道修士的所谓奇虫榜排名,在韩力如今眼中早就不值一提了。 以那名低阶修士见识,自然会出现不少错误,其排名在灵界来说更是大半无用的。 但是金虫成熟体的威力之大,还是远在韩力预料之外。 心中思量完毕,韩力也不敢在此久待下去,当即辨认下方向,就化为一道青红直奔一线天方向而去了。 若是其他几人未损落的话,多半还可能在那里再次会合。 虽然他们身上以前下的灵气标识早就溃散消失,但是互相间自有另一套联系方式,只要互相距离不是太远的话,可以互相联系上的。 十余日后,一道青红孤零零的在沙漠空气中悄然击射而走。 顿光本身虽是青涩,但是不知道施展了什么秘术让顿光变得暗淡无光,若不是仔细探查绝不易发现的。 顿光中自然是含力了。 十余天中倒是没有再出什么事情,也未见有影族之人追来。 似乎那名赤影,真被是金虫彻底吓跑了。 韩力心安之下,也就一直闷头赶路了。 原来消耗异空的神念,在这些天的飞盾中也自行恢复了过来。 此刻,他手中正把玩着一个光滑异常的玉瓶,正是表面明印着灭尘丹三个古文的药瓶,里面则装着从天渊城出发,领取的所有灭尘丹。 这也是他执行此种危险任务的奖励之一。 就是说只要能协助他人完成任务,他就可光明正大的恢复自由之身了。 不光是他,这次所有执行危险任务的飞升修士都会佩挤足够的灭尘丹。 但为了防止他们在途中偷偷开溜,或者执行任务不用心,所有的药瓶上都背下了一种厉害之极的禁制。 除非能完成任务,否则药瓶根本无法用正常之法打开的。 强行破除的话,此瓶反而会爆裂开来,将里面的丹药全部都毁掉。 只要真能完成任务,并通过各种不同方式验证后,那边自会通过万里福告诉解除禁制之法的。 韩力抚摸了药瓶一会儿,神色一动,手上灵光忽然一闪,药瓶就此不见了。 只见在前方空中不知何时出现,一群仿佛巨型仙鹤的长嘴怪鸟,淡黄色铃羽,头上生有紫色肉流。 这些巨鸟显然发现了韩力所在,口中几声尖鸣,就方向一变的直扑而来。 眼见这群怪鸟越来越近,韩力却轻叹了口气,顿光一闪,身体骤然间在虚空中消失。 下一刻,他却诡异地出现在了数十头黄色怪鸟中间。 未见韩力有任何举动,一见光灿灿光袍先从身上浮现而出。 此光袍狂闪击下,无数金银两色电弧从袍上弹射而出,将附近百鱼杖都笼罩其下了。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金银两色雷光交织闪过后,附近黄色怪鸟全部灰飞烟灭。 四周一下空荡荡无比起来。 韩力面无表情的四下一扫,就身形一晃地化为一道青红破空飞走了。 一根根只剩下半截的高大石柱,以及那些在狂风中纹丝不动的杖许高石墙残骸,都说明这是某片不知名的上古建筑遗迹,只是看他们风化至此,早不知存在多少万年了。 在遗迹中心的一小截石墙上,盘坐着一名黑袍少傅,附近则有一名紫袍青年来回走动着,两人均面色阴沉的,但又一语不发。 两人正是小红和笼东二人。 青年脸色如常,看来当日因为驱使那口血剑而损失的大量精血,竟然短短时间就弥补回来了不少。 就不知他是吃了什么灵药,还是另行催使了何种秘术。 否则看当时情形,他要真的恢复元气,最起码要数年之久的。 一会儿后,少傅和笼东同时感应到了什么,漠然扭手朝一侧的天边望去。 只见一道淡淡金颖无声无息的浮现而出,小然的激设而来。 几个闪动后,金光一脸,一名白袍少女出现在高空中。 小姐姐,龙道友,久等了吧,两位看来都无大碍。 少女笑吟吟的说道,纵观全身毫发未损的样子。 一听少女此言少傅勉强一笑,而龙东目中却闪过喜色。 我就知道叶姑娘机灵异常,绝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 还有两位道友未道,当日李兄被那影族之人擒下,恐怕凶多吉少了,而韩兄现在未联系我等,恐怕也被影族人追上了,出了意外吧。 青年叹息的说道。 少傅抿了抿嘴,目光一闪,但最终还是没有说什么。 李兄可能真的被擒了,但是韩道友应该不会简单出事的,不妨再等数日吧。 少女徐徐从空中飘落而下,站到二人身前,悠然说道。 再等数日。 现在可是一线天杀暴一年中最弱的时候,错过了,可要再等许久的,顶多可以再等两日。 少傅淡淡开口了。 两日,门算算也差不多。 白袍少女也没有多争什么,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随即倾挪几步,人就走到了一个干净些的角落中,同样的坐下打坐起来。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半日之后,突然阵阵的瘟鸣之声,同时在三人身上传出。 三人顿时露出了神色刻意的表情,互望一眼后,笼东开口了。 我来激发定位盘吧,韩道友竟然真的没有出事,这还真是性。 随即血至青年袖子一抖,一块青色法盘出现在了手中,单手掐绝,一道青色法绝打出。 一下没入法盘中不见了踪影。 法盘灵光大放,血至青年再两手一合,此物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做完这一切后,青年就两手倒背的站在原地不动了。 结果数个时辰后,从另一方向处,一道青红悄然出现,几个闪动后,青红就到了三人之前,一个盘旋后,青光一散,韩力现身而出。 韩兄,你无事就好,这一次中了影族埋伏,大半人都安然,也算是我等运气不错了。 笼东韩笑说道。 诸位道友也都安然,的确是大姓啊。 韩力目光在几人身上一扫,也微微一笑。 既然韩兄也已经到了,那我等再稍休息半日,然后马上就出发吧,以免被那些影族之人纠缠上了。 小红平静地提议道。 小仙子之言有理,此地的确不是九呆之地。 笼东连连点头。 韩力和白袍少女自然没什么意见。 半日后,几人就驾驭着顿光离开了此地,直奔某个方向谨慎地飞顿而去。 这一次只飞出了万语里后,前面渐渐出现了狂风,并且越向前越猛烈,不久后几人就彻底飞进了风沙走时的世界中。 四周全都是黄蒙蒙的一片,并且无数净风席卷着无数黄沙围着几人呼啸不已。 要不是几人全都打开了护体灵光,恐怕几股黄蜂刮过,他们就被硬生生的从空中打落到地上了。 顶着净风又前进了千余里后,忽然走在最前面的笼中顿光一顿,随即后面几人的耳中同时响起了其传音之声。 到了,前面就是一线天了。 嘿嘿,这一次要不是上面的人给我们一人准备两颗消耗性定风珠,恐怕就是练须修士也不敢随意闯此地的。 有了此珠,足够我们安然来回往返一次了。 但大家还要小心里面生活的一群风骄,不过也无需太过担心,一线天如此大,我们不会如此凑巧的就碰上的。 诸位道友到里面还要另外留心一下,可能还有其他危险的。 毕竟那些影族仿佛早就在那里埋伏我们了,里面说不定,也有什么圈套的。 万一真遇到什么事情,大家就各自设法自保吧。 少妇也神情肃然起来,凝重地讲道。 第1373章 灵术梦罗 韩力对这二人的话语犹若未闻,但是双目蓝芒一闪下,顿时视线洞穿附近的厚厚风沙,直接看到了极远之地。 在百余里外的地方,一道不可思议的天照赫然存在着。 只见高大的天边尽头处,上黑下黄,中间一道笔直的白线,向两侧无线延伸而去,仿佛永无尽头的样子。 但离得太远些了,故而只能看个大概。 韩力眉梢一挑,目中灵芒眼去了。 这时几人再次驱动顿光,直奔那天照处而去了。 片刻后,笼东和少傅等人同样看到了异象。 原来天空上方竟然是一片黑色迷雾在帆不定,在下边则是黄色飓风滚滚席卷,两者接触之处,却多出了一道高达百丈,散发着白光的巨大勾曲般存在,将两者一下分开,无论黑雾还是飓风全都往此缝隙中滚滚流入,仿佛无底深渊中一般。 这就是一线天,还真是有趣。 白袍少女望着此幕,嘴角净露出一丝倾笑来。 走吧,现在是杀暴最弱的时候,要是再等上数日,光是这入口进入,都要大费一番手脚的。 笼东打量完后,口中郑重的说道。 随即他单手翻转一下,一颗拳头大的青色圆珠出现在了手中。 手指一动,此珠滴溜溜一转后,一下缩小数倍。 笼东一张口,竟将此珠吸入了口中。 韩力等人见此,也纷纷取出了同样一颗的珠子,同样的吞浮腹中。 几人身体四周马上泛起一层诡异的荧光,原本在身旁呼啸飞舞的狂风,一接触此荧光,就仿佛泥牛入海般的化为无形。 这些珠子正式出发时,天渊城高层特别给他们准备的钉风珠。 几乎没有多考虑,几人顿光就已经到了离天象不足千丈的距离,不用他们催动顿光,一股无形距离就在附近油然而生, 树道流氓一闪即逝的被吸入了巨大缝隙之中。 韩力方一进入其中,就觉犀利一松,人就彻底恢复了自由。 但是迎面而来的却是铺天盖地而来的无数白色锋刃,同时两耳也满是凄厉异常的坚明之声, 这缝隙中的狂风竟然比外感厉害了何止十倍。 要不是自觉已经有钉风珠在身,恐怕他要立刻放出法宝护住全身了。 但是如此一来,法力的消耗就可想而知了。 而现在,这锋刃一接触荧光就消逝不见了。 韩力目光四下一扫,却发现神念竟无法离休, 宁清灵目也只能看到百余丈远而已, 至于其他几人却不在此范围内,全都踪影全无的。 眉头皱了一下,他没有迟疑什么,周身灵光大放, 人就化为一道青红击射而出,一头扎进了前阵巨峰中不见了。 数日之后,一线天入口处突然灵光闪动,又有两道顿光飞射而至。 光芒一脸,现出两名身穿紧袍的中年修饰。 二人服饰一般,头上戴有一根紫色头戴,目中金光四射。 但仔细看去,这二人容颜竟和隆东有四五分相似, 但是一人脸色有些不正常的苍白,一人身上长袖竟然少去了半边,竟似乎刚经过一次大战般的样子。 二人慎重的打量了几眼前面的巨大缝隙,嘴唇微动的传音了几句,就顿光连金一起的射入了其中。 没多久,又有一道赤影从沙暴中飞入,但在一线天附近前一顿后,才有些不甘的发出几声怒吼,就盘旋几圈的飞顿而回了。 于是,此地除了呼啸的狂风外,再无任何一个人影了。 数月后,一座翠绿色小山的山顶处,寒厉孤零零站在一块巨石上,目光闪动的望向远处。 在离小山大约数十里外地方,一座庞大无比的森林赫然在那里。 这森林实在有些诡异,无论何种树木,树叶竟都是翠绿中带着一些幽黑闪花纹,远远看去整座森林竟都是黑绿色一般。 这里正是韩力等人此行任务的目的地,目足势力的最边缘之地黑夜森林。 细细看了好一会儿后,韩力才将目光一收,眉头紧皱地思量起来。 说起来他通过那一线天,虽然花费时间较长,却顺利无比,竟然丝毫意外没有地通过了那看似诡异的地方。 不过让他郁闷的是,不知是其他三人走错了方向,还是另有什么遭遇。 他在出口附近等了数日后,也无法联系到任何一人。 仔细斟酌一下,他果断的不再等下去了,干脆孤身一人的直奔此地而来。 一路上遇到一些小麻烦,甚至还灭了数波偶尔遇到的低阶木族,他才终于赶到了此地。 在出发的路上,雪智青年和少傅已经把此行任务的细节向其他人都坦然过了。 故而韩力对此行任务的细节,倒也心中清楚无比的。 据他们所说,两族在墓族都派出了潜伏之人,似乎还地位不低的样子。 他们此行目的就是深入到黑夜森林某处,将潜伏之人搜集的详细情报安然的取出,然后再稍微观察下墓族的动静,看看是否有什么异常的大动作。 此任务看似很不简单,但其中一半危险都在如何横穿两族间的这一小段蛮荒界中,另一半自然就是如何悄然潜入黑夜森林,还不被墓族人发现。 周边几族中,偏偏人族和墓族之人接触最少,对黑夜森林中的情况只是知道个大概而已,否则也不会冒险派他们在大战爆发前,将墓族情报取出了。 韩力在这里已经静等了半月之久了,仍不见其余几人的到来。 而距离任务所给的期限,却越来越近了。 估算了一下潜入时间,和可能遭遇的麻烦,他实在无法再坐等下去了。 韩力思量了好久,又抬手望了望天空。 只见空中已经出现三个月亮四个太阳。 没有多久,天色就要彻底黑下的样子。 按照已知资料,墓族之人天生无感之力很差,平常联系和对敌大都是靠灵觉之力,故而发布任务的高阶修士给他们建议,潜入黑夜森林的时候,最好是夜晚行动,白天隐匿。 如此的话,略微安稳一些的。 再望了一眼远处森林,韩力终于下定了决心。 不管其他人是否真能够赶到,那平灭陈丹是是在必备的。 哪怕就是他一人,也只有硬着头皮完成此任务了。 心中既定,韩力立刻在巨石上盘膝坐下,闭上了双目。 数个时辰后,天色彻底又黑了下来,远处的黑夜森林仿佛夜幕下趴伏的一头伺机而动的巨兽,悄然无声。 韩力双目一睁,金光暴射而出,干随即一闪,目光就暗淡无光起来。 他两手一瞎绝,身形略意模糊下,就仿佛幻影般的在巨石上凭空消失了。 实际上,韩力施展了隐匿术后已经腾空而起,在夜色掩护下,徐徐的向远处的森林飘去。 数十里的距离,即使韩力已经尽量压低了顿速,仍在半个时辰后,人就出现在了树林边缘处。 以此森林无边的面积,自然不可能每一处都有牧族之人出没的,但是韩力也绝不敢大模大样的从空中直接飞行过去。 因为一般来说,凡是牧族人的视力范围内,都会种有一棵梦罗灵树。 此树据说是牧族独有的守护灵树,可以控制一定范围和数量的其他树木,具有监测及其他树种不可思议的大神通。 当然每一棵梦罗树根据监控的范围和控制的树木多少,具体的监测能力自然各不相同的。 黑夜森林的这棵梦罗树,天渊城却已探查清楚了其具有的监测能力。 此树因为黑夜森林处于牧族最边缘之地,所以监测的控制范围非常广,几乎遍布森林各处。 与此相对应的是,此灵树控制的树木数量却并不太多,并且只能大概感应到炼须集以上的存在。 当然若是有一族在空中这样明目张胆飞行的话,就算梦罗树无法发现,也绝逃不过其他牧族之人灵绝的。 故而韩力不但将气息彻底收敛起来,其人也双足落地后一闪,化为一道淡淡虚影,直接没入了林中,在几个巨木间连晃几下,就消失不见了。 以韩力如此的肉体强横,外加上疾风九遍和罗烟布的配合,在林中行动之鬼魅似乎游在空中。 只见一道模糊轻盈,一会而消失,一会而出现,转眼间就深入林中百余里了。 韩力一边听着耳边呼呼的疾风之声,一边冷静地思量着。 按照任务所说,一切顺利的话,应该可以在三日后就到达了约定地点,只要将情报拿到手,此行任务就算完成了十之八九。 而探测木族情报之事只是附带而为的,能发现什么最好? 实在没有收获,估计也是无所谓的事情。 轻颖一顿,在虚空一换后,就诡异在一棵大树后不见了。 几乎同一时间,前面传来了沉重异常的脚步声,一声声地接近着。 似乎有什么巨物正向这边走来。 此刻,韩力早已隐匿在巨树上一处异常茂密的枝叶后,一动不动地凝望着树下的情形。 一会儿功夫后,两只体长十丈,仿佛巨猿般的绿色巨兽,分别扛着一杆巨大铜叉,大摇大摆地从树下一掠而过。 第1374章 黑夜森林 这两只巨兽猛一看,仿佛两头巨人。 但浑身绿毛齐长,并且长着三只黑幕,同时转动之下,显得激景异常。 韩力静静地目睹两头长毛兽从树下走过,渐渐地远去,才身形一晃地重新出现在巨树之下。 望着巨兽消失的方向,他脸上现出一丝惊疑。 这两只看似正在巡逻的东西,自然不是巫族,但为何会出现在黑夜森林中? 看他们肩上扛着的巨大铜叉,显然灵智极高。 难道是另外一只不知名的一族? 韩力想了一想,又不禁摇了摇头。 据他所知,巫族极为排外,一般情况下,不可能让一族在势力范围内这般大摇大摆行动的。 难道是巫族训练的战兽? 韩力如此的想到。 所谓战兽,其实就是和灵兽是相同存在,只是换个称呼而已。 和人妖两族用各种秘术祭练,从而可以驱使灵兽差不多,其他一族也懂得适用药物或者其他方式训练一些古兽,从而让他们为自己所用。 当然和各族的天赋不同,能训练和控制的兽类大不相同的,也并非所有古兽都有办法驯服的。 他先前见到的影族那只双手怪兽,就是一只威力不小的影族独有战兽,不过这种古兽估计也只有影族有方法驯服的。 至于墓族,据他所知以前并没有什么战兽的,难道是新进训练成功的? 韩力带了一肚子疑惑的想了半天,最终还是决定不再多想此事了。 这两只长毛兽竟然连近在咫尺的他都没有发现,估计也是那种皮糙肉厚的类型,不足为惧的。 心中既定,韩力身形一晃,化为一道虚影的不见了。 一日后,森林一棵大树下方,韩力面色阴沉的看着身前八只长毛兽。 这些仿佛巨人的兽类和先前那两只不同,不但体型小了足足一般,并且通体式火红颜色,手中拿着的也不是铜叉,还是八根乌黑闪亮的狼牙棒。 八只巨兽,全都呲牙裂嘴的盯着韩力,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 韩力嘴角抽搐一下。 原本以为这种长毛兽应该灵绝极其迟钝,但刚才这一对长毛兽从附近经过时,竟然一下就发现了隐藏在树后的他,立刻围拢了过来。 韩力看着这八只怪兽额头上不停闪动黑芒的第三只眼珠时,眉头一皱,隐隐意识到了什么。 当时遇见那两只绿毛兽时,他们头上的第三只眼珠,似乎是紧闭着的。 这十八只红色怪兽口中发出一声嘀吼,就身形一跃而起,同时狠狠挥动手中的狼牙棒。 这些凶器表面立刻泛起一层绿芒来,同时树骨狂风直奔韩力迎头砸下。 韩力双眉一挑,也不见有任何躲闪,只是一只绣袍冲着空中丛容一甩。 八口金色小剑一闪浮现,一晃就化为八道金丝射出围着八只长毛兽只是一绕。 扑扑几声后,八颗硕大头颅仿佛切菜般的滚落而下。 当八道金丝光芒一闪的还原成小剑,在一颤的飞射而回时,八具夹杂着翠绿色鲜血的尸体已经重重坠落地上了。 韩力另一只长袖又冲这些尸体一抖,又有八颗赤红火球飞出,积在尸体之上。 几声轻响后,他们立刻在赤红火光中化为了灰烬。 做完这一切后,韩力裁面无表情的身形一闪,带着一串残影的再次没入林中不见了。 韩力并未发觉的是,在其刚离开不久,附近一棵巨树的粗大树干上。 突然两点绿芒一闪,竟睁开了两只持续大绿木,翠绿色眼珠毫无感情地转动了两下后,就徐徐盯向韩力身影消失的方向,眼也不眨一下的样子。 在距离此处约数万里的地方,在其他树木遮蔽下的一颗不起眼大树身上,同样睁开着一对微泛绿光的眼珠。 在这对绿木悄然凝望的方向上,摆于丈远的一片稍微空旷的地方,一男一女赫然并肩站在那里,其中男的一身紫袍,女的一身黑裙,赫然是隆东和小红二人。 二人正嘴唇微动地互相传音着什么,而在附近的地面上,赫然躺着十几具红绿两种长毛兽。 隆兄,这些东西似乎实力不强,但是如何能识破你我的隐秘之术的? 我的幻辖帆,可是连同皆修士都无法看穿的。 少傅戴眉灰皱的传音道。 大概和他们的第三只妖目有关吧。 一般生有多目的妖兽,都会带有一些特殊的神通。 如此的话,你我更要小心些了。 隆东脸上同样有些惊疑,但口中却这般回道。 多半如此吧,我们出发吧,一定要赶在那小丫头前面赶到那里。 否则,那件东西很可能落入她手中的。 少傅神色竟然一下阴沉了下来。 嘿嘿。 真没想到你和那丫头会参加此任务,竟然是有这般图谋。 可惜这东西,对我们龙家来说却是鸡肋之物。 但是仙子可别忘了我们先前的约定,东西归你,人却是我的。 隆东一声诡异的轻笑,却森然的说道。 哼,虽然我对天凤之血也同样很想要,但是和族中的大事相比。 熟众熟青,妾身还是很清楚的。 少傅冷哼了一声道。 哈哈,这就好。 我们走吧。 雪智青年打了个哈哈。 随即二人身形晃动,就同样没入附近树林众了。 另一方向上,一道奇弹无比的白色虚影,正在林中低处飞快的击射而走,顿速之快,简直难以置信。 黑夜森林的一处尽致重重,极其隐秘之处,一颗六七丈高的银色小树下,盘坐着几道黑乎乎人影,其中一个忽然间双目一睁,露出了一对金光四射的碧绿眼珠,口中忽然发出了几声奇短的怪异声音。 附近的其他人影也同时睁开了双目,其中一名身材高大远超他人的人影,漠然发出了充满威严的话语声,似乎在询问什么。 那名先张开双目的人影,立刻趴伏在地,恭敬地回了几句。 后一人听完后,立刻沉声地吩咐了一句。 其他几人马上全都起身,围着那颗银色小树散开而立着。 高大人影口中一声大喝,单手冲着小树一点指,顿时一道绿线射出,一闪即逝地没入银色小树中。 顿时银色小树一下极颤,漠然浑身上下睁开了树枝银色光幕,同时一闪地射出数道碗口粗银色光柱,每一道正好击在每一名人影身上。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这些被光注击中的人影,身形略意模糊,就此消失不见了。 另一边的韩力,自然不知道自己行踪已经落入了他人眼中,仍呼引呼陷地在林中悄然行动着。 后面路程变得出奇的顺利,一路上除了偶尔遇到几名落单的长矛兽外,牧族人竟然一个都未遇见。 这让韩力欣喜的同时,也不禁有些疑神疑鬼起来了。 但转念一想,以黑夜森林这等广大面积,这点时间未遇到牧族似乎也不是什么奇怪之事。 此行关系倒灭承担,他现在已经深入森林如此之深了,自然不可能再打退堂鼓的。 纵然心中有一丝不安,韩力除了多加几分小心外,双族却没有停下任何一刻。 两日后,韩力停在一条纤细树之上,身体仿佛无误的随风晃动,双目却盯着不远处的一座百丈高小丘陵。 丘陵上林木稀疏异常,除了几棵年代久远的古树外,再无其他草木了。 韩力观察了丘陵半天后,才单手一翻转,漠然多出了一块黑幽幽的三角形法盘。 法盘中心处,一点入白色光点闪动不定着。 低手看了一会儿法盘,又看了看远处的丘陵,他单手掐绝,对准法盘打出一道清光去。 顿时法盘黑光一闪,那颗乳白色光点一下飞出,低溜溜的在盘上一转后,一下喷出一道纤细白丝,赫然指向了丘陵上的一棵古树。 韩力目光一动。 此树竟是古树中一棵已经半枯的残木。 高约三十余帐,上半截焦黑一片,仿佛经过雷击一般,而下半截却有些发黄,接近根部的地方又有些微微的泛绿。 韩力看了一会儿,忽然闭上双目,将神念缓缓的放出,在附近细细的搜索起来。 半晌后,才睁开双目,露出一丝安心之色。 附近的确空无一人,并没有丝毫的异常。 韩力没有马下行动,双目微眯的思量一会儿后,袖袍移动,树颗银灿灿的圆珠出现在了手中,在一张口,扑斥一声后,一只拳头大银色火鸟从口中喷出。 此火鸟围着它身体一绕后,话为了持续来长,往手心处一扑,竟将几颗银珠一口吞下,接着一闪后,钻入地下不见了踪影。 做完这些后,韩力单手往储物灼上一扶,手中又多出了一叠轻蒙蒙的震旗,二话不说的往前边方向一抛。 吸巴到绿芒积射而出,一下没入了丘陵四周中消失不见。 韩力两手掐绝,低声面动了几声咒语。 顿时一层绿色灵光在丘陵四周浮现而出,但随即在韩力法决意催下,马上若有若无的连闪击下,就此消影不见了。 见到此幕,韩力才倾吐了一口气,身形一盏的从树之上跃下,几个闪动后,就到了丘陵边缘处。 绿光一闪,整个人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1375章 木足 从远处看,丘陵上一切如常,似乎丝毫变化也没有,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层幻想而已。 韩力本人早已站在了丘陵上,并且就身处那棵半角古树之前了。 韩力看着此数,脑中却回想着笼东和少傅曾经提及的事情。 据他们所说,若是可能的话,人妖两族卧底会有人亲自和接情报之人见上一面,好交代一些不变记录的内容。 但若是实在太危险,无法亲到的话,则自会将情报全部存放留下的。 如今他神念早已扫过,看来是不会有人亲自来此了。 如此的话,任务反而更简单。 只要将东西取走,他就算大功告成了。 心中如此思量着,韩力不再多想的伸出一根手指,冲着身前的古树虚空一画。 扑斥一声后,一道青色剑气破空射出,眼前胶树立刻一分为二的向两侧倒下。 从里面滚出了一块乳白色玉碱来。 韩力面露洗色,单手虚空一抓,此玉碱一下腾空而起,直奔其飞射而来。 就在这时,空中一声问响,一道金光漠然冲破韩力所部的幻术,直奔玉碱击射而去。 韩力面色微变,不加思索之下,抬起单手青光一闪,一只青色光手立刻浮现在了金光上方,一把抓下。 哥哥一声熟悉的轻笑,金光仿佛幻影般的被青色光手一把抓破。 原本正飞向韩力的玉碱却一顿,一道淡淡的白影凭空在旁边浮现而出,看似随意的一抬手,就将玉碱轻巧的抓到了手中。 叶道友 韩力两眼一眯,转瞬间就认出了白影的真面目,赫然是那叫叶影的白袍少女。 韩兄,看样子你倒是一路顺利,很轻易就到了此地。 少女秋波在手中玉碱上一转,就笑盈盈的说道。 什么意思,叶仙子南道路上遇到了麻烦。 我可在一线天出口和森林边缘处,等了你们许久,可毫无音信。 你们出了什么事情? 韩力目中闪过一丝异样的问道。 很简单,我和拢道友他们在一线天中遇到了那群风骄,不得已分散了。 而为了摆脱这些东西,只能改变了前进的方向,路上另外又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道友自然不会遇见我等的。 少女妩媚一笑,竟现出几分风情来。 韩力却心中一领,从此女话里隐隐听出了一些什么来。 她尚未想好下感要说什么时,一侧空中突然绿光一闪,又冲进两道顿光来,光芒一脸后,现出了一男一女。 男的面容英俊,女的貌美如花,正是隆东和少傅。 是你。 你果然跑到了前面。 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声,从二人口中惊讶地传出。 竟是少傅一见韩力也安然到了此地,略有一丝意外,而隆东一见白袍少女,却露出了欢喜之色。 原来是隆兄和小道友,不是小妹快,而是二位道友动作慢了一点。 白袍少女望着二人,轻描淡写地说道。 东西,叶姑娘已经拿到了。 隆东目光在少女手中的东西上一扫,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 而少傅见到那欲剪落在白袍少女手中后,脸色却微微一变。 不错,在下的确刚刚拿到的此物。 其实说起来,应该是韩道友最先到此的,小妹比两位也只是先来一步而已。 少女发出了清脆的笑声,悠然地说道。 韩兄,此地就只有这没遇见吗? 少傅沉默了一下,忽然这般问道。 韩力心中一动,但表面却平静地点点头。 见到韩力的回答,少傅不语了,而隆东望着少女也一言不发,而白袍少女却在此时低下寻手,只是微笑着把玩手中的御剪。 一时间,此处立刻变得寂静无声起来,但空中气氛却不由得凝重万分,仿佛暴风雨爆发前的征兆。 夜妹妹,这没预见能否让妾身先看一眼? 这次派到墓族的卧底就有我们黑凤族之人,说不定里面就有本族人的一些留言。 少傅神色一缓,和颜悦色地说道。 这恐怕不行。 不瞒小姐姐,派往墓族的卧底,恰好也有我们夜家之人。 不如小妹先看过,然后再交给姐姐如何。 白袍少女一抿嘴唇,点然一笑起来。 闻听少女之言,小红面色大变,再也无法保持笑容了,目光一下阴沉起来。 既然已经拿到了东西,此地不是九流之地。 我等赶紧先离开此森林再说吧。 隆东却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 小妹正有此意呢。 白袍少女静一口答应了下来。 少傅嘴唇动了一下,但最终没有说出什么来。 韩丽自然更不会有何反对之意。 少女见此一笑,明眸秋波流转之下,正要将手中玉碱收起时,一声轻响,附近一棵古树中突然喷射出一道银芒,速度之快简直说。 瞬息就至少女的背心处。 白袍少女虽然并未回头,但翘鼻一声冷哼,娇躯只是一动,就一模糊的在原地消失不见。 下一刻,人却出现在了十余丈远的另一处地方,但身形才刚显现而出,从其足下处漠然又一道奇快银芒射出。 这一次,少女终于面色微变了。 她肩头只是一晃,足下就仿佛安了弹簧般的一下斜射出树杖徐远去,顿时闪过了足下的攻击。 但恰在此时,破空声响起。 一道淡若不见的透明光丝从近在咫尺的虚空中击射而出,目标不是少女,却是此女手中的那枚玉碱。 白袍少女一惊,急忙手一缩,但却终究迟了一点。 砰的一声后,玉碱立刻爆裂开来,化为了无数碎片。 少女惊怒交加之下,眉间煞气一闪,反手一抓下,竟硬生生的将那道透明光丝一把抓到了手中,然后狠狠的向自身一拽。 扑通一声,一只身体挤进透明的巨虫从虚空中被一下拉了出来。 这仿佛妖虫的东西,体长三四尺,仿佛一条巨残,但肥瘦的身体背后生有两对蝉翼,拼命煽动着,似乎想要挣扎着飞起,但翩翩透明光丝的另一端,赫然就是此虫的大口。 如此一来,被少女拉紧之下,此虫自然无法飞起分毫的。 而玉剑被毁的一瞬间,韩力等三人顿时震住了。 几乎同一时间,剩余的几棵古树上漠然绿光大放,随即几棵古树虚影般的光化溶解,原地一下出现了几道绿乎乎的人影来,仿佛直接从树中诞生的一般。 嘿嘿,真没想到,东西竟然藏在此地方,若不是你们带路,还真的难以找到的。 如此一来,本族就再无后患了。 一个高大人影一扫韩力等人后,口中竟发出了有些生硬的人族言语。 韩力一看这些人影的相貌,瞳孔骤然间一缩。 这些人猛一看,一个个似乎和人族有些相似,但是偏偏所有人肌肤碧绿,五官除了双目威子外,更是和人族一般无二,甚至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其中两名身材苗条之人是女性的样子。 这些人影正是木族之人。 让韩力更是吃惊的是,木族人所穿闪闪发光的丝绸般长袍的腰部,大半都系着一根橙色腰带。 而为首的那名高大木族的腰带,竟然城隍中还带有一条银丝。 一想到有关木族的等阶传闻,韩力的心漠然沉到了深渊。 银阶,你是银阶木灵。 一看清楚那名高大木族腰间的腰带后,少女满不在乎的表情也荡然无存,神色难看之极了。 在下银阶下魏灵师木锐,几位既然到了此地,就不要再走了,姑且在本族做客一段时间吧。 高大木族毫无表情地说道,随后单手一挥。 身后那些妖际成带的木族人同时一弯腰,双手一按地面。 顿时一层绿芒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丘陵四面八方骤然蔓延而去。 原本站在地上的韩丽和白袍少女,想也不想的立刻腾空而起。 轰隆隆的巨响声一下从四面八方传来,韩丽所下的幻术尽致,一瞬间就在一股无形之力的作用下崩溃瓦解。 而幻术一去之下,修灵四周的一切顿时显现而出。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绿光所过之处,附近的树木全在绿光中化为一只只高大的长矛兽,手中持有着一件件五花八门的冰刃,皮毛颜色更是各异, 有些甚至还刮起一阵妖风,直接腾空飞至了天空之上。 如此粗粗一看,足有数千之多,密密麻麻之下将此丘陵全都围得水泄不通。 隆东和少傅一见此景,脸上顿时全无血色了。 韩丽嘴角抽搐了一下,也露出了一丝苦笑。 只有白袍少女神色阴沉异常,只是凝望着那叫木锐的木铃,看不出其心中如何想的。 这是本族近千年才研究出来的木原兽。 若是你们看过那没预见的话,想必其中应该有此记载的。 但现在,嘿嘿,木锐脸上木然异常,但口中偏偏发出了类似讥讽的言语。 动手。 一陌生之极的声音默然从虚空中响起,韩丽等人一正尚不知怎么回事时,白袍少女却突然一张口,一道赤红血光喷出,默然化为了数道红色血丝,直奔除了迎接木铃在内的其他木铃击射而去。 第1376章 六臂出现 那几名木铃一惊,或身上绿光闪动浮现一件木甲盾,或同样一张口,喷出一团绿侠来,想要挡下血丝。 但这些血丝不知是何物凝练而成,竟仿佛虚影般的洞穿这些防御而过,一闪的没入了这些木铃身上。 这些木铃全身血光一泛,瞬间被一件件血色丝网罩在了旗下,竟一时无法挣脱而出。 同一时间,原本被含利用剑气展开的两片古树残骸,竟一个翻滚的骤然化为两道淡淡金影,往木铃身上一扑。 木铃冷哼一声,随手冲起一点。 顿时两道荧光一闪的弹射而出,正好击在金影之上。 轰轰两声闷响,金影就此爆裂开来,无数点金光似箭飞射,将银接木铃就此照在了旗下。 一声大吼,木铃四周漠然浮现出一片金色符纹组成的法阵,在灵光大放中,将此高阶木铃团团围入。 木铃目中紫芒一缩,两手一合,手心中一团刺目银光浮现,然后无数道银芒向四面八方暴射而出。 轰隆隆的巨响传来,银芒金符交织闪烁,那些金色符纹不知是什么古怪神通,硬生生挡下了这名银接木铃的一击,只有一小部分符纹被震散开来。 这一幕让这叫木锐的高大木铃,心里惊怒交加。 不加思索下,两手之间再次浮现银光,凝聚的光团一看就远比上次还要刺目几分的。 但这时,一剑银接木铃和其他高阶木铃全都被困住的样子,韩丽和隆东虽然有些惊疑,但哪还会在此继续等死,当即狂喜之下纷纷动用了保命神通,立刻向四周击射而走。 其中少傅两手一掐绝,身形往地上一滚,瞬间化为一只艳丽异异常的火缝,浑身黑色妖艳滚滚,往牧园群中一冲,所过之处任凭巨猿各种武器极身,全都瞬间化为灰烬。 眨眼间,此凤就冲出了百余杖之远。 而隆东身色凝重下,却一口吞下一颗五色丹药,随即口中念念有词,身上再次浮现那一套带齿战甲。 双翅一斩下,战甲上竟然浮现出一条五爪金龙虚影。 此龙一声长吟的冲天而起,接着一个盘旋的没入隆东身中。 随即血至青年身上金光大放下,骤然化为一道十余杖长金红破空而走,在金光隐隐一条五爪金龙摇头摆尾。 金光锁过之处,前方所有阻挡的东西,都立刻为了一蓬蓬的血雨迎空洒下。 相比前面两人如此惊天动地的逃顿,含力动作却悄然无声,背后一声雷鸣后,一对青白色与赤浮现而出。 接着他一张口,喷出了树团赤红精血,围着其身体滴溜溜一转下,就化为大片血雾将其身形淹没其中。 血雾翻滚击下,一缩之后,里面就一道血影一射而出,几个闪动后,就仿佛无形肢体地洞穿了密密麻麻的牧原兽,出现在了天边尽头处。 再次一闪后,血影才彻底消失不见了。 含力以化神级别施展出来的血影盾,竟比黑凤和隆东所化金光快了备许有余。 让这二人在盾光中远远见此,不禁目瞪口呆了。 白袍少女却又是另一番光景了,只是单手一晃,一口红灿灿断刃出现在手中,也不见其有任何掐绝举动,只是将此任对准某一方向牧原兽最多方向轻飘飘一挥。 顿时附近空间的天地间元气一阵颤抖,一道百鱼杖,仿佛晴天巨著的赤红刀光,从虚空中悠悠浮现而出,并往下徐徐一展。 刀光所落之处,被笼罩旗下的牧原兽一阵大乱,纷纷惊恐万分地想要逃离原地。 不可思议的是,所有牧原身形刚移动的瞬间,躯体就一颤地自然起来,转眼间上百只牧原兽就在红色火光中飞灰烟灭了。 前面现出了空荡荡的一条笔直通道来。 而巨大刀光根本还未落下,就诡异的一闪消失了。 就在这时,从那颗暗藏预检的残缺古树根部,一只拳头大的绿色火鸟突然从中击射而出,一闪的化为一道绿芒没入少女身体中。 白袍少女见此,雀面上一喜,深吸了一口气,身形移动的在原地消失,但马上一闪后,在通道中间地方出现,但又一动下,人就在此消失浮现,诡异的出现在了通道的尽头处。 少女随即二话不说,化为一道白红的破空而走,盾光若隐若现之下,几个呼吸的功夫,就同样消失在天边尽头处。 此女诡异顿树竟似乎完全不在含力血影顿之下。 此刻,被那些金色浮阵困住的木锐,手中荧光再次爆发而出。 这一次银芒威能显然远非上次可比。 一击之下,竟将大半金服全都震散消失,仅剩些许还围着此木铃滴溜溜旋转不停。 此木铃脸上毫无表情,弹幕中紫芒一阵狂闪,突然仰手发出一阵清冷的煎鸣之声。 顿时附近空中那些木原兽一阵骚动下,立刻化为树谷,分头向寒利等人脊椎而去。 与此同时,在黑夜森林的其他几处极远之地,呼应般的也响起了同样的煎鸣之声。 韩力并未催动血影顿多久,一将众兽甩得看不见踪影后,当即将血光一收,就化为一道青红继续顿走。 但就如此,他脸色也明显比原先苍白了几分。 看样子,最近一连两次的动用血影顿,让其真的伤到了元气。 不过一想到身后可能会有银接木铃锥感,他又怎敢有丝毫松懈? 那可是相当于人族和体骑的存在,他就是在自负有逆天神通,境界相差如此之远,也绝不敢奢望交手后有获胜的机会。 即使对方只是一只银接下位的存在。 这次要不是,暗中另有人出手相助,忽然用秘术困住了这位银接木铃。 恐怕他们就是连逃走的机会,也根本不会有的。 但显然那种金色浮阵也无法困住这等存在多久的,几人分头而逃下,谁都有可能被此银接木铃锂上的。 他又不敢有丝毫的停留。 虽然没再动用血影顿,但韩力在青色盾光中,背后风雷是不停的一下下的扇动着。 而每一次的闪动,都让其顿速骤然间加速一分,十几次后,顿速之快已经完全不下于一般的链须修饰了。 不过就是这样,韩力也不敢回头一下,只是闷头往前狂赶。 嗖嗖几下破空声从下方传来,随即几道竞风击射而来,奇快异常。 韩力脸色一沉,盾光在空中漠然一顿。 三道青光从下方一闪擦过,距离其身体只有数尺之远。 刚才若不是韩力停下顿光,恐怕立刻被这三道青光洞穿身体而过。 如今三道青光一个盘旋,化为三名牧族之人,各自手持一青色木毛,目然地挡在了前面。 韩力目光在三人腰间一扫,发现这三名木灵腰带竟是淡黄色的,当即心中一松。 这说明三人只是相当于人族的原因修饰般存在,他自然不会放在眼中的。 韩力也不见其动用任何法宝,背后风雷尺只是一动,就化为一道青白色电弧弹射而出。 雷电是何等迅捷,只是一闪,人诡异的到了中间那名木灵面前。 此木灵脸上没有表情,但是木中紫芒一阵急转,竟毫不畏惧的一抓木毛,就直奔韩力下腹直刺而来。 木毛尚未极深,就爆发无数道青色刺芒,仿佛要一瞬间就将韩力洞穿个千疮百孔。 韩力目光一寒,面孔双手金光大放,刹那间浮现出一层仿若透明的金色鳞片出来,那些青芒一次到身体之上,竟然爆发出金属摩擦的刺耳之声,全都被硬生生的反弹开来,丝毫作用没有。 与此同时,韩力一只手臂诡异一探,竟一把将那次来的矛头抓住,任凭眼前木灵拼命回抽,却纹丝不动着。 此木灵脸上轻气一闪,毫不迟疑的一把松开木毛,身形向后击射而去,动作快似流星,不可谓不快的。 但韩力另一只手臂却嘎嘣一声的暴涨持续,就仿佛瞬一般的一下出现来了木灵胸前处,五指如箭的略意模糊,就没入其中。 清脆之极的一声轻响,木灵的身体仿佛纸糊一般的,被韩力一掌强横肉体一把抓破,从此木灵背后探出的五指,却捏着一颗淡黄色的宝石状晶体。 从韩力应接中间木灵一击,到七身到其跟前,一把抓破其胸腔,只不过刹那间的功夫。 两旁的另外两只木灵剑子,口中发出怪异的一声煎鸣,竟然一人一张口,喷出一团黄霞击射而来,另一只手中轻毛一挥,幻化出无数道须影将韩力大半身体罩住。 韩力冷笑一声,两手一抽,就想收回双臂应敌。 但是大叔他预料的事情出现了。 其单手插入的木灵身体和另一只手臂所抓住的木毛,竟同时绿光大放,并凭空生出一股难以置信的巨大犀利。 他双臂一晃之下,竟然纹丝不动,双手竟然无法抽出。 而就这略一耽搁,黄霞瞬间到了面孔之前,而无数道须影迸射出无数轻盲,直刺而下。 韩力脸上一丝诡异闪过,同时嘴唇一动,似乎说了一句什么。 顿时他身上金光大放,泪下各自须影一闪,四条模糊异常的金色手臂诡异的浮现而出。 第1377章 退敌 四条手臂微微一晃。 一条金币一动,一拳打散眼前的霞光。 一条金币则虚空一化,顿时金色掌影密密麻麻的浮现而出,轻易的挡下了漫天青芒。 与此同时,另外两只金币却对准两只木灵食指一弹,十道金色剑气击射而出,瞬间到了两只木灵前。 这两只木灵一惊,一个身上浮现出青色木甲,另一个却手多出一只黄色木盾,同时想挡下剑光。 但是十道剑气可是韩力体内青竹风云剑所化,是何等犀利之物。 只是一闪,就将两只木灵连同身前东西,一同切开了。 两只木灵身体瞬间变成了数块。 但是韩力却仍不肯罢休,两只幻化出手掌接连弹射不止,密密麻麻的剑光狂涌而出,转眼间就将两只木灵淹没进了金光,两棚血雨顿时洒落而下。 韩力这才深吸了口气,被吸住的双臂突然一抖,一阵波纹状金光诡异的在臂上浮现。 那只吸住韩力双手木灵躯体和青色长矛一接触此金光,顿时在颤抖中寸寸的碎裂,最后化为一团青色木粉,随风消逝了。 韩力将两手抽出,身上金光一脸,另外四条模糊金壁一闪就不见了。 这次对付区区几只猿鹰级存在,就动用了第二步的范圣真魔弓,还真是大才小用了。 不过此功法修为尚浅,无法真正发挥神通,尚无法用于正面之对战强敌中,也只能起到一些出其不义的奇效。 但是一等他修为进入炼虚,修炼到了第三步功法时,法体双修之下,这反圣真弓的威力绝对大的难以置信,绝不在任何一步所谓的顶阶功法威能下的。 对这一点,他倒有几分自信的。 韩力心中思量着,再次化为一道青红,机设离去。 下干路上,韩力又碰到了数拨木族人的拦截。 但这些木族之人,各个修为都不太高,大都是相当于猿鹰级别的木铃,甚至还有一些更低阶的木铃出现。 对于这些木铃,韩力是能躲就躲,实在不行的话,则施展霹雳手段一下击毙对方,根本不给对方纠缠的时间。 结果在空中一路狂奔小半日后,韩力终于碰到了大麻烦。 在他面前,竟出现了两名妖际紫色腰带的木铃,一名身材魁梧,一名身材苗条,赫然是一男一女的样子。 而在二人的身后,竟然还站着四头皮毛银白,体长七八丈的木铃兽,每只手中各持着一根黄色大棍。 这四只木铃目光炯炯,其钉向韩力,竟似乎通灵异常,开启了灵智的样子,隐隐带给韩力一种极其危险的气息,似乎威胁并不在那两对男女木铃之下。 而这两名紫杰木铃,已经是相当于人族化神级的存在,同样不是好对付之辈。 现在韩力离黑夜森林边缘已经不足万里了,急于马上离开险地的他,自然没有心思再和这几人缠斗什么,在被拦下的同时面上煞气浮现,凝望着对面的两人寺源,面上冰寒异常。 莫然单手往脑勺后一摸,大片灰光冲天而起,一个盘旋后,莫然凝聚化为一道奇粗无比的巨大光环,足有二三十丈之巨,在空中滴溜溜一转下,一下就将对面敌人目光全都吸引了过去。 而与此同时,他一只手袖袍一抖,七十二口小剑无声地飞射而出,向四面八方悄然飞去。 他竟打算用原磁神光牵引住对手,然后动用大耕剑阵,将这些大敌一举全灭。 同一时间,小红脸色发青的悬浮在半空中,双目死死地盯着身前浮现的树道绿影。 三明腰间系着紫色腰带的木铃。 另一方向上,笼东所化金光去世不止,在其盾光后面,一只浑身毛发如同赤金的金黄色木圆,肩扛一只乌黑巨斧,周身五色霞光流转不定,流星赶月般的紧追其后。 金光中的笼东已经散去了乌爪金龙的形态,但是回首望了一眼背后争鸣异常的金毛木圆后,却丝毫没有停下交手的意思,反而狂催盾光不止。 前半百余里远处,赫然就是黑夜森林的边缘了。 一道白红发出凄厉奸笑的破空飞顿着,在背后树里处,一道荧光紧追不舍着。 两者均都忽隐忽现着,眨眼间就顿出了千丈之遥。 白红纵然一时无法甩开荧光,而荧光也无法马上追击白红的样子。 两道顿光一掠而过,冲出了森林地带,将黑夜森林远远的甩到了后面。 韩力身形悬浮在半空中,看着剑阵无数道金丝凝聚到一团,终于将坚持到最后一头银毛木圆也轻易地切割成了无数块后,当即轻叹一声,两手一掐绝,口吐一个收刺。 前方于虚空中骤然间有数百道金色剑光冲天而起,随即一阵清明,在金光大放中还原成了七十二口金色小剑。 这些小剑在空中滴溜溜一转后,骑往韩力这边击射而来。 韩力秀跑一抖,所有小剑就没入其中不见了。 望了望原先剑阵的中心处,那边仍有许多血雾尚未散尽。 韩力目光一闪。 七十二口飞剑部下的真正大更剑阵,威力之大远超他预料之外,一时大意被他剑阵困在里面的两个紫阶木铃和四只一看大为棘手的银色木圆,被剑阵放出的剑丝轻易地斩杀而尽,毫无抵抗之力的样子。 看来隆东所说的,青原子用炼虚七修为以大剑阵威力力抗和体七修饰之势,恐怕还真有其事的。 韩力心中思量着,却没有在此多停留哪怕一刻。 将飞剑一收入体中,再次驱动顿光直奔森林边缘处,激射而去。 半个时辰后,韩力飞离了森林。 一离开此森林百里之遥,韩力马上就从怀中取出了那张太一画轻符,往身上一贴。 顿时身形彻底虚空化起来,彻底隐匿起来。 如此一来,他才真正大松了一口气,漠然换了各方向继续飞走。 就在他从离开没有多久,从身后的黑夜森林方向又赶来两道黄色顿光,光芒一脸后,献出了两名身系橙黄腰带的木铃。 这两个木族之人正是当初跟随银接木铃,而被白袍少女施法暂时困住的那群高阶木铃之一。 他们在韩力原先停留的地方,好一阵盘旋,又低声交谈了几句。 但最终无法找到任何有关韩力的线索,只好幸幸而回了。 韩力并不知道自己的小心举动,让自己又逃过了一劫。 否则真被两名有炼虚极实力的承接木铃追上,纵然能逃的性命,但绝无法安然脱身的。 在飞行了万语里后,确定真的应该已经摆脱了木族人的追踪,韩力两手一夹绝,顿时身上符纹一闪,身形从虚化恢复了圆形,同时身体中一团灵光飞出,再次还原成了纳太一化轻浮。 两根手指捏着符路轻轻一晃,此符就此消失不见了。 韩力小心的四下张望了一番后,才悄然的降落到下面的一座小山上,面色阴沉的开始细细思量起来。 此刻的他,也心中郁闷异常的。 纳梅玉剑被木族人意外的击毁了,难道此行任务真失败了? 若是如此的话,无法得到充足的灭臣丹,他岂不是还要再返回天渊城去的? 不对。 后来突然出手困住迎接木灵之人,显然就是两族派往木族的卧底才是。 若是如此的话,先前纳梅玉剑可不一定就是真的。 说不定真正的木族情报,还是在此人身上的。 只要找到此人,任务仍可完成的。 韩力心念如电的想过一遍。 突然觉得此是柳暗花明。 看来要先找到白袍少女才行。 至于如何找到? 韩力脸孔一动,嘴角突然露出一丝诡异之色来。 他忽然袖袍一抖,一团虚影飞射而出,一个盘旋后,就化为一只巴掌大的小金钱豹趴伏在了地面上。 正是那只暴林兽。 此兽正瞪着一对可爱的翠绿眼珠望着韩力,并低鸣了几声。 韩力也不说话,手中灵光一闪,漠然多出了一只青色法盘。 接着他口中念念有词,单手冲盘中虚空一抓。 顿时一团斗力大小的乳白色光团从盘中徐徐飞出,悬浮在离法盘半尺高的地方,悄然不动起来了。 韩力口中发出一声哨声,冲小兽随意的一招手。 可是暴林兽却打了个哈哈,根本没有动,反而露出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韩力有些无语了。 在莱木族的途中,他放此兽和提魂兽混了一些日子,怎么也染上了提魂兽的嗜睡毛病。 不过,现在可不是和此兽计较这种小事的时候,单手往储物灼上一摸,顿时一个翠绿小瓶出现在了手中,并从中倒出了一个鲜红异常的丹药,冲小兽方向一抛。 顿时原本有气无力的暴林兽,马上精神一震,残影一起的跃到了空中,将此丹药一口吞了下去。 然后摇头摆尾的冲韩力呜呜几声,一副讨好式的表情,还想再要的样子。 韩力也不说话,单手冲法盘上光点一点。 不用他说什么,他就瞬间将自己一死通过神念传给了此兽。 小兽毫不犹豫的身形一动,下一刻就诡异的出现在了法盘之上,望了空中的光点几眼,稍微歪了下毛茸茸的头旗后,就一口将乳白色光点吞入了腹中。 第1378章 木缝 暴林兽翠绿色的双目闭上了许久,半晌后在漠然睁开后,冲着韩力一声乌液的嘀吼。 韩力见此,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他自从收服此兽后,不久就发现小兽除了身法奇快,浑身坚硬于铁外,竟还具有一种极其神奇的闻西寻物神通。 只要此兽感应过的东西,无论死物活物,他就可以无视对方的一切隐匿尽致,可在百万里之内将其准确找出来的。 这种追踪的天赋,已经不是仅靠嗅觉,而是一种神识上的不可思议感应。 最起码,韩力自己在不动用太一化轻浮的情况下,无法摆脱此兽的追踪。 至于法盘中的那点白光,自然就是白袍少女在出发时为了互相联系,而在其他人盘中都种下的一点精纯灵气了。 小兽四下旁顾一变,头颅一偏,似乎在思量着什么,但片刻后就四肢一动,化为一道淡黄色虚影击射而出。 韩力并没有急着跟去,而是单手掐绝,漠然往地下打出了一道清光去。 结果从地面下传出了一声隐隐的清鸣,突然从地下飞出一团银色火焰来,里面隐隐一只火鸟盘旋飞舞的样子。 正是韩力当初在黑夜森林,预先放出潜伏到地下的士灵火鸟。 后来为了万一,韩力在从森林中逃脱时,一直未将此火收起。 好在此火早就被其彻底炼化,即使它顿速再快,也可在一念之间的同样紧跟其不丢的。 当然此火鸟并非真正的灵兽,维持其形态要消耗一些法力的。 但这点消耗,对如今的韩力来说,并不太在意的。 剑士灵火鸟并无问题,韩力满意的点点头,单手一点下,此火鸟再次没入地中不见了。 这里仍然危险重重,他可不会轻易将此火收起的,继续留在体外,只当埋下一记后手了。 做完此事后,韩力灵光一起,化为一道青红鸡射飞出,几个闪动后,紧追暴林兽在天边消失不见了。 小兽一路向北而去,足足飞行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方向一变,又朝另一方向而去了。 后面的韩力微微一正,但没有说什么的,也随之改变方向。 但下面,暴林兽飞顿方向又接连换了数次。 这让韩力脸色凝重了起来。 暴林兽如此表现,说明夜影此女还在不停移动中,并且看样子似乎被什么人追赶的样子。 否则,不会这般频繁变换飞顿方向的。 不过他倒也不会因此就惧怕不前了。 以他现在神通,只要不是身处敌人重重包围之中,或者被实力太悬殊的大敌全力追杀,保命还是有几分自信的。 而此女关系到自己的灭陈丹,他更不会轻易就此退却的。 面无表情下,韩力紧跟暴林兽后,化为一道青红风石电掣飞顿着。 这一追下,就是三天三夜,韩力竟一直无法追上此女。 不过当第四日清晨,顿光经过一片一眼无法望前尽头的蔚蓝水面时,前面暴林兽顿光一顿,漠然停了下来。 韩力精神一震,清光一闪,人就到了小兽身旁。 暴林兽一扭毛茸茸头颅,低声的呜呜几声,似乎在说些什么。 若是其他人自然不知道此兽吼声内容,但韩力却惊喜的问了一句。 什么,那人就在前面不远处,已经停了下来。 就在那个地方。 好,我知道了,你回来吧。 韩力手指一弹,药箱一伞,一粒暴林兽吞服过的血红丹丸击射而出。 小兽大喜,身形一动,在半空中一口将丹药吞下,在一张口,吐出了那团白色光点后,就带着一串残影后没入了韩力大袖中不见了。 而韩力则单手一翻转,取出那个法盘,将白色光点一收,手中灵光在一闪后,一枚太一化轻浮浮现在了手中。 望着这张暗淡异常,几乎灵光全无的符露,韩力眉头一皱,一犹豫下,另一只手翻转,又一枚一般无二的符露出现了。 只是紫紫色符露比起第一枚来说,灵光耀眼多了。 这正是韩力为了此次蛮荒界之行,费了偌大力气又炼制的另外两枚太一化轻浮。 先前那张威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为了保险起见,面对可能出现的未知危险,韩力自然还是另取一张心符保身的好。 将第一张蚕符一收,心符露一晃下,顿时在银色符纹闪动中,韩力身形在原地凭空消失了。 随即他心中掐绝,身形一动后,直奔暴林兽所指之处轻飘飘飞去。 这片水面也不知是一处巨湖,还是真到了什么海边,向前飞行了二百余里后,竟然丝毫岸边都没有看到的样子。 不过却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岛出现了眼前。 此岛大约十余里大小,上面草木茂密异常,似乎喊有人来似的。 韩力望了一下此岛,又抬手四下张望一下,才直奔岛屿中心处悄然而聚。 暴林兽所说地方,应该就是此岛不假的。 岛屿中心处是一个不算大的小盆地,里面一些大小不一的灰白色巨石堆放那里。 而在其中一块巨石上,一名白袍少女面色苍白的盘坐骑上,在其身前处,一名四目族之人的女子,恭敬地站在那里。 韩力一见此目,心中一惊,身形一顿地停留在了半空中,双眼微眯地打亮起那名陌生女子。 这名女子肌肤颜色和普通目灵一般无二,同样是那种浅绿之色,并且腰间还带着一件代表等阶的橙黄色腰带,仿佛一名可和恋须修士比拟的承接目灵。 但是韩力一仔细观察下,却马上发别了此女和普通目灵的不同。 此女面对白袍女子时,脸上竟一副凝重之极的肃然表情,和其他目族的目然大不相同。 并且她虽然没有放出神念去仔细探测,但此女身上隐隐散发着一种强大之极的火灵力,和那些目族体内全都一般无二的精纯目灵器截然不同的。 这不是目灵。 韩力心念一转下,做出了判断,接着目光一转,落到了白袍少女身上。 她这才发现,白袍少女除了脸色苍白异常外,胸前白袍处还有一处拳头大的血字,仿若一朵胀开的血色小花,惹眼异常。 此女竟然负伤了。 见到此目,韩力心中迟一下,思量是否要现行落下。 而就在这时,下方的少女漠然一抬禽手,冲空中奄然一笑。 韩兄既然来了,为何还不下来,休息一二。 韩力文言心中大惊,随即骇然起来。 此女竟然能看破她的虚化隐匿,这怎么可能? 太一化轻浮面对和体级修是不好说,但对于炼须级的存在,以前可从未被人感应到的。 难道此女用的是诈语? 但看此女满面笑容的瞅向自己的样子,分明知道自己的所在位置。 除非此女神念强大竟然不在合体修饰之下,这才能说得通。 韩力心中惊疑起来,但略一沉吟后,身上银色符纹闪动,身形缓缓显露而出。 随后她又单手往身上一拍,一道紫色符纹飞出,一个盘旋后,落入其手心中。 叶道友,这位道友是何人,能否给在下介绍一二? 韩力貌似平静的说道,身形从空中徐徐降落而下。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两族派往墓族的卧底,叶楚道友。 看韩道友样子,似乎很轻松的摆脱那些墓族了。 白袍少女倾笑的说道,并颇有兴趣的上下打量着韩力,见其一副完好无损的模样,不禁一丝亚瑟闪过。 叶楚 道友是人族还是妖族? 韩力却凝望绿夫女子,目光一闪的说道。 道友还真是眼光犀利。 在下是人族之身,但身具目风灵血,算半个妖族吧。 女子清冷的望了韩力一眼,冷冷的说道,声音稍微有些沙哑的样子。 目凤 咦,道友有恋虚级修为? 韩力刚为听到的名字一正,但神念往此女身上一扫后,脸色微微一变了。 楚姐姐,出身我们叶家,当年就有恋虚初期修为,如此多年在慕族潜伏下来,如今已经恋虚期大成。 距离合体大成,也不过是一线之隔的。 少女却秋波流转地说道。 这也多亏我在墓族中得了一些好处,否则,妾身也无法修炼到这种地步的。 倒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竟然是少主亲自到此来的。 夜楚口中谦虚两句,面对少女一副束手而立的模样。 原来如此。 这一次要不是前辈在一旁接应,此次我等恐怕真的要全军覆没了。 面对恋虚后期这等可不存在,韩丽倒吸一口凉气后,神色自然攻紧了几分。 不过,话说回来了。 刚才因为被追得太急,我还没有细问下。 楚姐姐,到底出了何事? 为何我等会落入了墓族的圈套中? 其他几人呢? 少女脸上笑容一脸,漠然神色凝重了下来。 墓族中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已陨落了。 就在百年前左右,似乎墓族人得到了什么情报,知道族中有我们两族探子。 一番清查下,只有我因为墓凤之血的缘故,蒙混了过去。 其他几人都陆续暴露下,只能强行而逃。 但是结果都被一一击杀了。 律夫女子竟然这般的回到。 第1379章 任务完成 至于你们之所以会在森林中被埋伏,则是因为墓族高层早就改变了黑夜森林等边缘地带的梦罗树的监视范围,少主恐怕一进入了森林就被此树发现了。 好在墓族高层对黑夜森林此地并未重视,只派了一名迎接下位的墓龄主持这里,否则换作其他森林,即使我在里面侧应,你们也很难脱身的。 女子又慎重的说道。 原来这样。 楚姐姐,这千余年真是辛苦你了。 少女神色一动。 缓缓地说道。 没什么,我这些年在墓族也没有白呆,还真掌握了不少的墓族秘密,总算对族中有个交代的。 不过我如今肯定暴露了,是无法在墓族继续待下去了。 夜楚却不以为意的样子。 韩丽听了心中微动。 天渊城可能马上就要爆发大战,就是没有此事,家主也打算召回姐姐的。 以姐姐如今的修为,继续潜伏在墓族可是大才小用了。 白袍少女轻声一笑。 但这一笑似乎牵动了此女的内伤,让其马上咳嗽了几声,脸色更煞白了几分。 少主没事吧,要不,再服下一颗凤灵丸。 夜楚一见少女此景,面色一紧的劝说道。 不用。 凤灵丸所剩不多,我留下还另有大用的。 少女却摇了摇头。 怎么,夜姑娘伤势很重吗? 韩丽目光微闪。 被那名银接木铃接接实实的打了一击,你说重是不重。 白袍少女冲含力撇了撇嘴,没有好气的样子。 若是一般内伤的话,在下还有几种丹药,也许对道友伤是有些用处的。 韩丽不动声色的说道,袖袍一抖,数个药瓶抛了过去。 白袍少女袖眉一挑,单手虚空一抓,就将这些药瓶都射到了手中,一一打开盖子,放在鼻下袖了两下。 妙之丹,百胜丸,回灵水,韩兄真是出手大方,居然有这等疗伤圣药。 既然如此,小妹就不客气了。 少女似乎对丹药之道也造诣肥浅,瞬间就叫出了瓶中丹药的名字,一脸的吃惊之色。 这些灵药以少女身份自然也备有一些的,但一名化神修士一口气拿出如此多来,自然还是有些难以置信的。 少女美目一眨后,毫不客气的将药瓶全都收下,并当场服下了几颗,对韩丽信任异常的样子。 韩丽心中对此女的果断,倒有几分佩服起来。 当然十有八九,这也是此女有什么秘书,根本不怕骑在丹药中动什么手脚的。 对了,韩兄如何找到小妹这里来的? 刚才的隐匿服录没看错的话,似乎是银科服吧,不知叫何名称。 如此高明的银科灵服,小妹可是第一次见到的。 少女服下丹药后,气色好转了许多,但眼珠一转下,忽然开口询问起太医化轻浮起来。 在下在追踪之道上,略有些心得。 至于那枚灵服叫太医化轻浮,是在下无意间得到的,在隐匿方面的确颇有些神妙。 叶姑娘能一眼看破,倒让在下有些吃惊的。 不知道有如何识破的,以此服的威能哪怕是练须修饰,也无法轻易看穿的。 韩丽微微一笑,反问了一句。 小妹修炼功法,恰好对大半隐匿功法都有克制功效,能看破韩道友的灵服,不是什么奇怪之事。 韩兄无须太在意的。 少女一抿嘴唇,似笑非笑的含糊道。 韩丽听了,自然只能苦笑一声。 虽然明知对方之言有虚,但同样不好追问什么的。 我无大碍了。 楚姐姐,牧族的情报资料,你应该随身携带了吧。 趁现在无事,赶紧将御简传给天渊城吧。 省得再出什么意外。 少女默然充夜楚说道。 是,少主。 律夫女子闻言,立刻答应一声。 韩丽脸上神色如常,但心中自然大喜。 这时白袍少女已经从储物灼中,掏出一个银灿灿的棱形法盘,律夫女子却一张口,从膛口中喷出了一块翠绿玉滴的玉碱来。 那法盘韩丽身上也有一块,可以一次性将某件小巧物件传送回天渊城去,传送完毕后,法盘也就毁掉无法再用了。 现在既然少女用自己的传送法盘,韩丽自然也是无所谓的事情。 此法器据说是天渊城的炼器宗师们,新进研究出来不久的东西。 否则当初这只半妖木缝带上一只,说不定就无需韩丽等人专门跑上这一趟了。 少女手一抬,冲着法盘打出一道白色法绝,顿时将手中法盘白光一闪,灵光大放。 将法盘往身前一抛,一下化为了一座持续大的乳白色光阵,滴溜溜转动不停,并发出滴滴的温鸣声。 快些,虽然是小型传送阵,但也可能引来木族人的。 少女急忙说道。 夜楚也知道此理,不假思索的将手中玉碱一抛,顿时此物落入了光阵之中,漂浮在其上空。 少女面色凝重的在意掐绝。 法阵中漠然浮现出银色符纹,一阵翻滚后,遇见一声清明的凭空消失了。 随之光阵也在一瞬间的溃散消失,现出了银色法盘的圆形。 但是这时的法盘,不但上面明印的法阵全部毁坏一空,整个盘面更是裂痕满面,彻底无法再用了。 韩丽却心中欣喜,单手一翻转,手中多出了一块清蒙蒙的玉符出来,目光不眨的紧盯着不放。 正是出发前,天渊城高层所发的半块万里符。 少女见子一笑,将坏掉的法盘一收后,同样取出了另一枚万里符,明眸如水的注视着。 夜处此女却没有什么表情,只是站在原地神色如常。 一时间,三人均都一语不发,此处寂静无声起来。 足足一盏茶功夫后,韩丽和少女手中的万里符同时灵光闪现,各自浮现出一行行文字。 韩丽心中几跳,一次次的将玉符上文字全都伸记心中。 当密密麻麻的文字几乎遍布整张玉符后,白光一脸,玉符再次暗淡下来。 这时的韩丽,脸上却满是笑容了。 天渊城传送过来的东西,果然是讲解如何解除灭陈丹药瓶上尽致的文字,和事先约定的一般无二。 看来城中已经默认他们完成了任务,终于恢复了他的自由之身。 心中兴奋异常,韩丽目光一扫对面巨石上的白袍少女。 只见此女仍然凝望着手中的万里符,似乎尚未看完,但是此女嘴角瞧起,分明对玉符上的内容也满意异常的。 韩丽心中一动。 此女不可能需要灭陈丹的,不知道天渊城的那些高阶修士许诺了何好处,让其甘心来此冒险的。 怎么样,韩兄也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吧。 少女终于看完了玉符上的内容,将手中之物一收后,冲韩丽笑嘻嘻的说道。 不错,的确得到了想要之物。 韩丽微笑的回道。 既然如此,赶紧离开此地吧。 就算道有令有什么打算,但想来绝不愿意继续留在牧族势力之内吧。 少女大有深意的冲韩丽这般说道。 韩丽一震,目光凝望了少女半晌后,才缓缓的点点头。 少女见韩丽答应下来,似乎颇为高兴,对一旁的律夫女子吩咐一声。 律夫女子答应一声,抬手放出一样宝物出来。 此物方一出现时,只有持续大小,竟是一只黄蒙蒙的牧鸟傀儡。 在女子法决一催下,牧鸟腾空升起,同时体型在光芒四射中迅速长大,转眼间就化为了十余杖之巨。 看起来栩栩如生,神俊异常。 少女和叶楚二话不说的飞射而上,韩丽略犹豫一下,也同样腾空到了其上。 在叶楚一声娇斥命令下,牧鸟巨大目尺一盏,瞬间化为一团黄光,击射而走。 从韩丽遇到二女,到完成任务,再次逃离此地,韩丽和白袍少女竟然从史智中都未谈起隆东和小红二人,仿佛二人根本就未存在一般。 而就在牧鸟离开此地的小半日后,一道银红从天边飞射到此,在岛上盘旋几圈后,也同样一闪的破空飞走。 但看离去方向,正是牧鸟飞走的方位。 一个月后,一团黄光从漫漫荒原上空飞射掠过,正是乘坐牧鸟,一路急行的韩丽等人。 他们自从当日出发后,叶楚当即全力催动牧鸟,一路峰值电撤,丝毫不敢在路上有何停留。 如此这般,他们才能在这短时间内赶到了这里。 而前面不远处,就是一线天的入口了。 韩丽和二女心中不禁微微一松。 而就在这时,前面半空中忽然间狂风大作,随即阴云密布,雷鸣声阵阵,天色一下变得阴暗无比起来,漆黑如墨的乌云在翻滚不定中,遮蔽了大半个天空。 而在轰鸣声中,隐隐传来一声声低沉的吼叫。 这吼声不太大,低沉异常,但是却充满一股说不出的威严之息,白袍少女和绿夫女子一听此吼声,脸色顿时大变。 这时,韩丽瞳孔一缩,脸上现出了迟疑之色。 而就在这时,阴云之中数道巨大银湖一闪,随即在轰隆隆之声中,一颗仿佛山月的巨大头颅从云中一探而出,两颗淡金色眼珠一闪之下,死死的盯向了远处的木鸟上等人。 在此阴森目光下,韩丽只觉一股寒气漠然从背后升起,瞬间笼罩全身,身体竟然一时间无法动弹分毫了。 第1380章 真灵之破 龙手、真龙之手,绝非什么蛟龙头颅。 望着远处空中的庞然巨物,韩丽心中骇然起来了。 天空中的巨大头颅,和其在典籍上见过的真龙之手竟然完全一样,并且整颗龙首都金灿灿的,仿佛十足赤金打造一般,头上的一对金角,仿若两颗小树,更是灵光闪闪,让人望而生畏。 不是真龙。 虽然气息的确是真龙之威,但这东西体内灵力,顶多和合体中期的妖修差不多的。 真灵级存在怎会只有这点灵力? 忽然邪处神色移动的大声说道。 不是真灵级的存在,竟能显露真龙之躯,那就是强行催动真龙之血,方才幻化出的真龙之破了。 一听叶处此言,白袍女子目中一缕寒芒闪过,喃喃的说道。 真龙之血?那肯定是龙家的人在搞鬼了。 叶处带眉一挑,面上煞气顿时浮现而出。 不错,应该是如此的。 我早就觉得有些奇怪,我参加此次任务没多久,怎么龙家也将龙家少主安排进了任务中了。 看来他应该就是冲着我来的了。 少女冷笑了一声。 冲少主来的。 难道为了那个传闻,叶处一下想起了什么,脸上神色大震。 什么传闻? 韩力体内大眼觉一阵流转后,终于从那莫名震慑中恢复了行动,脸色极其难看的问了一句。 嘿嘿,韩兄知道这个真龙之破是那位龙家大少爷搞出来的,想图谋我身上的天凤真血就行了。 不过,他既然选择在这里出手狙击小妹,自然也不会再放什么活口离去的。 我等真灵世家早就有约,严禁世家之间互夺真灵血脉的。 若有触犯者,则会被所有世家联手剿灭。 这位龙家少主纵然胆大包天,但也不敢在人族势力范围内对我动手的,这才会借故跟我到此,突然发难的。 但摧发真灵之血,单凭他一名化神修士根本无法做到的,多半龙家有其他炼虚修士跟到了此地白袍女子望着远处的巨大龙手,平静异常的说道。 韩力听了这些话,在联想路上那位龙东的确对少女极为注意的样子,心中道信了多半去了。 若是普通的真灵之血还罢了。 但对我们叶家和龙家这样的上古真灵家族,灵血早就深入我们两家血脉不知多少万年了。 按理说应该无法夺取的。 龙家应该清楚此事才对的。 叶楚神色凝重下,闪过一丝惊疑。 这点我也不太清楚。 既然龙家敢设计在此动手,应该已经想出了什么方法才是。 不过,纵然真有什么手段,也要能击败我的天凤之魄才可。 一会儿小妹激发灵血,还虚楚姐姐出手相助了。 韩兄,护法之事就有劳了。 白袍少女脸色一沉。 既然无法置身事外,韩某自然会尽力的。 韩力望了望正徐徐接近的乌云和那颗巨大龙手,苦笑了一声。 这所谓的真龙之魄似乎根本没有将他们放在眼中,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 韩兄明白就好了。 我先布下一个法阵,再催动灵血和这真龙之魄大战一场。 看看到底是我们叶家的天凤之力强大,还是龙家的真龙之血精纯。 少女神色一缓地说道。 随后她单手往储物桌上一抚,顿时现出了厚厚一叠颜色奇异的阵棋,手一动下,数十道光芒四下飞出,没入附近地面不见了踪影。 转眼间,一层紫茫茫的光霞凭空在附近浮现而出,在低空中盘旋不定。 韩力一时倒无法看出此法阵有何微能的。 这时,少女大模大样地在法阵中心处盘膝坐下,然后一张口,吐出了五团颜色不一的光球,在身体四周盘旋不定。 每一颗光球只有拳头大小,里面隐隐各有异形态各异的宝物,分别是萧禽琵琶刀环等五件迷你大小的物件。 其中那颗黄色光球中的琵琶,赫然是韩力见过的那件叉灵琵琶。 其可怕威力,她可是亲眼目睹过的,是一件罕见的仿制灵宝。 如此说来,其余四五应该是和叉灵琵琶同等阶的存在。 若真是如此的话,白袍少女身家之父,还真是骇人听闻。 韩力正心中思量不定之时,少女却凝重的从身上掏出一个洁白无暇的玉瓶,将瓶盖方一打开,一声悦耳异常的凤鸣传出,随即一只寸许大小的迷你彩凤从瓶中飞出,一个盘旋后就像飞顿而走的样子。 但是白袍少女却一张小口,一股五色光霞从口中喷出,一下将白凤包裹住。 霞光大放下,那只彩凤通体灵光一闪,还原成一颗五色灵丹,香气扑鼻。 少女面无表情地冲刺灵丹一指。 五色灵丹顿时自行飞来,被其一口吞下了腹中,并闭上了双目。 夜楚在此时,则身形一晃地出现在了少女身上,同样一坐而下后,两手掐绝,同时一张口,竟从口中喷出一股黄蒙蒙的光柱,充满了精纯之极的木灵器,注入了少女体内。 几乎同一时间,少女身上散发出了清蒙蒙灵光,头顶上一闪,竟浮现出一个直径数尺的青色光运,徐徐转动着。 此光运不但奇缘无比,边缘处还有持续高的白色火焰闪动,而在中间有一道人形虚影盘坐在那里,看外貌隐约和少女有些近似,只是身形小了数倍,但同样双目微闭,手中掐绝的样子。 光运中女子虚影漠然一张双目,竟有五色流光闪动,显得诡异之极。 此刻,远处的乌云离她们这里已经不足数理了,而就在这时白袍少女身上的肌肤开始烟红异常,脸孔上更有一层鲜艳异常的血光浮现而出,并化为缕缕光辖,直往空中光运中狂入而入。 顿时空中的青色光运一阵,瞬间被染红了一般,也一下变得鲜红欲滴起来。 光运中少女虚影一接触此血光,竟瞬间将其吸入体内,身上同时冒出寸许长的五色灵光。 随着大量血光的涌入,五色灵光大涨,并开始刺目耀眼起来。 整道虚影都化为一团五色骄阳,光彩夺目。 突然一声直冲九霄的凤鸣,光运低溜溜一转后,全部没入中间的骄阳中。 随即骄阳五色灵光大放,一下化为仗许大的五色彩凤,口中一声激昂的清明后,双翅一盏的冲对面的乌云直飞而去。 在途中,此凤体型狂涨不已,几乎双翅每扇一下,体型就暴涨一倍,几个扇动,整只彩凤净化为体长百丈之巨,一股不下鱼巨龙的森严气息,凭空出现了。 巨凤一对银色眼珠森然的盯着乌云中的龙手,庞大的身躯悬浮在其对面不远处。 金色龙手在巨大彩凤出现的一瞬间,口中龙银一段,露出了如临大敌的表情,乌云雷电一阵晃动后,一条长二百余杖的金色躯体也终于显露而出。 此真龙之躯竟比五色彩凤还要庞大被许的样子。 虽然体型明显比对手小了许多,但是彩凤却丝毫不拒,双翅只是一扇。 顿时一只翅膀下狂风大作,一道道粗大风柱冲天而起,而另一只翅膀附近,却有无数白色光点浮现,随之扑扑之声接连响起后,光点刹那间都化为了朵朵白雁并迅速长大,转眼间化为一片白色火海汹汹燃烧起来。 如此一来,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以彩凤双翅为界,半边天空中,一面势力风呼啸,狂风震震,青涩狂暴的风之力彻底充斥着此边天空。 另一面则火海滚滚,白色火焰几乎将此边天空点燃了一般,温度之高让空气都模糊不清起来了。 对面的金龙剑子,身上气息漠然一变,也一下狂乱暴跃起来,空中黑云中雷鸣声大作,无数道雷电同时从云中击下,瞬间交织一下,化为一条条十余丈长的银色电胶,摇头摆尾,密密麻麻的簇拥在了金龙身旁,竟一眼望去不知道有多少。 韩力在下方看的目瞪口呆之际,空中同时响起了龙银凤鸣之声,金龙一张大口,漠然一道金色光柱狂喷而出,同时四周的银色电胶立刻滚滚的直奔对面狂扑而去。 而空中彩凤双翅同时向前一挥,顿时青色飓风和白色火海随之一压而上。 轰隆隆的巨响,瞬间响彻整个天地间,两只真灵之魄终于站到了一起。 韩力双目微眯的望着空中,但是却将大半神念放到了法阵附近,以防有什么万一? 空中银色电弧,青色狂风,白色火焰,三种截然不同的天地之力交织在了一起,在其中那条金龙和五色彩凤的庞大身躯若隐若现,竟然和普通兽类一般,紧贴一起的肉搏了起来。 只是两者神通实在非同小可,金龙一爪抓出,往往五道白横划破虚空,而彩凤一刺击去,则前方空间瞬间扭曲变形。 二者之间,往往震耳欲龙之声不断,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将整个天空都撕破一般。 韩力看到这里,心中惊涛骇浪般的翻滚不定。 这还是什么所谓的真灵之魄,就有这般惊天动地的大神通,那真正的真龙天凤又该具有何等毁天灭地的不可思议能力。 看来那些典籍上说的,真龙天凤等逆天集存在不具真仙界真仙的记载,还真有几分可能是确有其事的。 第1381章 血晶磨合剑 韩力也也不眨的凝望着空中,天上金龙彩凤,旗鼓相当一时间难分上下的样子。 如此的话,难道会打成一场持续数日数夜的消耗战不成? 韩力心念如电地想着,目光一收,打亮了一下法阵中盘膝而坐的白袍少女和夜楚二人,脸色一正。 少女双目紧闭,两手掐绝,身上五色翻滚不定,丝毫看不出有任何异常之处,而邪楚仍然口喷清光,不停地往少女体中狂注而入,但肌肤颜色却已经大变。 原先的翠绿仿佛慕灵的肌肤,此刻晶莹白蜜,仿佛美玉般的洁白无瑕。 此女彻底变成了一名千娇百妹的大美女,瓜子脸蛋,凤目星眸,只有十八九岁的模样。 似乎感应到了韩力的注视,此女目光一瞥,冷冷望了韩力一眼,目光丝毫感情没有,冰寒异常。 察觉到此女的一丝韵怒,韩力抱一一笑,马上就将头颅扭了过去。 就在这时,空中传来比啦比啦的诡异脆响声。 韩力心中一领,又往空中望去。 只见空中情形大变,飓风之力正在幻化成了蓝色灵光,一朵朵晶莹透明的巨大冰帘在空中绽放开来,一股能洞彻天空的极寒之力瞬间加入到了争斗之中。 此股极寒和那白色火焰泰然相处下,似乎一点排斥都没有,反而兴致截然相反的两种天地之力,隐隐相辅相成,威力一下大增被许。 顿时白色火花和蓝色冰帘交织盘旋,遍布大半个天空,将雷电之力压得节节后退。 采凤不知施展了什么神奇功法,将风之力一下幻化成了冰寒之力后,在争斗中一下大战了上风。 嘿嘿,五行转换,众缘归一。 你终于还是施展出了阴阳化极绝。 好,很好,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了。 空中金色巨龙眼看不知,却非但不惊慌失措,反而口中发出了嗡嗡的人语声,放声大笑起来,似乎欢唱异常。 你知道此功法。 采凤身形一凝,口中同样传出了惊疑的声音。 正是白袍少女的嗓音。 但是空中巨龙根本不回复采凤之言,反而从口中传出了震耳欲龙的咒语声,随即让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 巨龙的庞大身躯漠然金光褪去,反而化为了鲜红欲滴的血红之色,随即龙口一张,一根粗大血柱喷出了口外。 血柱方一接触空气,滴溜溜一转下,竟凝聚成了一口十余丈长的巨剑。 此剑通体晶莹血红,龙手凤身,浓浓的血腥之气从剑上狂涌而出,让人闻之欲偶。 血精磨喝剑,这剑灵宝竟然落到了你们手中。 难道你打算是,一剑此剑的形态,采凤大惊叫出了名称,但马上就想起了什么,立刻惊慌失措起来,双翅一展的就要飞离附近的样子。 现在想走,晚了。 从巨龙口中传出了冰冷的话语,随即身形往前一扑,身躯骤然间缩小无数倍,静一下化为丈许长的一道血光,没入到血剑中。 随即此剑一阵的冲远处彩凤虚空一展。 淡淡血光一闪,一道百余杖长血影从彩凤身上一展而过,速度之快,令那只彩凤根本来不及反应过来。 一声惊怒的凤鸣后,彩凤庞大的身躯看似安然无恙,但是一只树齿大的血凤虚影却被剑影从彩凤身体中一展而出,然后血色剑影漠然向后一卷,化为血色光霞将血凤虚影一包其中,向后风驰电掣地击射而回,闪了击闪就回到了血剑之中。 血剑光芒大放,发出低沉的温鸣之声。 彩凤身躯则扑斥一声闷响,顿时化为点点灵光凭空溃散了,只有一小片血光从灵光中直坠而下。 眨眼间没入了下方的少女身体中。 夜影身体一震,睁开了双目,但眸中满是惊恐异常和难以置信的神色。 天凤之血,我的真灵之血被此剑吸走大半。 少女声音有些沙哑,脸上没有了一直以来的从容。 少主不必惊慌,天凤之血不是如此好夺走的,现在不过暂时是被此剑困住而已,即使龙家那人以元神驾驭真龙之血进入此剑,想要真正夺取融化灵血,也不可能马上成功的, 只要夺下此剑,我们还是有机会夺回,甚至说不定反抢下对方的真龙血脉。 夜楚却停止了喷吐灵光后,目光一寒的纷然道。 不错,我现在还能感应到那部分灵血的存在。 对方的确还没有得手,我们上去夺下此剑,寒凶,我知道你不是普通的化神修士。 这次只要助我夺回灵血,我答应你,以后叶家愿意替你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作为回报。 白袍少女一听夜楚之言,终于恢复了镇定,略意沉吟下,却默然转手冲寒丽许诺道。 夜楚闻言一正,而寒丽眉头一皱,略显一丝犹豫。 道友不要妄想隆家会独放你离去的,若是我们失守被灭,你绝无法独自一人逃过对方的追杀。 况且,刚才你和我等明显站到了一起,就算真能侥幸逃回到人族,以后隆家也绝不会放过你的。 只有受我们夜家庇护,才能无视的。 夜楚目光一闪,面无表情的说道。 在下还有别的选择吗? 寒丽摸了摸下吧,有些无奈的说道。 寒兄何必说得如此勉强,人族不知多少修士想和我们夜家攀上关系呢? 白袍少女低笑一声,随即身形移动,化为一团金光腾空而起,而寒处此女化为青红紧随其后。 此女身上灵光一阵流转后,肌肤颜色再次化为了绿色,远远看去又和木灵一般无二了。 寒丽在一团金光包裹下,也冲天上血剑飞去。 因为金龙血缝的消失不见,天上雷电乌云冰莲白燕全部消散一空,再次露出了蔚蓝异常的天空。 要不是高空中悬浮的巨大血剑如此惹眼,先前的大战仿佛根本未曾发生过一般。 韩丽等自然都很清楚,对方肯定不会让他们如此轻易得手的。 果然三人方一击射到途中,血剑两侧空间波动一起,荧光大放下,两名面容相近的中年修士显现而出。 二人一身紧袍,头扎紫带,神色冷然的望向三人。 龙羽,龙林。 是你们两个。 一件如此诡异出现的二人,叶楚却美目瞳孔一缩,喊出了二人的名字。 白袍少女心中一动,顿光在离血剑百鱼帐外率先停了下来,接着神念朝二名中年修士身上一扫,心中一惊。 怎么楚姐姐认识这二人? 先于年前我和这二人同事恋须初期境界,在一次真灵世家聚会中见过一次,这二人擅长养鬼驱魔之术,可不是普通的修士。 龙家将他们派出来了,看来对少主的天凤之血,还真是是在必备的。 叶楚脸色阴沉的说道。 养鬼驱魔术,的确很是难缠的。 白袍少女心中也是大臣。 我兄弟原先还想,叶家派到墓族的卧底是哪位高人,原来是楚仙子啊,当年仙子威名正盛之时,突然销声匿迹了,我兄弟就已经觉得有些奇怪了。 现在道友竟然修炼到了炼须大城的境界,可见仙子在墓族肯定另有其缘了。 两人四道目光在叶楚身上一扫后,其中一人黑黑一笑说道,另一人则一言不发,但满脸的不善之色。 二位道友仅千年时间就修炼到炼须中期,同样不可算不快了,但这一次对我们少主出手,胆子也未免太大了吧。 叶楚双眉一挑,不客气的说道。 哈哈,我家少主即将大功告成,可兼具龙凤真血,以后合体可期的。 再说这些话,又有何用? 说话的那名中年人,得意的大笑起来。 那本阴阳两极诀,是不是你们故意卖给我的,否则纵然有血精磨喝剑,天凤之血又怎会如此轻易的被分离出的。 白袍少女目中寒芒一闪,忽然冲二人立声问道。 一听这话,两名龙家修士互望一眼,但随即一人打了个哈哈。 其他废话少说。 有兄弟二人在此,二位别想惊扰我家少主分毫的。 这二人根本不想回答此问的样子。 少主,动手吧,多说无意了。 夜除冷哼一声道,随即身上脆芒一闪,一圈圈的绿光从身上荡漾开来,里面树影花丛若隐若现。 此女两手一掐绝,绿光瞬间冲天而起,直往对面二人一照而去。 龙家二人见此,几乎同时袖袍一斗,一个寄出一本赤红色古书,一个寄出一副漆黑画肘。 一人单手一抬,冲那血书凝重一点。 血书之夜一翻转下,无数血色符纹涌现而出,随即化为一属道道的赤红模影。 冲空中一张口,一道道血光击向了照下的青光。 另一名中年修士,心中一催法绝下,漆黑画肘徐徐打开,上脸雾气腾腾,一股黑风呼啸而出,同样直奔青光卷去。 血光黑风交织之下,将空中气势汹汹而下的青光一下抵住,两者之间爆裂四起,轰隆隆声不断。 白袍少女剑刺,脸色一沉,两手一翻转,一只手多出了一口金刀,金光灿灿,另一只手中却浮现一剑圆环翠绿欲滴。 两手一挥下,二物同时朝对面腾空飞出。 第1382章 赤鬼 金刀一晃下,一道十余杖刀光直奔血剑一斩而去,另一剑翠绿圆环则清明一声后,化为一道绿蒙蒙的巨大幻影,同样奔血剑套去。 休想 一名龙家修士见少女此举动,口中大喝,随即单手一拍腰间某只白色玉佩。 此物化为一道白光冲天而起,在空中滴溜溜一转下,幻化为一层白蒙蒙光幕将那血剑罩在了旗下。 顿时刀光和幻影一击在光幕上,顿时两声巨响传出,白色光幕剧烈晃动之下,无数符纹从上面漂浮而出,但竟硬生生的接下来两件宝物的一击。 少女神色微变,二话不说的单手一抬,对那口金色短刀打出一道法绝,同时口中念念有词起来。 短刀光芒大放起来,再次冲着白色光幕一展而去。 这一击看起来了轻飘飘的,似乎毫不受力,但一道奇粗无比,足有百余丈长的巨大刀光漠然在光照上空浮现而出,仿佛晴天之刃般的栩栩斩下。 此刃尚未真正落下,附近空气就震动不已,传出了嗡嗡的刺耳声。 任谁也看得出来,此刀光一展落结实,任凭那白色光幕神妙万分也绝无法抵挡的。 就在这时,另外一名龙家修士一声冷哼传出,猛然一把将自己长袍撕去,顿时露出让人毛骨悚然的身躯。 这位看似普通的半截躯体上,竟有七八个拳头大的赤红鬼头同时咬住其上身各处,并微微蠕动着不停。 此修士口中一阵尖笑出口,顿时身上的三颗鬼头一晃的松开了大口,随即一颤的全都凭空消失了。 下一刻,在白色光幕上方,三团阴气爆发而出。 漆黑如墨的黑气中,三道身高五六丈的赤发红鬼,诡异的现身而出。 三只恶鬼望了望空中的巨大刀光,突然两只一个打滚化为两口赤红长剑,被中间的恶鬼一把抓住。 随即阴气一阵旋转,纷纷没入了此鬼和两把巨剑中。 恶鬼马上发出一声惊天力效忠,身躯一下狂掌七八倍,化为三十余丈之巨,然后举起同样放大数倍的赤红鬼剑,对准空中刀光交叉一展。 红芒金光交织闪烁下,传出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 下落的巨大刀光,竟被十余丈长的两口巨剑硬生生的挡了下来。 随即一颤之下,刀光就此溃散消失了。 与此相应的,下半的两口鬼剑和恶鬼持剑的两只粗大手臂却丝毫征兆没有的寸寸碎裂,化为了团团红雾却凝聚不散。 就在这时,一道幻影一个盘旋后,冲恶鬼一杂而下。 中间的赤发恶鬼剑子丝毫不慌,只见身前红雾一翻滚下,再次幻化出鬼壁和两口巨剑出来,仿佛原先就安然无恙一般。 幻影一击,自然被两口巨剑轻易挡下,并一击而飞。 远处少女剑子,脸色有些发白。 她一咬牙下,袖袍一抖下,黄红白三个拳头大小光团飞射而出,一个盘旋,削琴琵琶三剑一宝浮现并列一排。 少女食指车轮般的冲三剑宝物狂点,三剑宝物一光一起,三种不同颜色的光瑕同时飞射而出,并在图中融合一起,化为一股三色光瑕奔恶鬼席卷而去。 但是瑕光飞出一段距离,瑕光前又有四团阴气爆裂开来,接着四只赤发恶鬼再次浮现。 她们对准迎面而来的三色光瑕同时大嘴一张,四股黑色阴气一喷而出,一下抵住了三色光瑕,并僵持不下的样子。 少女一惊,正想另行施法时,头顶上却搜得一声轻响,一道赤影诡异的从虚空中闪现,并双手一挥,两道粗大剑气就狠狠斩下。 那只原本停留在白色光幕上的红鬼,竟不知何时撕破空间,悄然瞬移到了其头顶处。 少女惊怒交加,身形一晃,化为一道金红击射而去,康康避过了此击,同时单手一招,远处金刀和绿环顿时呼啸一声的击射而回,围着头顶恶鬼盘旋狂击起来。 而此鬼则舞动手中一对巨剑,毫不示弱的护住全身。 如此一来,白袍少女凭借五剑威力其大宝物,和七只红鬼斗在了一起,再也无法分心奈何血色俱剑了。 另一边的夜楚也已经放出了十几口青黄两色的飞剑,化为漫天剑影和两名龙家修士招出来的一群批发魔手,站到了一起。 这些魔手一个个仿佛人头大小,但偏偏没有躯体,同时轻面獠牙,口喷紫色魔器,将方圆百丈范围全都化为了雾腾腾的一片。 夜楚竟被卷入其中。 瘴气中魔影重重,任凭夜楚先后连换数种大威力神通,一时间却无法马上破除脱身,只能掀放出护身的清光和瘴气交织碰撞不停。 此女心急下目光一扫,自然看到了白袍少女同样陷入苦战的样子,心中不禁一沉,但马上又想起来什么,禽手再朝另一方向一偏,结果看到的东西,让其一震。 她注视之处,正是尚未出手的韩力。 此刻的她,双手倒背,悬浮在半空中一动不动。 不过,这倒不是韩力不想出手,而是在其身前不远处,一名黑裙少妇正似笑非笑的望过来。 正是黑凤族的小红。 韩力似乎忌惮之下,并不敢贸然出手的样子。 此事是人族之事,道友插手我们真灵世家之事,难道想自寻麻烦不成? 夜楚力声冲少妇喝道。 道友若想切身不管此事也行,将手中的天凤之灵交给我就行。 只要拿到此物,我立刻转身就走。 小红娇笑的说道。 什么天凤之灵,我手中怎会有? 夜楚面色微变,却一口否认道。 嘿嘿,道友忘了一件事情,派往墓族卧底之人,可也有我们妖族之人的,他早就在许多年前就传回消息,说墓族藏着三只天凤浴火重生用的天凤之灵。 否则,道友堂堂一鸣炼须急修士,又怎会亲自潜伏墓族如此多年的,现在连这位夜少主亲自出马接应,天凤之灵应该到手了吧。 少妇悠悠的说道。 听到小红此语,夜楚和白袍少女沉默不语了。 少妇一声冷笑,再次将目光落到韩丽身上。 韩兄,我知道你神通非凡,但若想战胜我也不是义士吧。 不如我们就这样等下去,让其他人先问出胜负如何。 此女竟如此的说道。 韩丽自然也早将其他二女争斗的情形,早就看尽了眼中,漠然了一会儿后,却忽然笑了起来。 在下也实在不想和道友争斗什么,但是若是真等那位龙少主融合真灵之血出来,在下就要生死两难了。 看在一同到此的情分上,韩某只问道有一句话,让还是不让。 树南从命。 小红面色一沉,声音漠然一寒。 好。 韩丽猛然一步迈出,身形一模糊后,竟不知怎么一下就踏出了二十余丈之远,瞬间离少妇就不过数丈远而已了,单手一抬,一根手指就不带丝毫火气的一画而过。 金光一闪,一道金丝就到了少妇面前,要将其一展而开。 这一下攻击,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却是韩丽依仗强横肉体,将罗烟布和疾风九变的身法发挥到了极致的结果。 即使少妇是一名妖羞,但韩丽这般鬼魅般的行动和出其不意的攻击,仍然让他吓了一大跳。 剑气所化金丝之快让其根本来不及做任何闪避和防御,其大吉之下,只能猛然一张口,一团黑火喷出口外去。 砰的一声问响,黑焰一分而开,剑气不由的一致。 有了这一丝喘息之机后,少妇身形一动,金丝闪过后,斩下了此女一小片裙脚,而她已经倒射出了七八丈远去。 当少妇重新站稳身形后,再望向韩丽的目光,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这时韩丽将剑光一收,二话不说的单手一摸头颅,灰蒙蒙的原词神光冲天而起,在神念一动下,直奔少妇一卷而去。 同时她袖中一只手掌悄无声息的虚空一按,顿时五颗白骨骷髅头在此女四周凭空现出,五口一喷,五种颜色各异的极寒之焰滚滚而出,瞬间化为五色光焰一扑而去。 做完这一切后,韩丽本身背后雷鸣声一起,风雷翅浮现而出后,青白电弧一闪,就在原地消失不见了。 等其下一刻再次从虚空中闪现时,人却已经到了少妇的头顶处,袖袍一抖,数十道金光飞舞而下。 韩丽一旦出手,攻击如同狂风骤雨般的猛烈异常。 而小红此女方从韩丽那一剑下逃脱,尚有些惊魂未定,就马上又陷入生死一线之间,自然心中惊怒异常。 此女不假思索下,身形低溜溜的在原地一转,顿时一片黑焰从身上飞出,直接迎上五色光焰而去,在一张口,一面墨色古镜喷射而出,镜面对准前方一晃,顿时一片乌光狂涌而出,正好挡下了迎面扑来的灰色霞光。 至于头顶已经狠狠斩下的数十道金色剑光,此女单手往空中一扬,一捧白丝击射而出,化为一张巨大丝网将其护在了下面。 韩力看到此幕,幕中一缕寒芒闪过,心中剑爵一摧,数十道剑光一晃之下,竟在金光大放中化为数百之多,铺天盖地的狂斩而下。 痴痴的剑气纵横之声,仿佛洞彻了大半个天空。 少妇脸色一白。 第1383章 力压黑凤 白色丝网纵然神妙不凡,但是如此多剑光斩击下,一个呼吸间就剧烈震荡起来了,光芒狂闪的马上呈现崩溃之下。 而四周的黑雁和那五色光雁只是抵挡了一下,就在光雁翻滚中一下凝至不灵起来了,随即被滚滚的淹没其中。 五色光雁再次向少妇一卷而去。 至于少妇身前那面古镜喷出的乌光,和灰色霞光芳一接触就爆发出连绵的闷响声,立刻寸寸的溃散开来。 灰色霞光一扫而至,被扫中的镜子滴溜溜一转后,立刻在灰光中暗淡无比起来,仿佛失去了灵性一般。 原则神光再无任何阻碍的同样一喷而下了。 少妇心中骇然异常。 她纵然知道韩力神通之大非同寻常,但也万万没想到会难缠到这种地步。 一娇手下,她竟然根本不是对手的样子。 一咬牙,少妇再无任何迟疑地往地上一滚,身体灵光一闪下,十余丈高黑色火焰冲天而起。 火焰中一只丈许长的黑凤傲然现行而出,一声直冲九霄的凤鸣出口,双翅一斩,身前立刻显出一道白蒙蒙光凤。 此鸟身形一闪,一下没入其中不见了。 如此一来,无论刚刚将丝网斩碎的密密麻麻剑光,还是四周五色光焰和高空的灰色光霞,一下全部都落空了。 空间神通。 韩力却冷哼一声,眉宇间黑光一闪,浮现出第三颗妖幕出来。 此眼珠一动,一道纤细黑丝击射而出,一闪的也凭空立刻消失了。 韩力背后双翅一动,也在一声雷鸣中不见了。 但马上三十帐外的虚空中,青白色电光一闪,韩力身形浮现而出。 几乎与此同时,韩力身下数帐虚空处,漠然传来轰隆隆的一声问响。 随即空间波动一起,那只黑凤一个跌向的现行而出,一对凤木满是吃惊异常的神色。 破灭伐木。 从此凤口中传出了难以置信的话语声。 但未等黑凤重新稳定身形,一声冰寒刺骨的冷哼从头顶传出。 黑凤一听此声,身形漠然俱颤,差点从空中坠落。 几乎与此同时,韩力一张口,一只青色小鼎喷了出来。 此鼎一声清明后,鼎盖飞射而起,无数青丝密密麻麻从顶中喷射而出,青光大放的一照而下。 黑凤明明知道不妙,但双翅却万斤坠身般的无法动弹分毫,在满脸惊恐中,一下被青丝捆覆个接接时时。 韩力身形一晃,就诡异的到了黑凤近在咫尺的地方。 袖袍一抖,一只漆黑如墨的大手闪电般探出,五指一张,一把将黑凤脖梗死死抓住。 这时,黑凤终于从韩力失神刺的攻击下,清醒了几分,见此情况自然狂暴起来,不但身体在青丝中拼命扭动想要挣脱而出,一层黑色火焰更是在体表浮现而出,汹汹烧起。 那些青丝在黑焰中马上呈现出融化消解之状。 韩力见此,目中蓝光一闪,突然抓着黑凤脖梗的手臂和脸颊同时浮现出一层金色鳞片,五指用力一捏,一股距力立刻涌向黑凤脖梗处。 顿时原本拼命挣扎的黑凤只觉两眼一黑,差胆昏厥了过去。 而接着,韩力一声大喝,直震的附近空气一阵温明,随即背后双翅猛然一扇,单手抓着黑凤瞬间化为一颗流星往地上击射坠去。 被韩力俱力死死捏住要害的黑凤,一时间根本无法反抗挣脱分毫。 片刻后,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传来,流星狠狠砸到了地面之上,一个石余丈大的巨坑立刻塌陷出现。 而青光一闪,韩力身形浮现在了大坑上空,而在大坑中心处,黑凤软软的躺在坑底处,已动不动了。 此妖女纵然是妖琴之体,但是遭到如此重击后,还是彻底失去了知觉。 韩力冷冷望了下方的黑凤几眼,目光闪动一下后,竟然没有立刻放出剑光结果了此女的小命,只是单手虚空一抓下。 黑凤身上的白光一闪,一只储物灼离体飞出,被韩力射到了手中。 另一只手五指一弹,数张浮路击射而出,一闪即逝的没入黑凤体内,在一反手的虚空一按,空间波动一起,一座黑色小山浮现在了大坑上方,灰光闪动下,立刻狂掌数十丈之距,往下徐徐一落。 轰隆隆的一声巨响,黑色山峰将黑凤彻底镇压到了旗下。 以原词神光之众,外加自身具有的原词神光神庙,被此山镇压皆是后,黑凤神通再大也不可能自行从山下脱身了。 算是被韩力活生生的禁制在了此处。 从韩力动手,到一举制服这位修为还高齐一层的黑凤族妖女,竟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 至于没有痛下杀手,倒不是韩力有什么莲花惜玉心思。 而是在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不想争和七大妖族这等庞大势力,结下不可解的生死大仇。 他可不是叶家和龙家这等人族中具有莫大势力的真灵世家,暂且将此女禁制一会儿也就可以了。 其实小红身为黑凤族中的嫡系妖羞,身上宝物和神通自然不止刚才这一点,但是韩力出手实在太快了,神通也过于诡异难防,出其不意之下。 他才如此窝囊的被轻易拿下。 否则真面对面的正常交手下,韩力不动用几种杀手锏,纵然能胜,自然还要大费一番手脚的。 一的一声惊讶,从另一边的战团中清楚的传来。 韩力抬手,顿时对上了一道恶然目光。 赫然是龙家那名催动黑色画轴的中年修士,他正面带一丝哑然的望向过来,显然韩力以画神中期修为,反而几个照面的击败一名后期对手的诡异情形,已全被此人看入了眼中。 听到同伴惊讶声,另一名龙家修士也在紫色瘴气中一扫地望了过来。 见韩力静静悬浮在低空处,地面无端出现一座黑色飓风,而小红的气息出现在黑风底下,变得微弱异常的样子。 此人目中也一丝意外之色闪过,但随即冷哼一声,突然单手一拍腰部一个血红色带子,顿时皮带中嗡名声一响,一团血光的腾空飞出,直奔下方的韩力而去。 龙家二人这般举动,让叶楚自然也看到了韩力的情形,大喜之下,一张口,一道青色闪电批出,后发先至的击在了血光之上,让其一颤之下,突然化为一只巨大鬼头,一脸暴月反身直扑此女去了。 竟将原先目标望到了一边。 韩力见此,自然不会浪费此良机,背后雷鸣声一响,身形就化为一道青白电弧的弹射而出。 接连几个闪动后,他在忽隐忽现中接近了空中的巨大血剑。 此刻,这口血精磨合剑仍然温温的悬浮在空中,闪动着诡异的血光,被那一层白色光幕护得严严实实。 另一名龙家修士眉头一皱,一只手掌冲韩力所立之处摇摇一拍,看似轻飘飘的,但扑斥一声,一只晶莹闪烁的乳白色光手浮现在了韩力上空,仗许大小,闪电般的一把抓下。 此巨手尚未真正落下,一股飓风就以呼啸而至,风压之猛烈,甚至让人有一股窒息之感。 韩力眼角抽搐一下,也不见其放出任何宝物,只是身体突然金光大放,两手一握拳,冲虚空狠狠一击。 两只拳后再击出的一时间,漠然化为黑白两色,闪动神秘的灵光。 他竟然单凭肉体之身,想要应激炼须修士秘术凝炼而成的大手一击。 远处的龙家修士剑子一喜,当即心中法觉狂催,经营大手立刻灵光流转,一下又长大了三分。 嗡的一声仿佛钟鸣般的撞击声后,乳光手的泰山压顶之势竟然一阵的停了下来,随即仿佛瓷气破碎的翠响声传出,光手寸寸的碎裂开来,最终化为点点灵光溃散消失了。 韩力双拳高举,身上金光闪动不定,但一副毫发未损的样子。 原本冷笑的那名龙家修士剑子,顿时面色一变。 而韩力也根本没有在此发呆的意思,袖袍一挥之下,顿时两颗银珠从袖口飞出,随即一闪的化为碗口大小,滴溜溜一转直奔白色光幕击射而去。 从银团中隐隐传出了雷鸣之声,正是韩力炼制的两颗雷珠。 眼见雷珠在闪动中撞上了白色光幕,光幕前原本空荡荡之处,突然水面荡漾般的波动一起,一只漆黑上轨壁一探而出。 银团顿时击在了旗上,爆裂了开来。 轰隆隆两声巨响,无数道银弧交织闪烁瞬间将方圆二十余帐的范围全都笼罩其下,白色光幕虽然未被雷珠直接击中,但也在此惊人威能下一阵急颤晃动,仿佛随时能够破裂。 两颗雷珠的一小半电弧,还是劈在了上面。 韩力双目一眯,未等远处雷电之力消失,食指冲其连弹不已。 顿时破空声大作,一道道金色剑气密密麻麻的弹射而出,直奔白色光幕狂斩而去。 以那光幕的情形,这些犀利剑气全都击中其后,定可一下将光幕硬生生破开。 一声怪吼突然从雷光中传出,随即十几道黑影一闪即逝的从中喷射而出,全都准确无误的击在了剑气上。 顿时所有剑光光芒一暗,纷纷一颤的溃散湮灭,凭空化为了乌有。 第1384章 提魂变身 银色雷电也在这时终于消散一空,在白色光幕前,赫然献出这一只身高十余杖,但通体乌黑发亮的巨鬼。 此鬼投生双脚,身上遍布鳞甲般的黑色鳞片,背部还有一对服役的巨大肉翅,两只仿佛精铁铸成的手臂,奇长无比,直垂地面。 而往此鬼面孔上望去时,即使吼力也心中一领,有几分毛骨悚然。 此鬼镜面部扁平一片,竟然没有脸孔的样子。 而巨大身躯上千疮百孔,除了两只粗大手臂外,几乎没有完好之处。 显然含力刚才放出的两颗雷珠和剑光,都被此鬼硬生生挡下了大半威力,否则足可以击破那护柱血剑的光幕了。 巨鬼仰手一声凄厉的嚎叫,附近墨无数黑色阴气浮现而出,随即一阵翻滚后其往身上没入而去。 原本残缺不全的身躯,转眼间就在黑气如动完好无损了。 嘿嘿,小子。 你尝尝老夫这只幻养千年的无相鬼王的厉害吧。 此鬼一身神通,可并不下于老夫本身。 一不怀好意的话语默然在含力耳边响起,目光一闪。 鬼王 若是凑到含力进前出戏看,就可看到齐文言后,嘴角微微一瞧,竟露出了一丝古怪表情。 韩道友小心了,无相鬼王也是鬼界中赫赫有名的存在,神通不下于恋须及修饰的。 另一女子的细微声音也传了过来,却是和龙家双修还僵持不下的夜处。 他见含力竟如此利索地收拾掉了黑凤族少妇,顿时心中生出一线希望出来。 几乎与此同时,鬼王头颅面向含力扭了过来,虽然没有双目,却似乎仍能感应到含力的一切。 口中一声嘀吼,无相鬼王两只齐长手臂突然一抬,顿时天空狂风大作,黑色阴气大涨起来,就将附近天空全都一下变得阴沉沉起来,同时从阴气中传出无数哀嚎之声,仿佛万鬼隐藏其中一般。 阴气之下的无相鬼王,双臂冲含力所在一斗。 空中阴气剧烈转动中,顿时凝聚出一只大到不可思议的黑色鬼找来。 足有百丈之巨,通体青色鬼燕忽隐忽现,冲含力徐徐抓下。 含力只觉四周空气一紧,一股无形距离莫名的出现,想要将其身体彻底禁置住的样子。 若是普通修士,在这股距离之下,恐怕还真只能乖乖地束手待毙。 但以含力的肉体强横,却是此等禁置如无物,一声冷哼后,单手网灵兽环飞快一幅。 嗖的一声,一道黑光击射而出,一个盘旋后,轻巧地落到了含力身前杖曲外,赫然是一只毛发乌黑发亮的半尺高小猴。 正是提魂兽。 小猴方一现身,眼珠低溜溜的一转,大鼻再轻轻一嗅,双目骤然放光,大手一锤胸脯,通体黑光大放下,体型迅速狂涨起来,只是几个闪动间的功夫,就化为了三十余丈高的猙獰巨人。 此兽毫不迟疑的冲空中鬼爪,猛然一哼,一道青霞从一鼻孔中飞卷而出,正好积在了落下鬼爪的手心处。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鬼爪手心处在和青霞一接触的瞬间,马上浮现出一个黑乎乎的孔洞。 青霞四下卷过之处,鬼爪其余部分溃散化为一团团漆黑如墨音器,随之被霞光纷纷卷入其中。 整只鬼爪转眼间就残缺不全,崩溃消融开来。 远处无相鬼王剑子,二话不说的一只大手冲蹄魂虚空一抓。 五道黑芒,仿佛五道巨大利刃一般,一闪即逝的冲巨人击射而出。 破空声踩起,爪芒就已经到了巨人身体之前。 扑扑几声,五道黑芒一闪即逝的没入蹄魂身体中,竟然丝毫效果都没有。 巨鬼剑子,也不禁一呆。 而巨猿却对此视若无睹,在一哼下,另一鼻孔中又飞出一道青霞来。 两道青霞在空中交织闪动,秋风扫落叶般的将空中音器一扫而空,然后化为青黑之色的飞射而回,被巨猿一口吞下。 提魂脸上泛起了一丝满意之色,目光一转,盯向了远处的鬼王。 无相鬼王剑提魂破了自己的神通,终于从惊恶中清醒过来,随即口中呜呜声出口,变得暴怒异常起来。 他也不见有其他举动,身体就骤然间冒出一层古朴战甲,上眼青色火焰滚滚,两手一晃下则浮现一对白骨大锤。 韩力凝神一望,发现这对古锤根本就是用两颗巨大妖鬼头骨炼制而成,一只黄蜂阵阵,一只黑雾缭绕,也不知何古怪神通。 提魂却根本不管此事,一眨双眼,鼻中两道青霞再次喷出,直奔此鬼卷去。 轰轰两声,无相鬼王两只大锤一挥,顿时一片黑色霞光从锤上浮现而出,竟丝毫不惧地将青霞一下击散。 提魂的射魂神光,竟然面对鬼物时失笑了。 韩力望见紫目,脸色微微一变。 提魂则现出了凝重之色,喉咙中低吼一声,四周阴风一起,无数道闪电浮现而出。 巨猿身体再次膨胀变大,毛发开始变红,天灵盖处缓缓冒出了三根弯角,而眉宇处则略意突骨,漠然裂开后,一只血红妖目现出,同时脸孔拉长,獠牙闭露而出,背后凭空生出了三根胀许长的黑乎乎骨刺,上面黑气缠绕,阴气逼人。 提魂兽竟然进行了进阶变身,同样化为了一只猙獰恶鬼,身上阴气之众似乎由圣对面无相鬼王一瞅,眉宇间那颗妖目一睁开,轰得一声俱响,一道网口粗电弧喷射而出。 此电弧竟然先红似血,瞬间就到了无相鬼王面前。 难以置信的情形出现了。 无相鬼王一见血色电弧,却发出惊恐之极的嘀吼,手中双锤猛然往中间一合,同时庞大身躯同时向后倒射而出,竟打算逃之夭夭的模样。 扑斥两声闷响传来,两只白骨锤方一合血弧碰到一起,竟遇到克星般的化为两股青烟消散了。 血色电弧竟没有被阻挡丝毫,一声霹雳后,击在了无相鬼王的青烟战甲之上。 此战甲和那对骨锤一般,丝毫效果没有的立刻溃散消失,电弧一下洞穿了鬼王胸腔,随即一个缠绕,竟然仿佛灵蛇般的一下将此鬼缠了个结结实实,然后往回一拉。 巨鬼发出惨叫,身体就不由自主的被一卷飞起,并在电弧勒紧中迅速缩小,一下到了一张血盆大口之前。 血光一闪,竟被蹄魂一口吞进了腹中。 蹄魂单凭一己之力,轻易的将这所谓的无相鬼王吞噬掉了。 这一次,龙家双修,叶楚和白袍女子全都目瞪口呆了。 这可不是什么小鬼阴魂,而是一名可比炼虚修士的鬼王。 怎会仿佛纸糊般的被一击而到。 这能变身两次的小猴是什么灵兽,妖目中喷出的血色电弧又是有何种逆天神通? 几人心中几乎全都闪过这些念头。 但未等他们从震惊中清醒过来,韩力身形一个闪动,瞬间瞬移到了白色光幕之上。 一只袖袍一动,七十二道金光狂涌喷出,随即灵光大放下一具,瞬间凝聚成了一口十丈长的金色巨剑。 巨剑只是一闪,就狠狠斩在了光幕之上。 嘎嘣的一声翠响,金光白芒交织之下,光幕表面现出一道纤细白现出来。 不好。 龙夹双修显然没有想到韩力的飞剑如此犀利,见此情形,同时的失声起来。 只见光幕颤抖一下,随即以此线为中心碎裂崩溃。 韩力依仗飞剑之力,竟真的一剑展开了早已威力大减的白色光幕。 血精磨合剑彻底裸露在了韩力身前。 韩力丝毫迟疑没有,心中剑决一催,顿时巨大金剑一闪,骤然在原地消失,但下一刻就狠狠斩在了血剑的剑身上。 只听当的一声轻响,爆发出刺目耀眼的金红两色光芒,金色巨剑一晃之下,竟然被反弹开来。 韩力见此情形,眉头不惊一皱。 随即袖袍一抖,数颗银色雷珠击射而出。 血色巨剑在银湖弹射中的威能中只是一晃,竟然还是安然无恙。 哈哈,小子,你死心吧! 血精磨合剑乃是混沌万灵榜上之宝,凭你的本事也想毁掉此剑。 原本有些金黄的龙家修士,反而在此时镇定了下来,其中一人更是阴笑的说道。 韩力眼角挑动了几下,身望了血剑几眼,忽然单手冲空中金色巨剑一点。 默然一声温明之声发出,巨剑一颤之下,在金光大放中分解开来,重新幻化成七十二口金色小剑。 而这些小剑又发出了阵阵的温明声,随即一晃的又幻化出来了数百道金色剑光出来。 每一道剑光都有持续来长,在空中盘旋飞舞这着。 随即韩力口中念念有词,两手食指车轮般的飞快掐动不停,一道接一道法绝打了出去。 顿时所有飞剑一阵下,就在高空中一哄而散,并朝四面八方击射而去。 在诡异闪动中,这些金色剑光一一的凭空消失了,仿佛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般。 韩力竟以这血色巨剑为中心部下了大更剑阵出来,打算凭借剑阵的惊人威力,将里面的垄冬元神强行逼出,甚至干脆想就此毁掉此灵宝。 第1385章 剑阵与血剑 剑阵片刻功夫就已经布置完毕,在韩力法力一催之下,顿时一股惊人凌压从四面八方冲天而起。 随即以血色巨剑为中心,直径百余杖范围的边缘处,同时浮现出无数道精亮金丝,若隐若现之下,缓缓向中心处靠拢而去。 拢夹双修剑子情形,虽然不知道大更剑阵来历,但也心中一领。 二人互望一眼后,漠然那名催动血书的修士,突然两手一掐绝,空中的血书漠然接连翻动树叶,从中嗖嗖的一下射出十道赤红魔影,冲寒力击射而来。 虽然他们不信韩力真有手段击毁血色巨剑,但也绝不想让韩力这般丝毫牵制没有的直接攻击血剑。 那些赤红魔影一个个模糊异常,身体红光闪动下,纷纷在韩力附近现行而出,但是早有准备的韩力一声冷哼,两手一搓下,再漠然一扬。 一连串雷鸣后,十几道金色电弧出其不意的击射而出,一闪即逝全都击在了这些赤影身上。 这些魔影大半在金光闪动中哀嚎的当场被灭,剩下的小半,也纷纷惨叫的倒射而回。 说起来,这些魔影既然是炼虚修饰驱使的魔物,在对付普通修饰时威力不算小的。 无论刀砍剑斩,火烧水尽都丝毫不惧,可算是一般修饰极难应付的存在。 但却因为身在浓厚魔气,碰上韩力的辟邪神雷却一下被克制住了。 当然这也是因为韩力修为大劲,辟邪神雷施展出来,以及在人界的时候厉害了何止被许。 否则以这些魔影的神通,未必不能应接韩力元英时期的神雷一击。 韩力这一神通的展露,让争斗中的其他四人又为之一惊。 但这一次,韩力未等龙家修饰再驱使什么东西,身旁的蹄魂兽默然鼻子一哼,青色霞光一下飞卷而出,竟反袭那七只正和白袍少女争斗一团的赤发恶鬼。 这七只恶鬼纵然神通不小,但可不是那无相鬼王,被青霞一卷后,当即有三只立刻化为红色雾气,被霞光一卷而回的吞进了蹄魂腹中。 另外四只却见识不妙,立刻瞬移逃到了百余战外,总算逃过了一劫。 如此一来,白袍少女一下脱身而出。 此女大喜,目光在被无数金丝围龙的血色巨剑和龙家双修那边各望了一眼,随即毫不犹豫的一催动身前盘旋的五种一宝,立刻加入了叶楚那边的战团。 原本龙家修士纵然两人联手也不过勉强围住叶楚,现在白袍少女无宝一加入其中,五种光霞一起闪动,瞬间和叶楚放出的青色灵光融合一起,一下将四周的紫色掌弃压得节节后退。 这二人一时间也顾不得韩力这边了,当即又各自再挤出一件红色小鼓和一只蓝色铁齿。 只见小鼓敲响下,立刻在瘴气中幻化出一群群赤红鬼风,温明之下,蜂拥而上了。 而那件蓝色铁齿盘旋舞动下,则突然化开了附近的虚空,一下跳出一头仿佛巨大章鱼的八爪魔物,八只巨大触手毫不客气地抽向叶楚二女。 如此一来,龙家二修才勉强在稳住行事。 另一边提魂兽催动神魂神光,直接追杀那四名逃掉的恶鬼。 双方在附近空中追逐飞舞,倒也无法马上得手的样子。 韩力见此,这才放心地继续催动大羹剑阵。 没有龙家修士的打扰,他倒不信凭剑阵之力还奈何不了一件器物。 没有其他顾忌下,大羹剑阵终于显现得真正的威力,密密麻麻金丝终于靠拢到了一起,和血剑接触到了一起。 无数金丝切割在巨剑上竟发出了金属摩擦般的难听声。 剑通体灵光狂闪,金芒血光交织一片,从剑身两侧放出一道道剑光出来,竟抵住那些金丝。 但马上,血剑本身突然发出一声长鸣,就一动地冲天而走,想要冲出剑阵的样子。 不过空中,密密麻麻的布满了更多的金丝。 巨剑方一飞高数仗,就爆发更加刺目的光芒,被强行的反弹而回。 此宝无奈之下,只能苦苦抵挡着剑阵的威能。 此剑纵然有灵宝之威,但在无人主持下,单凭自身神通无法坚持太久的。 结果片刻功夫后,血剑自身灵光在金丝潮水般的狂接之下,有些暗淡起来,并发出了哀鸣之音。 剑阵四周浮现的金丝却无穷无尽,并且剑丝越来越细,越来越亮,明显剑阵威力更胜仙前了。 远处四人望展这边情形,龙家二人大惊后,连换数种秘术催动挥下恶鬼和魔头,想要阻挡含力的行动。 但是白袍少女和叶楚见此却是大喜之极,也不留后手的神通全出,死死的将对敌二人及那些鬼物魔头全都缠住。 要说将龙家双修击败灭杀,对他们有些难度,但紧紧牵扯住对手却并不是太难的。故而龙家双修哪怕暴跳如雷,也只能先应付眼前的大敌再说。 血经磨合剑灵光,眼看被剑阵之力消磨得差不多了,韩丽耳中突然传来了笼东强忍怒气的传音声。 韩兄,你真打算坏我好事吗?你若毁掉此剑,从此可就和我们龙家不共戴天了。你以为叶家真能庇护你多久吗? 韩丽听到这话,只是自顾自的掐绝催动剑阵,根本不加理会分毫。 道友若是肯放在下一马,叶家给你什么条件,我可以给你翻倍的好处。 龙东口气马上一换,又有几分苦求之色的讲道。 韩丽黑黑一笑,嘴角浮现一丝冷笑,仍然丝毫停手的意思都没有。 龙东见韩丽根本不为其言语所动后,也不再传音什么了,但是剑阵中的血剑却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了,任凭那无数金丝在其上狂切不停。 当此剑上的最后一点灵光也溃散消失后,庞大剑身上终于出现一道接一道的细长痕迹。 虽然每一道留下的痕迹都不太深,但如此多剑丝密密麻麻的切割下。 巨剑转眼间就变得伤痕累累,仿佛随时都要被毁去的样子。 卧力剑子一正,但目光连闪几下后,漠然想起了什么,脸色大变的口中一声大喝,身形刹那间化为一道青红的倒射飞出,再也故步的主持什么剑阵了。 几乎同一时间,血剑中同时传出龙吟凤鸣之声,随即血剑在一声巨响中自行爆裂了开来。 一团至白色骄阳浮现而出,里面无数白芒四下蹦射而出。 剑阵中的金丝和这些白芒芳一接触,就寸寸的碎裂开来。 一个呼吸的功夫。 骄阳面积就狂涨无数倍,遍布数百丈之广,连附近的龙家双修和白袍少女等战团都被波及而至,四人吓了一大跳。 好在他们离血剑位置原本较远,总算来得及神通一收,同时从附近空中瞬移逃开了。 顶接通天灵宝自爆的威力,恐怕就是合体期修饰预见,也只能暂避三尺的。 韩力要不是机灵异常,早一步的先逃之夭夭了,被自爆威力笼罩的下场,也只能是飞灰烟灭外加魂飞破散。 如今,他在距离白色娇阳数百丈外的地方,脸色苍白异常的丝眠望着自爆方向。 虽然他在逃顿途中就立刻就将众飞剑收了回来,但是仍有十几口飞剑略晚一步,被自爆波及到了一点,均都损伤到了灵性。看来他要日后重新陪练恢复一番了。 这也是轻竹风云剑掺杂炼精等如此多的珍惜材料,否则普通飞剑就不是损伤灵性这般简单的事情了,就算剑毁灵散都是大有可能之势的。 不过此时的韩力,双目蓝芒闪动不已,死死凝望着前方。 对别人来说根本无法直视的娇阳,他却能看清楚几分,忽然其面色一动,背后双翅一盏,化为一道青白色电弧在原地消失不见。 但是下一刻,在另一方向的虚空处,韩力身形诡异的现出,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虚空向下一抓。 顿时五只骨戒从五根手指上浮现而出,但一闪的又消失不见了。 从指尖处一下喷出了五股极寒之燕,随即一围五色光焰将下方大片地方笼罩其下。 扑斥一声,一道持续长血影竟在光焰中诡异现形而出,正是一条通体鲜红的五爪血龙,而在其口中却死死咬住残缺不全的另一只血缝。 血缝身子小半部分不翼而飞,剩下的身体也在血龙口中一动不动,仿佛早就灵性全无一般。 寒焰中的血龙,一副鬼鬼祟祟的探头探脑模样,明显刚才借助自曝的掩护,想要趁机隐匿逃到什么地方的样子。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寒力具有明精灵墓这等神通,不但一下将其身形看破,反而趁机放出五色寒焰,将其一下困在了其中。 如今身处五色寒焰中的血龙,身形一下放慢了十倍有余,一切动作都变得迟钝异常起来。 目中寒芒一闪,单手一招,顿时五色寒焰倒卷而回,一下将此血龙包裹得严严实实。 而寒力本身又一张口,一团青光包裹着须天堡顶飞射而出。 通宝爵一催,小顶一下狂掌数倍,化为了数尺大小了,同时盖子自行飞射而起,无数青丝喷射而出,直奔下方的血龙席卷而去。 第1386章 天凤之灵 你敢!血龙身上漠然传来惊怒之极的大吼,从身上喷出一道血光,直奔青丝斩去。 笼东元神无奈之下,竟然将身上的一点真灵之血化为一道剑光放出,用来做最后的挣扎。 若是普通的攻击,被这血色剑光一斩也许真的无法落下。 但是须天顶本身也是通天灵宝,放出的青丝更是无形之物,在变化方面神妙万分。 韩力指示神念一催,顿时空中青光一闪,大半青丝一下从虚空中消失不见,剩下部分则突然一凝,也化为一道青光和血光交织缠斗起来。 下一刻,血龙上空持续高处,空间波动一起,一棚青丝从虚空中击射而出。 青丝一伞,瞬间将五色光焰中的血龙和大半只血缝缠了个阶阶时时,随即往回一卷,就要将此物收进虚天顶中去。 扑斥一声,拼命挣扎的血龙身体中一下飞出一团青光,一闪后,就诡异的出现在了十余帐外地方,在接连击闪就顺移出了三四十帐外。 韩力目中寒芒引线,突然眉宇间的破灭伐木屋光大放,飞出一道黑芒来。 虚空中一声闷响后,瞬移中的青光一个亮枪的现行而出,光芒似乎暗淡不少。 但尚未等韩力再度施法,青光骤然化为一道虚影击射而出,忽隐忽现间,就诡异的到了天边尽头处,再一晃,就消失不见了。 韩力眉头一皱,第三只妖幕上刚亮起的黑芒消散了。 纵然破灭伐木具有洞穿虚空的神通,但是如此远距离上,自然无能为力了。 而在青丝包裹中,血龙和血凤已经轰得一声后,被须天顶收尽了其中。 顶盖一下落下,将此顶重新盖得严严实实。 谁也没有注意到,就在这刹那间,韩力一只袖袍中有两点金影悄然一闪,隐秘之极的也飞入了顶中。 而这时,数百丈远的四人见到真灵之血被韩力收取,龙东元神飞逃的一幕后,面色均都大变。 龙家两名修士互望一眼后,突然化为两道惊鸿冲天而走,竟一声招呼不打。 那些恶鬼魔物也都紧随而逃。 他们顿走方向,正是龙东元神逃走之处。 叶楚和白袍少女并未有丝毫前去追赶的意思,反而顿光一起,直奔韩力这边飞射而来。 片刻后,二女就在韩力十余丈远的地方现出了身形,其中叶楚目光在韩力和附近那高约数十丈的提魂兽身上一扫,目中难掩惊讶之色。 而白袍少女面带笑容,但一对明眸盯着韩力身前的清顶不放。 显然二女一见真灵之血落入韩力手中后,对其变得警惕万分起来。 韩兄,这一次可多亏你出手相助,否则还真可能让龙家人得手了。 韩兄放心,我等先前答应的条件不会改变,不会让道友白白出力的。 白袍少女名眸流转下,忽然妩媚的一笑。 不错,以我们叶家之力,想来人族中含有我等无法帮助道友实现的愿望。 叶楚也缓缓开口了,但话里竟隐隐有威胁之意。 韩力嘴角抽动一下,也不说话,漠然单手一拍身前清顶。 此顶温明一声,顶盖再次腾空飞起。 在无数青丝密密麻麻的缠绕下,血龙连同大半残缺的血缝在顶口处悠悠浮现。 二女一见血龙血缝,两眼一亮,白袍少女更是面上血光一闪,隐隐有一只娇小血缝虚影一闪即逝。 韩力微微一笑,单手冲轻顶一弹。 顿时包裹血缝的青丝全都一阵,寸寸的断裂开来,其原来包裹织物一下弹向了对面的少女。 白袍少女大喜,口中一声娇斥,从身上飞出另一只小血缝出来,一下和残缺血缝撞击到了一起。 血光大放,两者丝毫阻碍没有的合为一体,化为一颗持续大小的血红圆球。 此球先红欲滴,仿佛用精血凝聚而成,但是滴溜溜一转后,又默然化为持续大的一头血缝,围着少女盘旋飞舞起来。 少女嘴角含笑,伸出一根玉指,冲血缝凝重一点。 一声悦耳的清明后,血缝双翅一盏,化为一道血光扎进了少女身上,一闪即逝的不见了。 随即血影通体被一层血色笼罩,同时一只血缝虚影在其背后若隐若现,模糊不定,但最终渐渐清晰稳定下来。 再过了一会儿后,血缝虚影一散,而少女双目一睁,满脸兴奋之色。 针缝之血总算没有大碍,被夺回了十之七八了。 还有一小部分,大概被这条真龙强行吞噬了过去,恐怕无法再轻易分离出来了。 好在此真血也落在我们叶家手中了。 寒凶,将真龙之血也扔过来吧,此真血必须妥善保管。 一般的容器恐怕会让真血灵性大损的。 少女冲寒厉嫣然一笑,同时单手一翻转,手心处默然多出了个子金色的小巧葫芦,精致万分。 寒厉却倾笑了起来。 叶仙子,在下没记错的话,当初只是答应二位夺回仙子的真灵之血。 现在天凤之血已经得到了,再要这剩下的真龙之血,仙子是不是有些太贪心了? 寒厉悠然的说道。 寒道友,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也想染指真灵之血? 叶楚声音阴寒了下来,目光如刀般的闪过寒光。 在下纵然是非生休士,也知道真灵世家的一些忌讳,怎会有此妄想。 就算在下真的融合灵血,也注定落个被所有世家追杀的下场。 寒厉却微笑的摇了摇头。 那寒凶是何意? 听到寒厉口气并没有将真龙之血占为己有的打算,白袍少女神色一松,再次问道。 嘿嘿,没什么。 这真龙之血想来并不赐于你们的天凤之血,你们叶家对此也是在必得吧。 韩某若是将此物双手奉上,不知两位愿意拿什么东西交换。 寒厉沉声说道。 呵呵,原来寒兄想要好处啊。 这个好说,只要愿意交出真灵之血,寒兄尽管开出一个价格。 小妹绝不还价的。 白袍少女闻听此话,满脸笑容。 真灵之血这等灵物,岂是区区灵食可以换来的? 当然道友若真有百十块极品灵食,这又另当别论了。 寒厉轻描淡写的说道。 寒兄真是说笑了。 就算我们叶家也不可能一次拿出这般多顶街灵食的。 若是只要几块的话,小妹倒还可以尽力想想办法。 白袍少女脸色微变,牛手和叶楚互望一眼后,才勉强一笑的回道。 若只是几块极品灵食的话,寒某何必麻烦两位道友,在下花费些心思,也不是不能换到手的。 寒厉不动声色的回道。 阁下想要些什么,就直接说吧。 夜楚似乎有些不耐了,冷冷的直接问道。 很简单,在下想换夜前辈手中的一枚天凤之灵。 寒厉目光在夜楚身上一扫后,徐徐的说道。 什么天凤之灵? 道友还真信那黑凤族妖女的话? 夜楚瞳孔微缩一下,随即平静异常。 而白袍少女闻言,却心中一惊。 夜前辈认为晚辈会相信这话吗? 若是二位真的觉得在下是无稽之谈,韩某倒不介意用搜魂术对小道友一用的。 在下只要一根而已,真龙之血来换的话,应该是二位道友占了大便宜才是。 寒厉一副淡然之色。 听到寒厉此言,夜楚戴眉紧皱,目光扫向了夜影。 而白袍少女嘴唇抿了击下,才美目闪烁的说道。 道友要天凤之灵何用? 此物对我们夜家也是大有用处的。 不如小妹用其他物品来换如何? 比如先前我们得到的那两枚知龙果。 在下有一件宝物,恰巧需要一枚顶尖凤灵来重新炼制一下。 至于知龙果,在下虽然想要,但是和这天凤之灵相比,韩某自然还是想要后者的。 韩厉从容的说道。 韩兄真的只换天凤之灵? 没有其他可以商量的。 夜影在双目注视着青顶上的血龙半天,脸色阴晴不定的再次问道。 嘿嘿,两位道友若有望仙丹,九心灵之这样的灵物,韩某也不介意换取的。 韩厉嘿嘿一声低笑。 哼,有这等逆天灵物,我还用什么真龙之血,直接服用就可炼虚合体可期了。 好,本姑娘答应你。 就用一枚天凤之灵换取此物。 白袍少女一咬牙,终于答应了韩厉条件。 夜处神色一变,张嘴想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什么话来。 韩厉闻言,精神一阵了。 哈哈,夜姑娘此举才是明智之举。 只要让韩某咽一下凤灵,在下立刻将真龙之血交给两位。 两位道友自然不会害怕,韩某拿宝走人吧。 韩厉含笑说道。 楚姐姐,拿一根凤灵给她吧。 少女叹了口气,牛手对夜处吩咐道。 是,少主。 夜处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应声答应道,单手往储物灼上一幅,一个火红色玉盘浮现在手中。 此玉盒不但赤红鲜艳,而且表面花纹尽是火焰状,方亦拿出,竟然马上一股炎热窒息扑面而来,附近温度一下高涨不少。 言语含厉一件此玉盒,却默然一惊。 第1387章 按手 韩兄也认得此玉盒材料。 这的确是和玄玉齐名的万年盐玉,也只有这种罕见的极品属性材料制作的器物,才能保证凤灵之雨的灵气不屑。 夜影微笑说道,略有几分自得。 恐怕也只有他们邪家这等真灵世家,才会舍得用如此珍惜材料去制作一个普通器物吧。 而这时,韩厉倒是倾笑一声的神色如常了。 夜楚则面无表情地将盒盖打开,里面赫然是三根五色长灵,每一根都有三尺来长,闪闪发光。 此女用手指冲其中一根长灵一点。 顿时此物腾空飞出玉盒,徐徐冲含厉飘来。 含厉面上露出凝重之色,单手冲长灵虚空一抓,此灵物就被射到了手中。 然后她用手指抚摸之下,细细地观察起来。 长灵晶莹透明,彩霞闪动中五色符纹若隐若现,所含灵气更是惊人之极。 不错,应该真是天凤之灵。 韩厉满意地点点头,如此天地灵物,恐怕就是想仿制也无能为力的。 下面她手掌一番,出现了一个雪白晶莹的玉盒,散着惊人的寒气,竟是万年玄玉炼制的玉盒。 对面二女见此玉盒一正,不禁吃惊地互望一眼。 韩厉却将那根天凤之灵放进了盒中,白光一闪后,玉盒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既然收到了凤灵,真龙之血自然归二位道有的了。 韩厉一笑地扫了一眼对面二女,单手冲轻顶一旦。 当的一声清响后,顶上喷出的青丝一动之下,就将血龙直接甩了过来。 此血龙身体灵光一闪,竟在空中挣扎了起来,一副还想逃走的样子。 但对面白袍少女,早就大喜地一托手中的紫金色葫芦,顿时嗡嗡之声大响,漠然一片蓝霞从葫芦口中飞卷而出。 蓝光一闪下,就将那血龙包住,并拉到了少女身前近在咫尺地方。 二女四目顿时眨也不眨地盯住了血龙,神念瞬间穿透血龙身体一遍又一遍了。 真是真龙之血。 半晌后,夜楚清吐一口气,终于点了下头。 少女也露出了一丝笑容。 此女两手一掐绝,蓝霞一翻卷,就将血龙缩小数倍,收进了紫金葫芦中。 韩兄,还真是诚信之人。 此件事了,返回天渊城后,有没有兴趣当我们夜家的客卿,夜家对韩兄这样神通非凡之人,可都一向后代有加的。 白袍少女一将葫芦收起,竟冲韩丽甜甜一笑,说出了拉拢的言语。 天渊城。 韩某最近没有回去的打算。 要在蛮荒界逗留一段时间,短时间内不会回去的。 韩丽却毫不犹豫地说道。 韩丽此话并未让二女吃惊,少女面露一丝可惜之色后,也并不再多说地讲道。 如此的话,那就算了。 不过,韩兄只要改变注意,随时都可到夜家来的,小妹绝对欢迎之极的。 好了,我等出发吧。 省得牧族人再寻过来了。 这只黑凤族道友,想来韩兄处理起来也头痛之极,就交给小妹吧。 夜影目光在下方的黑色山峰上一扫,笑嘻嘻地说道。 那就有劳二位道友了。 在下的确不好处理此女的。 韩丽对二女前面话语不知可否,但是听到后面,却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韩丽就抬手冲下方一招手,顿时黑色小山灰光大放下,急剧缩小,几个闪动后,就化为让许高的山。 轰得一声后,黑色小山凭空消失了。 下面,露出了还在大坑底部无法动弹一下的小红。 而一旁早有准备的夜处,在小山的消失的同时,单手冲下方五指一旦。 五道脆芒一闪的激射而下,瞬间就到了黑凤上空。 然后这些脆芒扑斥几声后纷纷爆裂开来,化为一张绿蒙蒙丝网向下一照,就将黑凤网在了旗下。 随即此女单手掐绝,口中念念有词。 绿色丝网灵光闪动下,立刻体积缩小起来了。 不可思议的是,黑凤竟也随着丝网的缩小同样的变小了,转眼间就化为了半尺大小的样子。 夜出口中咒语声一停,单手一抓下,那绿色丝网就一颤的化为一团绿光腾空飞起。 此光团几个闪动后,就一下没入此女袖袍中,踪影全无了。 下半路程,韩某另有一些事情在身,就不和二位道友同行了。 韩力干笑一声后,突然一抱拳,说出了让二女都未知一愣的话语来。 现在未通过一线天,仍属于墓族的范围,道友还是和我们同行的好。 白袍少女有些诧异的说道。 不了。韩某真的另有要事,不便和二位继续同行的。 就此在这里告辞了。 韩力却坚决的摇摇头,冲二女一抱拳后,将宝物和提魂兽一收,化为一道青红破空离去了。 转眼间,韩力顿光就在天际尽头处出现,但马上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见韩力走的这般干净利索,白袍少女和叶楚都有些面面相去了。 她倒也聪明,竟然知道马上开溜。 难道真猜到了,我们在外面另有接应之人的。 少女戴眉紧锁,有些郁闷的说道。 可能吧。 就算不是如此,也说明此人够小心的,丝毫可趁之机都没露出。 否则加上家主派来的接应之人,我们应该大有希望将对方留下的。 叶楚也目光连闪的说道。 楚姐姐,刚才你用赋语秘书传音过来,不让我动手。 你已经是炼虚后期大成的修士,再加上我,难道还拿不下此人吗? 那天凤之灵说不定无需拿出交换的。 白袍少女似乎对刚才之事,有些耿耿于怀。 若是只是击败此人,我自然有七成以上胜算的。 但是若是灭杀或者生擒,我却连一半的把握都没有的。 少主也已经见识过此人神通了吧,不但几个照面就将黑凤族的妖女生擒下,最后布置的剑阵还可以毁掉通天灵宝那种等级的宝物。 而且他的那只灵兽更是邪门,是脸虚极的鬼王如无物。 就算我出手,也无法如此力所地解决那头无相鬼王的。 看此人刚才对敌情况,一直如此轻松平静,肯定另有什么杀手锏的。 况且真血还在对方手中,万一此人将其毁去,我等可更得不偿失了。 天凤之灵就算在稀有,还有机会寻到的。 但是真龙之血,整个人族估计也就只有龙家才有可能出现的。 更不知多少代,才会有像龙东般,继承如此精纯血脉的嫡系弟子。 叶楚解释道。 这些东西,我也亦知道的。 此人神通和宝物的确都非同小可的,既然楚姐姐出手真没有把握,我们先前也不算做错的。 家主知道我们拿到了真龙灵血,也不会怪罪此事的。 真龙之血是大,不值得我们再冒风险的。 好在此人还算失去,也没有逼我们真动手。 我好了,我们走吧,刚才动静如此大,别真将木族引来了。 白袍少女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有几分无奈的说道。 叶楚点点头,绣袍一抖下,再次放出以前的那只巨大木鸟来。 二女化为两道顿光一上雌鸟身体,她立刻化为一团绿光,流星般的破空离去。 几乎同一时间,韩丽却已经身处万里之外的高空重了。 她一边鸡射飞顿着,一边嘴角露出了诡异的笑容,目中引现兴奋之色。 忽然她在顿光中一张口,再次喷出了须天小鼎来。 韩丽单手拖着此顶,轻轻一点顶盖,顿时小鼎露出了一丝缝隙来。 她目中蓝芒一闪,从缝隙中一下飞出两点金影来,一个盘旋后,就分别落在了顶盖上,赫然是两只拇指大小的是金虫。 韩丽微微一笑,在一张口,两团精纯灵气脱口喷出,罩在了两只灵虫上。 两只是金虫金光大放,一下膨胀至半尺来大,变得猙獰一场起来。 低沉的咒语声从韩丽口中徐徐传出,两只巨虫突然同时一张大口,血光一闪,各有一手指粗细的鲜红液体喷向空中。 韩丽双目一亮,另一只手单手一抓,就将喷出之物一把抓到了手中。 当其再次松开五指时,手掌中心处,赫然献出两个数寸长的迷你血龙和血缝。 韩丽精神不知鬼不觉的留下了一点真龙天缝的灵血。 叶影二女纵然小心万分,也觉想不到韩丽手中竟然拥有无物不适的成熟体式金虫,否则绝不会如此轻松让韩丽偷去两种真灵之血的。 毕竟真灵之血若非用特殊秘术和宝物,根本无法分离分毫的。 韩丽瞅着手中的一副拼命想要飞起的迷你血龙和血缝,五指青光闪闪,将二物紧紧的禁置在其中,脸上露出了沉吟之色。 如何利用这两种真灵之血,韩丽还真的一时没有拿定主意。 但有一定可以肯定,这真灵之血绝对珍稀异常,恐怕价值绝不在一些传闻中的仙丹神药之下的。 可惜他对真灵世家和真灵血脉知识,了解的并不太多,一时无法做出什么决定的。 只能留在以后研究透彻了,再动用此灵血了。 韩丽忽然脸色一变,漠然单手一翻转,取出一个银灿灿的木匣,将手中迷你血龙和血缝拳收入其中,再绣袍一抖,在匣盖贴了数张符路。 荧光一闪,木匣消失不见了。 做完这一切后,韩丽才扭手朝身后极远处望去,双目下意识的微眠起来。 第1388章 木灵之战 忽然他脸色大变,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竟是那家伙。 以对方顿速和神念强大,被神念锁定,跑是来不及了。 太一化轻浮,面对此人恐怕也无法生效的。 但对方气息比原先弱了不少,似乎也身负重伤的样子。 当年青原子以练须修卫的大耕剑阵力敌合体气修士,我纵然修为不够,但对付这么一个修为大将的家伙,若是提前做好布置,应该也可能困住对方的。 况自己还有其他霹雳手段,倒也不是没有一拼之力的。 韩力心念急转,心中有些后悔和叶楚二女这么快分开了,否则就不用面临此危机了。 不过韩力毕竟不是一般之人,心中做出判断后,当即不再迟疑的周身轻光一闪,顿光一下朝下方击射而去。 几个闪动后,人就漠然出现在一座小山的山头上。 他二话不说的袖袍一抖,漠然七十二口金色小剑飞射而出,然后在他掐绝催动下,幻化出数百道金色剑光,纷纷四射的隐匿不见了。 他在此处又布下了大耕剑阵。 随后韩力一摸脑勺,大片灰色光辖冲天而起,霞光一散,又化为一层灰蒙蒙光照将其护在其内。 同时他另一只袖袍一抖,五颗白骨骷髅头在身前浮现而出,同时一喷之下,五种极寒之焰闪现而出,然后在灰色光辖外又融合一体,化为了一股五色光焰翻滚不定。 身处其中的韩力,两手掐绝,光焰凝聚变化下,化为一只粗大五色光环,围着其滴溜溜的转动不停。 几乎同一时间,韩力背后雷鸣声响起,一对青白色羽赤浮现而出。 做完这一切后,韩力才双手一倍,神色凝重的盯着远处天空不动了。 只是片刻的功夫,远处天空灵光一闪,一团银色光球直奔这边破空射来,几个闪动后,就出现在了韩力所在山头上空。光芒一脸下,现出了一名浑身绿蒙蒙的人影,腰围一条淡银色腰带。 赫然是黑夜森林中出现的那名银阶下位的高阶木铃。 韩力瞳孔一缩,瞬间将对方打量了十几遍。 从外表看,这位银阶木铃和黑夜森林时似乎一般无二,但是身上的灵压却的确比原先少了一半还多,真的有伤在身的样子。 韩力长吐了一口气,心中暗自一松。 要是他原先感应错了,对方仍是完好无损之身的话,他扭头就会逃之夭夭的,根本不会在此滞留半分的。 不过想想,这名银阶木铃身负重伤也不是奇怪之事。 夜影机真灵之血,变身的天缝之破的可怕,他可是亲眼目睹过的,神通可是远在这位高阶木铃之上的。 先前追踪二女下,肯定两者大战过一场,才会落得现在的下场。 但此位身负重伤,还切而不舍的一直跟踪到此地,倒真的大出他的预料。 对方舍弃了夜影二女,而选择自己,多半也是因为吃过一次苦头,不敢再追踪二人。 但为了不空手而回,拿自己来充数了。 韩力转眼间就将对方追踪自己原由,想了个七七八八,心有大感郁闷了。 迎接木铃一对碧绿眼珠,同样在韩力身上一扫,竟丝毫言语不想说的默然挥拳摇摇一击。 一撕裂空间的肩鸣声马上爆发而出,几乎同一时间,韩力只觉一股距离无声无息的作用在了身体外的防御上。 五色光环默然一颤,随即灰色光照也变形扭曲,韩力身形一阵下,不由自主地倒退了数部,脸上青光接连浮现数次,才勉强站稳身形。 韩力神色未知一变。 对方刚才这一击起码有数万斤之力,也就是他肉体如此强横,换了其他一名普通修士,哪怕有练虚期修为,不及防下也要身负重伤了。 迎接木铃果然比传说中还要可怕。 咦? 远处的绿营口中发出一声惊讶,似乎对韩力如此轻易的接下其一击,同样略有些惊讶的。 似乎意识到韩力并非想象中那么不堪一击,其冷哼一声后,面无表情的大不一脉。 周身荧光大放,此木铃就仿佛幻影般的一闪,就到了离韩力只有十余丈远处,同时一件绿色木甲诡异的浮现,表面银芒闪烁,无数根长短不一的锋利道次漠然浮现而出,让原本看似普通的木铃一下变得争鸣异常起来。 韩力瞳孔一缩,背后双翅一动下,就在原地化为一道清白电弧的消失不见。 下一刻,人出现在了三十余丈外的地方,他已经两手掐绝,口中念念有词了。 木铃丝毫迟疑没有,不止再次一脉,人就虚影一闪的再次向韩力冲来。 但马上呲了一声轻响,木铃身形才闪出十余丈距离,面前突然丝毫征兆没有的浮现出七八根精亮金丝,一闪即逝的切割过来。 木铃一惊,不加思索下,五指青芒一闪,反手一把抓去。 结果只听得扑扑几声问响,青芒击在金丝上,灵光交织下,竟两者荡漾的相持不下。 木铃亚瑟一闪,另一只手五指一张,也放出五道青芒的想要加入攻击中。 但就在这时,附近金光连闪,一根根金丝接连浮现,随即一闪之下,都诡异的出现在了木铃近在咫尺之处,在交织一动下, 就要将木铃四分五裂切开的样子。 这些金丝闪动如此迅猛,此木铃尚未探清楚底细情况下,自然不愿以身犯险的,身形一扭,后面七八丈处又现出一名一般无二的绿影来。 附近金丝一闪而过下,就将原来之处木铃一下切成了无数碎块,并马上溃散消失,却只是一道残影而已。 此刻迎接木铃才发现,不光是身前这些金丝,从四面八方的远处也浮现了许多一般无二的东西。 这些金丝正泛着森然寒光,向他所立之处缓缓围拢而来。 剑阵 从木铃口中传出了诧异之声。 但随即他两手一合,手心处立刻泛起一团刺木银光,一分之下,顿时在爆裂声中,无数银芒朝四面八方击射而去,正好撞上了四周密密麻麻的剑丝上。 轰隆隆之声大响,金丝银芒交织下,爆发一团团金银两色一芒。 这些银芒也不知是木铃施展的何种神通,竟然将那些金丝冲击的寸寸碎裂开来,仿佛威力游圣剑阵威能一般。 木铃身形一晃下,就化为一道绿影的积射而出,想要乘此机会逃出剑阵外去。 不愧为银皆存在,木铃这边才移动,下一刻就出现在五六十丈之外,眼看只要在移动下,就可真的冲出剑阵范围了。 但是在这时,眼前一声霹雳,身缠清白电弧的含力从虚空无声的闪出,毫不客气的手臂移动,扑扑两声后,破空声中一黑一白两只诡异拳头飘忽不定的出现,声势惊人之极。 木铃不及多想下,身形丝毫不停,但两只手臂移动下,十道绿芒交织闪动,化为无数爪盲冲全影一罩而下。 轰隆隆两声巨响,全影和爪盲撞击到了一起,在震耳欲龙轰鸣声中,两道人影几乎同时一个跌向的向后倒飞出去。 当木铃惊怒万分的重新稳住身形,在想冲出剑阵之时,原本溃散消失的金色细丝,却已经重新浮现而出了,再次向其滚滚切来。 无奈之下,他只能身形一晃的又退回到了原来位置,但目中满是阴力之色了。 这位引接木铃已经隐隐觉得,似乎自己这一次,不应该追杀眼前这名人族修士的。 果然像其预感的一般,接下来的时间,木铃接连又换了数种大神通,但每一次方将剑阵冲破,就被韩力硬生生的用宝物和一对拳头击退回来。 而就这片刻的阻挡,那些消愧的剑丝就会纷纷还原如初,再次催动剑阵威能的。 以韩力现在肉体强度和一身距离,即使木铃一族本身也肉身强横,但也无法一个照面摆脱韩力,从而冲出剑阵去。 当然,这也是此木铃身负重伤,一身威能只有全胜时一半才智。 否则此木铃拼着损伤些元气施展几种独有秘书,韩力还真无法阻挡分毫的。 不过眼下,韩力大更剑阵之力,还真的将这一位高阶木铃死死困在了其内。 这时剑阵中,四周无数道剑丝,已经快合拢一起了。 此木铃目光闪动下,显然同样察觉了自身的不妙,竟忽然站在剑阵阵中不动一下,只是其身上的木甲,银芒流转不定,所有尖刺竟在此时忽然出了滴滴的温鸣声,并开始轻轻颤抖起来。 韩力一惊,全身轻光大放起来,不加思索的将剑阵催得更急起来。 而就在这时,剑阵中间处的木铃漠然一扬,口中出了长啸之声,其身上战甲一阵,上面的那些银刺一下化为无数道弩使朝四面八方击射出去。 荧光闪闪,密密麻麻,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一时间,整座剑阵之中到处都是破空击射之声,随即轰鸣声不断,金银两色爆裂光团几乎淹没了一切。 韩力目睹此木,倒吸了一口凉气。 而这还没有结束,不停释放银刺的木铃,突然间体型暴涨,体表变得翠绿欲低起来,一颗高约十丈的古术虚影浮现在了此木铃背后,密密麻麻的枝叶不停的发芽伸展,向四周狂阔而去。 第1389章 人数合一 这些古术虚影也不知是何物,枝叶伸展过处全都是淡绿色一片,剑丝斩在其上后,竟然绿芒一闪的无法伤及分毫。 大更剑阵原本就已经被那些银刺冲击的七零八落,如今在被这不停狂涨的巨树虚影肆无忌惮的一扫下,金丝终于无法形成合拢之势了。 此剑阵竟如此轻易的被破掉了。 韩力心中一沉,但还未等其另行施展什么神通时,这就自称木锐的银接木铃,却发出一阵冰寒的冷笑。 不错,你这剑阵的确有些古怪,但我已放出了本命灵术出来,人术合一之下,你就算有天大本事,今日也难逃一死了。 一说完这话,木锐两手掐绝,身躯在绿光大放下化为一道虚影,一闪即逝的没入背后的古术虚影中,竟和其融为一体的样子。 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古术虚影漠然放出一股惊人灵压,通体灵光流转之下,顿时化为了一只身高十丈绿色巨人。 此巨人不但头顶树冠,四肢上面也是绿绿葱葱,看起来仿佛一棵人形古术一般,而在巨树主干身躯上,则浮现出一个巨大脸孔,赫然正是木锐本人的容颜。 这才是木族之人的本来面目,木灵之体。 而这时,空中银刺已经停止了喷射,整座剑阵中就只剩下巨人孤零零一个了。 韩力看得有些目瞪口呆,但是手上动作却毫不迟疑,法觉一催下,剑阵中原本消失的金丝又在巨人四周浮现,并同时一闪的滚滚切去。 绿巨人却在原地未动一下,只是嘴角略带一丝饥讽地望着韩力。 一阵仿佛金属摩擦的尖鸣声发出,随即金芒绿光闪动下,所有剑丝反弹而回,竟然无法伤及此律巨人分毫。 嘿嘿,区区一名化神级的人族修士,也想伤我等本命灵术,简直是白日做梦。 动用了木灵之体虽然免不了要沉睡十五百年之久,但是身体之坚硬,就算你们人族所谓的通天灵宝也休想伤我分毫的。 你就乖乖地把小命交过来吧。 巨人冷笑一声,大不一脉,竟然是四周浮现的剑丝如无物,一下横跨七八十丈距离,眼看再一步,就几乎到了韩力近在咫尺的地方了。 韩力嘴角抽动一下,但二话不说的神念一动,身体外盘旋的五色光环就聚颤一下的凭空消失了。 下一刻,巨环就发出轰鸣声的浮现在巨人腰部。 原本气势汹汹过来的绿巨人,动作顿时一凝,仿佛慢了十倍一般。 韩力见此,心中一喜,又急忙冲绿巨人所采之处轻轻一点。 扑斥一声,一只银色火鸟漠然飞出地面,一个盘旋地冲着背进巨人一张口,喷出了树莓银色光团出来,随即自行又双翅一盏,漠然银焰高涨的也扑了过去。 轰隆隆几声雷鸣响起,树团银色雷云在巨人族下处浮现而出,随即又由朵朵银焰爆裂现出,一下将巨人淹没了其中。 声势之大,实在惊人之极。 但远处寒历却又低溜溜一转,身上马上飞出一件金银两色长袍,一闪的到了巨人上空。 此袍在寒历法决意催下,顿时光灿灿的一盏而开,同时一下狂掌数倍之广。 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后,金银在色的电弧,拳头大小的雷球如同暴雨般的坠落而下。 如此上下夹击之下,绿巨人所处之地,彻底化为了雷之海洋,金银两色的电弧在闪动中又不断爆裂重生,而朵朵银焰形成火花更是接连浮现。 寒历还丝毫没有罢休的意思,口中一声大喝下,整座大耕剑阵彻底消散,而四面八方浮现出密密麻麻的数百道金色剑光来。 寒历毫不犹豫的两手一掐绝,心中一摧。 顿时所有剑光同时发出温明之声,然后一颤之下,朝中间击射而来,纷纷没入了雷电银焰之中。 爆裂轰鸣之声连成一片,同时破空声也漠然大成起来。 寒历这才身形一晃的倒射出十余战后,才停下身形的冷眼旁观着。 他可以肯定,哪怕一名炼虚后期大成修士在雷袍,雷珠,是灵天火和重飞剑的合力一击下,也绝对无法硬生生承受下来的。 至于合体修士,则只有天之道了。 几个呼吸的功夫后,雷云电光终于收敛溃散开来,巨人身形再次显露而出,仿佛在原地根本未动过一步一般。 看清楚巨人此刻的情形,韩丽的心中却直沉而下。 巨人身体晶莹闪烁,变得仿佛是用翡翠雕刻成一般,更难以置信的是,绿巨人体表光滑完好异常,竟连一丝伤痕没有。 先前如此惊人的攻击,也无法伤及他分毫的样子。 而巨人两只大手,不知何时已抓住了套在腰间的巨环上。 食指一用力下,砰得一声脆响,五色光环在巨力之下竟硬生生的崩溃开来。 一下脱离束缚,巨人仰手一声大笑,单足猛然抬起,用力一跺地面。 一圈绿色灵光荡漾开来,顿时下面汹汹燃烧的银焰一下全被卷入其中,绿芒一闪下,银色火鸟再次凝聚显现,但却被硬生生禁锢在了这神秘灵光中。 这似乎可以吞噬各种灵力的士灵天火,竟然拿这些绿光毫无办法。 至于空中已经还原成七十二口金色小剑的青竹风云剑,绿色巨人根本不加理会分毫,所有飞剑斩到其身体上,就立刻绿光一闪的自行反弹而起。 其中十余口飞剑,在接连几次斩击后,甚至光芒大减,发出了呜呜的哀鸣声。 正是那些在血精磨合剑自爆后,被震散了不少灵性的那些飞剑。 这些飞剑,原本就有损伤在身,只是被含力勉强催动出来布下剑阵的,如今在被木陵锁化巨人诡异身躯反弹下,真的支撑不住了。 含力面色大变的单手一招,所有飞剑立刻温明一声的飞射而回,并在途中缩小数倍,纷纷没入其一只大袖中。 我现在已是金刚不坏之体,就是比我修为再高一阶的存在,在此时也奈何不了我的。 还有什么手段,你尽管施展出来就是了。 只要能伤到本尊一丝一毫,放你一马又有何不可。 巨人双手暴毙,口中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狂笑声,满脸的傲然之色。 这位银接木陵变身成巨人后,面上再无原先的木然,显示出的神通更是逆天之极。 含力所有的攻击,都丝毫效果没用的样子。 含力也神色骇然异常。 这才知道还是低估了银接木陵和炼须修士之间的巨大差距。 修炼范圣真魔弓和百卖炼宝觉得他,自然知道自己神通不能用区区修为境界来简单衡量的,但以前对自己可以和何等境界对抗,心中一直没有多少把握的。 化神奇修士肯定不是他的对手,而炼须疾修士,在天渊城时却没有什么对阵的机会。 而这一路走来,含力在见识过炼须疾的叶楚和龙家修士之战后,自认神通全出之下,仿佛也不弱于他们的。 甚至若是碰巧遇到被自己克制地功法,反败为胜也都大有可能的。 早知如此的话,在初碰见那影族的赤影时,他无需动用是金虫,似乎依仗肉体强横也可大战一场的。 这一次会面临如此大敌,也是他自知无法摆脱银接木铃神念所定,不得不占据地势之力的抢先先布下大耕剑阵,准备拼命一战的。 否则他脑袋有毛病,才会和境界如此悬殊的存在直接硬碰。 但他也万万没想到,这位身负重伤的银接木铃的利害还是远超乎其预料。 施展出眼前大神通后,竟然任何秘术宝物都无法伤害。 顿速、力量,也同样增长到极其可怕的地步。 这种神通也未免太逆天了。 眼前也只有一种方法可以一世了。 若是同样无效的话,他也只有动用斜影盾能逃一会儿是一会儿了,看看是否能途中另有什么机缘死终求活。 反正他绝不会乖乖地束手待毙。 韩力心中各种面头飞快转动,面孔溢色渐渐消失,目光又重新阴沥起来。 他也不多说一句,背后风雷翅突然一颤,接连闪动树下,顿时双翅上青白电弧狂闪缠绕,随即浮现出密密麻麻的拳头大青白色雷球。 这些雷球电光弹跳,噼啪声大响。 而就在这时,韩力凝重的两手一掐绝。 两侧青光一闪,突然浮现出四道一般无二的青影出来,同样背后带翅,两手掐绝。 有点意思。 绿色巨人见此,却黑黑一笑,脸上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五道青影面色一沉,身形一晃,净化为五道白丝击射而出,但在途中一晃,又同时一闪的不见了。 目灵所化巨人大笑一声,一只大手漠然朝一侧树杖远处一拍。 轰隆隆一声,顿时附近空间净仿佛一下暴露。 猎开来的扭曲变形起来,并马上浮现出十几道细长的白蒙蒙裂缝出来。 数道青影一闪,从里面一个跌呛的浮现而出。 巨大手掌只是一抓,一股无形距离一扫而过,这数道青影一一溃灭的凭空消失了。 第1390章脱身 显然这些都是韩力施展神通变换出来的虚影而已。 同一时间,巨人头顶处黑光一闪,另一道青影从虚空中闪出,悄然的向下方一扑。 但慕灵所化巨人却似乎早就预料到一般,漠然一扬头颅,口中喷出一道翠绿色光柱来。 此光柱有水缸般粗大,并且奇快无比,结果那道青影根本来不及躲闪分毫,就被迎头一击而终。 顿时一声惨叫发出,青影一个跌向的被一击而飞。 巨人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就在此时,其背后近在咫尺的地方,忽然紫光大放,又一道人影不可思议的诡异浮现,袖袍一抖,顿时数百金色光点击射而出。 绿影赫然又是一名韩力。 如此近距离,即使巨人马上察觉到了青影的存在,但也来不及阻止分毫了。 只听到鱼打篱笆般的扑扑声大响,那些金色光点全都击到了巨人的后背上。 巨人惊怒之下,口中一声低吼,另一只绿色大手诡异的浮现在了韩力头顶处,气势汹汹的一把唠下。 韩力倒也不慌,背后双翅一盏,就要闪入虚空中而走。 但巨人一声冷哼,抓下大手中两根手指漠然一弹,顿时两截指甲一颤的射出,随即一闪的消失了。 下一刻,两道绿芒就以不可思议速度动穿韩力背后双翅,刚响起的雷鸣声嘎然而止。 韩力终于大惊,刚想在身形移动的另行飞射顿走时,却已经迟了。 空中大手灵光大放,他只觉四周空气一紧,化为了金刚般的存在。 以他一身距离,也不由的一致后,才勉强挣脱而出。 但就这一耽误,绿色大手就一把将其拦腰,死死抓住了。 绿色巨人的力气之大,竟不在他之下的样子。 巨人随即脸上阴沉一笑下,目中露出了一丝暴虐之色。 他五指一用力,大手绿光流转下,就要活生生的将韩力捏成肉饼。 韩力脸色大变,口中默然念念有词,身上轻光流转不停起来。 五指中身躯一亮,整个人仿佛纸扎般的被一捏而碎,化为点点灵光了。 这些灵光往附近空中一凝,化为一张青色浮露,骤然间一卷的朝远处击射出去了。 巨人神情一凝,露出了意外之色。 数十丈处,空间波动一起,韩力就从虚空中闪现而出,脸色有些发白,但一朝下,就将轻浮收到了手中。 在刚才千钧一发的时候,他竟然施展了化灵符的替结神通,瞬间将自己身躯用灵符替代转出,真身则一下到了此处。 经过如此多年的陪练,这化灵符的神通自然也远非当初可比了。 就在这时,高空中被巨人喷出光柱击中的人影,也忽然一动,一身狼狈的落在了韩力附近。 其身上衣衫蓝绿,脸色苍白异常,但却一扭手,冲巨人这边诡异一笑。 赫然是另外一名韩力。 巨人双目一眨,不禁露出惊疑之色来。 但马上后出现的韩力,通体乌光一闪,然后体型骤然间缩小,净化为一头乌黑发亮的半尺高小猴。 竟是提魂兽。 韩力刚才攻击时,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出此兽,并变换成了自己模样,一同进攻过去。 迎接目灵一时不察,竟然真的分心被吸引了过去。 而韩力却在幻影和体魂兽掩护下,动用了太一化轻浮,悄然顿了过去。 否则以对方的神念强大,韩力也真没有什么机会能欺身巨人如此之近的。 绿色巨人隐隐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再一回想起韩力袖袍中射出的那些金色光点,漠然脸色一沉的向背后一抓。 人数合一之后,固然让目灵身躯变得如此强横,但肉体的感应却变得迟钝许多。 原本他是根本不相信对方真有手段伤及自己的。 结果大手一抓而过后,往眼前一放,赫然出现数只寸许大小的金色甲虫,一动不动地爬伏在其手心中。 这是什么? 绿色巨人正了一正,随即五指一握,再一分开,几只金虫却安然无恙。 他脸色漠然大变了。 远处的韩力见此,却绿色一闪,神念充某些东西突然一催。 顿时巨人背后金光大放,一只只半尺大小的巨大甲虫诡异的浮现而出,一下爬满了巨人的半面身子,同时狂视起来。 韩力看似面无表情,心一下提了起来。 虽然是金虫号称无物不是,但是在人界的典籍记载中,此种灵虫却被沐浴之类宝物所刻的。 而眼前的这位木灵族人施展的人数和一神通实在古怪异常,对方躯体虽然酷似大数,但是否真属于所谓的木类宝物,韩力可一点无法判断的,也只能赌上那么一赌了。 结果下一刻,从巨人口中传出痛苦异常的一声惨叫,两只大手拼命的朝背后拍打起来。 其背后巨大金色甲虫,一口接一口的吞噬不停,原本看似坚不可摧的晶莹躯体,在这些巨虫口中,毫不费力气的被撕裂而开。 数百只巨虫同时啃噬下,绿色巨人纵然反应迟钝,也一下感受到了撕心裂肺般的剧痛。 韩力大喜,袖袍一抖地将蹄魂兽收起后,就周身青光一起,化为一道青红破空而走。 纵然是金虫能对付对方,但他这位灵虫主人可禁不住对方拼命一击的,自然远远顿走得好。 是金虫,成熟体是金虫,你竟然有这种妖虫。 远远传来了巨人恐惧的吼叫,似乎见到了最让其害怕的梦魇。 随即爆裂声不断,一道道绿光瞬间闪遍大半的天空。 韩力头也不回,一路狂奔而走,转眼间就到了天边尽头处,顿光再闪了几闪后,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片刻后,原先战斗之地,一巨大光球腾空飞起,同样朝另一处天边落荒而逃,绿光中隐隐有意残缺不全的巨大人影。 后面则有一团金色虫云紧追不舍。 二者一前一后,看飞离的方向,却正好和韩力相反的样子。 但没有多久,金色虫云就再次温明的盘旋飞回,不但体型已经缩小到了寸许大小,并且虫群凌乱,一副散漫异常的样子。 好在这些是金虫顿速仍然丝毫不慢,风驰电掣般的从附近空中呼啸而过。 在千里之外的某楚乱石下,韩力脸色发白的盘坐在地面上,正拼命的催动虫群向其飞来。 现在的他,神念消耗之大实在非同小可。 当韩力望前从空中急坠而下的金色虫群时,终于无法坚持的身形一下聚颤贪软在地,同时双手抱头的发出阵阵的呻吟声,声音痛楚异常,仿佛声不如死一般。 足足过了半课钟后,他才勉强停下了呻吟,重新盘坐起身子来。 这次驱使虫群实在危险至极,差点珍惜干了其所有神念。 但就算这样,也让其神识受到了一些小小损伤。 看来为了保险起见,以后绝不能驱使灵虫追敌过远的。 但话说回来了,若不驱使这些是金虫追逐那逃走的高阶木灵一段时间,恐怕对方马上会发现其中的不妥,还不会轻易罢手的。 但如今,这木灵吃了是金虫这么一个大亏,再加上原先所负的重伤,对方就算胆子再大,也不敢再打击主意才对的。 韩力用抚摸了下袖袍中装着是金虫的一枚灵兽环,长长吐了一口气的想道。 在数万里外的一处密林中,木锐所画的绿色巨人同样坐在一棵巨树之下,其一只手臂和小半身躯竟然不翼而飞,但此刻却从附近的树木中飞出无数绿色光点,往其身体中狂涌而入。 巨人残缺的部分,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拼命愈合着。 一盏茶功夫,附近林木中飞出的光点一散,巨人身体就全部恢复如出了。 只是当其双目张开时,目光却显得暗淡无比起来。 双手一掐绝,突然从巨人身体中喷出了一道虚影出来,略微一晃,就凝滑幻化成了一名脸色苍白的绿夫木灵。 而巨人灵光一闪的,再次化为一棵古树的溃散消失了。 这目灵芳一改变形态的现行而出,就目光一闪的朝寒利索在方向看了两眼。 此人竟然有是金虫,而且还有数百只之多,实在是大为的棘手。 若是自己全胜之时,还可冒险击杀对方,让虫群失去指挥。 但现在自己先后两次身负重伤,让本命灵树受损至此,再遇到对方虫群的话,恐怕真要陨落掉了。 看来只能罢手,就此放对方离去了。 慕芳脸色阴晴不定的响了好一会儿,才摇摇头的有了决定。 他默然化为一团荧光腾空飞起,朝黑夜森林方向击射而走了。 没有多久,另一处的韩力在稍恢复些许神念后,同样不敢在原地久呆,强忍着脑中剧痛,同样化为一道青红破空离去。 看他所去之处,正是一线天方向。 两个月后,韩力顿光出现在一荒凉高原之上。 随便找了一处偏僻的小土山,就黄光一闪的顿入其中。 在这土山身处,他轻易开辟出了一个十余丈大小的密室,稍一收拾后,就什么都不顾的扶下几颗丹药,马上盘膝闭目,就此休养起来。 一个多月后,当韩力再次睁开双目时,目中神光再次充盈灵动起来,精气神色都已恢复如常了。 第1391章 三恋风雷斥 韩力并没有马上起身,而是在密室中沉吟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后,他才袖袍一抖,一只青色圆环出现在手心中。 正是那黑凤族小红的储物镯。 当日他虽然将此女镇压在原祠山下未伤其性命,但是却不客气的将此储物镯收取了。 也就算他手下留情的买命钱了。 身为黑凤族的嫡系妖修,韩力对这枚储物镯中的东西,还真有几分兴趣的。 神念往里面扫过不久,韩力脸上露出了喜色来。 里面果然珍惜物品不少。 不说别的,单占据了储物镯中进半空间的那些妖兽材料,就大都是房室中难以轻易见到的东西。 身为七大妖族之一,收集这些材料自然远比人族容易轻松数倍。 其次,储物镯一角中,静静躺着的七八块散发着各色光芒的极品灵石,又是另外一个大惊喜了。 虽然说在灵界,极品灵石并非像人界时那般可遇而不可求,但也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到手的消耗品。 这等顶阶灵石,每名高阶修士都只会嫌少而绝不会嫌其多的。 特别是其中一颗白蒙蒙的金石,赫然是金石中少见的枫属性灵石,这更让韩丽大喜过望。 她自从进入天渊城后,可一直想收取这么一颗枫属性灵石的,但一直未果。 除了这些东西外,储物灼中其他的法器和数剑古堡,韩丽却一样都没有看上。 这些东西,论威力根本不能和她现在拥有的原池神山,须天鼎等几样宝物相比。 恐怕就连小红自己也未看中这些,否则先前之战时早拿出来应敌了。 倒是储物灼中一些瓶瓶罐罐中装的灵药灵丹,让韩丽有些好奇。 她一一的拿到手中,打开来辨认了一番。 其中大半都是疗伤药,少数几种却是一些精进修味的丹药和一些罕见的炼丹材料。 那颗之龙果,赫然就在其中一个木匣中。 韩丽自然毫不客气的将其单独拿出来收好了。 突然韩丽手中多出了一个明印着黑色火缝的古怪银瓶。 上面还贴着一张金灿灿的浸致符露,一副慎重之极的样子。 韩丽见此,自然精神一震了。 将符露一撕,盖子被一拧而开。 扑扑几声,韩丽尚未看清楚瓶中是何物时,就有三团拇指大的黑色丹丸击射而出,一个盘旋后,静一下化为了三只小巧的黑色火缝,朝不同方向飞顿而走。 咦? 韩丽口中一声哑然,但却马上一摸脑勺,顿时一片灰蒙蒙的霞光飞出,一下将三只小缝扫入了其中。 三只黑缝,顿时在灰光中滴溜溜的转动了几圈,就光芒一闪的重新还原成了三颗乌黑丹丸。 灰色霞光一卷而回,三颗丹药就老老实实的出现在了韩丽的手掌中。 她伸出两根手指将其中一颗丹药夹住,并拿到眼前细细打量起来。 此丹药竟然能化形而非,绝对是非同小可之物。 韩丽的神色一下凝重起来,同时脑中不停地回想起自己所知的各种传闻中的灵丹,看看哪一种和眼前的丹药近似。 黑丹丹。 以这三颗丹药如此惹眼的模样,韩丽目光闪动两下后,就立刻辨认了出来,随即脸上满是狂喜之色。 普天之下,也只有妖族中的黑凤才可以用本命之火炼制出黑丹丹。 否则就算炼丹宗师,也无法炼成这种灵丹的。 炼制此丹,需要吸纳添加黑凤本命之火中的某些神秘东西,故而即使是黑凤一族,也不是说可以无限制的炼制此灵丹的,基本上需要化神以上的黑凤修炼出本命之火后,才可每千年炼制出一颗黑严丹的。 以黑凤一族高阶妖羞的稀少来看,这黑盐丹的珍惜就可想而知了。 而此丹药之所以在人妖两族名头如此之大,最主要的缘由,却是此丹是化神大成修士冲击炼须瓶颈的最佳辅助丹药之一。 眼前的这三颗黑盐丹服用下去,起码能多出两成突破炼须瓶颈的几率,这让韩丽如何不狂喜起来。 又小心的检查了一下三颗丹药,确定的确是黑盐丹无疑后,韩丽强压着心头的兴奋,将丹药放回了银瓶中,重新用服录进制好,再小心的收了起来。 突破制炼须,最主要的是要做到体内灵力五行合一。 这一点在他身具原则神光后,倒也无需多考虑什么了。 而有了这三颗黑盐丹,再寻找一些其他的冲破炼须瓶颈的灵药和秘术,想来突破制炼须境界,自然把握大增。 但眼下他最需要做的,是将自己的修为赶紧修炼到化神后期境界才行。 依掌大量丹药,他突破化神中期顶峰瓶颈只是迟早的事情而已。 麻烦的是,到了化神后期,原先的丹药效用就微乎其微了,只有用更高阶的丹药,才能继续催进修为突飞猛进。 但对化神后期修饰也有效用的丹药,自然不会太多,其中传闻最广的一种,就是那针蝉叶了。 而他这一次会冒险接下木族任务,出现在这里,倒是和此灵叶大有关系。 韩丽思量之下,脑中顿时浮现当初离开天渊城前不久,漠然找上门来的那些神秘客人,双目不禁微眯了起来。 若真像那些人说的那般顺利,他是可以得到不少的真蝉叶。 虽然此物不可能催生出来,无法像其他丹药一般无限制的服用,但也够他节省不少修炼的时间了。 心中仔细思量了一遍那些人的许诺,韩丽觉得并没有什么问题后,才长吐一口气的将此事放置在了脑后。 单手往储物灼上一幅,将此行的另外一个重要收获拿到了手中。 一根光灿灿的五色雨灵,正是从夜影二女手中得到的那根天凤之灵。 韩丽单手持灵的轻轻一晃,顿时五色霞光大片闪动,几乎将整间屋子都淹没在了其中。 韩丽神色一动。 不愧为真灵及天凤的本命灵雨,光是此物散发的气息,还在当初人界得到的那枚昆蓬之雨之上。 韩丽凝望着手中的灵雨,目光忽闪不定,忽然一张口,喷出了一道青白色的电弧来。 一声低沉的雷鸣后,电弧凝聚变幻,化为了一对数寸大的青白色雨翅。 韩丽单手一招,这迷你风雷翅就落到了其手中。 目光在上面一扫,他不禁眉头微皱。 这对雨翅上赫然多出了一对细小的孔洞,已经微微有些破损的样子。 正是当日木灵所化巨人,用两节指甲洞穿过后留下的损伤。 韩丽马上又神色一松的不在乎起来。 他已经打算重新炼制一下风雷翅,这点损伤到时候顺手就能轻易修复了。 按照天蓝圣兽分身所说,之所以风雷翅当初加入昆蓬之雨后,还未能变成灵宝,是因为无法激发昆蓬之雨所含的风属性天地法则,还需要一颗风属性的极品灵石才能彻底激发的。 这也是他一直留意风属性极品灵石的缘由。 现在他又得到了天凤之灵这等真灵材料,自然原先的计划要再改一下,要再将此灵雨加入风雷翅中。 天凤之灵可和昆蓬之雨不同,其中蕴含的天地法则却是最让人望而生畏的空间神通。 若将此灵雨的规则之力真的炼化到风雷翅中,威能之大可想而知了。 下次再碰到银接木灵这样不可抵挡的可怕存在时,说不定就无需再硬拼什么,直接溜之大吉了。 韩力把玩着雨翅和五色雨灵,心中暗暗思量道。 这也幸亏,他当初有过一次将昆蓬之雨加入风雷翅炼化的经验,否则还真不知如何下手重新炼化此凤灵呢。 心中既定,韩力从储物灼中取出了六颗极品灵石,属性各不相同。 其中五颗对应着五行属性,最后一颗则是那颗白萌萌的风属性灵石。 以韩力现在的神通,无需什么地火之类的东西。 一张口,当即喷出了一团银色火球,一阵翻滚聚集后,竟然幻化成了一支银燕翻滚的巨大火炉。 韩力将风雷赤往火炉中一抛,又冲那颗风属性灵石一点。 嗖嗖的两声后,二者就先后没入炉中不见了踪影。 韩力接着袖袍冲地面一扶,顿时一片青霞闪过后,地面上多出一大堆材料和瓶瓶罐罐的容器来。 正是重新炼制风雷赤所需的辅助材料。 幸亏他一直惦念着再次炼制双赤之势,事先就收购齐了所需的辅助材料。 韩力一面将一瓶水银式的液体扔进火炉中,一面口中念念有词,食指连弹不已的往炉中打出一连串发掘。 足足十日十夜后,密室中传出了韩力哈哈的大笑声。 只见他站在密室的中心处,手中捧着一对晶莹剔透的羽赤,一脸的欣喜之色。 这对羽赤一只清光蒙蒙,一只被五色霞光包裹着,但都仿若水晶般透明,在韩力手中更是若隐若现着,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消失一般。 韩力刚才已经试过这对已经进阶灵宝的风雷赤威能,神妙之处,还远在其预料之外。 这也难怪,无论昆蓬之羽还是天凤之灵,只要炼化后能发挥出效力,炼制出通天灵宝都不成问题的。 如今两样一起炼化进同一件宝物中,其微能知大自然让韩力满意之极。 第1392章 剧集 把手中晶莹羽赤往空中一抛,韩力喷出了一股青霞,就将其一口吞进了腹中。 下面的时间,韩力将那些损伤的青竹风云剑取出,开始一口口的重新炼制,慢慢恢复他们的灵性。 一年后,蛮荒界一片无名山脉的低空处,一道淡淡的清光若隐若现的飞射而走着。 在顿光中,一名神色淡淡的青年双手倒背,正是离开土山藏身处已经数月之久的韩力本人。 她一将飞剑都修补完毕,竟然丝毫没有在土山处停留下去,而是立刻驾驭顿光直奔此处而来。 因为孤身一人,韩力一路小心异常,虽然足足飞驰了半年之久,倒也安然无恙。 而这片无名山脉看起来略有些不同平常。 无论山上还是山下,所有树木都显得颇为矮小,都仿佛略高大些的灌木丛一般,并且只要飞得略低一些,就能感受到一股股浓浓的湿气迎面扑来。 这片山脉挖地之处,竟然到处遍布大大小小的湖泊。 其中大的固然方圆数千里,小的却也有里许大小,好似水坑般的存在。 不过,韩力飞顿在这些湖泊上时,可不敢太过大意的。 谁知道这些湖泊中是否藏有什么厉害古兽,或者什么异族之人。 自从进入这片山脉后,他已经先后击杀了十几头主动扑向其盾光的异兽了。 其中有一只仿佛满鱼般的湖中巨兽,几乎相当于化神奇的存在,一身极厉害的水系神通,让其也颇费了一番手脚的。 再往前飞行了小半日后,前面山势一变,现出了两座高约千丈的笔直山峰。 一见到两座山峰,韩力却目中一亮,面上露出了一丝喜色来。 若论山峰大小,这两座小山自然毫不稀奇,但是偏偏二山一座银白无比,竟然大半山峰都被一层晶莹冰雪覆盖着,附近其寒无比的样子。 另一座山峰则紫灿灿的一片,上面长满了一种仿佛枫树般的林木,树叶全都泛着诡异的紫芒。 两座山峰相隔不过十余里的样子,偏偏除了山上紫色怪树和冰雪外,无论外形还是山势都非常相似,不能说一般无二,但也有十之八九的酷似。 这里既然真有这么两座山峰,看来它们倒也真的不是虚言了。 韩力喃喃了两声,随即顿光一闪,竟直奔那座冰山而去。 方毅接近此山,一阵狂风呼啸而来,竟然冰寒刺骨,仿佛刀割一般。 韩力神色一动,但身上骤然冒出一层青光来,然后视若无睹的继续击射而至。 但尚未等一头扎进此山,漠然从山上被冰雪覆盖最后处有两道惊鸿击射而出,几个闪动后,就到了韩力三十余帐外。 韩力一正的顿光一伞,在灵光闪动中现出了自己的身形。 哈哈,原来是韩道友来了。 我就知道,以道友的神通,区区一件任务是绝对无事的。 前方同样光芒一脸,现出了两名男子。 其中一人静一眼就认出了韩力,满脸笑容的说道。 此人青面白发,仿佛五六十岁的模样,正是韩力当日出进天渊城时,在飞灵殿中认识的那名柳姓老者。 而旁边一人,却是一名病样样的儒生,同样神色和矮异常。 原来是柳兄和欧阳兄。 二位来的不是比在下还要早吗? 看来二位的任务,比在下还要顺利得多。 韩力嘿嘿一笑,丝毫不提自己在墓族差点小命不保的事情。 我二人的任务又如何能和韩道友相比? 老夫不过跟随几位精卫大人扫荡几个异族人的小据点而已,只要自身小心一些,自然不会有多大风险的。 柳姓老者连连摇头的说道。 除了二位道友外,还有其他道友到了吗? 韩力微微一笑,却忽然话题一转。 当然有。 我们此行需要的人手不少,虽然早就做了近半道友可能无法赶到的预测,但是现在已经到来的人手也差不多了。 我带韩兄去见见。 柳姓老者笑咪咪的说道。 那就有劳道友了。 韩力一抱拳,倒没有反对的意思。 随即在这二人的代引下,韩力化为一道青光朝冰山飞去。 但是方飞行了一小段距离,前面带路的老者就从怀中掏出一面玉牌来,冲着身前虚空处一晃。 顿时一片白光从牌上飞射而出,所过之处,一片片白莲浮现而出,灵光闪动不已。 柳姓老者一催顿光,率先进入了白莲中,一闪即逝的消影不见了。 韩力目光一闪,就和如生紧随其后。 这里竟然还被人布置下了一层幻阵,他先前没有一眼看出,看来应该颇有些神妙。 如此的话,一般的古兽从附近经过,还真无法发现山上的动景。 三人顿光闪动几下后,就在山顶白矮矮一片处一个盘旋,落在一片晶莹的冰亭前。 附近还有一小片饰样各异的冰屋,而亭中正坐着一男两女在聊着什么。 一见三人出现,目光刷的一下全都落到了韩力身上。 男的是一名身材魁梧的灰袍大汉,若腮胡子,满脸豪迈之相。 女的,则是一名四十余岁,面容普通,身穿轻裙。 另一名却似乎极为年轻,一身脆衫,头戴面纱的样子。 韩力一见那面纱女子微微一正,口中发出了一声轻疑。 迎仙子,想不到道友也被邀请来了,还真是巧了。 韩力冲此女亚然的打了声招呼。 妾身却是知道道友会到此地的。 在下也算是此件事情的发起人之一。 面纱女子却冲韩力奄然一笑。 此女赫然是非生修士聚会时,邀请过韩力一同执行任务的那名迎仙子。 发起人。 这倒真出乎韩某的预料了。 韩力嘿嘿一笑。 当时邀请她的那些人中,虽然没有此女在,但想来对方没必要在此事上虚言相欺,应该不假的。 至于是没几人带头召集他们进行此事的,她还真的不太在乎。 韩力目光一转,在其余二人身上一扫。 这二人面孔有些眼熟,似乎也是非生修士聚会中出现过之人,只是没有和她打过什么交道而已。 这三人也都是化神中期以上的修为,特别是那名妇人,已经是化神后期的样子。 于是,韩力冲二人也略一抱拳。 大汉和妇人对韩力也不敢怠慢,同样回礼一下。 蒙面女子随即邀请韩力也入庭一座,韩力略思量一下后,却笑着摇了摇头。 韩某这一次执行任务受了些小伤,外加日夜赶路耗费了些法力,还是先恢复一下吧。 我没有记错的话,似乎距离约定的出发时间还有半月之久呢。 呵呵,这倒是我等疏忽了。 韩兄一路而来,自然要先休息一二再说的。 这些屋子,除了最左边几间尚未有人,道友尽管挑选一间就是了。 当然道友若是不满意的话,自己施法另行再见也行。 柳姓老者一眼胡须,和颜悦色的讲道。 那在下就不客气了。 韩力一声低笑,也没有多说什么,向几人说了一句告辞的言语后,当急冲其中一座冰屋从容走去,几个闪动后,就没入屋子中不见了踪影。 亭子附近的几人望着韩力的背影,一时沉寂了一会儿。 韩兄如此急着掉膝休养,不会身负重伤了吧? 妇人眉头微皱之下,缓缓的先开口了。 应该不会。 韩道友气色很好,可能真的只是法力有些损耗而已。 旁边的灰袍大汉却摇了摇头。 这可不一定。 如果韩道友精通什么遮掩气色的秘书,我等看不出来也是正常之事。 但是话说回来了,既然能暗示到这里了,已经说明此人不同寻常,就算有点小样,相信也不会对我们此行的图谋有什么影响。 先来的袁道友和静远大师,不是同样一来就入屋静修了吗? 迎仙子却对韩力颇有信心,淡淡的说道。 迎仙子所说有理。 虽然韩道友只有化神中期修士,但是据我推测,论神通在已道的道友中足可排进前三的。 那名病痒痒的如生却一笑的如此说道。 欧阳道友此言,未免有些夸大了吧。 韩道友只是化神中期修士,这点老身还不会看错的。 妇人闻言一愣,有些不相信的说道。 赵姐姐在天渊城这些年间一直忙于苦修,又甚少参加我等的聚会,不知道这位韩兄的事情倒也不奇怪。 韩道友可是曾经多次斩杀和升级过同阶一族之人,在我等新晋的非生修士中可名头不小的。 特别是他修炼的一种神通,对付那影族更是大有克制之效。 这也是我等会一力邀请他来的主要原因。 蒙面女子悠悠的说道。 迎道友的意思是,用此人专门对付那些影虫兽。 妇人有些恍然了。 不错,我等就是这个意思。 否则的话,那些影虫兽颇为棘手。 万一因此大号法力,甚至经走了我们此行的真正猎物,那可就糟糕透顶了。 柳姓老者也含笑的解释了两句。 赵姓妇人文言,点点头,不再说什么了。 于是这几人就坐在亭中,东一句,西一句的闲聊起来。 而韩丽却已在一座冰屋中盘膝坐下,双目微闭,整个人一动不动。 第1393章 图谋真蝉 十余日后,忽然冰屋外传来一青羊的长笑, 虽然声音不大,但也足够将韩丽从入定中唤醒了。 韩丽眉梢一动,睁开了双目。 目光一闪,她偏下头颅的响了一下后,就身形异常的站了起来,推开兵门走了出去。 只见兵屋前面的那片空旷之地上,不知何时的多出一间百丈广的寒冰大殿。 大殿用几根粗大冰柱支撑而成,虽然粗糙异常,但在阳光下晶莹闪烁,倒也别有一番气势。 在大殿中有一个数丈高的兵台,上面正站着一对男女。 男的是一位满头银发,却面若厨子的俊美年轻人,女的则是青丝高盘,身材丰满,美艳异常,脸偶般的手臂和一对狱卒都赤裸在外,似乎对山顶的寒气,完全视若无睹。 这二人竟然都有炼须级的修为,银发男子更是有中期的境界。 那长笑声正出自那银发男子之口。 在兵台下已经有四五人站在那里了,赫然是迎仙子和柳幸老者等人。 而听到长笑声,从兵层中出来的,也并非韩丽一人,其他人也陆续从屋中走出。 转眼间,整座山顶之上,竟然出现了近二十余名修士。 这些人全都是化神修为以上,闻听笑声后,神色各异的纷纷往大殿而去了。 韩丽不动声色下,也尾随了过去,步入了殿中。 重修士一进入其内,当即不少人立刻向兵台上男女,恭紧的问候起来。 见过祝前辈,清前辈。 两位前辈也到了。 晚辈见过二位前辈。 韩丽随意找了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就淡然的站在那里不动了。 当初亲自上门邀请他之人,就有这一对在天渊城精卫中名气不小的男女修士。 虽然和这二人第一次打交道,但是这二人的风闻倒还不错,并且也是从下界飞升的修士。 否则纵然许诺再大,他是否会答应参与此事,还真不太好说的。 助兴男子口中的长孝已经嘎然而止,并含笑回应着他人的问候,最后大声的朗朗道。 人都已经来得差不多了,诸位道友先坐下吧。 我等好好商量下如何清剿那群闭眼真蝉巢穴的事情。 他方一说完这话,站在旁边的美艳女子立刻单手往身下处打出一道法绝去。 顿时兵殿两侧白光闪动,一把把精致异常的寓意,在一个个简易法阵作用下,接连的浮现而出。 重修士见此,依言的纷纷落作,然后才重新注视兵台上同样坐下的这一对恋须妻夫妇。 银发男子目光朝两侧一扫后,才笑着又说道:"看来和我夫妇预料的差不多了,当初发出邀请的道友,如今真能到此的不过四成而已。 其他道友要么任务缠身,无法赶来,要么出了什么事情,无法跋涉万里的到此了。 不过就算如此,我等只要齐心协力,也能将那群闭眼真蝉顺利剿灭的。 到时候我等各取所需,诸位道友分的真蝉灵血,而我夫妇则得这群古兽守护的树珠千辛花。 这些都和诸位道友事先说过了,都没有什么意义吧。 当然那些真蝉灵血的划分,还要根据诸位道友的表现才可,不可能完全评分的。 还希望有其他心思的道友,不要妄想不劳而获。 俊美青年说出了这么一番话来,说到最后几句时,身上隐隐散发出炼须级的强大灵压,同时神色一下肃然下来。 其他修士听得此话,全都安坐着,似乎对此都无他意。 好,既然大家都心中有数了。 我们就商讨行动的具体步骤吧。 这群碧眼真蝉是迎仙子等人率先发现的,就由迎道友仙解说一二。 见此情形,俊美青年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笑容,牛手冲下方坐着的蒙面女子说道。 祝前辈有命,晚辈怎敢不从。 迎仙子一笑下,恶罗的站了起来,目光在其余修士脸上一扫后,就从容的讲述起来。 如何发现闭眼真蝉巢穴的,小女子就不多说了。 能告诉大家的是,这一群真蝉有接近十只的样子,两只雌雄成年真蝉大概有炼虚中期的实力,其余的幼蝉相当于猿鹰级的修士。 这群真蝉一直躲在地下深处的巢穴中,平常根本不会出来的。 若想在巢穴中击杀他们的话,恐怕难度会增加不少的。 毕竟巢穴附近的环境,非常不利于我等出手围剿的。 说到这里,此女的声音顿了一顿,但马上又说道。 若是仅仅这些,其实也无需同时请来如此多道友的。 关键是这闭眼真蝉巢穴附近,还有两种厉害的半生兽,一种是黑血蚁,另外一种则是影虫兽。 这两种虫兽虽然个体也许不算什么,但都是群居种类,大约有百余之左右的样子。 要想倾脚闭眼真蝉,必须同时解决这两种半生虫兽才可。 黑血蚁。 应虫兽。 听到蒙面女子之言,两旁坐着的大部分修士都一阵骚动,有些人甚至忍不住的和身旁之人小声议论起来了。 的确。 这两种虫兽名头可不小的。 若是被虫群围住,恐怕就是练虚极修士也大有危险的。 说完话后,蒙面女子充俊美青年一点头后,就坐回了自己位子。 不用紧张。 既然我请诸位道友到此,自然对此已经有了解决之道。 只是需要诸位的大力协助而已。 助兴青年从容不迫的说道。 助前辈。 不是我等不信前辈之言,而是此事看起来的确凶险,前辈能否稍加解说一下具体的应对之策。 一名头戴斗笠的老翁,起身冲兵台上威意躬身的说道。 这老者是台下不多的几名化神后期修士之一。 原来是由道友。 道友请坐,即使道兄不提此事,助某也会在下面稍加解释的。 青年一笑,不以为意的样子。 老翁闻言,不再多说什么的,再以抱拳的坐下。 其实简单。 这两种半生虫兽虽然有些棘手的,但是夫妇已经收购到了弹鹤箱,此箱对黑血纹具有莫大吸引力,只要在远处一点燃,就可把它们轻易引出地面,然后一起出手剿灭就行了。 到时那些影虫兽,不太好应付。 不过,我夫妇也从好友处借来了一套玄青天雷旗。 只要八名道友手持此宝,祖成天都还雷阵,足可以困住这些影虫兽的。 除此之外,还特别请来了在功法可专门克制影虫的韩道友和肖仙子。 有二位道友辅助此雷阵,应该万无一失了。 剩下的人,再和我夫妇联手专心对付那些真蝉兽即可了。 诸位道友觉得如何? 助兴青年朗朗的说出一大堆话来,声音不算大,但传进每一个人耳中都清晰异常。 韩力听到对方提及自己名字,神色移动的朝大殿中一扫后,忽然和对面携望来一道目光对到了一起。 这是一名身穿银白长裙的年轻女子,二十五六岁,相貌清秀异常,见韩力望来,冲其温婉一笑。 这难道就是那位肖仙子? 其修炼的是何种神通,竟也能克制影虫兽。 韩力下意识的抱以一笑,但心中却好奇的如此想道。 下面的时间,不时有其他修士询问其他一些疑惑的问题。 助兴青年合气万分,全都一一详细回答,让在座的所有修士都大感满意。 不过韩力注意到,从始至终,在青年旁边的美艳女子却未曾开口说过一句,只是一直含笑不语地站在那里。 这让韩力觉得有些奇怪。 他没记错的话,当日这对夫妇带人到洞府找上他的时候,似乎也只是那俊美青年说话,未见此女开过口的。 难道此女学佛门的那些高僧一般,修炼了什么闭口禅之类的古怪功法? 否则就是天生聋雅之人,修为到了他们这种地步,自然都可一念之间就可解决这些天级的。 韩力暗暗地思量道。 当一个时辰后,再无其他人提问什么了,助兴青年开始分配人手起来。 说起来,这次能被邀请来的修士,除了韩力和肖姓女子是专门用来克制影虫兽的,其余修士中则有不少修士,都是修炼罕见的雷属性功法,专门是用来分配给那玄清天雷旗,好用来组成天都还雷大阵的。 这些人包括韩力在内,都是非生修士,或者非生修士的嫡系后裔,并未任何一名彻底的本土修士。 故而众人虽然人数不少,但总算对分派的任务都无太大意见的。 一调派完毕,助兴青年等人倒也没有再当个时间的意思,当即一声令下,一行二十余人当即飞离了此山,化为一道道顿光直奔西边飞去。 足足飞行了三日三夜后,一路无视的众人终于来到了一片巨湖之前。 此湖一眼望去,尽是浓浓雾气,闲尸异常,给人一种神秘万分的感觉。 众修士见此,不少人都不禁眉头一皱。 一般来说,在蛮荒界这种看起来诡异的地方,大半修士都不愿轻易进入其中的。 谁知道雾气和湖水下,是不是隐藏了什么厉害的古兽,万一被偷袭而亡,岂不是自寻死路的。 几乎不用谁提醒,所有人顿光一缓,都在雾气前停了下来。 第1394章 唐鹤香和黑鞋椅 诸位倒有当心一些,物中会有一种不知名怪琴,好在实力不算高,只要小心他们喷吐的酸液,就无大碍的。 至于这点水雾,就交给我夫妇了,自会驱除掉的。 飞行在最前面的柱姓青年,忽然这般大声说道。 接着就在其他人一正的目光中,剑银发青年一张口,漠然喷出了一只白萌萌的长颈玉瓶,低溜溜一转下,瓶口就对准了前方的白色雾气。 青年两手掐绝,口中面面有词,玉瓶灵光大放。 扑斥一声问响,从瓶中喷出了一股青色静风来。 此风方一吹出时,还只是淡淡清光,但是一吹出数丈远后,就呼拉一声的狂风大作,转眼间化为猛烈异常的飓风向前吹去。 湖面上雾气顿时剧烈翻滚的向后纷纷退去。 一条清晰异常的通道,若隐若现的在雾气中浮现而出。 走吧! 住姓青年一声令下,自己和伴侣率先飞入通道中,而玉瓶则始终盘旋在其头顶处,狂风丝毫不停的喷吐着。 其他人见此,心中一松,也不再迟一股纷纷紧随而入了。 果然就像住姓青年说那样,才飞入湖中十余里后,从四周雾气中开始飞出一些数尺大的白色飞禽,一个个扁嘴长翼,附生一对碧绿色利爪。 这些飞禽明显是冲中修士来的,方一冲出雾气,立刻一张嘴,一道接一道乌黑的水剑直奔众人射来。 在几声低喝声中,群修纷纷放出了自己的法宝,或将飞剑化为车轮大小的一团灵光,或身前浮现数面古盾。 那些黑色水剑一射到其上,立刻化为一股股黑烟消失,而无论飞剑还是其他宝物,在被喷中处,浮现出密密麻麻的浅坑出来。 这些法宝主人脸色大变起来了,立刻有人大声嚷嚷起来。 快动手灭掉这些东西,他们酸液可以腐蚀我等宝物。 一听此话,其他人也心中大脸,全都神通晋出,一道道惊鸿和骗骗光侠同时向那些怪琴迎头照去。 惊鸿光侠所过之处,那些怪鸟纷纷化为一团团血雨洒落而下,转眼间被灭杀的一干二净。 见此情形,原本还有些忌惮的人,心中一松。 这些怪鸟果然实力极弱的。 但几乎在一下刻,从雾气中几声怪鸣传出,漠然又飞出一群群一般无二的白色怪鸟,同样一股股黑色水溅漫天袭来。 群羞一惊之下,一番手忙脚乱的急忙将刚收起宝物再次放出,一番抵挡下,再用神通将它们全都灭杀掉。 但同样的情形又出现了,在最后一只怪鸟也化为血雨的时候,从雾气中又浮现出密密麻麻的鸟影。 众人一阵骚动起来,不少人面现不安起来。 韩力眉头一皱,将神面向雾气中扫去,却赫然发现雾气中竟然遍布这种怪鸟,铺天盖地,也不知有多少万只的样子。 韩力纵然见过许多大风浪,也倒吸了一口凉气。 大家不用害怕。 这种怪琴现在只是试探攻击的而已,一旦前面十几波攻击无效,它们就会自行知难而退的。 前面又响起了助兴青年镇定异常的话语声。 听到此话,其他人有些恍然,当即催动放出各种宝物,将发起攻击的白色怪鸟全都一个不胜的灭杀掉了。 一连十三次波这般攻击过去后,果然原本聚集在雾气中的鸟群中突然传来一声长长的奸鸣,顿时所有白色鸟兽一哄而散,在雾气中四散飞走了。 它们竟真的不战自退了。 见此情形,所有人这才真放下心来,当即抓紧时间向前方飞顿而走。 半日后,一行人四周雾气一散,众人眼前忽然一亮下,面前现出了一座湖中巨山,足有万丈高,而底部直插湖底的样子。 此山裸露处的部分,全都是黑绿色的山石,上面除了一些苔藓类的植物外,到处光秃秃的。 就是这里了。 嘿嘿,还真难为迎仙子你等能找到此处来。 众人顿光一停之后,助兴青年望着巨山,口中发出嘖嘖之声。 这是晚辈几人以前追逐一头一兽,无意中闯进这里来的。 这也算是晚辈等人造化不小吧。 蒙面女子笑吟吟的说道。 的确,不是机缘巧合,这等隐秘之地的确发现不易。 不过也正是如此,才能给我们留下这么一群真蝉兽。 要是在外面的话,恐怕早被他人先寻到了。 哪还能等到我等出手。 银发青年文言,哈哈一笑,目中引现兴奋之色。 其他修士中也纷纷面带笑容的点头秤势。 那些真蝉巢穴,就在此山底部的一个天然陛下洞窟中。 我们按原先的计划,先将那些黑血蚁引出来,灭杀掉吧。 大家小心一些了,这些黑血蚁虽然只有八级妖兽的实力, 但是天生能破我们修士的各种护体灵光和护盾,并且体内黑血其毒无比, 以我们实力一旦被咬中了,必须马上服下解毒丹,否则也会有性命之忧的。 好了,大家准备吧,我先点燃弹鹤香。 助兴青年再叮叮嘱了两句,才单手一翻转,手中突然多出了一个巴掌大的香炉, 里面插着一根半尺来长的碧绿色弹香。 将香炉往空中一抛,顿时悬浮在了高空中,徐徐转动不停起来。 青年再一抬手,一根手指冲香烛轻轻一点,一道红光一擦而过。 绿色香烛一下被点燃了,一缕青烟鸟鸟升空了。 韩力凝望此香炉,面上一色一闪。 这就是那唐鹤香了,看起来毫不起眼,并且丝毫味道没有的样子,难道真的对黑血已有用? 韩力心中嘀咕了两句。 这时不用什么人吩咐,所有人就四散飞走,然后在四面八方纷纷施展隐秘术。 韩力也化为一道青红直奔高空而去,在柏鱼杖处才停下了顿光,正掐掘施法时,身旁一道白红一闪,另一苗条人影也在附近现行而出。 韩力愣了一下,一眼望去,发现是一名面容清秀的娇小女子,竟正是那位肖仙子。 此女似乎也有些意外韩力会出现在此地,但随即抱以一笑,斯文的说道。 韩兄,妾身手中有意敢摆杖迷光帆,在遮隐上倒也颇有些神效,不如我施法,将道有身形一起遮蔽起来吧。 呵呵,既然如此,那就有劳仙子了。 韩力客气了一句,道也并没有反对。 举手之劳,韩兄何必多礼。 肖仙女子脸带一丝微笑,单手一扬,一赶雪白小帆飞出,一个盘旋后,就到了二人头顶处。 随即此女法绝一催,小帆一晃后,漠然放出乳白色霞光,光芒刺目耀眼,转眼间就将二人身形都笼罩在了旗下。 下一刻,白光凭空消散,原地却空空如也,不见韩力和肖仙女子身形分毫了。 韩力站在原地未动一下,但抬手看了看自己已经隐形的手掌,目中蓝芒一闪,却还无法看到什么。 他一丝亚瑟闪过,开口称赞了一句。 道友的宝物还真是神妙,比一般的隐秘宝物,似乎厉害得多了。 韩道友说笑了。 这百阵迷光帆固然隐形十分厉害,但是只要有心人用神念一扫的话,却无法忙过什么的,也只能用来对付这些天生神念不强的重授了。 消兴女子闻言,却淡淡一笑。 韩力一愣,随即神念往女子那边一扫,果然立刻探测到了对方身形,心中一松下,又暗觉有些可惜。 对方宝物连明清灵墓都无法看破,若是连神念也能一同遮蔽的话,绝对非同小可的。 这时其他人也藏起了身形,同时收敛起了气息。 一时间,此地方除了那个漂浮在半空中的不大香炉外,再无任何遗物了。 这堂鹤香果然有效,众人并没有等待多久,一顿饭的功夫后,漠然从前方的巨山中传来了嗡嗡声音,随即从山腰处某个不起眼的洞口中,突然飞出了一群被生双翅的巨大飞翼出来。 这些飞以一个个体长持续,疗牙外露,再加上背上一对碧绿色翅翼,看起来就仿佛一只只飞鸟般,实在惊人之急。 显然这些巨蚁的目标,就是香炉,一飞出巨伤后毫不停留的直奔这边温明飞来,速度竟然丝毫不慢,一会儿功夫就飞进了众人的包围圈中。 动手 忽然香炉附近空间波动一起,银发青年和美艳女子几乎同时从虚空中闪出,口中漠然发出冷冷的命令声。 顿时四面八方各色灵光闪动,随即数十件宝物一起被寄了出来,化为片片光辖,气势汹汹的向乙群一卷而去,其中还夹杂着火球,电弧等一些大范围法术。 看来所有人都神通进出,都想务必一击之下,就解决这些黑血蚁。 轰隆隆隆的一番巨响连绵传来,整个一群彻底被五颜六色的爆裂淹没了,随即一股鼓寒热交替的暴风从爆裂中心处漠然散开,巨大风压即使身处百丈外的重修都不禁面色一变的连退束步。 当光芒狂风都消散后,那些黑血蚁所处之地早已空空如也,连一丝灰烬都未曾留下的样子。 第1395章 漩涡兽 见此情形,助兴青年和美艳女子都露出了满意之色,四周群修也大为高兴。 虽然以他们修为,对付这区区一群黑血蚁原本就是杀鸡用牛刀,但是如此顺利的就完成此行的第一步,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预兆了。 助兴青年抬手冲香炉一招,炉中碧绿檀香丝毫征兆没有的熄灭了,化为一团黄光的落到了其手中,在一翻转下,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但马上霞光又是一闪,取而代之的献出一套银灿灿小旗。 每一杆只有数寸长短,上面牵印着许多紫色符纹和一些雷电花纹,给人一种神秘异常的感觉。 现在黑血蚁的威胁已经没有了,下面我等就要进入山中的真蝉兽巢穴了。 这一套玄清天雷旗,几位道友过来一人领上一杆吧。 银发青年目光冲休市中的几人一扫,缓缓的说道。 当即这几人互望一眼后,立刻飞身上前,一人从他手中取走了一杆小旗,其中赫然有那柳姓老者。 好了,除了赵道友和寻道友留在外面,警戒一下外,其余人都跟我夫妇走吧。 青年冲一名老者和一名中年人吩咐后,就和美艳女子一同化为两道惊鸿直奔巨山而去。 其他人也没有迟疑,同样驱动顿光跟了过去。 只有被点名的老者和中年人互望一眼的苦笑一声,当即二人掐绝下,身形再次的隐秘而去。 其他修士已经随着柱姓青年夫妇二人,从巨山某处的一个看似天然的洞口处,进入了巨山的山腹中。 一展查功夫后,韩力等人均出现在一个潮湿阴暗的地下通道中。 通道中到处都是道悬的钟乳岩,四壁挂满了水珠,地下齐滑无比,常有一些寸许高的无名青苔。 整个通道蜿蜒齐驱,不停的向地下斜着延伸下去。 好在这天然形成的通道,总算够宽大,让在离地鼠齿缓缓飞行的众人,不至于真的徒步前进了。 韩力不停的四下打量着,偶尔有一些大的出奇的毒虫从某些缝隙中飞向他时,都被其手指弹射出的一根根红丝,随手动穿,直接化为了灰烬。 在其旁边,赫然是那名萧仙子。 此女同样一脸的谨慎之色,浑身有一层忽隐忽现的白色光照,无论什么样的毒虫扑到其上,立刻化为一团团经营冰块,掉落地上。 不光是韩力和此女,其余修士也施展各种小手段,同样击杀着赶靠近身前的任何毒虫。 这些虫子别看不起眼,但是谁也不敢真让它们中的哪个咬上一口。 毕竟蛮荒界古怪东西多不胜数,即使看似没有气候的普通毒虫,也可能让一名高阶修士立刻独臂身亡的。 这种事情,以前也并非没有发生过的。 众修一路向下很快,并且队伍中开口说话的人越来越少,最后整支队伍都变得安静起来了。 除了扑扑不断被灭杀的毒虫外,再无任何声响了。 通道中倒也不算太阴暗,似必不时有一些不知名石头散发着淡淡荧光,似乎和人族修士常用的月光石颇为的相似。 如此一来,倒是方便了韩力等人的前进了。 在向下走了一会儿后,韩力漠然神色一动,想队伍前方大有深意的望了一眼,似乎发现了什么。 与此同时,走在最前面的银发青年也眉头一皱,突然和美艳女子身形一挺。 接着韩力等人耳中马上响起了助兴青年的传音声。 大家小心一些,我感应到前面出现两只虫兽,接近化神的气息,正好挡住了我们去路。 附近还可能有其他虫兽,我不便放出太多神念去查看。 必须先有人过去,亲眼确认下是何虫兽再说。 小心一些,先别动手。 所有人一正,但马上就有一人站了出来,开口说道。 让再下去看看吧,在下别的神通没有。 在顿术上还有几分自信的。 就不知助前辈是否信的过在下了。 呵呵,原来是游凶,道有的风顿术神庙万分,祝某正求之不得的。 银发青年一看清楚那人,顿时满脸是笑。 此人却是在出发前,在兵殿上发问过的那名斗笠老翁。 老翁闻言嘿嘿一笑,身旁顿时一股清风吹过,人就踪影全无起来了。 果然是那神庙异常的风顿之术。 其他人则停在原地静候了起来,不少人对前面突然出现的党怒重兽,都暗自大感兴趣起来。 只是一顿饭功夫,老翁身行又在清风中席行而出,位置正是其原先消失之处。 要不是所有修士宁神注视下,几乎都以为老者根本未曾离开过一般。 而老翁一等全部身形都出现后,当即充住性青年夫妇一躬身,说道。 有某已经查过了,前面是两只悬涡兽,恐怕要有些麻烦的。 悬涡兽? 一听这话,通道中的修士又一阵的骚动。 不少人脸上都显出了意外之色,即使住性青年也不禁眉头一皱。 韩力泽脑中立刻浮现了悬涡兽的相关资料。 悬涡兽也是一种虫兽,此兽倒并不是太可怕,但是出现在此地,却大为的麻烦。 因为此兽别的能力没有,但偏偏天生精通水,雷两种顿鼠,并且还胆小如鼠,稍有个风吹草动就会逃之天天的。 更无奈的是,此虫兽还有个名字叫古名兽,会在发现敌人的时候,身躯发出类似巨谷的怪名声。 声音之大,几乎可以洞穿出树百里之遥。 故而人妖两族的一些大宗门和大神通者,干脆驯化了此兽,专门放在一些要害之地,担当警戒之用的。 若不能做到一击必杀,肯定就会惊动整座巨山中的其他虫兽,到时会出现什么事情,只有天之道了。 这道真有些棘手了。 我虽是练须修士,但是所修神通并不擅长隐秘之术的。 玄涡兽无论嗅觉和神念可都不弱的。 在下夫人倒是顿数不弱,有把握解决其中一只。 另一只的话,还得需要另一位道友出手解决才可的。 助姓青年思量了好一会儿,才冲众人说道,最后目光又落到了游姓老翁身上。 在下肯定不行的。 以老夫封顿数接近他们没有问题的,但漩涡兽皮操肉后,在下修炼的神通可做不到一击必杀,会晤了大事的。 老翁连连的摆手。 银法青年见此,苦笑一声,又妄想其余几名化神后期修士。 这几人也没头皱起,全都没有多少把握的样子。 这等关系到整个计划的事情,若没有十足信心,谁敢轻易硬承下来。 而同时精通顿数和一击必杀神通,也的确有些强人所难的。 助姓青年见此,脸色渐渐阴沉了下来。 谋划数年的事情,竟会因为区区一只虫兽而功败垂成。 难道不能施展土顿数从一旁绕过去吗? 一鸣修士有些不明的问道。 能绕过去的话,在下还会如此头痛吗? 此山不知何处有一个巨大的灵磁石脉,一顿入山时中,所有身具灵力存在都会被其强行尽致吸走的。 但只要不施展土顿数,却也无大碍的。 灵磁石脉。 不少人听到此言,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脸色大变起来。 那发问之人更是脸色难看异常起来了。 一时间更无人敢轻易开口了。 助前辈,若是在下能解决了另外一支,是不是真蝉血到时会多分在下一份的?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忽然从修士中传出来。 说话的人,赫然是站在队伍尾部的韩丽,一旁的清秀女子文言,则有些愕然了。 怎么,韩道友有把握解决此受? 若是真能够做到的话,多分道有一份真蝉灵血,倒不是不行。 但若是失败的话,助性青年一件事韩丽也大感意外,有些迟疑的回道。 显然她还是不看好韩丽这么一位化神中期修士的。 嘿嘿,前辈放心。 若是在下失手了,有何损失,在下负责赔偿就是了。 韩丽淡淡一笑。 韩道友看来真的很有把握了。 好,另一支虫兽就交给道友了。 助性青年倒也果断异常,只是略沉吟一会儿,竟真的点头答应了。 倒是其他修士一阵的窃窃私语,神色各异的打量韩丽不停,有些人甚至毫不掩饰的露出了怀疑之色。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有道友,你隐匿过去,在一旁辅助下韩道友吧。 助性青年话音一转,又这般冲纳斗粒老翁说道。 行,这个可以交给老夫就是了。 这一次,老翁倒是一口答应了下来。 于是下面。 在助性青年嘴唇微动的初美艳女子传音几句神门后,此女两手一掐绝,漠然体表浮现朵朵红霞,一闪的在原地不见了。 而韩丽却掏出一张紫色符绿,往身上一拍,顿时在银色符纹翻滚中,同样的无影无踪了。 倒是老翁还是施展风遁术,借风遁走了。 在那老翁的带路下,韩丽和美艳女子之向前飞行了一会儿功夫,就到了目的地。 在前面一大截宽阔的多的通道中,两只白白胖胖的硕大肥虫,正各自趴伏在一面石壁上,啃视着上面的一种不知名青苔。 第1396章 晶辩 这两只肥虫体长两丈,肌肤精白并且一节节,仿佛一具大残勇,但其中一端生有一颗不大头颅,上面不但有六只红色小眼,而且肯是青苔肩,一只长满獠牙大口不时开合着,竟然其大无比。 韩丽已经施展了虚化之术,就是炼虚修士都无法发现,自然更不会担心区区两只化神级重兽发现其踪迹,当即大模大样的直接飘到了其中一头重兽上空,目光才朝某个方向一扫。 在其明清灵目之下,另一只玄窝兽附近,一道淡淡红颖赫然站在那里。 是施展了顿术的美艳女子。 而在此女身后树丈远处,另一道模糊青光飘忽不定,却是借助风之力遮蔽了身形的游性老翁。 但此刻二人全面带一些惊疑的四下张望着,根本无法感应到韩丽的存在。 韩丽也不在意,嘴唇微动一下后,无声的传音了几句过去,点明了自己的所在。 这二人脸上自然惊讶万分,但老翁所化青光却一闪的到了韩丽这边,却绝不敢接近韩丽这边重授十丈之内。 显然太过接近的话,她也根本没有把握不被发现的。 到时那美艳女子不愧为恋须修士,在亚瑟一收后,人直接飘到了另一只重授的五六丈外处,才悄无声息的停下身形。 一时间,三人均都动也不动站在原地,只传来两头漩涡兽肯是青苔的沙沙声。 韩丽目中韩光一闪,一只手掌漠然漆黑发亮,虚空向身下重授一抓。 顿时灰蒙蒙霞光从五指中击射而出,一座黑色小山在灰匣中诡异浮现,一坠而下。 下方重授一惊,身体一动下,竟然瞬间仗成一个巨大肉球,同时体表闪动起蓝白两色灵光。 但却已经迟了。 如此近的距离,灰色霞光只是一闪,就将此重授扫到了其中。 漩涡身上闪动的两声灵光,仿佛遇到克星一般的瞬间湮灭。 重授见识不妙,远古身体默然矩阵一下,一股无形波动在身体表面浮现而出,向四面八方扩散而去。 韩丽却冷笑一声,乌黑五指轻轻一合。 顿时下方灰芒大放,刷刷的几声后,七八波灰侠往此兽身体上纷纷一卷而去。 无形波动一接触这些灰侠,顿时一层层的削弱下来,最后彻底消失在原池神光中了。 漩涡兽身形一扭,还想再施展什么神通时,却头顶黑影一线。 轰的声巨响,化为七八丈之巨的黑色小山,狠狠砸在了漩涡兽的肥瘦身体,将其压得无法动弹分毫。 不过此兽真不愧以皮糙肉后闻名,如此距离之下却没有被压成肉酱,还不停扭动身躯的想要挣扎而出。 但这时,韩丽又袖袍一抖,一团银色火焰飞射而出,击在黑色山峰底部。 一声闷响后,虫兽坑也不坑的立刻在火焰中化为了灰烬。 是灵天火的威力,自然不是这么一只虫兽可以抵挡的。 从韩丽出手到解决这支悬窝兽,只是一个呼吸功夫。 当他做完这一切,牛手看了看身后一眼。 只见游性老翁正在树丈远处,面带一丝骇然的望着他。 显然韩丽如此轻易解决悬窝兽的神通,将这位化神后期修饰震住了。 韩丽微微一笑,目光一瞥的朝另一边望去。 只见另一只虫兽,已经一分为二的化为了两片。 那名美艳女子正漂浮在虫兽尸体之上,身前还悬浮着一口持许长的火红小剑,同样带有意外之色的望过来。 游兄,这两只虫兽已经解决了。 通知助前辈他们一声吧。 韩丽冲美艳女子微攻下身后,就不动声色的对老翁说道。 这个自然。 韩兄,倾前辈稍候一下。 游姓老翁没有露出被指使的不满之色,反而满脸笑容的答应道。 随即袖袍一抖,一张传音符飞射而出,一闪即逝的消失在了虚空中。 结果在片刻后,其他人也就全都赶来了。 银发青年看到了此地情形,在听老翁大概讲述了一下过程后,自然露出满意之色,当即称赞了韩丽等人几句后,就不敢耽搁的带着众人继续上路了。 韩丽再次走到了队尾中。 但这一次,其他修士望来的目光自然又有些不同了。 能一击灭纱悬窩兽,可是在场化神后期的修士都没有把握的。 面带面纱的迎仙子和身材娇小的萧姓女修也忍不住的多望过来几眼。 韩丽对这些视若无睹,只是一言不发的跟在后面。 而走过此节通道没多久,一拐弯后,前方传来了哗啦啦的流水声,一股更加阴寒浓重的水气扑面而来。 前面竟然出现一条宽约数十丈的地下河道,河水咕咕的一流而过,竟然还颇为的急促。 大家听好了。通过此河,就可直通那真蝉兽的巢穴了。 巢穴情形,我已经和大家说过了,足够容下我等动手的。 但是那些影虫兽十分的麻烦,要全靠几位道友了。 助兴青年望了望河水,一扭手的冲寒厉等人说道,神色变得肃然起来。 请助前辈放心。 有天都悬雷阵,在外加寒兄和肖仙子相助,影虫兽纵然以诡异闻名,也绝无法逃脱的。 一名黄袍中年修士拍着胸脯的保证道。 其他几名分道玄青天雷奇的修士,也都同样的秤势。 韩力和肖姓女修互望一眼后,却没有说什么。 但是助兴青年见此,却很满意了,点点头后,就一挥手,带着美艳女子率先飞入河水中。 其余之人也一个个紧随其后。 同一时间,在巨山之外,藏在高空一朵白云中的负责警戒老者和中年人,正在漫不经心的交谈着什么话语。 赵老,你说住前辈他们是不是该到那真蝉兽巢巢了吧? 嘖嘖,两只成年闭眼真蝉,纵然人多,灵血每人也能分到不少的。 其他的右兽灵血虽然没有成年真蝉这般好用,但也有部分效果的。 还真不枉我们如此历尽千辛的赶到这里来。 只可惜,我二人被分到了外面。 恐怕分到的灵血数量,也最少吧。 身穿蓝袍的中年修士,冲一旁的白袍老者抱怨的说道。 嘿嘿,寻道友有些不甘心了。 可别只看进入巢穴之人得到的好处,说不定还有人会一命呜呼呢。 那名老者倒是一声笑,不以为意的回道。 陨落? 不会吧。 我看祝前辈等人准备的已经十分周全了,应该手到擒来才是。 会有何危险的? 中年修士眉头一皱,有些不信的样子。 看来寻道友是第一次深入蛮荒界。 道友最好记住,在蛮荒界中根本不可能会有什么十全九稳的事情。 好比我们正在这里警戒一般,就算突然从雾气中跑出一大批化神殿虚集的古兽或者一族,都大有可能的。 老者叹了一口气,才悠悠的说道。 哈哈,赵老太夸大了吧。 这里如此隐秘,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等事情? 中年修士闻言,却哈哈大笑起来。 老者却摇摇头,还想与众心长的再说些什么时,对面却突然一变大起。 一道雪亮光片丝毫征兆没有的浮现在中年修士驳梗处,一闪而过,头颅顿时咕噜噜的滚落而下,数尺长血柱一喷而出。 不好。 老者倒也反应够快,几乎在异变出现的同时,身形骤然间倒射而出,同时袖袍一抖,一面青色小盾击射而出,化为一层光照护住了全身,另外在一张口,另一道银红喷出,在身体附近盘旋飞舞起来。 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而已。 老者头顶上空间波动一起,一只杖许大青黑色巨爪从虚空中闪出,向下闪电般一抓,就将老者连同护照飞剑都一把抓到了手心中,用力一捏。 顿时一声惨叫发出,老者化为一团血浆,竟连袁英都未能逃得出来。 倒是中年修士的无头躯体一颤,一团绿光从中击射而出,里面包裹着一个两寸来高袁英,双手抱着一个令箭状的宝物,一脸惊慌的想要逃之夭夭。 但是袁英刚一个瞬移的顿出三十余杖,就有一道黑霞从虚空射出,一闪就将袁英卷入了其中,再一晃的就此诡异消失了。 两名画神级的高阶修士,竟然如此的一击灭杀了。 下一刻,附近黑青两色光芒一闪,突然从虚空中闪出一大一小两个巨大身影出来。 一个身高十丈,轻面獠牙,头上双脚,仿若恶鬼般的巨大存在。 另一个却只有丈许高,但身材恶罗修长,竟是一名年轻貌美帝女子,单单手持着一杠和其一般高的蓝色巨斧,看那起来极为的诡异。 二者背后却都生有一对赤红肉意,上面闪动着一些古怪的各色符纹,闪闪发光,变力异常。 不错,人族的话神级修士原因,果然是大补之物。 你那个直接捏爆了,也未免太浪费一点了吧。 那单手持斧的美帽女子,冲悬浮在空中的无头尸体上目光一扫,一条香蛇伸出来添了一下烟红上唇,有些不舍的说道。 我最近刚刚有所突破,力量不太好控制的。 再说区区一个人族化神修士原因算什么,我们要找,也要去找那些炼虚修士的原因,那才是真正大补之物。 若是侥幸吞掉一名合体级修士的原因,我等直接进阶叶叉王也不是不可能的。 那恶鬼般的怪物口中发出了打雷般的嗡嗡声。 第1397章 展山之威 合体级修士,那是说能灭杀就能灭杀掉的,起码你我联手不可能是一名合体级修士对手的。 好了,闲话少说,办正是要紧了。 我倒没想到这么快,就碰到人族修士了。 这里应该距离人族的天渊城至少有半年的路程才对。 年轻女子却打断了同伴的妄想,眉头一皱的说道。 这有何稀奇? 多半是人族出来寻宝的修士,既然灭杀掉了,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就算还有漏网之余,交给后干扫尾的人就是了。 我们只是负责清理那些明显目标的。 恶鬼双翅抖动一下,宁笑一声的说道。 此话倒也是,我等走吧。 一会儿大军也该到了。 貌美女子倾笑的点点头,随即身形一晃,就骤然间消失不见了。 而那恶鬼却猛然大口一张的用力一吸,竟然将那具无头躯体一下吸入了口中,咀嚼击下,就呼伦的吞下腹中,然后背后锯齿一扇,同样的闪入虚空中不见了。 而就在这两名一族离开没多久,从天边忽然传来了古怪的嗡嗡声,开始只是嘀嘀的,随即声音就越来越大,天边尽头处漠然出现一个黑点,两个黑点,三个,转眼间树枝不尽的黑点,密密麻麻的浮现而出,仿佛虫群般的铺天盖地而来。 这些黑点成千上万,但各个速度奇快,一瞬间的功夫就接近了巨山。 此刻,黑点的真面目自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竟然都是一只只和先前巨鬼女子一般无二的带翅之人。 两者都裸腿露臂,除了一些要害部位外,所穿甚少。 而其中巨鬼数目明显多于带翅女子,并且混杂一起的从巨山上呼啸而过。 这些带翅一族连绵不绝的出现在天空中,从空中一波波的不停飞过,足足一个时辰,天边出现的黑点仍然络绎不绝,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再过一会儿后,天边声音一变,除了嗡嗡声外竟然传来了雷鸣的轰隆隆声,随即在天边处出现了一座仿若山岳的庞然大物。 此物足有二三千丈高,通体蛋黄,呈圆锥般的风巢形状,在空中徐徐的转动不停。 而在此巨物前面,赫然有数十头浑身电光闪闪的带翅飞蛇,牵引着徐徐前进着。 在这风巢旁边则有一对对身穿战甲手持巨刃的带翅一族,整齐异常的簇拥着此巨物向前飞动着。 此物看似极笨重,但是实际上速度奇怪,从巨山上飞过时带起的巨风,甚至将下方的水雾全都吹得滚滚翻动。 被吹散了不少。 巨大风巢的此举,却一下惹怒了下方雾气中隐藏的那些白色鸟兽,当即一群群飞鸟从雾气中腾空飞起,张口冲着空中喷出一道道的乌黑水箭来。 一见此目,那些银甲一族道也没客气,自然挥动手中巨刃的一冲而下,犹如虎入羊群一般,只是几个照面就将这些怪鸟斩杀了小半。 剩下的飞鸟见识不妙,纷纷怪名的重新逃入了下方雾气中。 那些银甲一族倒没有去追杀什么,只是将兵刃一收的重新返回到了空中,继续簇拥着巨物而过。 这种巨大风巢方消失在远方,从天边处又浮现出另一只形状近似,但体型更大一些的第二个风巢,同样被一大群带翅一族严密保护其中。 如此这般,这种巨大风巢一个接一个的在天边出现,每一个都巨大之极,足足飞过了近百座后才终于不再出现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群群奇形怪状的古兽。 或三头两翅,或龙手鸟尾,或体型大于百丈,或体型只有数尺,而在这些古兽的背部附近,都有一名或数名带翅一族驱使着这些,浩浩荡荡的不停飞过,足有数万头之多的样子。 这些古兽也飞过后,天边却出现了一条条乌黑发亮的长缩,一个个体长数十丈,两头尖尖。 这些长缩倒不算太多,只有千余之的样子,但顿速之快,只是一闪,就从天边一头到了另一头去。 如此一来,片刻功夫,这些黑缩在附近消失得无影无踪。 天边一时间变得空荡荡起来了。 但是没多久,天边灵光一闪,又出现一群群黑点来。 稍一飞劲后,看清楚面容的人,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只见这些呆齿一族中大部分人都和前面的那些人一般无二,男的同样丑恶,女的貌美如花,但偏偏每一群中间,还出现几只数十丈之高的巨大一族,体型远胜同类。 这些一族身上全都浮现出或金或银的古符纹,有一些还在身上,甚至脸部都生出长短不一的锋利骨角,看起来凶恶之极,一个个仿佛天鬼将士一般。 这群一族飞行速度远远不及前方的同族,并且方翼飞到附近,其中一群马上朝下方飞去,然后一哄而散的朝四面八方击射而去,不少一族直接没入虚空中不见了。 而其中的两名巨大一族,却悬浮在空中动也不动,一脸木然。 在这两只巨物中间处,另有一名体型正常的带翅恶鬼,双臂抱肩的悬浮在那里。 此人不但一对肉翅比普通一族大了一倍有余,并且瞳孔是淡金色的,肌肤赤红异常,只是冷冷的注视着他人的搜索,但片刻后,金色眼珠一动,木尖长落到了下方惹眼异常的巨山上了。 没有多久,上百其他一族全都飞射而回,在此一族面前一个个束手而立,个个显得驯服异常。 前行对碰到的两名化神级人族修士,是在附近没错吧?金色瞳孔异族,面无表情的问了一句。 孟祥大人,收到的消息,的确是此地没错的。 但方缘数百里除了这座山外,都已经搜查过了,没有献其他人族的踪迹。 这座山似乎含有灵磁石脉,我等无法直接探测的。 一名年轻的女性异族恭紧的回道。 灵磁石脉? 那还不简单,拆开看看不就行了? 金童义族冷笑一声,随即一台手掌,仙红之光浮现而出,转眼间化为一团仙红如血的光球,并微微掌缩不定着。 五指一合,这名义族将手中光球一转,再冲空中轻轻一晃。 一道红色光片从手中击射而出,并且马上狂涨,变得巨大无比,小半天空都被映成了红灿灿的一片。 此义族将手掌漠然向下一翻,再轻飘飘的向下一挥。 顿时巨山顶部一道红线骤然一闪,随即就一切如常起来了。 而就在这时,空中那两只仿佛小山的巨大一族,却手臂同时移动,狠狠朝巨山一侧连环击出。 两股几乎撕裂空间的无形距离一冲而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又合成了一股,气汹汹地击在了山头的一侧。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轰隆隆的巨响传来,整座巨山都发出一阵哀鸣声,半边山峰仿佛豆腐般的缓缓滑落。 韩力正身处一间巨大的洞窟之中,浑身灰色光霞闪动不已,将自己身形护得风雨不透,但脸色难看异常,死死的盯住离其只有七八丈远的地方。 在那里,一鸣灰袍大汉一分两片的倒在血泊中。 旁边还有一杆正闪动银色电弧的小旗。 韩力心中寒气直冒。 就在刚才一刹那的功夫,突然一道红光在此处一闪,大汉正好身处红线所落之处,结果坑都不坑的分尸两地了。 如此一来,原本手持镇旗所组成的法阵顿时失效了,一群拳头大小的漆黑影子,马上借机从溃散的雷光中一哄逃走了。 其他几名修士一愣之后,马上现出了惊木交加之色。 那名单手持着一柄赤红玉尺的萧姓女修,也是一脸的吃惊。 在离他们数十丈外的洞窟另一边,正光霞闪动,爆裂声吼声不断,助兴青年正带着剩余的十余名修士,在联手围剿那群闭眼真蝉兽。 韩力心念急转之下,正想催动原磁神光将这柏鱼之影虫一卷入内,以防黑影真的逃掉时,忽然脚下一阵巨晃,随之另外半块洞窟地面竟然一下塌陷了下去,同时洞窟中的那条地下河却翻滚起来,十几丈高的水浪一下涌出,气势汹汹的席卷而来。 整座洞窟都开始寸寸的碎裂开来。 韩力这才知道真的出了什么大事,心中骇然之下,不加思索的两手一夹绝,身上麾霞一下大掌数倍,水浪一下将其身形淹没了。 一染茶功夫后,十几道顿光从只剩下半片山峰的巨山残骸中一闪的激射而出。 光芒一脸后,十几道人影顿时出现在了低空之处,其中赫然有助性青年和美艳女子等人,但是目光四下一扫后,一个个苍白无血起来。 只见四面八方,密密麻麻,足有百名被生双翅的一族人,正虎视眈眈的盯着他们。 几乎每一个的气息,似乎都不在化神级之下的样子,练须级以上的就有六七个之多。 人倒是不少,但只有两名练须级的人族修士,我懒得动手,交给你们处理了。 能活捉就活捉吧,说不定还能问出些什么东西来。 那名金色瞳孔的一族,一眼就看透了助性青年等人的修为,淡淡的说了一句。 随即双翅一斗,他在原地消失不见,下一刻则出现了百余战外,在连闪两下后,就此从天边处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为一击展开万丈巨山的一族,竟然真的撒手不管此间的事情了。 第1398章 夜叉王 夜叉族 我们人类和贵族可并未在交战中,诸位无端骚扰我等寻宝,并将我们围住,是何道理? 助性青年面色有些铁青,但见那为首那名无法看透修为的夜叉飞走后,心中又升起一丝侥幸之心的问道。 动手 剩下的百余名夜叉族人中气息最强大的一名夜叉女子文言,冲住性青年等人妖娇一笑,但小口中却吐出了冰寒异常的屠杀命令,竟丝毫解释之意都没有。 四周的男女夜叉顿时手中冰刃一抖,从各种辅月巨刃上纷纷放出一道道粗大异常刃芒,从四面八方直奔中间十几人狂斩而去。 此种情形就如同人族修士先前合力攻击黑血乙群一般,只不过原本被围攻者换了人族一方。 虽然人数实力相差悬殊,但银发青年自然也不是那群黑血乙一般不堪一击,当即十几名人族惊慌之下也纷纷放出了自己最强的宝物,化为颜色各异的片片光辖拼命抵挡起来,其中有几个自持隐匿顿数神通的,更是直接身形一晃的闪入虚空中,想要逃之夭夭。 助兴青年精怒下却身形一晃,到了美艳女子一旁。 两人各伸出一只手掌一握,顿时提表蓝红两色光辖闪动不已,随即在一张口,各喷出了一面小帆来。 两杆明印着蜜茶麻麻不知多少层符文的小帆,方一离口,就立刻辖光腕道起来,随即二者一合,化为一层红蓝色的巨大光照,将它们护在了其中。 就在这时,那些任盲在虚空中画出一道道白痕的狂斩而至。 轰隆隆一声巨响,任盲彻底爆裂了开来。 人族修饰组成的光瑕只是勉强抵挡了片刻,就被任盲洞穿斩破,被彻底淹没了。 惨叫声立刻从爆裂中接连传出。 但几道巨大任盲却没有加入攻击中,而是忽然方向一偏地斩在了离中心处没多远的几处虚空中。 一道道白痕诡异的划过后,虚空中血光纷纷涌现,数据一分为二的尸体,直接跌落而出。 这些原本隐匿身形的修士,根本没能逃脱这些夜叉族锁定,被轻易的一展而亡。 这时中间光芒渐渐暗淡下来,现出了其中的情形。 只见原本的十几名人族修士,此刻只有孤零零的五六人站在那里,其中包括了柱姓青年夫妇二人。 他们竟然真的依仗护身宝物强大,硬生生挡住众叶叉的联手一击。 至于其他人,自然都被轰击得灰飞烟灭了。 而这无论银发青年夫妇的巨翻,还是其他人身前漂浮的数件宝物,此刻都光芒暗淡,有些表面甚至浮现出了道道的细小裂纹。 显然君都毁坏,无法再承受下一击了。 但尚存的这些修士见过刚才众叶叉如此可怖的一击后,也根本不会在原地束手待毙的。 当即柱姓青年和美艳女子,猛然一点身前的两感巨翻。 二翻滴溜溜溜一转后,再次光芒大放,但随即一下巨震后,轰轰两声巨响,他们同时爆裂了开来。 顿时一红一蓝两股飓风凭空浮现,瞬间冲天而起。 柱姓青年和美艳女子身形一晃,竟然化为两道光芒没入了两道巨风之中,然后在里面用神通一摧,两股巨风和二维一化为数百丈高的庞然大物,发出了雷鸣般的声响,气势汹汹的直奔高空横冲直撞而去。 挡在前面的那些男女夜叉,即使本性凶悍异常,一见巨风的惊人之势,也不禁一阵骚动。 剩余几名人族修饰又惊又喜,也趁此机会化为一道道惊鸣,紧跟巨风其后。 显然这几人也很清楚,若不利用这最后一线生机,绝没有其他生路的。 蓝红色巨风所过之处,附近空间都阵阵的模糊,扭曲,可见其威力可步了,眼见此巨风真的一头扎进夜叉群中时,忽然两个巨大黑影一下浮现在巨风上空,上尉等其余几名修士发现怎么回事时,轰轰的四声巨响传出,四股无形距离同一时间的击在了巨风之上。 顿时巨风一颤,背影生生的阻挡在了原地。 原来竟是一直悬浮在其他夜叉身后的两只五六十丈高的夜叉,一个闪动后,就诡异出现在了巨风两侧,四肢仿佛房子的拳头共同一击,净单凭距离,就抵住了此巨风。 巨风中的柱姓青年和美艳女子自然大吃一惊,不加思索下,二人也立刻全身法力流动,蓝红色巨风一阵的粗大了小半,再次向前强行冲去。 但是空中两只仿佛小山的存在,漠然目中红光一闪,四肢手臂一晃下,竟然模糊一片起来了。 无数巨大拳影密密麻麻的在巨风两侧浮现而出,下一刻,就扑天盖地的全都冲巨风狂击而去。 附近的其他修士剑子,心中大害,顿时顿光一变,急忙要逃离附近。 但就在这时,四周破空之声大起,无数巨大任忙呼啸而至。 四周的上百叶插族人,竟然发起了第二波攻击了。 这一下,不但顿光中的残余修士面露绝望之色,巨风中的柱姓青年和美艳女子也脸色一下没有血色起来。 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鸣,响彻了整个天地。 地底深处中,韩力周身灰色霞光闪烁不定,正已极快地顿走着。 古怪的是,在其身体四周一片银灰色光辖不停浮现体表四周,不停地和其护身灰光摩擦交织,然后一层层地闪烁着。 韩力则脸色凝重异常。 虽然他刚才没有随大部分人冲出地面,但是刚才从地上传来的那一句大声响,即使他身在地下如此之身都能感受到一丝震动。 可见此次暴裂的可怕了。 难道冲出去的其他修士,真的全都被灭了? 韩力大脸的想道。 说起来,刚才整座地下洞窟崩塌,巨浪席卷而来的时候,其他人因为灵磁石脉缘故不敢施展土盾从地下逃避,只能从缺口中击射冲出地面而去。 但他身具原磁神光,原本就可刻进天下五行和世间的诸多磁力尽致,却可冒险进入地下顿走的。 再加上才出事的瞬间,其强大神念立刻感受到了空中出现的强大一族,哪还敢再停留丝毫,不加思索下立刻原磁神光一起,就要潜入地下逃之夭夭了。 不过在顿入地下前的片刻时间,那一窝闭眼真蝉却伤痕累累的从洞窟深处冲了出来,正好被韩力迎头撞见。 有这种好事上门,他自然绝不会放手的,当即不惜法力的诸多神通同时进出,一个照面就将这些原本就不知的真蝉静灭旗下,将尸体一收后,马上顿入到了地下。 至于助兴青年口中的千辛花这等灵药,他是丝毫没有时间再去寻找了。 灵磁石脉的厉害还在韩力预料之外的,但是他的原磁神光也非同小可的,在借助原磁神山之力后倒也可以勉强护住全身,抵消从地底更深处传来的巨大犀利。 那些异族虽然强大,但是在灵磁石脉作用范围内,想来也不敢轻易顿入地下追踪他的。 心中如此思量着,韩力心中稍松一下。 可惜也因为灵磁石脉的缘故,神念无法在地下探测附近的动静,否则他就会更加放心了。 就在韩力心念不停转动的瞬间,他已经在底下穿梭了足足数千里之遥,四周的银色光辖开始渐渐的暗淡下去。 当银霞最终在体表消失后,韩力神色一动,觉得差不多应该安全了,当即神念往地面上一扫。 上面是一个类似山谷的陌生所在,三面环山,只有一个出口。 到处匆匆郁郁,没有任何异常,也没有感应到强大鼓兽和异族的气息。 韩力在反复搜查了鼠遍后,才终于放心下来,化为一道青红巢地上射去。 眼前一亮,光芒一脸后,人停在了离地数十丈的半空中。 但当韩力四下一扫,目光落到了附近某处时,整个人浑身寒气大冒,彻底呆置住了。 只见就在离他百余杖的一棵巨树上,赫然有两名身材高大的恶鬼夜叉,正面面相对地站在那里。 这两名夜叉均都背后双翅巨大异常,身高十几丈,此刻都头颅一片地望过来,目光中大有意外之色的样子。 但让韩力如此骇然的自然不是仅因为见到两名夜叉,而是他竟无法从这两名夜叉身上感应到丝毫的气息,神念一扫过去,仿佛那具树顶上根本空空如也一般。 这代表着什么,韩力自然清楚不过了。 这两名夜叉竟都是修为远超他的存在,说不定就是夜叉族中所谓的夜叉王。 如此一来,他又怎能不通体发寒,连呼吸都凝固住了。 就在韩力暗暗叫苦,两名夜叉尚未做出其他举动的时候,另一方向其数百丈处,霞光一闪,另外一道五色顿光从地下击射而出,竟又有一名修士出现在了此处。 韩力一呆的望去,一看清楚此人,脸上不禁闪过一丝亚色。 这人身材恶罗娇小,足下踩着一面五色欲周,赫然是那名肖姓女修。 此女看见韩力歇面上一喜,想要开口打招呼时,又目光一扫地看到了两名动也不动的高阶夜叉,脸色一下有些发青了。 第1399章 娼奴 有些古怪 这二人的气息,好像是本王前不久发现的那群人族修士中的两个。那些家伙还真是没用,竟连这么点事都无法办好。一名夜叉脸上一色一闪的开口了。 此夜叉竟是先前那位一击展开剧山明叫梦祥的夜叉首领,不知怎么竟出现在此地了。 不死亡,附近地下有一片灵磁石脉,这二人有本事不受影响地从地下顿走,这倒无法怪罪你那群手下的。 另一名夜叉却黑黑一笑地说道,一眼就看出了韩丽和肖姓女子逃出生天的根本缘由。 哼,这也不是让这二人逃掉的理由,回去后本王自会好好处罚他们。 你二人能逃到这里,也算有些本事,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 第一位夜叉王冷哼一声,单手一抬,顿时一片血红之光浮现而出,打算马上出手灭杀眼前两人的样子。 韩丽和肖姓女子脸色大变。 一个背后风雷翅响起,漠然献出一只五色凤影和一只木若雷电的青色大鸟虚影,两者一闪后,就化为一对晶莹与翅浮现在了身后。 另一人则足下五色小舟一声低吼,一个翻滚地化为一条十余丈长的五手怪胶,五种颜色不一的头颅张牙五爪,凶恶异常。 不死亡,且慢。 这二名人族似乎不是一般人族修士。 那人背后刚才显现的好像是天凤和昆鹏的真影,另一人族下好像是真龙族变种,五色球胶的一缕惊破。 有些意思啊。 另一名夜叉一件刚才韩丽和肖姓女子催使的神通,却双目一亮,忽然开口喝住了先前的同伴。 转伦王,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想让本王放他们走吗? 还有在下可不喜欢别人职称尊号,阁下还是叫在下姓名吧。 第一名夜叉眉头一皱,虽然依然将手中的血光散去,但是却一扭手,面显不满之色。 哈哈,这倒是本王的疏忽。 梦祥大人,刚才你我不是还在为那件事情争执不下吗? 不如就利用这二人打个赌如何? 被称呼转伦王的夜叉哈哈一笑,竟然针对同伴改变了称呼,直呼起姓名来。 打赌,什么赌? 明叫梦祥的夜叉神色一动,似乎猜到了对方的几分用意。 很简单。 我二人就以刚才争执之势为赌注,分别出手诛杀这二人,谁先的手,就算谁赢得赌注如何? 转伦王大嘴一脸,露出了猙獰之色。 哼,区区两名化神修士,我们一出手他们就一命呜呼了,如何分得出什么胜负? 不死亡冷漠异常的说道。 这两人都不是普通的化神修士,况且我二人自然不能亲自出手。 不如各自派出自身的一个猖奴动手如何? 如此一来,想来这两名人族也能应付一下,足够你我分出胜负了。 转伦王却胸有成竹的说道。 猖奴,好,就以你之言。 难道我还会怕输给你不成? 不死亡脸色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似乎觉得此赌约没有什么问题,终于凝重的答应了下来。 哈哈,很好。 你二人也听到了我们之言了,不要说我二人已大欺小了。 给你们一次活命的机会,让你们先走出千里之外,我二人才会出动猖奴追杀你们。 但要注意一点,你二人别想着分开而走。 你们两人之间的距离只要一超过百里之外,就休怪我二人亲自出手了。 转伦王大笑地点着头,然后一转手,冲寒厉二人纷然道。 千里。 寒厉单手抚摸了一下背后几乎透明的语气,神色镇定了下来。 不错。 当然若是一炷香的时间到了,你们没有顿出千里之外,我同样也会派出昌奴的,别妄想什么侥幸。 转伦王淡淡的说道,但话语的内容冷酷异常。 寒厉眼角抽搐了一下,头颅一片的瞅了一眼附近的肖姓女子。 此女冲其勉强一笑。 脸上血色倒也恢复了稍许,但配合其娇小的身形,显得越发楚楚柔弱了。 好,肖道友,我们走。 寒厉沉默了片刻,忽然背后双翅一动,就骤然间化为一道虚影在原地消失不见,而下一刻,人却诡异的横跨近百丈距离,直接从虚空中无声无息的闪出,出现在了肖姓女子身旁处,竟然同样落在了那条无手聚焦的身体上。 寒厉这一手出神入化的瞬移神通,二叶叉护望一眼后,目中亚瑟一闪,但随即就若无其事起来。 肖姓女子先是一惊,但马上又露出一丝喜色来。 既然二人被指明要一起逃生,自然含厉的神通越大,他们的生机也就更多一分。 当即此女也不用含厉开口,狱卒一彩足下的无手怪焦。 此焦五颗头颅一摆,立刻化为五色霞光将二人身形一包裹,直奔远处击射而去,速度也是同样的惊人。 几个闪动后,就在天边处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两只夜叉王真的站在原地洞也没洞一下,只是冷漠的盯着二人顿走而去,似乎对那所谓的娼奴都信心十足。 以肖姓女子驱使的五色霞光顿速,千余里的路程根本用不了一时半刻,就可瞬间就到的。 但既然两名夜叉王给了一炷香的时间,此女在刚一飞出百鱼里后,自然立刻就将盾速降了下来,然后单手往腰间一拍,上面悬挂的一块雪白玉牌飞射而出,化为一层白蒙蒙光照将二人护在了旗内。 这面日光配是用至羊之力凝练而成,纵然是合体大成的夜叉王,也不可能单凭神念就无声无息的侵入里面的,我们下面可以放心的交谈了。 肖姓女子飞快的解释道,但脸上愁容引现。 有何可交谈的? 此次我们恐怕真的九死一生了。 韩丽嘴角抽搐一下,露出了苦笑之色。 道友觉得那两名夜叉王的实力大概如何? 肖姓女子却目光闪动了击下,面露一丝犹豫的问道。 怎样? 起码也和我们人族合体期修饰相当,虽然我无法探查他们的具体实力,但我也曾经见过木族的银接木铃,但是给我的感觉还远没有眼前这两名夜叉强大。 这两名夜叉恐怕在夜叉王中也不是一般的存在。 韩丽仔细斟酌的回道。 道友的意思是说,他们可能是大夜叉王。 肖姓女子一惊的失声起来。 纵然不是,恐怕也是仅次于的存在。 韩丽没有十分肯定的达到。 但就是这样,肖姓女子的脸色也难看起来。 肖道友可知道对方口中的娼奴是什么存在。 对方好像信心十足的样子。 韩丽突然这般问道。 这个小妹道真从师门长辈那里听说过一些。 听说是夜叉族中王级存在都会豢养的一种半鬼半妖的东西,平常是以夜叉王自身的精确为实,故而会随着夜叉王的实力增高而增强。 而根据品种不同,大约会有夜叉王本身的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不等的神通,端是厉害异常的。 所以若这两名夜叉真是大夜叉王,哪怕是最似的那种昌奴,我们也根本不敌的。 肖姓女子被使威咬起来。 韩丽听了,神色也阴晴不定了。 事到如今,我二人最好将自己的大概神通和实力稍微互相交代一下的好,这也方便我们联手英敌。 肖姓女子低声的说道。 怎么,肖仙子真打算硬拼这些昌奴? 韩丽眉头一皱,反问了一句。 不击退他们,我们怎逃得性命? 肖姓女子闻言一正。 道有不会当那两只夜叉王是摆设吧? 若是那昌奴击杀我们还好说,若是反被我们击败,你以为他们真不会亲自出手? 他们好像从头至尾都没有对我们许诺过,只要击败昌奴就饶我们性命吧。 韩丽深吸了一口气后,阴霾异常的说道。 肖姓女子一听这话,脸色漠然又是一变,显然她并非没有想到此事,但只是下意识的不愿多想而已。 那道有可有何良策? 肖姓女子明眸精亮的盯着韩丽,凝重的反问了一句。 没有,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见机行事了。 但若是昌奴真像你所说的那般可怕,我们连眼前的这一关都无法应付。 就算不交手,只是夺路而逃,但又如何能逃过那两名夜叉王的锁定? 除非我们突然修为暴涨无数倍,也进阶和体期才有那么一丝可能。 或者马上能在附近发现一座传送阵,一传送到数万里之外,这才能逃之夭夭。 韩丽抿了抿嘴唇,沉声的回道。 听到韩丽之言,肖姓女子脸上一丝古怪一闪即逝,但却没有说什么。 不过,肖道友所说互通神通,好联手英敌的建议,倒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最起码可以多保住小命一会儿。 韩丽叹了一口气,又喃喃的说道。 肖姓女子闻言,同样只能无奈的一笑,随即开口开始介绍自己地功法和所修的神通宝物了。 一盏茶的功夫后,韩丽二人尽管压低了顿速,但仍然顿出了千里之外了。 就在这时,摇摇的远处,传来了两声仿佛狼嚎般的凄厉叫声,声音尖利无比,直冲九霄之外。 第1400章摄伏 五色霞光中的肖姓女子,正在和韩丽商量着什么? 一听这诡异的嚎叫声,当即脸色一紧,漠然两手掐绝,顿时包裹他们的五色霞光光芒大放,一下带着她和韩丽一闪的载圆的消失了。 顿速一下提高了两三倍之高。 韩丽则静静地站在原地,双目微眯地在感应着什么,任凭此女带着其向前飞顿。 尽管肖姓女修顿速一下提升了如此之多,但仅顿出数百里后,后面的嚎叫声就清晰了许多。 与此同时,韩丽传出了淡淡的话语。 两个东西距离我们已不足三百里了,顿速之快远在现在之上,依现在的速度是无法拖延多久的。 交手之地,还是离那两名夜叉王越远越好。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吧。 韩丽说着尖头一抖,背后的两只羽翅中的一只突然间一闪,漠然从上面飞出一道青色大棚虚影,一下没入四周的五色光辖中。 整团顿光突然间一下巨阵,随即顿速一下又提高了背许,彻底化为一道淡淡的虚影,一闪即逝地前进着。 多谢韩兄相助。 肖姓女子见此,大喜地称谢了一声。 这种施法十分消耗法力,我也无法支持太久,并且也不能真逃出太远去。 否则两个夜叉王恐怕就会出手干涉了。 韩丽却摇摇头地说道。 这个自然,韩兄还是多留些法力应敌的好。 肖姓女子也点点头。 韩丽闻言苦笑一声,并未再说什么了。 说实话,纵然那昌奴再厉害,他拼着神念大损,一口气放出数百式金虫,逼退或灭掉其中一只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但关键昌奴是两只,并且还有两位夜叉王在远处时刻注视着这里,他又怎敢冒失地如此去做。 有了韩丽出手相助后,后面的两只昌奴纵然顿速奇快,也一时无法再拉近距离。 转眼间,一前一后的又追出了数千里之遥。 韩丽自觉差不多时,将青色大鹏虚影一收,和肖姓女子停下了顿光。 片刻后,二人静静地悬浮在空中,眼也不眨再凝望着远处的天空。 远处天边忽然火光冲天,在吼叫声中,两团树丈大的血云一闪的现出,风驰电掣地直奔二人击射而来。 韩丽一见此景,二话不说的两手一搓,再一扬,两声晴天霹雳后,两道碗口粗的金色电弧弹射出去,奔两团血云一闪的击去。 两团血云仿佛无形之体一般灵活之极,一个飘动就闪过了电弧,仍直奔韩丽冲来,丝毫停顿没有。 韩丽脸色一沉,两手飞快一夹绝,两道金弧突然一晃,竟仿佛灵蛇般的一个急拐的弹射而回,出其不意地击在了血云之上。 扑扑两声闷响后,让韩丽心中一沉的一幕出现了。 如此粗的金色电弧击在了血云上,紧泥牛入海般的一下没入其中,丝毫反应都没有。 韩丽脸色大变。 两朵血云一动后,就闪到了二人身前的石鱼杖处,甚至连血云中散发的那股浓浓腥气,都可闻到的样子。 奇怪的是,韩丽没有任何举动的站在原地,倒是一旁的肖姓女子漠然双目寒芒一闪,心中法觉一摧。 此女和韩丽面前霞光一起,两颗杖许大的交手从中一闪而出,场景一叹,一口一个的将两朵血云咬去了半截去。 剩余的血云也在四剑中溃散消失了。 见到此幕,萧姓女子大喜,刚想牛手冲韩丽说些什么。 韩丽却瞳孔然一缩,漠然蓝芒闪动的冷冷说道。 小心!这两个东西速度很快,千万别被他们的身法迷惑了。 什么? 萧姓女子闻言一呆,急忙顺着韩丽的目光望去,这才发现在离他们数十丈远处的高空中,不知何时多出了两只血红的四郎四园般怪物。 刚才在血云被毁掉的一瞬间,这两只怪物依仗其可怕速度,竟然一闪的从血云中先顿了出去。 因为其顿速太快了,并且无声无息,萧姓女子没能马上识破,反被一旁动用了明清灵目的韩丽一眼看穿了。 这两只怪物悄然的站立在两侧极高处,元首狼身伏翼,全身鲜红玉滴,长满獠牙的口中不时有一条蛇心吞吐不定,一对红色妖目中却闪动着残忍狡猾的目光,一看就是灵智极高的那种怪物。 这就是所谓的娼奴了。 萧姓女子虽然早就听人说起过,但此刻见了真悟后,还是有些毛骨悚然了。 我的辟邪神雷竟然对他们无效。 看来他们并非什么邪物成形计练出来的,一些致阳辟邪地功法估计对他们没有多大作用,只能面对面的硬拼了。 韩丽淡淡的说道。 忽然单手往脑后一摸,灰色霞光大放,一个盘旋后,骤然间化为一层灰蒙蒙光幕护住了全身,同时一座黑色小山滴溜溜地在霞光中若隐若现,端视神妙异常。 萧姓女子脸色肃然后,口中念念有词,顿时身前虚空再次剧烈颤动起来,另外三颗交手和五手球交的整个身躯也先后出现了,身形比上次还大了数倍的样子。 仿佛惊魂般存在的五颗头颅对准高空两只昌奴摆动不已,发出嘀嘀的吼声,做出威胁之状。 就在这时,两只昌奴中的一只却抢先动手了。 他背后仙红服役只是一扇,整个身形就一晃地化为一道血丝击射而出,又一闪得凭空不见了。 却光大放,昌奴的身形就浮现在了韩丽二人的头顶上,毫不迟疑地往下一扑。 无手球交的五颗巨大交手,毫不客气地迎头吞去。 昌奴身形一晃,身躯仿佛液体般的一下消溃不见了。 五颗交手都同时咬到了空处。 他尚未明白是怎么回事时,身体各处就诡异地浮现出密密麻麻的纤细血丝,并一闪即逝地消失不见。 随之五颗头颅连同球交的庞大身躯就丝毫征兆也没有地化为了无数碎块,并纷纷溃散消失了。 这五色球交的一丝惊魂,竟然被昌奴一击而散。 虚空中血光一闪,凭空又有无数血丝浮现而出,并直奔消兴女子一照而下。 韩力发出一声冷哼,身前的灰色霞光一伸展,瞬间将女子护在了旗下。 黑色小山一闪,瞬移地浮现在此女的头顶上。 血丝骤然间晶莹大放,在嗖嗖的破空声中,直接切到了灰霞之上,并丝毫不受影响地将其一切而开,随即血丝都结结实实地斩到了黑色小山处。 几乎同一时间,韩力身处之处空间拨动一起,一道淡淡的斜影浮现。 两只利爪一探而出,并无声无息地一抓而出,丝毫风声也没有。 在血影中,一对狡诈异常的双目闪动着。 竟是另一只昌奴不知何时潜到了韩力附近,趁其被另一只昌奴吸引时,漠然发起了偷袭。 以韩力这般神识强大,事先也丝毫没有发觉。 当利爪抓到了护体的灰色霞光时,他再做什么闪避却已经晚了。 这一对利爪轻轻一晃,爪芒一现,顿时将灰光一化而开,闪电般地直抓韩力背后。 此刻韩力终于发觉到了背后的情形,突然大喝一声,身上浮现出一件金银两色的长袍。 雷鸣声一起,密密麻麻的金银色电弧在袍上浮现而出。 两只利爪一下抓到了旗上,轰隆隆声大作。 在金银两色电弧弹射中,鲜红的手臂一下冒出鼓鼓青烟,但是两只爪子就仿佛神兵利刃一般,只是五指一动,就将雷袍洞穿而过,便要结结实实地抓到了韩力背上。 但就在这时,突然韩力背后凭空现出了四只模糊的金币,冲两只爪子风轻云淡的一击。 不知为何,竟然诡异的后发先制,硬生生的挡下了一对利爪,并发出了金属摩擦般的怪异之声。 利爪上血盲一闪,四只金币立刻寸寸的碎裂开来。 但是有这一点的当个,韩力身躯一扭,化为一道白丝击射而出。 二十余帐外灵光一闪,他重新现行而出,冷冷地盯着偷袭自己的那只昌奴,面色阴沉异常。 那只昌奴没有一击成功,似乎也有些意外,站在那里眼珠滴溜溜的一阵乱转。 另一边上,萧姓女子借助韩力的原词神山挡下了那密密麻麻的血丝后,也同样一下瞬移到了数十帐外。 那些血丝往中间一距,重新还原成了元首狼身的形态,同样目闪凶光的望向萧姓女子。 显然两只昌奴已经分好了目标,分别盯住韩力和慈女。 按计划动手吧。 韩力忽然冲女子说了一句。 好。 萧姓女子毫不迟疑的一点头,单手一翻转,漠然手中多出了一件法盘来。 另一只手则白光一闪,冲法盘狠狠一拍。 扑扑声大作,忽然以两只昌奴为中心,百余帐外漠然浮现出三十六感颜色各异的小翻来。 这些小翻刚一从虚空中献出时,只有寸许大小。 但是在萧姓女子法诀一催之下,顿时狂掌不已,转眼间就化为了十余杖之巨,每一杆上面都符文翻滚,灵气逼人。 而几乎同一时间,韩力也两手一掐绝,在翻棋之内漠然浮现出一道道晶莹闪烁的金丝,若隐若现之间,向中间两只昌奴毫不客气的围拢而去。 第1401章 光阵 韩力和此女竟早就在四周部下了大耕剑阵和这座无名阵棋。 此刻催动起来,尚不知那棋阵有何作用,但是单凭大耕剑阵之力就立刻将两只昌奴困在了其中。 其中一只昌奴剑子一阵,但随即目中凶光一闪,四肢一动之下,化为一道淡淡斜影一闪不见,就想要强行冲出剑阵的样子。 显然以昌奴的脚诈,自然之道继续滞留这里绝不是什么好事。 大耕剑阵是何等神庙,纵然昌奴身法奇怪,但是剑阵边某处数百道金丝突然浮现而出,同时往前滚滚卷去。 扑扑几声,无数血块从虚空中爆裂射出,随即一晃,又再次合成昌奴的身形。 弹卫等此怪物再冲出剑阵去,四周金光一闪,又浮现出密密麻麻的金丝,并迅雷不及掩耳的往他身上一合。 金芒一闪,就将这昌奴再次切割成了无数碎片。 砰砰之声大作,所有碎片自行爆裂开来,并以血雾形态仍直奔剑阵外一卷而去。 他竟对四周切割不断的剑丝,丝毫不加理会了。 韩力在外面剑子,目中寒芒一闪。 他的青竹风云剑可并不只是这点神通的,当即心中一摧剑诀,发动了飞剑上附带的神通。 就见原本金灿灿的剑丝,一颤的化为了晶莹雪白之色,丝丝寒气从这些剑丝中不停的狂涌而出。 如此一来,纵然那血雾是无形之体,但是被这些极寒属性的剑丝密密麻麻的一切而过后,体表也转眼浮现出一层层的冰层出来。 最后刺烂一声脆响,血雾彻底化为一块晶莹冰块,无法动弹分毫了。 轰隆隆的雷鸣声大起,剑丝间无数纤细电弧同时弹射而出,顿时在金色电光笼罩中,整个冰块彻底化为了晶莹粉末,飘散得到处都是。 韩力嘴角一瞧,不禁露出了一丝笑容来。 但下一刻,此笑容瞬间凝固了起来。 只见那些晶莹粉末突然泛起一层血光的纷纷溶解,化为仙红似血的液滴,未等四周剑丝再次切来,就全都向后的击射而回。 接着剑阵中心处血光一闪,又汇聚成那只昌奴出来。 而这时的昌奴,虽然身上血光暗淡了一分,但并不太明显的样子。 刚才大更剑阵虽然逼退了此怪物,但似乎并未对其造成真正的损伤。 韩力心中的忌惮越发重了。 他当即也不说话,身上法力流动不已,将剑阵催动到了石成威力。 顿时剑阵中浮现的金丝一层接一层,越来越多,足有数千道的样子,全都若隐若现的往中间滚滚围去。 速度比先前一下快了一倍不止,片刻功夫就能彻底合拢的样子。 趁此机会,韩力目光一瞥,就见剑阵外的萧姓女子,不知何时竟闭上了双目。 但单手托着手中的法盘,口中不停地念动咒语,不知想要施展什么大神通,竟然要花费如此长时间来催动齐阵。 那三十六感阵齐,则在无数银色符纹翻滚中,微微颤抖各不停。 而这些符纹竟然全都是银颗纹。 韩力神色动了一下,但就在这时,剑阵中的另一只昌奴却出手了。 此昌奴和第一只完全不同,四只根本在剑阵中心未动一步,但是背后双翅一扇之下,身躯各处一下喷出了数十根血红处须,每一根都有树杖来长,纤细之极。 尚未等韩力看出什么门道时,这些血丝就一斗地同时舞动起来,狂风暴雨般的化为一团模糊边影,将自己照在了其中。 远远看去,此边影就仿佛一颗血色巨球,并还以惊人的速度四下狂涨起来。 如此一来,转眼间血球就和四周围拢来的剑丝撞击到了一起。 四耳的摩擦声在金光血芒胶之间大响起来,韩力剑阵威能竟真被这血色边影硬生生挡下了,无法像以往一般的一切而开。 韩力瞳孔骤然一缩,两手一掐绝。 四下源源不断的金丝,再次散发出白萌萌的极寒之气,冲血影席卷而去。 扑扑声大作,韩力脸色难看了起来。 白萌萌的韩气刚一接触血色边影,就立刻被一股无形距离反弹而开,那些触须即使被极寒冰封上一些冰霜,在舞动中也马上散裂得无影无踪。 韩气竟然也无用的。 就在这时,这头昌奴身上血光一闪,又非射出数十根触须,也加入到了狂舞中。 顿时血球发出了轰隆隆的爆鸣声,原本和血球坚持不下的剑丝,竟然在何处须的交织闪动中,开始被逼得缓缓倒退,并且速度越来越快的样子。 而另一只昌奴,似乎被同伴的举动启发了什么,身形一滚后,身躯一下化为一团模糊血影,一头扎进了另一边的金丝中。 无数血丝在其身体表面浮现而出,同时飞快旋转起来。 结果同样的一幕出现了,金丝纷纷被模糊血影逼得节节后退,无法阻挡的样子。 韩力倒吸了一口凉气,看来大耕剑阵还真的无法对付这两只昌奴了。 袖袍一抖,十余颗金银色的圆球滚到了手中。 韩力将这些雷珠暗藏袖袍中,死死盯着剑阵中的情形,脸色阴沉无比。 漠然间,原本一直滴滴传来的咒语声一顿,嘎然停止了。 韩力一喜,急忙扭手望去。 只见萧姓女子果然已经催动法觉完毕,手中法盘正发出刺目异常的金光,密密麻麻的银色符纹围着此女上下飘动浮现,同时天空也不知何时的阴沉灰暗了下来,附近吹起了阵阵阴风,虽然不大,但一接触之下却冰寺骨。 仿佛能动彻心肺一般。 此女的施法,竟然调动了天地元气。 除此之外,萧姓女子手中的法盘中也多出了一股强大异常的力量。 此力量之强大,让韩力也心中一寒,竟有刚才面对两名叶叉王时的那种深不可测的诡异感觉。 韩力亥然,凝神往萧姓女子手中的法盘望去,却被那刺目的灵光晃得模糊一片。 不及多想之下,他目中蓝芒大放,明清灵目神通施展到了极点,顿时将法盘中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了。 金传文。 韩力一惊,师生叫出口来。 那法盘表面竟浮现出一个个金色符文。 虽然一个都不认识,但看其形状,蕴含得可怕灵力,分明是那传闻中比银科文更神秘的金传文。 此种传说中的灵文,就算是灵界的高阶修士,能懂得的也寥寥无几。 似乎感应到了韩力的注视,肖姓女子冲韩力奄然一笑,忽然双手将手中法盘往高空一拖。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法盘在金光包裹下,在空中滴溜溜的旋转起来,中心处凭空生出一个拳头大的金色光球,一股灵压冲天而起。 附近空中瞬间阴云滚滚,一下狂风大作起来。 与此相应,下方的三十六杆巨帆发出了龙吟虎啸之声,无数颜色各异的光点在附近大量浮现,其往帆中凝聚而去。 刹那间,所有帆起灵光大放起来。 下一刻巨阵之下,同时放出三十六道耀目光柱,碗口粗细,一闪即逝的没入了高空的云层中。 顿时空中乌云一声震耳欲聋的霹雳传出,随即一座百余丈大的巨大光阵从乌云中徐徐浮现而出。 而光阵中心处的那一点,竟然正好对准下方金光中法盘,然后突然喷出一道纤细金丝,正好直接没入了法盘中的那一团金光中。 顿时那金色圆球一下腾空飞起,直奔巨大光阵中心处而去。 至此,韩力已经目瞪口呆了。 这个奇阵有何威力,肖姓女子事先并未给她多说什么,只让其给她多拖延时间而已。 但现在看来,纵然此法阵威力还未真正显现,但是绝对非同小可,威能远胜其大更见阵。 不过一直双手托起法盘的肖姓女子,在这片刻间竟然汗如雨下,脸白无血,一副摇摇欲坠的诡异样子。 金色光球终于被吸进了光阵中心处,顿时融为一体地嗡鸣声大响。 原本就已经大的惊人的光阵,白光一闪,面积又大涨了数倍,几乎遮蔽了整个天空。 光阵散发的灵压之强,就算韩力也身形一晃,不禁接连退出了数部之远。 同一时间,远在数千里外的两名夜叉王突然吃惊的互望一眼,二话不说的身形一晃,二人就一下闪入虚空中不见了。 此刻,两只昌奴终于呼啸两声地冲出了大耕剑阵,血光一闪,直奔韩力二人击射扑来。 韩力一惊,正想将手中雷珠迎头批出。 空中光阵却突然喷出两道乳白色光柱来,一闪即逝地直接击在了两只昌奴身上。 看似厉害之极的两只昌奴,竟然扑扑两声,一下在白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传送法阵 韩力是何等眼力,一眼就看出了那两名昌奴并非被击杀了,而是在那白光照住的瞬间,一下不知被传送到了何处。 肖性女子得意的一笑,牛手正想对韩力说些什么时,却突然脸色大变,漠然化为一道惊鸿,直奔空中光阵击射而去。 韩力虽然心中惊疑,但一见此景,脑中面头电光一闪,毫不犹豫地也化为一道青红,跟着此女直奔空中而去了。 而就在此时,百战外的两处虚空中波动一起,突然两道巨大人影拍动巨尺的一闪而出,正好望见韩力二人的举动。 当即两声怒吼传出,一夜叉王摇摇的一拳击出,另一夜叉王却手中血光一闪,一道巨大光片一闪而出。 第1402章 朱妖宇右兽 肖姓女子已经一头扎进了巨大光阵中,顿时整个光阵的温明一下大了数倍,同时附近浮现出剧烈的空间波动。 巨大光阵笼罩之下的空间都开始扭曲变形,分明是法阵传送即将开始的样子。 原本部下剑阵的重飞剑,也在昌奴冲出剑阵的一瞬间,就纷纷还原成七十二口小剑,一闪的没入其身体重了。 但此刻因为空间扭曲缘故,韩力所化青红一顿,顿速不由的一下慢了背许。 韩力脸色一变,尚未来即将背后新炼制的风雷赤斩动时,夜叉王的攻击就已经到了眼前。 其中摇摇一拳之力带着一股轰鸣声,化为一只碧绿色巨大拳影直击光阵之下,韩力正好被其微能笼罩其中。 韩力心之不先应付此击,根本无法走得了。 当即深吸一口气,双手齐扬,十余个金银色光团立刻击射而出,这才自身背后双翅一扇,人在原地一闪得不见了,下一刻就出现在距离光阵中心近在咫尺之处,身形一晃,毫不迟疑的没入了其中。 此刻,另外一道血光也后发先制的向上一闪,狠狠斩在了巨大光阵的一脚上。 同一时间,那些金银光团也积在了拳影之上,两者同时爆裂了开来。 一个血光大放,一染下去,竟让如此大光阵整个荡漾而开。 另外一个则一生惊天动地的巨响,漠然浮现出一朵金银色巨大雷云,遍及百丈之广,掀起一股冲天而起的飓风。 转眼间,飓风将一切都淹没进了其中。 雷云边缘处空间波动一起,两名夜叉王身形再次显现而出,面对相当于十余名炼须修士一击的巨大威能,即使以他们神通也不得不暂避一下,让他们原先打算直接顺移过去,将寒历二人从光阵中抓出的想法搁浅了。 在雷云的略议阻挡下,空中光阵在晃动中光芒大放,随即狂闪几下后,整个光阵就寸寸的碎裂开来,消散一空了。 两名夜叉王联手之下,片刻间就将金银色雷云用神通强行击散,然后一闪的浮现在了原本光阵中心处所在的下方。 在那里,只有一个表面遍布裂痕的白色法盘,灵气全无的漂浮在那里。 一名夜叉王一把将此法盘射到了手中,面色阴沉的打亮了半赏,然后一言不发的扔给了另一名夜叉王。 里面有一丝真灵之气,看来我们还是小看这两名人足修士了,竟然能有这种凭空远距离传送的神通。 后一名夜叉王看完了法盘,叹了一口气。 此事连本王也没有想到的。 好在我那最后一击,也震动了其传送法阵。 他们能否真的安然传走还是两说的事情呢,说不定在途中就掉入什么空间裂缝中,已经从此界消失了。 名叫不死亡的夜叉,却冷笑一声的说道。 也只能这么想了。 倒是你我二人的仓奴也不知被传送到了何处,想要找回可真有些麻烦的。 转轮王眉头紧皱起来,半晌后才点点头道。 没什么,你我仓奴又不是灵智未开之辈,只要不是传送到其他大陆,总会自行想办法找到你我的。 倒是我们先前所说的联军之事必须马上拿出个章法来,否则。 两名夜叉王队韩力二人从手中逃走之事,虽然大感意外,但很快就抛制了脑后,马上讨论起对他们来说更加至关重要的大事来。 离他们不知多少万里外的夜叉族大军,却仍向人族所在的天渊城方向,浩浩荡荡的前进着。 韩力只觉得头痛欲裂,双目眩晕,以其现在肉体强横竟然还在传送后有这种强烈感应,说明刚才看似一瞬间的传送,绝对是一次超远距离的传送。 闭上双目好一会儿后,韩力双目才缓缓的睁开,四下一扫。 这里好像是一片乱石堆,地下到处都是大小不一的圆形石块,颜色灰白。 四周不远处,则是一片片灰色雾气,无法看出太远的样子。 脑中还是温温作响,不知此处有什么静置,还是他尚未从那远距离传送中恢复过来,神念竟然一时无法离体。 眉头微皱下,韩力头颅四下转动的同时,双目蓝芒闪动不已。 韩力忽然神色移动,两手掐绝地化为一道青红腾空飞起,一头扎进了雾气中。 一展查功夫后,韩力双手倒背地出现在一条树杖宽小溪旁,望着足下清澈剔透的溪水,双目微眯起来。 单手往下一抓,顿时一小团溪水被凭空射起,化为一团拳头大水球,轻轻悬浮在手心上。 韩力宁神查看了一会儿,见溪水没有什么问题后,才一张口,水球立刻化为一道水线的背拳吸入了口中。 甜美异常。 韩力满意的点点头,正想再取些溪水时,却忽然眉梢一挑,另一只手漠然无止握拳冲身后虚空一击。 一股无形距离随之而出。 轰得一声巨响,身后雾气一阵翻滚,距离仿佛击在了什么东西上,不但传来噔噔的几声脚步倒退倒地之声,还有数声哼哼之音发出。 韩力身形略意模糊,人就鬼魅般的身形倒转过来,冲着身后雾气袖袍一抖。 也不知他暗中掐了什么法觉,一股狂风从袖口中狂涌而出,前方数十丈内的灰雾顿时一吹而散,露出一个丈许高的怪物出来。 韩力即使见过诗广,一看清楚这怪物相貌,也震了一震。 眼前怪物长得实在奇特之极,小眼长嘴,猪手人身,上半身套着一肩青色龟壳,牢牢的卡在身体上。 此刻怪物四肢朝天的倒在地上,显被韩力刚才一拳阵倒在地,口中正发出哼哼声的拼命想挣扎而起。 但是由于背部龟壳过于突骨,而四肢又比长人短小了一半有鱼,却无法马上翻过身来,貌似一只硕大王八倒地不起一般。 王八猪妖 韩力灵光一闪,脑中不知怎么浮现出这么一个古怪名字,自己也忍不住的轻笑起来。 这只猪妖身上气息并不强,也就相当于人族练气器左右的修为。 如此弱气息,韩力自然心中一松,但也有些奇怪此猪妖如何能应接自己刚才俱立一击的。 目光一闪,落在猪妖身上的那件龟壳上,在此龟壳腹部上赫然有一个寸许深的权印。 韩力脸上亚瑟一闪,单手冲其虚空一抓。 灵光大放,一只仗许大轻手凭空在猪妖上空浮现,往下一捞,就一把抓着龟壳的边缘处,将整个猪妖提了起来。 韩力尚未未及仔细查看龟壳,那王八珠妖却突然身体灵活异常的一缩,一下从龟壳中掉落而下,化为一头棕野猪,一溜烟的冲进了一旁的雾气中不见了踪影。 转眼间,青色大手中只剩下一个空龟壳了,倒颇得金蝉脱鞘的三位真髓。 韩力嘴角抽搐一下,有些无语了。 以珠妖逃跑时的迅捷来看,刚才倒地不起的笨拙举动,竟是用来迷惑敌人之举。 这王八珠妖看似憨忽忽的,却是狡猾异常,恐怕灵智不低的。 区区一名炼器七级低阶存在,韩力自然不会多在意的,也懒得去追死东西,只是将龟壳射到了身前,反复的戏看起来,脸上渐渐显出了惊讶之色。 不过是数百年巨龟之壳,竟然可以抵挡我一拳。 这是哪种灵龟之壳,能有这般神奇? 韩力喃喃自语了一声,犹豫了一下后,还是将龟壳姑且收进了储物灼中。 随后韩力也没有贸然的再去何处,就在这小溪旁盘膝而坐,闭目养神起来。 小溪旁寂静无声,但旁边的雾气却开始渐渐稀薄起来,也不知过了多久,当雾气散得七七八八时,小溪旁不知何时聚集了一群四鹿四马的兽类,在溪旁伸出舌头的喝水起来,其中几头右兽只有持续来尝,却在溪盘跌跌撞撞的互相打闹戏耍起来。 而韩力因为将气息收敛下,竟然仿佛一块丸石般的丝毫没有引起这群兽类的注意,有一头右兽甚至直接撞到了韩力身上。 此右兽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一转身子,用两只淡蓝色的漂亮大眼睛打亮起韩力来,随之又好奇的围着韩力转了几圈后,干脆将毛茸茸的头颅凑到韩力脸前清秀了几下,忍不住的伸出粉红色舌头舔了一下。 突然韩力双目丝毫征兆没有的睁开了,这小兽倒也机灵异常,顿时一惊的一跃而回的想逃开。 但就在这一瞬间,绿光一闪,一颗丹丸带着一股药香从韩力袖袍中弹射而出,准确无误的射入了此小兽的口中,并且立刻化为满腔金箱流入了小兽口中。 同时韩力淡淡的声音在小兽耳中响起。 既然你我有点缘分,这颗开灵丹就送给你吧。 但以后能否真的开启灵智,也要看你的造化了。 这声音,却将小兽吓得发出类似绵羊般的鸣叫声,顿时附近的其他成年兽也发现了韩力存在,当即立刻一拥而上,将几只右兽护到了中间位置,然后用头上尖角,警惕的对准韩力所在方向。 韩力仍在原地未动一下,只是神色平静的盯着那只小兽多看了两眼,然后再次缓缓的闭上,就不再理会兽群了。 第1403章 海边 兽群虽然看出了韩力没有什么恶意,但仍然护住右兽缓缓的向远处退去了。 不久后,兽群掉头狂奔起来,在一个高地后消失不见了。 韩力则在溪水边再盘坐了一会儿,等附近雾气彻底散尽后,这才腾空飞起,直往高空盾去。 此刻,他无论法力还是神器都彻底恢复过来了,再试着将神念放出,却发现虽然可以稍微离开躯体,但是却明显大受压制,竟然顶多只能扫视附近十余里大小的距离。 如此一来,他干脆不断往高处飞去,准备直接用明清灵目神通查看附近了。 最起码百里内的一切都可清楚射入眼中的。 身处千丈高空处,韩力双目蓝芒要目闪烁,四下飞快扫去。 只见东西两边尽头仍是白乎乎一片,似乎还是乱石之地,而南边三十里外却有一抹绿色,远远看去竟有一座不小山脉的样子,北边却有大量水灵气涌现,似乎有条大河或大海存在那里。 犹豫了一下后,韩力周身顿光一起,化为一道青红,先奔北边而去。 以韩力如今顿速,这点距离自然片刻功夫就到了。 结果眼前一亮,赫然出现一片一眼无边的海洋,但海水却有些诡异,竟然是吃红色的,而在岸边赫然有上千只,大小不一的巨龟,正在沙滩上歇息着。 其中大些的巨龟有三四丈大,小的也有数尺大小。 一个个半埋在沙里中,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而在海面之上,却有一群长着尖利长嘴的赤红色怪鸟,在空中盘旋不定着。 时不时会有几只俯冲到海中,用嘴或爪子抓起一只只持许大的海鱼扔抛到高空中,顿时其他怪鸟一拥而上,瞬间会将海鱼分拾得一干二净的。 韩力面无表情地打量着这一切,半晌后,忽然想起了什么似得,猛然往高空中望去。 仍然是七个炙热的太阳挂在高空中,韩力神色一动。 不知为何,他隐隐觉得太阳光芒似乎比以前小了一圈,淡了许多,看起来略有些模糊的样子。 看来他这次被传送的地方,真离人族之地非常遥远,否则不会连空中太阳都会有这般变化了。 好在有关这一点,韩力早就通过自己传送后的身体不适,提前猜测到了。 如今倒也没有太多吃惊,目光一转下,落在了下方的龟裙上。 在这片海滩上,除了龟裙外,附近还有大量空置的龟壳摆满了附近沙滩,足有数千只的样子。 而海沙底下还不知摆满了多少只的样子。 双目微眯下,韩力手掌一翻,手中多出了一个仗许大青色龟壳。 韩力单手持着此龟壳,冲下方龟裙比较了一下。 片刻后,韩力面上就露出了一丝亚色来。 猛一看下,下方龟壳似乎和韩力手中的十分相似,甚至大上被许的也大有存在。 但韩力却一眼看出了其中的不同。 手中龟壳虽然不算多大,但每一道龟蚊都隐含一丝弹银,而下方龟壳上龟蚊,却只是十分普通的白痕而已。 韩力歪头响了一下,冲下方一只龟壳虚空一抓,一只两丈大龟壳直飞上天。 轰的一声巨响,在韩力随意一击下。 此龟壳立刻爆裂开来,化为粉末消逝了。 巨响龟裙一阵骚动,不少巨龟探出了黑油油的头颅,朝空中看了一眼。 但他们似乎觉得韩力没有什么威胁,大部分又缩了回去,龟裙再次回复了瓶颈。 果然不是这些普通龟壳。 但此龟壳应该也出自此处不假的。 韩力没有露出失望之色,反而喃喃地自语了一声。 星光一闪,韩力身形往低空徐徐落去,同时闭上了双目,将神念强行放出,将附近树里都笼罩其下,开始细细寻找什么的样子。 半晌后,韩力晶光四射的一阵双目,身形一下化为一道青红的积射而出,围着这片沙滩飞快的转了数圈而回。 但身体四周却多出了另外三个巨大龟壳飘浮其后了。 一个有四五丈大,一个丈许大,最后一个却只有数尺大小的样子。 这三个龟壳上龟纹赫然同样是银色的,只是颜色程度有些不相同。 最小的龟壳,龟纹已经仿佛纯银般的闪闪发光,丈许大的和韩力手中的那件一般无二,至于最大的那个龟壳,只含有一丝弹银而已。 这三件龟壳都深埋附近沙滩地下颇深,要不是韩力有神念可直透而下,恐怕还真的无法找出这三个来。 韩力顿光一顿地停在了半空中,反手冲几只龟壳一招。 顿时呼啸一声,三只龟壳在身前并列排开了。 砰砰几声传来,韩力手指轻轻一弹,几道青色剑气破空射出,分别在龟壳上献出了几个身前不一的孔洞。 最大龟壳上剑气直接洞穿而过,最小的却只有半寸来身,丈许大龟壳孔洞却献出三四寸身。 韩力点点头,袖袍一抖,一股青霞飞卷而出。 三只龟壳顿时在霞光中滴溜溜一转,瞬间缩小无数倍,被韩力凭空射到了手中。 手中灵光一闪,他们都被收进了储物灼中。 而就在这时,忽然远处海面上鸟鸣声大作,韩力一正地抬手望去,结果心中一惊。 只见前方海面上,不知何时地浮现出一只体长石杖的巨大妖物,上半身赫然是一有黑皮肤的男子形状,双臂各持有一件骨叉,面容争鸣,但下半身却和一只巨大乌贼一般无二的,粗大之极的处须在海面上若隐若现着。 这名乌贼般的妖物正一张口,喷出一股股漆黑霞光,将数百只的赤红色怪鸟全都裹入其中,并一只只的吸入口中,仿佛在享用一顿美餐一般。 而那些怪鸟在霞光中拼命挣扎,却无法挣脱分毫,转眼间就被吞噬掉了大半进去。 奇怪的是,目睹此景那些海龟却老老实实地在海滩上待着,并没有惊慌的样子,而这只巨大妖物也丝毫没有动归群的意思。 韩丽心中有些诧异,但是眼前的妖物大概只是八级妖兽的样子,自然不会畏惧什么,只是眉头微皱的站在原地看着这一切,心中暗自揣测对方的来历。 其实在灵界,所谓的妖兽,古兽都只是一种大概的划分而已。 仅对灵界人族来说,古兽一般指的就是灵界土生土长的兽类生灵。 妖兽,却多半只从下界飞升上来的妖羞遗留和繁殖的大量后代形成的兽类种族,其中也掺杂不少接受容纳的其他低阶古兽种族。 对古兽来说,虽然大部分一生都无法开启灵智,但无需修炼都会具有一种或数种天赋神通,实力都强横至极的。 而妖兽却相反,只要不是些传承特殊的兽类或者虫兽等不可能开启灵智的种类,一般都可开启灵智的,但修成的天赋神通,一般又远远逊于古兽威能的。 当然古兽和妖兽没有什么严格区别的,有些生活在人妖两族附近的古兽种族一旦开启灵智后,在权衡一番利弊后,也会主动带领族群加入到妖族中的。 或者有些古兽被妖族和人族修饰看重后,也会强行将它们驯服,收入族中的。 自然以后,它们也成为了妖兽中的一只了。 所以韩力见景眼前的妖物倒也没有什么奇怪之意,只是双手倒背的静静悬浮在空中。 过了一会儿后,海中妖物就将那些海鸟一吞而尽,巨大触须兴奋的抽打几下海面后,头颅一转下默然看到了附近空中的韩力。 韩力先前一直收敛气息,此妖兽粗心大意之下,却一直没发现海滩这边高空中还另有他人存在的。 但让韩力一愣的情形出现了。 此妖物一见韩力,脸上竟现出惊恐之色,一声低吼后,竟身形一晃的化为黑气,一下潜入海中去了。 随即从海底冒出无数股漆黑如墨的黑雾,一下将树里内的海水全都染成了乌黑浑浊之极,让人根本无法事物分毫。 韩力眼角一动,瞳孔蓝芒一闪,目光瞬间穿微黑雾,将下方情形看得一惊二楚。 那巨大乌贼妖物正在树里之外的海底深处,拼命向海中逃顿而走。 冷哼一声,韩力背后双翅一亮,正想催动风雷翅一下顿入虚空中,将此妖物抓住时,却忽然深海处传来一声莫名的长吼,声音仿佛雷鸣般的滚滚而来,低沉异常。 随即赶到十余里外的海中深处一下多出一股强大异常的妖气,似乎强大不下于化神级修士的样子。 韩力听到此吼声,神色未知一呆,眼也不眨的凝望着吼声发出处,面露一丝犹豫之色。 片刻后,海中放出的惊人妖气和那巫贼妖物会合一起,随即毫不迟疑的向深海中而去。 摇了摇头后,韩力背后刚浮现的双翅再次一闪的消失了。 虽然化神级妖兽,她不会惧怕分毫。 但出到这等陌生之地,她还不想贸然和同阶存在争斗什么的。 在向大海深处望了一会儿后,韩力顿光一起,漠然掉头往南边方向激设而走。 片刻功夫后,韩力所化青红就出现在了一片葱葱绿绿,连绵不绝的巨大山脉前。 在山脉边缘处顿光一脸,韩力身形显露而出。 第1404章 黑色雾海 远远望去,此片山脉尽是高大险峻的陡峭山峰,一座接一座。 密密麻麻不知有多少的样子。 虽然尚未进去,但从山势中就隐隐散着一股凶恶气息,让韩力略感一分惊讶。 不过同样,山脉中的灵气比外面浓郁得多。 仅此一点,就没让韩力多加考虑什么,再次驱动顿光,一闪的进了其中。 为了不引人注目,韩力将顿光压的极低,并且放慢了顿速,从一座座山峰的山腰处,一跃而过。 身处顿光中的他,将神念放出始终笼罩树里内的一切,同时双目四处的打两个不停。 紧紧飞入山脉千鱼里之遥,韩力脸上惊喜就再也无法掩住了。 这片山脉中,竟然到处遍布一些灵草灵木。 虽然大多身处一些险峻异常地方,并且大都是一些低阶灵药。 但数量如此之多,还是让韩力大喜过望。 毕竟他只是匆匆一过而已,若是仔细搜寻下,肯定能在此片山脉中大有收获的。 想来高阶灵药,应该也蕴含不少的。 除了灵药之外,山中的兽群之多,也远在韩力玉科之外。 韩力甚至意外目睹了一场兽群间的惨烈大战。 当时他在飞掠过两座巨山间较平坦的一处山坳时候,从两座巨山中突然传出原题之声和类似猛兽的吼声。 接着一座巨山中突然冒出许多两丈高的白毛巨人,在一只通体金灿灿的巨人带领下,手持木棍,石棒之类的东西,直扑对面的另一座巨山而去。 而另一座山中,则窜出一些牛手尸身的凶兽,为首的却是一只体形远胜同类被许的巨兽。 两者在一片较平坦的山坳间,迎头碰到了,毫不客气的厮杀了起来。 那些巨人各个跳跃如飞外,身怀俱力,而牛手凶兽则牙爪锋利,皮操肉厚,两者倒也斗了个旗鼓相当。 让韩力留心的是,为首的巨人和那些凶兽都似乎有了些灵质,成了气候,一个可以首发巨石,一个口喷黄光,大概有三四级妖兽的等级。 其中金毛巨猿衣仗身体灵活略占据了一些上风,但牛手凶兽的首领也不比太差哪里去。 所以两股兽群厮杀了小半时辰后,在感到疲倦之后,终究在两个首领各自口出长啸低吼之后,分明退回了各自的山头。 只是在山坳间丢弃了许多两种兽群的尸体,引来了另一种体态丑陋的双头怪鸟,将这些尸体全都分尸一空。 韩力躲在高空处,将这场兽群大战倒也看得津津有味,看到那些巨猿进退之间,竟然仿佛行兵打仗一般的颇具章法时,心中一动,隐隐有了一些想法。 除此之外,在不断深入山脉的过程中,韩力自然陆续发现其他一些奇异兽类,在山脉各处若隐若现。 其中有几座灵气最浓的山头上,甚至隐藏了几头似乎到了六七级妖兽水平的妖兽。 韩力对这些根本够不成威胁的存在,也懒得去加以理会。 只是驾驭顿光不停地往山脉深处飞顿而走。 这片山脉之大,还远超乎韩力的预科。 足足两个月的飞行,他竟然还未能飞出此片山脉去。 这让韩力大感意外了。 正当其犹豫,是否就此返回的时候,却在前方出现了一望无际的黑色雾海,将无数的山头飓风都笼罩在了雾气之中。 在距离雾海树里远的地方,韩力停下了顿光,借助了灵木神通,脸色阴晴不定地望着雾海中情形。 在雾海边缘处,他清楚地看到,黑雾笼罩下的丝毫草木都没有的样子,甚至连地面的石土都有些黑并且干裂异常。 这种诡异情形下,韩力自然不会贸然地一头闯进去,而是朝身下的一颗碗口粗小树虚空一抓。 顿时此木一下拔地而起,被韩力单手一把抓住主杆。 浑身金光大放下,韩力单臂浮现无数金色鳞片下,狠狠一挥。 嗖的一声猛烈异常地破空声后,小树竟然如同弩屎一般的直奔树里外黑雾击射而去。 韩力目中蓝芒大放,全神贯注地盯着小树不语。 让他骤然心跳的一幕出现了。 小树一射入了黑雾的一瞬间,整颗小树立刻由绿转黄,刹那间枯萎化为了尘土。 韩力脸色有些难看。 他左右看了一下,在沉吟了一会儿后,突然驾驭顿光向着一侧飞射而走。 他竟打算沿着雾海边缘寻觅起来,看看能否寻到什么出路去。 结果小半日后,韩力出现在一座紧接雾海的小山附近,并一脸凝重地凝望着此山一侧的山壁。 此山只有数百丈高,但面朝韩力一面却扁平无比,仿佛被谁用莫大神通一下抹平一般。 而在这面光滑异常的山地上,赫然书写着三个数丈大的血红文字。 韩力在天渊城期间,对人妖两族的上古文字和附近的几种异族文字都曾经专心研究过的。 而这三个怪异文字,却都不在其列,显然应是人妖两族尚未接触的其他异族的文字。 虽然看不懂上面写的什么意思,但是这些文字各个比划如箭,竟给他一种煞气冲天的惊人感觉。 相信若是修为低些的修士,一望前这些文字,立刻会被逼得倒退不已,无法久视此山壁的。 当然以韩力现在神通,自然不会在乎这点煞气,而仔细查看一下,却现这些文字似乎年代非常久远了,附近山石都被封化掉了不少,连带这三个文字,部分都有些模糊不清了。 韩力静静的在原地想了一会儿,再次沿着黑色雾海飞顿向前。 结果飞行了数日后,终于飞出了山脉。 但尚未等他心中大喜,一看清楚眼前的情形后,整个人却又震住了。 此地赫然又是一片临海沙滩,远处是红色海水不停冲洗着附近的礁石。 韩力摸了摸下巴,站在附近空中,凝望着此海不语了。 好一会儿后,他忽然顿光一起,化为一道惊鸿潮来路飞顿而回,朝着黑色雾海边缘的另一端积射而去。 这一次,韩力顿速全开,十余日后,却又出现在另一处临海的山崖之上。 韩力终于肯定,自己身处之地竟似乎是一座奇大的巨岛。 此岛屿之大,绝对应该是升平紧鉴。 而且此岛应该是长条形状,一半是其身处的半边,另一半却被那黑色雾海笼罩。 原本韩力还想从岛屿外绕开黑色雾海,看看岛屿另一端到底还有些什么。 结果他沿着岛屿边缘足足绕行了一个月之久,竟然还没有看到丝毫的尽头,岛屿内侧仍然是黑色雾海的天下。 韩力骇然之下,一掉头,干脆原路返回了。 看来他身处的也许是一座巨型半岛,并非什么真正孤岛。 否则此岛之大,都可独立成为一片小陆地了。 不过不管此地是半岛还是真正岛屿,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的。 除了黑色雾海有些诡异外,岛上其余区域似乎没有太强的存在。 而岛上山脉中也灵气浓郁异常,绝对是最佳的修炼之地。 但韩力一想到在海边发现的那个同阶的存在,如此大岛屿竟然没有此类强大妖物占据,实在有些古怪的。 而且那头乌贼妖物已是八级化形的妖兽,一见他竟然二话不说的转身而逃,更让他心中有些嘀咕的。 韩力思量了好长时间,心中没有什么结论。 但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准备多花些时间,先看看岛屿附近是否还有其他岛屿或者对其构成威胁的强大存在。 于是剩下来一个月时间,韩力以此半边岛屿为中心,将方圆十余万里的海面都仔细搜查了一遍。 结果除了几座毫无价值的荒岛外,毫无其他发现。 附近海底倒也有几头成了气候的海兽,但是最厉害的也不过和上次见过的那个海肥妖物差不多,还没有什么灵质,根本无需担心什么。 这样一来,韩力彻底安心了下来,重新返回了巨岛山脉,准备再次潜心修炼一段时日再说了。 在惊挑戏选下,他选了一座灵气最佳的巨山,挖空了大半山腹,开辟出了一座巨大洞府,布下劲之后,自己就此搬了进去。 此洞府较靠近山脉边缘处,离那黑色雾海足有十余日的距离。 即使雾海真有什么危险,也无法对其造成什么突然影响的,足够其反应过来,做些准备了。 韩力将所带的灵药纷纷在洞府药园中洞下后,人就立刻进入密室中,开始忙碌起来。 顿时手腕上的储物镯脱手射出,在空中滴溜溜一转后,青色霞光一枕,两大七小九巨闭眼真蝉兽尸体出现在了地面上,几乎占据了密室大半空间。 所有尸体上都贴有数道颜色各异的俘虏,以防止受身腐败,而让灵血效力大减的。 韩力深吸了一口气,冲储物镯上再次一点,一个洁白玉瓶一闪浮现。 另一只手冲其中一具又缠虚空一抓,顿时此物一下悬浮而起了。 手指轻轻一弹,青光一闪,顿时一道剑气在幼蝉尸体上洞穿出一个拇指粗细的小孔。 片刻后从里面流出浓稠的液体,光灿灿的,竟然是银白色。 第1405章 苦修 白光一动,玉瓶诡异的出现在了孔洞之下,银色液体顿时化为一道银线直接滴入了瓶口中。 妖异的一幕出现了。 随着银色液体的流出,这只幼蝉身体竟然随之干瘪缩小起来。 从尸体中流出的银叶并不太多的,只是片刻功夫就流淌干净了,而尸体却缩小了近半有余。 韩力煤烧一动,一张口,顿时一颗银色火球喷出,击在尸体上。 扑斥一声,幼蝉立刻化为一团飞灰不复存在了。 但等银叶一脸消失后,虚空中却令留下许多银灿灿的米粒大叶滴出来。 竟是韩力依仗士灵天火的至阴至阳之力,轻易的将幼蝉身躯中隐藏的残余血液全都炼化了出来。 长袖一抖,一股青霞飞卷而出。 青光一闪后,霞光将所有液滴凝聚一起,化为一个拳头大的银色液团,然后包裹的全送入了玉瓶中。 真蝉兽的灵血,韩力可无法催生而出,自然一滴都不愿浪费的。 就这般,韩力一口气将所有闭眼真蝉尸体都一般无二的处理了一番,将传闻中的真蝉血足足装了数个玉瓶。 然后他才出了一口气,总算安心了下来。 如今真蝉血取出,他倒不急着先炼制真蝉叶的。 而是需要先将自己修为先修炼制化神中期的巅峰状态,突破此境界瓶颈再说。 说起来,他选在法体双修的路子,似乎还真的没有选错。 在有强横肉体和大量丹药情况下,对其他修士来说也许要花费数百年时间才能修炼到的境界,他也许只要百年甚至区区数十年内就可轻易修炼到的。 唯一的麻烦,就是瓶颈的突破,恐怕也多花费一些时间的。 于是,韩力放出了几只巨猿傀儡后,在一摸头颅将第二猿鹰也放了出去,让其负责管理催熟洞府中的一切事物。 自己则将密室大门一闭,专心在里面修炼起来。 有充足的丹药供应,再加上龙灵果这等灵果不断服用,和翠骨爵等奇妙法爵辅助下,含力法力一天比一天凝厚异常,肉体强大也日新月异。 在这期间,他除了苦修范盛真魔弓外,在将双手和原瓷神山、五子同心魔炼至一体后,又开始按照百卖炼宝爵将七十二口青竹锋云剑,开始一口口的熔炼进身体各处要害的骨骼之中。 若是真能凝炼成功,别的不说,配合范盛真魔弓的威能,这些要害的防御力之强,绝对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恐怕就是炼须及修饰的正面一击,也可单凭肉身若无其事的硬接下来的。 当然这和双手的凝炼大不一样,身体要害部位骨骼的凝炼自然更加复杂,耗时之久可想而知了。 于是韩力所在密室大门,从此紧闭不开了。 只是每隔数年内,第二缘英绘画为一团虚影直接没入墙壁进出其内,给韩力送一些灵药灵果。 一月月的过去,一年年的流逝,转眼间一甲子的时间过去了。 一日,离韩力洞府所在巨山十余里远的另一座小山上,有黑黄两团妖气若隐若现的隐匿在山顶之上,里面竟然传出了隐隐的话语声,似乎有妖物在交谈着什么。 黑气中有两只银幕眨动不已,黄气中则有一只赤红毒木,闪闪发光着。 二妖竟似乎看破了韩力布置在洞府大门外的遮隐幻阵,对其不停的张望不已。 不过,二妖似乎也对韩力洞府大有忌惮之心,并没有马上动手什么,反而交谈不久后就散了去。 而三日后,韩力洞府外空中再次有数团妖气凝聚而来,这一次这些妖物不再隐蔽身形,反而鸣幕张胆兴起一股妖风,地面上也现出数千只各种猛兽怪虫,气势汹汹的汇聚在一堂,竟鸣幕张胆的攻打起韩力洞府来。 而在空中现行几只妖物,也都形态各异。 一个是一条三手青花巨蟒,三颗头颅一大两小,争鸣异常,一个是肢体型六七丈之巨的巨大野猪,一对巨大獠牙荧光闪闪,竟然仿佛是纯银打造一般。 最后两个妖物,却是和韩力荡日见过的兽群大战中的两只围首妖物有些相似,一个是通体光灿灿的树杖高金毛巨猿,单手持着一杆乌黑巨叉,另一个则是一头牛手失身的小巧怪兽,但是体长只有数尺,但通体翠绿欲低,仿佛翡翠雕刻而成一般。 韩力若是再次,自然一眼就可看出,这些妖物竟然都是其在附近山脉中曾经察觉到的那些六七级妖兽。 而这些妖兽,又尤其以那牛手怪物实力最强,已经身处七级妖兽大城的境界,只差一步就可步入化形妖兽之列的。 这些妖兽也不知什么原因竟会聚一起,竟然来攻打她的洞府来。 但纵然韩力现在身处闭关中,对外界一切事物不闻不问,但是她以化神修式布置的禁制,岂是这些只是依靠本能修炼出神通的中阶妖兽可破的。 众兽群毒虫在空中挤头妖物催动下,方气势汹汹地冲破最外层的幻阵,就立刻触动了韩力布置下的防御法阵。 只见对面漠然青色霞光一起,随即狂风大作,飞沙走时,数百巨大岩石从风中呼啸而至,轰隆隆一阵地动山摇后,顿时将部分猛兽砸成了肉酱。 兽群顿时一阵大乱,有些干脆就想反悔而逃。 但是空中牛手妖物见此,漠然一张口,发出长长的立笑声,下方兽群闻之顿时骨软尽松,一个个兢兢战战。 其他三头妖物也同样呲牙咧嘴,发出了威胁之音。 无奈之下,兽群一回头,只能硬着头皮再次冲向对面的青色霞光。 结果又一次狂风大作后,从里面没有再飞出巨石,反而无数青色锋刃发出尖鸣的破空射来,密密麻麻根本必无可避。 顿时数千妖兽,一阵鬼哭狼嚎后,纷纷不是头颅咕噜噜而掉,就整个身躯被一下斩成了七八节。 等狂风再次停歇,还能活着的兽类已经不足数百了。 而这些野兽纵然灵智未开,但也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甚至无法站立原地了,再也控制不住的纷纷反身逃掉了。 头顶上的几只妖物见此,都不禁面面相去起来了。 漠然那只牛手妖物一张口,净吐出一些悦耳异常的女子声音,清晰异常,但却根本不是人妖两族已知的任何一种语言。 其他三头妖物也用同样的言语交谈着。 片刻后,他们似乎商量完毕,随即四只妖兽也不管那些跑走的兽类,各自掀起一股妖风滚滚而下,但在途中又忽然融合一体,化为一道黑蒙蒙巨风,直奔寒力洞府气势汹汹的一撞而下。 这些妖物竟然打算依仗蛮力破除韩力部下的法阵。 若是这些妖兽都是八级妖兽以上的实力,或者还有几分可能,但是一些六七级势力的存在,又怎能撼动韩力这位化神修士布置的禁制分毫。 当即洞府前霞光颜色骤然一变,竟自行幻化成了五色状,毫不客气的滚滚迎去。 结果黑色飓风方一和五色光辖接触,在光芒交织闪动间,立刻被搅得粉碎。 顿时黑色飓风一下四分五裂开来,四头妖物当即纷纷逃窜,又重新汇聚空中朝下方看去,一个个面露惊融起来。 虽然他们并未真的和这五色光辖直接对上,但其中蕴含的可怕气息,让这几只妖物全都心惊胆战起来。 当即他们再低声的商量几句后,又化为四团妖风,也纷纷撤离了。 此次以后,韩力洞府前不但再无任何妖物靠近,甚至洞府所在的方圆百里内,任何飞禽走兽都不见一只。 从始至终,韩力的洞府大门也始终关闭,丝毫没有打开的样子。 时间过得飞快,一晃的功夫,又三十余年过去了。 忽然一声龙吟般的长啸从密室大门中传出,随即轰隆隆的一声巨响,密室大门竟然一下爆裂开来。 从门外望去,密室半空中有一团金色光蕴刺目耀眼,韩力赫然盘坐其中,背部则献出一个三头六臂的金色虚影。 此虚影也在金色光蕴中,面容仍然模糊不清,但比起以前明显真实了许多,并和韩力一般无二的盘膝而坐,同时六只手臂各掐一种法觉。 漠然韩力和金影法相同时身形一颤,一圈圈金色波纹一下从光蕴荡漾而出,一扫到附近的密室墙壁上,顿时五色光霞一闪,密室发出轰隆隆的巨响,随即晃动不停起来。 金光中的韩力,脸现出一丝痛楚之色,斗力大的汗珠布满了额头,巨大金色光蕴竟然抖动不停起来,连带起背部的金色法相虚影,也在晃动中模糊不定起来。 咔嚓一声清响,金色光蕴竟然仿佛镜子般的从中间裂开一道细长的缝隙,而受其影响,三头六臂的金色法相,也瞬间寸寸的碎裂开来,凭空消散不见了。 韩力却尝出了一口气,面上的痛楚消失不见了,整间密室一下恢复了瓶颈。 不知过了多久后,韩力终于睁开了双目,但嘴角却泛起了一丝苦笑之色。 第1406章天鹏族与供奉 已经是第三次突破瓶颈失败了。 看来光苦修,短时间内无法突破此关,只有另寻他法了。 韩力喃喃自语一声,随即其手掌默然一番,献出一个明印黑色火缝的东西。 正是那盛装三颗黑炎丹的银色小瓶。 黑炎丹虽然号称突破化神后期瓶颈的最佳灵药,但以其效力强大对化神中期修饰来说自然也可使用的。 只是其效力有些过于强大,若是修为不足或者肉身过于虚弱的修饰服用,反可能被子丹中蕴含的黑凤之焰自焚而亡。 韩力深具是灵天火,外加本身法体双修,自然没有这方面顾虑。 大可以服下后,助其突破眼下瓶颈的。 可是如此一来,进阶炼虚境界时少了一颗黑炎丹,突破几率自被凭空降低不少的。 毕竟黑炎丹这等灵药,是可遇不可求之物。 他眼下的中期瓶颈,突破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而不计其数修饰,一生中都卡在化神后期关口上,从炼虚修饰相对化神级修饰的稀少,就可知道其尽皆知难了。 故而突破此瓶颈时,自然辅助丹药越多越好。 心中反复思量了好久,韩力嘴角露出一丝苦笑来,还是将手中药瓶收起,放回了储物灼中。 不过韩力也没有继续闭关的意思,起身向密室大门走去。 密室外面,一只巨猿傀儡不知何时的等候在那里了。 韩力眉梢一挑,尚未说话,傀儡却默然一个大步向前,双手捧过来一件淡黄色的棍子般东西,上面遍布一些奇特的墨绿色花纹,正是那颗玄天果实。 韩力一见此物,神色凝重了下来。 单手一抓,将此物吸入到了手中,同时双目蓝芒大放,直接透视其中。 结果里面的那个只有黄豆大的光团,此刻赫然有拇指般大小了。 韩力颠了颠这件质宝,心中不禁有些郁闷。 有关玄天果实的资料,韩力当初在天渊城的一些上古典籍殿中,自然秘密探查过一番的。 但古怪的是,无论多久远的典籍,都没有提及相关东西分毫。 要不是他在人界时,就得到一些和玄天仙木仙藤有关的资料,恐怕连玄天果实是何东西,都根本一无所知的。 不过纵然如此,既然玄天果实中能蕴含一介的法则之力,自然是逆天极的宝物。 韩力自然丝毫口风都未曾外露过的。 再次将灵力注入玄天果实无效后,韩力用手指抚摸着此物,露出一丝沉吟之色来。 这些年来,他几乎不间断的往果实中注入神秘绿叶,除了让白色光点长大了一些外,并未见此物再有其他异常。 虽然不知道用灵液一直注入下去,此果实是否真能备其所用,但现在也只能这般继续下去了。 将玄天果实小心的收好后,韩力又去药园中看了一下。 只见药园中,原先种下的之龙果等灵药早已孕育成熟一片,并且被傀儡专门收集了一批,存储到了另一个储物灼中。 韩力自然大喜,将那些灵果当即转移到了自己所带的储物灼中。 做完这一切后,韩力单手冲一直跟在身旁的傀儡一招手。 顿时第二元英直接从巨猿傀儡身上一飞而出,一个盘旋后就没入了其身体中。 韩力双目微眯的似乎在接受着什么信息,片刻后,往脑后一拍,再次放出第二元英回归傀儡,同时冷笑一声。 区区几个中阶妖物也敢再次找上门来,看来应该找到什么帮手了。 说完这话,韩力大步走向洞府的某间大厅中。 一个巨大法阵和一个祭坛般的高台安静的存在此地,高台身处阵眼之处,上面赫然供着一面八角法盘。 韩力也不多言,仰手几道法决打在了法阵之上。 一阵滴滴的嗡名后,整座法阵泛起阵阵白光,随后在白芒闪动中,八角盘浮现出一层银色光幕。 上面点点白光闪动不已,几乎遍布整个光幕。 韩力在开辟此洞府的同时,竟将大量万龙珠布置在洞府附近的数百里范围内。 如今他目光在光幕之上淡淡一扫,立刻发现了几点黑色光点在二十余里外的某处地方,闪烁不定着。 韩力两手一掐绝,周身轻光大放,立刻化为一道青红飞出了大厅,几个闪动后,就在洞府大门处消失的无影无踪。 如此点距离,以韩力不可思议的顿速,几乎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就默然到了目的地。 在那里,正有一头三手青花巨蟒,一只牛手狮身翡翠色小兽,和一道模糊异常的灰色光影悬浮在低空处,窃窃私语着什么? 当韩力一个闪动后,诡异的在高空现出身形后,下方的三个妖物倒也反应不慢,默然化为两团妖风,一道灰光,四散而逃。 但韩力轻哼一声,一只袖口中三道红线一飞而出,一闪即逝后,就诡异的出现在了妖风和灰光身后处,红光大放下,就将三只妖物全都缠了个结结实实,无法动弹分毫了。 韩力袖袍再轻轻一抖,三根红线一拉之下,三个妖物就被强行拉到了身前。 牛手小兽和巨蟒军都目露惊恐之色,唯有那灰光包裹中的妖物却忽然开口说出什么话语出来。 虽然枪调古怪异常,韩力根本未听懂分毫,但听口气却似乎带有一丝威胁之意。 韩力脸色一沉,也不回答什么,只是冲灰光中妖物虚空一抓。 一片艳丽异常的五色光瑕席卷而去。 妖物护体灰光一被五色光瑕卷住,就阳春溶雪般的瞬间溶解消散。 而此妖物的本体嗖的一声,被韩力一下射到手中,五指按在了其头颅上。 这妖物本体只有半丈来长,浑身闪动金色的鳞片,竟是一个腹部伸出四肢的鱼妖。 此妖,鱼手甚至画出一张类似人族男子的面孔,只是伸在一条鱼手上,自然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韩力什么妖物没有见过,眼前这条六级鱼妖虽然可怖,但自然不会让其有任何动容的。 只见他按在此妖头部的手掌漠然间金霞大放。 此妖顿时口中发出一声惨叫,身形巨斗击下,就身体僵直的昏迷了过去。 韩力竟直接施展了搜魂术,在此妖元神中开始搜查自己所需的东西。 一旁三手蟒蛇和牛手小兽见此情形,吓得浑身发抖,目中满是恐惧之色。 以韩力如今神通对一名六级妖兽进行搜魂,自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只是一盏茶功夫,就将此妖元神中所有东西都搜查得干干净净。 天鹏族,供奉,宝光尊者。 等字眼先后浮现在了韩力脑海中,让其心中一正,随即手中金霞一脸,五指漠然易松。 鱼妖顿时从高空中直坠而下。 而下一刻,捆树此妖物的红丝体积一掌,一下化为一条粗大火链,然后腾的一下,一团赤红火焰瞬间将此妖包裹其中,转眼间将其化为了灰烬。 火链一闪下,再次化为一道红丝,一闪即逝的没入韩力袖袍中。 韩力这才一扭手,目光落到了其余二妖身上,面上丝毫表情没有。 你们胆子不小,为了区区的一些木铃花,竟然敢图谋我的洞府。 他默然了一会儿后,一开口,竟也说出了一族言语。 通过搜魂,回来不但掌握了此种一族言语,也大概明白这些区区中阶妖兽为何接二连番的打自己洞府的主意了。 没有了木铃花,我等黑隐山一干修炼同辈就无法凑齐供奉之物,免不了被天鹏族吹魂扒皮,重新被打散灵制。 就算明知阁下神通广大,也不得不一试了。 牛手小兽显然灵制最高,尤其开口回话了。 木铃花,你说的是这种灵草吧? 韩丽黑黑一笑,单手一反转,手中漠然多出了一朵紫色小花,外形酷似灵荡,散发着阵阵的奇香。 不错,就是此灵物。 我们黑隐山脉纵然灵山不少,但是此花现在只有阁下居住的灵山还有一些。 牛手小兽死死的盯住韩丽手中之物半赏,才发出了一声苦笑。 此花蕴含的灵气并不算多,也无法炼制什么灵丹妙药,可是却在你们的千年供奉竟然名列守卫,这倒有些奇怪了。 而没有她的话,你们的确真有可能被那群天鹏族人加以严惩。 不过,你们找上一名刚刚化形的海龙兽,就以为能攻下我的洞府,也未免太自大了。 则则,还以十对金髓精虫作为报酬,倒也真舍得出此本钱。 不过据我所知,这种半晶半虫的奇物平常深藏地下各类珍稀矿石之中,十分难以寻觅和发现的。 就算遇到,一旦被抓住也会立刻生机全无,化为一块晶石的。 你们如何抓到活得金髓精虫的? 韩力摸了摸下巴,目中金光一闪后,看似随意的又问道。 此事告诉阁下也无妨,当年此地被天鹏族人发现后,黑隐山脉中比我等修为高深之人并非没有。 但他们都被天鹏族三大长老屠戮一空,唯独剩下我等还被允许在此地继续修炼,自然是因为只有我等天赋奇特,合力下可以搜集到他们所需的供奉之物。 否则哪还能活到今日? 忽然牛手小兽口中发出了冷笑之声。 第1407章 金髓精虫与金母珊瑚沙 你们有办法活捉金髓精虫? 韩力表面神色不变,但是心中顿时狂喜起来。 不错。 我们好兽一族,只要神通略有所成后,天生就能在无数矿石中辨认出此精虫,并且有办法让此虫无法再化为精实。 小兽傲然地说道。 好,很好。 只此一点,我就可以对你们找我麻烦的事情就此放过,木灵花我也可以给你们。 韩力忽然一笑,神色竟然缓和了下来。 有这种好事? 有什么条件? 小兽倒也聪颖异常,先试一喜,但马上就反应了过来。 很简单。 木灵花你们要多少,我就给你们多少。 但是作为交换,每十朵此花,就必须给我一对金髓精虫。 另外你们供奉中的金母珊瑚沙,我同样大感兴趣,用一两此沙,同样可换取一朵木灵花。 韩力倾笑地说道。 金虫是供奉之物,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并且其中十对还已经许给了宝光尊者。 牛手小兽眼珠滴溜溜一转,忽然这般说道。 宝光尊者? 一只刚化形的海兽而已。 我既然想要此灵虫,自然会解决它的。 我给你们七天时间筹备此事,三天后来我洞府中交换木灵花。 若是不来的话,嘿嘿,韩力森然一笑,袖袍一抖,附近突然一股清风刮起,人就漠然凭空消失了。 牛手小兽和三手巨蟒一惊,这才发现,原本将它们馋得结结实实的那些红丝,也随之消失不见。 二兽恢复了自由之身,不禁面面相去起来。 半晌后,三手巨蟒的三颗头颅四下观望了一番,中间一颗盲手眨了眨绿色眼珠,漠然对小兽低声说道。 那人真的已经离开了。 牛手小兽闻言,迟疑了一下,但马上一张口,一颗轻蒙蒙的绿珠喷了出来。 此珠低溜溜的在空中一转后,放出了一层青色光照,将二兽都照在了其中。 现在没有什么问题了。 用我的内担布下这层隔音照后,那人若是用神念偷听我等谈话,一定会被我发现的。 小兽眨了眨眼睛,如此的说道。 三手巨蟒闻言一松,但随即问道。 我等真的要换取木铃花吗? 供奉之物不光是我二人之事,还需要和其他几位同道商量一二。 但若想挨过此次的供奉,恐怕只能如此的。 小兽苦笑了一声。 金髓金虫和金母珊瑚沙也罕见异常,拿来交换的话。 下次可没有把握在凑齐这般多的。 巨蟒提醒道。 顾不得这许多了。 金虫和金母珊瑚沙固然难找至极,但是我等只要多花些时间,总算是能找到的。 而木铃花天鹏族人需要的数量巨大,而其他地方早已枯竭,只有此人居住的山上才能凑够这次供奉的数量。 牛手小兽也有些无奈。 与其这样,不如等那群天鹏族人来收取供奉时,将此事告诉他们,让他们来解决这个奇怪之人。 三手莽三颗头颅一阵晃动后,忽然这般说道。 哼,别妄想此事了。 你难道忘了以前的那次教训? 就算天鹏族人真能灭杀此人,但是山上的木铃花绝对会全部收走,该交的供奉也绝不会因此少半夺的。 而要如实告诉他们,木铃花已经在黑隐山块消失了,那天鹏族还会留下我们吗? 而天鹏族历次收取供奉,只要木铃花数量充足,其他供奉少一些的话,也不是不能应付交差的。 但相反,若是木铃花数量缺少,其他材料供奉的再多,也绝没有好果子吃的。 那木铃花似乎对天鹏族人极其重要,要不是天鹏族对黑鸣雾忌惮弹异常,绝不敢在此逗留大酒,他们说不定早就派人亲自驻守此地了。 牛手小兽冷冷的说道。 但如此下去的话,就算这次应付过去了,下一次供奉我等同样无法交出的,到时还不是同样的下场。 要知道我等都被天鹏族中下了奴痕,一离开此地万里之外,立刻就会自暴而亡的。 三手巨蟒却大急的说道。 这点我自然知道,但无需担心此事。 你难道忘了黑鸣雾中那位大人给我们的许莫? 只要再偷偷地给其送去灵石百年,他应该就能神通大成,可给我们除去奴痕的。 到时候,就可再无顾忌地逃之夭夭了。 牛手小兽的声音漠然肃然起来。 可这位真的可靠吗? 别忘了,他纵然以前是我等黑隐山仅存的前辈,但是当年逃命进入到黑鸣雾中后,可是吞噬了一位上古巨鬼的惊河。 已是半鬼半妖之身了。 万一他到时令有什么变化,三手莽却犹豫了起来。 怎么,花兄担心那位大人不守承诺吗? 这点尽管放心,这位前辈也是好兽一族出身,更是和天鹏族有深仇大恨。 怎么想,也不会对我等不利的。 再说,我们已经为其暗中送了数百年灵石弓旗修炼,如今眼见大功告成,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 小兽连连摇头。 可能是花某多虑了。 不过这黑鸣雾中到底有什么鬼东西,竟然能让天鹏族之人这般惧怕? 那位大人可曾经探明了。 巨蟒又有些好奇的问道。 没有,但里面肯定有什么古怪。 即使以这位大人现在的神通,也只能在黑鸣雾边缘处逗留,哪敢往中心处去。 但这些黑鸣雾的存在可是极其久远之事了,据说那时正是天鹏族人最为强大,几乎统领整个非灵族时的事情了。 小兽苦笑一声的说道。 这倒也是。 不管黑鸣雾中到底存在什么,对我们也是无益的。 以我等的修为,一旦进入此物,片刻后就会被吸尽血肉,化为一片枯骨的。 三手巨蟒点点头。 随即小兽和巨蟒又商量了几句后,则将妖丹一收,化为两团妖风飞顿而走了。 就在二兽离开没多久,附近空间波动一起,一道淡青色人影从虚空中闪现而出,竟正是应该早已离开的韩力。 他抬手望了一眼远离的二兽,诡异的一笑,忽然单手冲二兽原先停留处虚空一抓。 金光一闪,漠然献出一只指甲大的金色小虫,赫然是一只缩小了十余倍的弑金虫。 此虫双翅一盏,飞到了韩力的手心中。 韩力一根手指一点零虫,自己双目一臂,顿时将附在弑金虫上的一丝神念收回,小兽和三手蟒先前的对话之言,全都映到了其心间。 黑凝雾,半鬼半妖,奴痕。 有些意思啊。 天鹏族之人无法在此导逗留太久的话,只要没有合体级的存在,短时间内倒也不必过于担心了。 真没想到,这区区的几只低阶妖兽竟然可以抓到金髓金虫这等炼体圣药。 这可是天渊城中那些合体七长老也无法寻到之物啊。 有了它,再找到另外几种灵物,外加上我本身的金刚设立,就可学习佛宗的金刚法身一般,可以将自己的范圣真魔法相也凝炼成实体一般的存在。 嘿嘿,至于那金木珊瑚沙,也是现在急需之物,用它来淬炼渗入血肉的话,足可让肉身更加强横的。 韩力自言自语了几句,欢畅异常的大笑起来。 半晌后,韩力笑声一指,突然又想起了什么,嘴角一动后,忽然背后大鹏和五色彩凤虚影一闪,一对晶莹的羽翅浮现而出。 只是略意煽动双翅,韩力的身形骤然放出刺目清光,一闪之下,整个人化为一根金丝击射而出。 空中顿时现出一道长长的清白之痕,仿佛划破了虚空,从射出之处直通天边尽头处。 而下一刻,长痕一端灵光一闪,金丝就已经出现在那里了。 再一闪,就此没入天边不见了踪影。 在韩力启动了已成灵宝的风霉双翅的情况下,顿速足足比普通顿速快了数倍有余。 只是两日多光景,竟然就飞出了岛屿,出现在了离岛屿数万里外的一片海域上面。 此片海域遍布各种各样的大小珊瑚群,大的仿若小岛,小的只能站下一人的样子。 韩力双手暴毙的悬浮在一座树母大小的珊瑚群上空,目中金光一闪。 这里正是他通过搜魂树,得到的所谓宝光尊者的洞府处。 这位尊者其不过是一只刚刚化形的八级妖兽存在而已,在二百年前从他处游荡至此地,收服了附近的七八个低中皆海兽,才定居此地的。 那牛手小兽等岛上妖兽因为曾经和此妖手下交换过一些灵药,才勉强拉上一些交情的。 故而在独自无法攻打下韩力的洞府后,才会想到用金髓金虫借助此妖之力。 当然,这也是小兽等料错了韩力的真正修为,以为也顶多是一名猿鹰级存在,才会如此做的。 否则根本不会做这等无意之事。 韩力并没有多当个什么,单手一翻转,从大袖中伸出一只乌黑发亮的手掌,冲下方珊瑚群缓缓一按。 轰隆隆一声巨响,从手掌上浮现出一座小山虚影,在灰色光辖中狂掌变大,并化为实体的向下方徐徐压下。 在韩力全力催动之下,原磁神山片刻后净狂掌至了千余杖之巨,底部放出的原磁神光更是飞卷闪动之下,将数亩大小的海面全都笼罩在了旗下。 第1408章 十吨 巨山尚未真的砸到珊瑚群上,就已经发出了轰隆隆的巨响。 灰光所过之处,所有礁石竟纷纷一颤的化为了粉末。 附近海水更是在巨压下翻滚澎湃起来,一道道高约百丈的巨浪瞬间形成,并向四周狂涌而去。 韩力闹出了这般大的动静,自然惊动了珊瑚群下的某个隐蔽洞府。 片刻功夫,附近海面就海水一分,突然从下方飞出一红一蓝两团妖气来,其中一团妖气中更是传出了喝骂之声。 什么人,敢在我们洞府前捣乱? 不知道这是宝光尊者大任的住处吗? 韩力闻言,也不说话,只是一根手指冲下方巨山随意一点。 巨山下灰色霞光一个飞卷,竟一闪的将二团妖气都卷入了其中。 霞光狂闪几下后,里面立刻传出了两声惨叫。 二团妖气中的妖物竟在灰霞中自爆开来,化为了血雨,就此消失的无影无踪。 只是两只六级海兽,韩力根本懒得理会他们。 下一刻,巨山终于结结实实地击在了海面上。 顿时一个直径里许的巨大漩涡,在原池神光之力下扭曲地浮现而出,四周海水如同恶魔咆哮般的一阵急转,附近海面顿时被搅得天翻地覆起来。 而在海底深处,有无数鱼虾全金黄狮错地四下狂奔而逃,其中夹杂着十几头体长过丈的不知名海兽。 韩力这般肆意催动原池神山之威,终于让海面下传来一声暴怒异常的大吼,漠然从漩涡边缘处一下又飞出五道黑气来。 为首的一道黑气一滚,漠然献出一名身材雄伟,头生肉流的大汗来,一身蓝色骨甲,手持一对黑色大锤。 韩力见此,嘴角现出一丝冷笑,不等对方开口就一摧原池神山。 顿时千丈高聚山一颤之下,在原地消失不见。 而几乎与此同时,蓝甲大汉只觉头顶一黑,一领的急忙抬手,就溅入目之处黑压压一片。 原池神山竟已出现在了他们的头顶之上,正气势汹汹的砸下。 尚未真的接近他们,一股飓风就已吹得他站立不稳了。 大汉大惊失色,甚至连韩力都顾不上看一眼。 急忙将手中双锤冲锯山一抛,往地上一打滚,顿时化为一条石蛇鱼帐长的蓝色蛟龙,一闪而逃。 砰砰两声问响,那两只黑色大锤虽然化为了数丈之巨,但砸在小山上根本没有伤及其分毫。 反而灰光一卷后,两锤就失去控制的直坠而下。 至于那蛟龙同样未能跑到哪里,方才飞出三十余杖去,同样一道灰光一闪,蓝蛟就身形一颤的无法动弹分毫了。 这时,韩力面无表情的冲锯山再点去一指。 空中锯山滴溜溜的一转之下,立刻一股无形距离立刻在底部凭空生出,灰侠中蓝蛟只来得及一声惊恐万分的大叫,身躯就被距离压成了一堆肉酱,只留下一颗硕大的蛟手还安然无恙。 纵然蛟龙类肉体强横在所有妖兽中名列前茅,但是一条八级海蛟又如何能抵挡原词神山之威? 此蛟龙甚至还未将韩力面容看清楚,就被毁去了肉身。 但那侥幸残留在蛟手中的元神,却不知施展了什么拼命神通,蛟手化为一团刺目蓝光,竟一下挣脱了灰侠束缚,拼命的击射而逃。 就在这时,一只银色火鸟从天外呼啸而至,速度之快,只是一闪就撞到了蛟手上。 又一声凄厉的惨叫发出,一条绿色小胶冲出蛟手想要逃之夭夭,但银焰一闪就瞬间被化为了乌有。 只留下空空一颗蛟手,静静的悬浮在空中。 这自然是韩力刻意控制士灵天火,保留下来的结果。 至于另外四只黑气中的海兽,在巨山转动的刹那间,早就丝毫抵抗也没有的化为了血雾,连惊魂都未能幸免分毫。 韩力见一口气灭杀了五妖,淡淡一笑的抬手一招,那只胶手立刻飞射而来,被射到了一只手掌上。 五指一张,将巨大胶手轻巧托起。 他双目微眯的打亮了一会儿后,手上白光一闪,胶手就消失不见,被收进了处物灼中。 黑色手掌冲巨山虚空一拍,千丈原词神山一模糊后,变淡的化为了虚影,最终在虚空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韩力收了巨山,袖袍一抖的就想转身而走。 但目光扫了一眼下方还未消失的巨大漩涡,略意犹豫后,竟默然改变了主意。 他周身轻光一起,化为一道青红射入了漩涡内。 青红所过之处,所有海水自行分开,只是片刻功夫后,就出现在了珊瑚群下方的一个海底小山前。 韩力淡淡的望了一眼此山,就对准此山的山腰处一弹,一道金色剑光击射而出,一闪的没入虚空中不见了踪影。 轰的一声巨响后,先是一团金蓝两色刺芒爆裂开来,随之一层蓝侠浮现而出,但只是一闪后就在爆裂中寸寸碎裂,在山腰处献出了一扇白色的珊瑚大门。 韩力微微一笑,这里应该就是那宝光尊者的洞府了。 又一道剑气一闪而过,珊瑚门当即在金光中化为了粉末,里面海水一空,现出一条走廊般的青色通道。 韩力目光一闪,身形一晃的走入了其中。 通道颇涨,足有近百丈的样子。 当韩力徐徐出现在通道末端的一座大厅时,却立刻眼前一亮。 只见足有五六十丈广的大厅富丽堂皇之极,地上铺的都是洁白无瑕的美誉,并且每个丈许,四壁就有一颗拇指大的夜明珠,闪闪发光的镶嵌齐上。 而在大厅顶部,悬挂着一颗赤红如火的珊瑚,散发着淡淡的暖意,将厅中所有潮气都驱赶得一丝不留。 韩力有些意外此地的奢侈,目光一转后,却落在了在大厅一端摆放的一个灰白色石墩上。 此物粗糙异常,仿佛只是普通石头制成,要不是就在一张精致异常的玉桌前,恐怕只会将其荡成一块稍微扁平的大石而已。 但偌大一间大厅中,所有东西都光彩要目,只有这石墩如此不起眼,未免也奇怪了一些。 韩力歪头响了一下,单手冲石墩虚空一抓,就想将此物射到身前细看一下。 但大厨预料的一幕出现了。 在他神通所成的巨大犀利之下,那张石墩竟然纹丝不动。 韩力心中一领,稍心中思量一下,就徐徐走到了跟前,伸出一根手指往石墩上一摸。 先是一股冰寒沿着手指直奔手臂而来,韩力尚未来得及将手指挪开,又一股炙热随之蔓延而上。 韩力惊讶了,干脆将整只手掌都按在了石墩上,只觉寒热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不停变换着,然后在其手臂中转换为一股暖洋洋之意,让他大感舒服。 神念内是一下手臂,并未发现任何不妥。 韩力眉头一皱,身上泛出金光来,五指一用力,就想将这只有数尺高的石墩直接抓起。 但是只见五指金光刺目,几乎将整个石墩遮住,但此物仍生根在地上一般未动分毫。 韩力终于有些骇然了。 他不加思索之下,另一只手掌也一把放到了石墩上,两只手掌同时一忙一阵流转,一只变得乌黑油亮,另一只化为了晶莹洁白。 两臂一晃,韩力身体中发出仿佛爆竹般的爆响声,同时一股不可思议的距离狂涌而出,直接作用到了石墩之上。 轰隆隆的一声问响,整个大厅一阵剧烈颤抖,石墩终于晃了一晃,但马上回归了原位。 但是以石墩为中心,整座大厅的地面立刻裂开了无数道西长裂缝,随即在韩力眼皮底下,裂缝所过之处,附近玉砖全都一阵的成为了粉末,露出了下面黑油油的粗糙地面。 玄铁精 韩力一眼就认出了黑色地面的来历,脸上全是意外之色。 但马上将目光一收,再次一光闪动的死死盯住身前这个不起眼的石墩。 此时的石墩,竟然小半截身子深深陷入黑色地面下去,仿佛天生镶嵌其中一般。 韩力长吐了一口气。 此物绝对不同寻常。 别的不说,单凭此物之重就绝对是其生平谨鉴。 他刚才虽然没有将范圣真魔弓彻底激发,但是光凭肉体强横和双手百脉练宝觉得相符,竟然也无法提起石墩,此物之重绝对在十几万斤以上。 他没有记错的话,所有珍稀材料中最沉重的,好像就是传闻中的天玄重金。 一块指甲大的天玄重金,就足可将一名身强力壮的大汉给压趴在地上。 而这个石墩的分量虽然尚无法仔细探查清楚,但观其体积,恐怕这种材料之重绝对不在那天玄重金之下,甚至大半可能更胜其一筹。 心念如垫的想着,但手中的测试却丝毫没有停下。 只见金光一闪,一道剑气一展而下。 扑一声后,剑气在石墩表面溃散而灭,根本无效的样子。 韩力并没有觉得奇怪,此物如此奇特,若是连其一道剑气都无法挡下,恐怕反而让他失望了。 但也因此,他的好奇自然越发大了。 单手一翻转,一口数寸长的小剑浮现而出,但是金光大放之下,却化为持续来长的一口金色长剑。 韩力单手持剑,毫不迟疑地冲石墩一剑劈下。 第1409章 变异 一声更胜先前的巨响发出,无数金芒在石墩上爆裂开了。 但韩力脸色微变,手中长剑一收后,石墩就再次玩好无损的出现。 犀利异常的轻竹风云剑,竟然也无法损伤此物分毫。 韩力目中精盲一闪,袖袍冲石墩一抖,漠然一团银色火球飞出。 一声清响后,银色火球将石墩包裹在了其中,并发出了噼啪的火花爆裂声。 但石墩静静地躺在那里,仍未有任何变化的样子。 韩力神念一扫石墩表面,脸上却献出了一丝喜色来。 他也不再去其他地方,直接就在石墩旁边盘膝而坐,双手掐绝,竟催动士灵天火持续熔炼起此物来。 从双手间,一股清蒙蒙的精纯灵力不停注入到银色火焰中。 就这般,时间一点点的流逝,一日一夜过去了。 韩力突然一声低喝,银验一下还原成一只火鸟玻璃飞回,一个盘旋后,就没入了袖口中不见了踪影。 而这时韩力已经站起身来,再次凑到了石墩面前,凝神细看起来。 猛一看,石墩似乎和以前一般无二,没有什么异常。 但是在韩力目中蓝芒闪动下,表面还是有了一些融化的痕迹,但痕迹之清几乎肉眼无法辨识。 以他估算,若是真的将此物彻底融化掉,没有数十年光景,根本是想也别想的事情。 但韩力却不愁反省起来。 对他们这等修炼之人来说,数十年的时间根本不算什么。 但此物如此奇特,却绝对是一件一宝。 那位宝光尊者也不知是如何发现的此物,以其神通自然想也不想其能奈何此十吨分毫,多半是干脆以此物为中心,在此地直接开辟出的这间洞府,想以后再设法处理此宝的。 韩力转眼间,就将那只蓝椒当初的行径拆了个七七八八。 不过,如何将此物带走还真是一件麻烦之事。 毕竟这东西如此沉重,收进储物灼中,恐怕立刻就会压爆了储物空间,只能单凭肉身带走此物了。 而他哪怕范盛真魔宫全开,一次也只能带走其三分之一的分量,否则连顿光都无法驾驭起来。 韩力望着石头,沉吟了许久。 袖袍一抖,温明声一响,两朵金花从袖口中飞射而出,一个盘旋后,立刻化为两只拇指大的金色甲虫,正是成熟体的石金虫。 口中一声尖鸣,石金虫立刻飞到石墩上,从两个不同方向开始从上往下吞噬起来。 韩力也不眨地盯着石金虫的举动。 虽然石金虫号称无误不适,但是这石墩如此奇特,它可没有多少把握此虫还能同样奏效。 但下一刻,韩力心中的忐忑就不翼而飞。 石金虫虽然吞噬的速度极其缓慢,但过了一会儿后,两个小坑的确出现在了石墩之上,果然同样咬得动此物。 韩力心中大喜。 但是紧紧片刻的功夫,忽然两只石金虫翅膀一抖,扑扑两声地一下从石墩上坠落而下,发出了重物落地般的巨大问响声。 韩力挣住了,半晌后,他才一抬手,金光一闪,将其中一只石金虫吸入到了手中。 结果发现石金虫一入手中竟然沉重至极,远远超出了灵虫的正常重量。 韩力眉梢动了一下,难掩目中的亚瑟。 但好在此虫除了太重外,其他一切都还正常,双翅和肢体仍然震动各不停。 韩力注视着此虫,略意沉吟之下,也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显然以石墩材料的奇特,即使是金虫也无法马上消化掉,故而一次吞噬少量,就马上超出极限了。 看来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会恢复如常。 心中明白过来后,韩力将这两只石全虫一收,但袖袍中却又飞出另外两只灵虫来。 同样的啃噬,一会儿功夫后,两只石金虫也同样无法承受自身体重的坠落地上,被韩力再收起。 但下一次,从袖中飞出的却已经是四朵金花了。 大半日后,当有上千石金虫都先后被放出收起后,面前的石墩终于硬生生的被石金虫吞去了十分之一左右,但也因此被成功的分为了三大块。 看着大小差不多的三个石块,韩力满意地点点头。 两手一掐绝下,身上再次金光大放,同时背后一片金色光运浮现而出,转眼间又化为一道三头六臂的金色虚影。 韩力一俯身,在两臂一用力下,终于将其中一块缓缓抱起。 虽然仿佛一座小山压身一般,但是这点分量,已经可以勉强让其驱动顿光而走了。 韩力嘴角一瞧,却将手中之物先放下,人却将洞府其余之处仔细搜查了一遍,看看还能另有什么惊喜。 结果除了一些海中特有的材料和一些零食外,并没有其他什么在引起注意的东西。 韩力也没有怎么失望,将所有东西移卷后,又回到了大厅处。 这一次,他将三块十吨残块中的两块分别抱到洞府中一个极其隐秘的地方,然后布置一个遮隐幻阵将它们遮蔽住后。 接着他就抱起最后一块残块,飞出了洞府大门。 当韩力重新出现在海面上时,背后灵光大放,轻鸟彩凤虚影一闪之下,风霉翅显现而出。 双翅一闪之下,他就骤然间化为一道惊陷激射而出。 一闪的消失在天边尽头。 手中之物实在沉重无比,纵然已经动用了风雷翅的急速神通,但是韩力仍然每飞行数个时辰后,就不得不停下恢复一下体力,然后才能接着赶路。 三日后,韩力重新回到了黑隐山脉的洞府中,二话不说的将石块放进了密室中。 剩下的两日时间,韩力并未急着马上再离开洞府一步,只是在密室中开始用其他方式测试到手的石吨残块。 结果此材料除了坚硬无比外,无论冰封、雷击、魔气侵蚀等一切攻击都无法对其造成任何伤害。 而火焰类的断烧,除了士灵天火外,其他火焰甚至包括它的原鹰之火,都一样无法融化此时分毫。 当然,士灵天火对石块的效用也是微乎其微。 这倒是炼制顶阶防御宝物的绝佳材料,但以其重量,若是炼制成一件类似圆瓷山的攻击性宝物,似乎同样也是威力惊人之极。 一测试完毕后,韩力马上就如此的想到。 至于到底会如何处理,自然还需要再仔细斟酌一番。 但是当韩力心中一动,忽然检查一下那些原本躺在灵兽环中吞噬过此材料的灵虫时,他不禁正住了。 这浸尖成熟体是金虫不知何时的陷入了沉睡中,竟一副要再次进化的样子。 他的士金虫已经是成熟体了,若再次进化的话,似乎只有发生异变的情况了。 韩力自然大喜之极。 但这样一来,这些特殊的食料用在何处,似乎就更加难以取舍了。 心中犹豫了半日光景后。 韩力最后还是决定看这些是金虫进阶后有何种变化,再考虑此事。 两天时间一瞬间就过去了。 第三日,正好是韩力和牛手小兽二妖定下的七日之期。 结果一大早,不但这二妖来到了其洞府之外,金毛巨猿等和那只巨大野猪同样出现在了那里。 这些妖物望着韩力洞府外的青色霞光,目中引带畏惧之色,全都静静的等候着,丝毫不敢喧哗。 一直到了接近中午时分,青霞如同泡沫般的纷纷溃散消失,现出一扇二十余丈高的巨大石门。 轰隆隆一声后,石门自行打开了,露出一个发出乳白色光芒的通道。 进来吧!从通道中传出了一个淡漠的声音。 几名妖物心中一领,但不敢违抗的纷纷走入了通道。 当然除了牛手小兽外,其余几只妖物都分别将自己体型缩小了数倍,才能进入石门中。 一会儿的功夫后,洞府一座古朴的石厅中,韩力居中的坐在一把石椅上,居高临下的依依打量着身前的四只妖物,目光在那只金毛巨猿上多望了两眼。 扑通一声,韩力为等几名妖物开口说话。 鲜袖袍一抖,一雾漠然飞射而出,滚落到了地面上,赫然是一颗硕大的蓝色胶手。 一件此东西,小兽挤妖一惊。 这就是那宝光尊者的首级。 现在此人已灭,你们原先和他的胶意自然作废。 你们既然按约到此,这几日也该考虑好了。 东西是否带来了? 韩力以不容拒绝的口气问道。 望着眼前蓝灿灿的蛟龙之手,几个妖物一眼就看出上面残留的八级妖兽气息, 个个都心中发寒。 晚辈哪还有其他的选择? 晚辈等人的确带来了前辈所要的东西。 牛手小兽和其他三兽互望一眼后,勉强一笑的回道。 很好,你们所需要的木灵花,我也同样准备好了。 只要东西满意,马上就可以交给你们。 韩力淡然的说道,随即单手往手腕上的储物着衣服。 一团白光闪过后,一个长方形的巨大玉匣出现在了手中。 将匣盖一打开,一股沁人心扉的花香扑面而来。 玉匣中竟然满是拇指大的金黄色灵挡,一个个光灿灿的,足有上百枚的样子。 第1410章 金髓炼体 仔细一看下,可发现这些灵挡竟散发这浓浓的木灵气,竟是一朵朵灵挡的金黄色小花。 栩栩如生,真如同赤金铸成的灵挡般。 真有如此多木灵花,还都是千年以上的。 一见这些灵花,巨猿口中发出了嗡嗡之声,满是吃惊之色。 木灵花,你们已经见到了。 金髓金虫和金母珊瑚沙呢? 韩力低声一笑的问道。 光是这些恐怕还不够吧? 这不过百朵灵花而已,按照约定只不过换取十对灵虫的。 小兽目中闪过喜色,但却冷静的说道。 韩力微微一笑,将手中玉瑕往身前一抛,悬浮在了空中,而另一只手一翻转,又一个长长玉瑕浮现而出。 盖子一开,同样满满的一匣木灵花。 这一幕,顿时让几只妖雾真的目瞪口呆了。 这些够了吧,带了多少金虫和珊瑚沙,都拿出来吧。 韩力盯着眼前几只妖雾,悠悠地说道。 吃惊过后,几只妖兽低声交谈了几句。 最终小兽从身上掏出一块拳头大的水晶般矿物出来,其他妖兽则各拿出一个巴掌大乌黑葫芦。 转眼间,大厅中就出现了十五块晶体和三个黑色葫芦。 韩力双目一亮,也不言语地单手往地上一抓。 顿时一块晶体弹跳而起,被射到了手中。 他低手细细地查看起来。 只见晶莹剔透的晶体中,赫然凝结着一对乳白色的小虫,两寸来场仿佛化石一般的一动不动。 强大神念瞬间化为无数真丝穿透晶体,作用到了其中一只小虫之上。 顿时小虫身体泛起一层乳白色光芒,一动下,竟然从口中吐出一金黄色叶滴,并渗入了晶体中。 整个晶体光芒大变,变得金光灿灿起来。 韩力见此,神色一动,抓住晶体的五指一用力,顿时一股庞然距离涌到了晶体上。 但是晶体只是晶光闪动击下,就安然无恙了。 果然真是金髓晶虫。 韩力喃喃了几声。 前辈放心,我等就是吃了雄心抱子胆,也不敢欺骗前辈的。 牛手小兽苦笑了一声。 是吗? 韩力不置可否地回答一句,将晶体放下,另一手臂一动,又将一个乌黑葫芦抓到了手中。 一倒下,一股紫金色沙粒从里面倾泻而出,转眼间在地面堆起了三尺来膏。 随手一拦下,手中就多出了一小棚子金色沙粒来,并拿到了眼下处。 他凝望了大半上,一一地将另外两只黑色葫芦中紫金沙也各倒出了一大堆。 不错,这些金母珊瑚沙的确都是极品之物。 论重量再加上那十五对金虫,虽然比起这两侠木灵花还略显不足,但也差不多了,就这般交换吧。 韩力扫视了地上一遍后,轻描淡写的说道。 闻听韩力之言,四名妖物露出喜色,纷纷的点头答应。 韩力将两只玉匣一抛,小兽和金毛巨猿分别接下,随即小心的收了起来。 与此同时,韩力袖袍冲地面一扫,轻蒙蒙瑕霞卷过后,金石和葫芦全都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次的交换,我很满意。 以后若还有多余的金母珊瑚沙或者其他珍稀之物,同样可以到我这里交换所需东西的。 韩某手里可不光是有木灵花的,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你们可以离开了。 韩力丝毫没有多留几妖的意思,淡然地说了几句后,就下了逐客令。 在韩力强大气势威压下,小兽几名妖物不敢多说什么,纷纷攻紧地退出了韩力洞府,并驾驭妖风顿走了。 当几人一口气飞出了千余里后,才大松一口气地停了下来,重新在半空中聚集到了一起。 太好了,没想到竟一次能得到如此多的木灵花,而且都是千年以上的。 若是都交上去,恐怕其他供奉都可免了,那些天鹏族人也不会处罚我等的。 那名巨大野猪兴奋异常地哼哼道。 嗯,我也没想到此人真能拿出如此多灵花。 我没记错的话,那具山上生长的木灵花数量似乎没有这般多的。 难道以前探查此山时,有其他隐秘之地遗漏掉了? 听对方的意思,似乎手中还有不少此花的。 巨人却眉头紧皱地说道。 多半如此吧。 要不就是此人本身就有如此多木灵花? 这好像也根本不可能的。 那些天鹏族之人如此重视此花,可想此物的珍惜了。 多半此花还是我们黑隐山的特产。 三手巨蟒却眼珠一转地说道。 好了,不管这木灵花有多珍惜,和我等都没有任何关系的。 我们只要能挨过这百年光景,就可以去掉奴痕,从此远走高飞了。 但那位大人要求的高阶灵石,我等必须尽量供应的。 否则出了什么差错,如此多年的等待就白费了。 小兽思量了好一会儿,说出这般话来。 有了木灵花,再号百年自然绝没有问题的。 但关键是,我等手中灵石可实在没有多少了。 低阶灵石,连我等都不用的。 而中阶灵石,对那位大人已经没用了。 高阶灵石的话,灵石矿早就被开采一空了。 而且那位大人这次还提出了,要我们提供四颗不同属性的顶阶灵石。 这种极品灵石不要说我们黑隐山根本未曾出现过,就岛屿四周的其他修炼同道也顶多只有水属性灵石而已。 就是想换话,也无从可换的。 黄毛居然温温的说道。 但按照那位大人之言,这些顶阶灵石是其冲破平夹的必须之物,否则神通很难大成的。 巨大野猪也难难起来。 四妖竟一时沉寂不语起来。 若是以前不好说,但刚刚见的那人神通极大,又是从他处到此地的。 说不定有其他属性灵石的。 巨蟒三颗头颅一晃下,中间那颗缓缓的开口了。 这个我们自然都想到了。 但是以我等修为又怎会用上顶阶灵石的,一交换此物的话,恐怕立刻会惹起对方的怀疑。 还是先另想其他办法,最后实在无法的时候才和此人交接吧。 小兽谨慎的说道。 此话也有道理。 还是等我们应付过天鹏族的使者后,再细加商量吧。 巨人如此建议道。 其他己兽也没有其他好办法,也纷纷的点头同意。 于是四妖再次化为四团妖气,向不同方向飞顿而走了。 这时的韩力已经身处密室中,单手把玩着一块包裹着精虫的水晶,目光闪动的在思量着什么。 金髓精虫虽然名头极大,在人妖两族流传已久,但能发现并能活捉的次数,却少得可怜。 就是偶尔有发现的,也不说两三队而已。 而每一队的价值之大,足以让一名高阶修士身家元气大伤的。 故而当韩力听说,这几只六七级妖兽竟能够提供这种精虫时,心中的骇然和狂喜可想而知了。 精虫的作用有多种,不但可以当作几种增进修为丹药的主要,而且在链体上更是效果明显。 将此虫吐出的金髓涂抹身上,加以吸收一精洗髓后,可让修士身体强横立刻大上一阶的。 但是以韩力现在的肉身强大,估计效果要大打折扣的。 与其以上两种相比,韩力更希望将此虫用在第三种最冷僻的地方上。 那就是用此精虫来助练自己的范圣真魔法香,将其凝练出真正的实体来。 此种神通威力之大,并且配合范圣真魔宫,足以具有推山平海之威,也算是一种最特殊的身外化身之法。 当然在类似佛宗凝练金刚法身的大神通,并不是什么复杂秘术,懂得也不少,但是所需的辅助灵物除了这金髓精虫外, 还需要传闻中的其他几种灵药。 这些灵药的珍惜程度,也均都不在金髓精虫之下。 若想收集完全,就要靠一个机缘问题,绝对不是近期可以期盼的。 韩力盯着手中精石,默默的想了好一会儿。 忽然手腕一抖,漠然身前又多出其他四块精石出来。 凝练那饭圣真魔法香,留下十对精虫应该足够用了。 剩下的五队,他却毫不客气的借此来加强自身肉身,并且准备借此再冲击一次化神中七瓶颈。 估计即使一切顺利,此过程也要持续五六年之久的。 心中如此想着,韩力盯也丝毫迟疑没有,立刻将其中一块精块拿到了手中,手中泛起了精纯异常的青色灵光,同时闭上了双目。 精石中原本动也不动的两条小虫,在灵力刺激下,忽然同时的摇头摆尾,一张口,各自吐出了一滴金叶来。 两滴液体是那精块如无物,竟直接从里面毫无阻碍的渗出,直接流落到了韩力手心上,被青色灵气包裹到了一起。 下一刻,青光中金叶仿佛受到了刺激一般,一下爆发出明亮的金光。 随即此光和青色灵气交织闪烁下,沿着手臂直接蔓延而下,转眼间,将其一条手臂都包裹在金光之中。 当所有光芒一脸后,此手臂肌肤表面彻底被染成了金灿灿的颜色。 韩力单手捧着金色手臂,口中念念有词。 臂上金光忽隐忽现的再次闪烁起来,同时一层乳白色荧光在金色手臂上浮现而出,并流转不定着。 韩力则呼吸平稳,神色平静,体内灵力进入到了一种奇妙的大循环中。 第1411章 天鹏人 五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在此期间,韩力不但将五对金虫吐出的金髓全都涂在身体表面上,更是将那金母珊瑚沙也配合其他药物炼化成枝,同样加入其中的炼化浸血肉中。 如此做的结果,自然是五对金髓金虫全都化为了乌有,三葫芦的金母珊瑚沙也全都消耗殆尽。 当某一日,韩力从入定中再次睁开双目时,抬起看似寻常的双手,看了一眼,脸上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 明明已经将金髓和不少金母珊瑚沙,全炼化体内了,肉身也强大了许多,但这中期瓶颈,怎么还差那么一点始终无法突破,难道真的是机缘味道? 韩力叹了一口气,有些郁闷的再次闭上双目时,忽然密视墙壁青光一闪,第二元樱化为一团乌光的飞射而尽,并冲着韩力小手乱舞的一阵阵阳阳乱语。 韩力先是一阵,随即闻言轻笑了起来。 差感忘了,那些天鹏族人,就要到岛上了,正好去见识一下这些异族人。 自语了一句,他身形一起,走出了密室大门。 虽然数年间他未走出密室一步,但是却命令第二元樱利用傀儡术,始终监视着那四名妖物的举动,结果,终于从他们的一次私下聚会交谈中,探听到了天鹏族的使者,就要到岛上的消息。 现在这些异族终于到了的样子,那些妖物已经派人前去迎接了。 说起来,他上次抓住的那名宝光尊者,一时兴起的将其惊魂用士灵天火灭杀了,随即又有些后悔忘记用搜魂之术了。 毕竟一名八级化形妖兽,应该对附近区域了解不少的。 虽然先前已经对那头金色鱼妖动了搜魂树,但是此鱼妖从未离开附近海域太远,对一切都了解的不多,只是知道这片海域被称为赤魔海,而韩力居住岛屿被称为黑明岛,真的只是一座半岛而已。 其中岛屿一小部分就是他居住的这片黑隐山脉,岛屿十之八九全都被那黑明雾全都笼罩其下。 不过好在半岛仍然连接着风源大陆,他并未传送到其余两块陌生大陆去,这让韩力暗自大松了一口气。 只要还在风源大陆上,他就总有办法重新返回人族中的。 半岛附近海域以及连接半岛的大片陆地,似乎都属于一种叫做非灵族的带翅一族统治的区域。 而天鹏族只是非灵族的一只而已,还是数十之中较弱小的一只。 这还是附近海域的不少妖兽都是被非灵族人从陆地上驱逐到海中的。 否则此余妖连这点消息都不知道的。 除此之外,这位余妖就再未能提供什么准确消息了。 不过在那余妖模糊印象中,这些天鹏族除了背部一对棚赤外,和可以借助神通在战斗时能变化成各种巨棚外,其他一切都和人族极其相似。 如此一来,韩力自然对天鹏族收取贡物的使者大感兴趣了,想亲眼见识一下。 没有多久后,韩力化为一道青红出现在了数百里外的高空中,而其肩膀上赫然爬着一只半尺长的金色甲虫。 韩力任凭顿光自行的向前击射飞行,一只手则抚摸着这只前不久才终于从沉眠中苏醒的是金虫。 此甲虫从外面看来和原先并未有任何变化,但每一只却变得其虫无比起来,竟然比刚开始吞噬那些古怪石料时,由中了背许以上。 好在经过测试,这些变异式金虫已经恢复了原先的灵活,并且一个个都变得力大无穷起来。 一只是金虫竟然可以轻易摇起近千斤的东西,这让当时测试完的韩力,目瞪口呆了好一阵。 除了以上两点外,韩力倒没有发现这千鱼之进化后的是金虫,还有什么其他奇异之处,不知道真的就只有这点变化,还是另有其他变异处,只是还未让他发现的。 韩力略有些失望,又为那三块特殊石料的用途,有些拿不定主意了。 一日后,青红出现在了一片派平蝎的小山群附近。 他目光一闪后,忽然青红渐渐模糊起来,最终在飞盾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韩力竟然施展神通,将盾光连同自己都隐匿了起来,顿速也放慢了数倍。 飞过一片小湖后,前面出现了一座遍布树杖高青竹的翠绿小山,而在山脚处,有成千上万牛手尸身的号兽在那里游荡着。 韩力打量了一下兽群,随即朝小山山腰处望去。 在那里,有一片白雾弥漫不散。 双目蓝芒一闪,明清灵幕瞬间穿透山雾,看到雾气中的一扇淡绿色石门。 这正是那只牛手小兽的洞府处。 韩力微微一笑,身形一下朝高空升起,一直到了数千丈高空后,才停下了顿光。 接着两手掐绝,几道颜色各异法觉一闪即逝地打出。 附近虚空浮现一团团雾气,转眼间化为一朵看似普通的灰云,将它身形彻底遮蔽住了。 至此韩力才肩膀一抖,那只巨大是金虫金光大放下,一下缩成了斗力大小的甲虫,双翅一展地飞出了灰云,直奔下方小山射去。 韩力注视着此虫,等其一闪的在小山中消失后,就淡然地悬浮在云雾中不动了。 结果一刻钟后,从天边某方向处,灵光一闪,飞来两团妖风及三只银色大鸟。 韩力瞳孔微缩,双目死死盯住了三只神情异常的大鸟。 只见三只大鸟体长三丈有余,外形酷似巨鹰,浑身上下荧光灿灿,仿佛每一根羽毛都是纯银炼制成一般,一对深紫色眼珠转动间,犀利异常。 三只大鸟明显压制了顿速,但当远远一见那秀丽小山后,三鸟同时双翅一斩,顿时身上浮现白色雷弧,然后化为三道电光击射而出。 低沉的雷鸣声接连传出。 下一刻,三只大鸟在电弧包裹中浮现在了那片白雾之前。 双翅一收后,三只大鸟在荧光大放中化为了两男一女,三名被生银色羽赤的一族人。 这就是天鹏人。 韩力仔细打凉下,脸上不禁闪过一丝亚色。 三名一族人男的相貌英俊,女的清秀异常,除了背上的一对羽赤外,几乎和人族中的年轻男女没有任何差别。 而从这三人气息来看,却是三名相当于化神妻的存在。 其中看起来三十余岁的天鹏族男子,大概有化神妻的实力。 更年轻的另一对男女,则都只是化神初期。 三人都一身朴素的白色长袍,两名男子扎有银色头戴,女的则长发披肩。 感应到三名天鹏族人的实力后,韩力心中微松,口中无声的念动几声咒语后,将所有气息一收,仿佛一股清风的向下方徐徐落去。 那三人自然无法发现头顶上发生的一切,只是悬浮在小山前,静静的等在那里。 结果一惠尔功夫后,那两团妖风才飞顿到了这里。 妖气一脸,献出一头巨大野猪和三手巨蟒。 三位尊者大人请进,翠道友和金道友正在洞府中清点供品和准备宴席,请三位大人一定要赏光。 巨蟒方一线行出来,立刻陪笑的说道。 不用这般麻烦,我们收了供品就要赶回去的。 三十余岁男子淡淡的说道,其余二人也面无表情的样子。 这也难怪他们会这般表情,以两只妖物的修为,又怎能会被这三名天鹏人看尽眼中分毫。 要不是岛上挤腰上脚的供品颇为重要,他们连话都不会说上分毫的。 就在这时,山前的白雾弥散开来,隐藏里面的绿色大门也缓缓打开了。 牛手小兽和金毛巨人当即从里面迎了出来,一脸赔罪之言的将三名天鹏族人迎进了洞府中。 其余妖物则紧随其候着。 谁也没有注意到,就在洞府大门重新关闭的瞬间,一道淡若不见的清风也一闪的吹入了大门中。 四名妖物很快就将三名天鹏人迎到一间优雅的大厅中,虽然四妖还未化形成人,但竟然也有几张桌椅摆在那里。 三名天鹏人也不客气,直接坐在了上座,四妖则恭敬的在下手站立着。 好了,什么废话也不要说,只要告诉我们,这一次的供物有没有准备妥当了。 那名二十余岁模样的天鹏族男子,方一坐下,就不客气的问道。 启禀三位大人,大半供物都已经准备齐了,但其中有些东西,本岛的确已经灭绝了,根本无处可找的。 牛手小兽一领,急忙回答道。 没有背棋。 哼,供物不全,你们应该知道有什么后果吧? 没有供物,你们还有什么价值存活在此岛上? 另一名年纪大些的男子文言,脸色一沉。 尊者大人息怒。 虽然其他供物有所缺少,但是我等这次却多准备了五十朵木铃花,还望几位大人开恩一次。 小兽心中一寒,忙将自己准备好的言语说了出去。 什么,木铃花多准备了五十朵? 三名天鹏人互望一眼,均都露出了喜色来。 你等不会是想一次冲好,想用未到年份的木铃花敷衍我等吧? 三十余岁的天鹏族男子却转眼想到了什么,漠然立声呵斥道。 第1412章 志荣族 我等怎敢如此做? 三位大人可亲自检验铃花年份。 小兽吓了一跳,连忙回道。 与此同时,金毛巨猿也将两只毛手一翻转,身前白光闪动,那两个装满木铃花的玉侠就出现在了身前,然后双手各捧一只的送了上去。 年轻天鹏族男子将信将疑的接过来两只玉侠,并将它们打开了。 顿时眼前金灿灿一片,同时一股浓郁花香扑鼻而来。 三名天鹏人先是一正,随即大喜起来。 的确千年以上的木铃花,品质也是一等的。 天鹏族年轻女子拿出一朵木铃花,仔细检查了一下后,兴奋的说道。 不错。 难得你们这次能上交如此高品质铃花。 其余的供品少哪些,先给我说来听听。 三十余岁的天鹏人脸上喜色一收,神色大缓的问道。 四妖剑子心中一松,知道这次多半可以过关的。 当即它们陆续从身上掏出一件件供品,让三名天鹏人仔细清点。 闻,金髓金虫和金母珊瑚沙略少一些,青光木的数量只有一半,年轻天鹏族男子依依将数量不足的供品清点出来。 还好,缺少的东西不算多。 多出的木铃花道也勉强能弥补上缺口,这次就算你们交齐了供品。 这是赏赐你们镇压奴痕的丹药。 下一次,我们再来时,木铃花数量还是越多越好。 三十岁天鹏族男子点点头,同时袖袍一抖,四个青色玉瓶一飞而出,落到了四人手中。 四妖纷纷接过小瓶,口中连声的败谢。 三名天鹏人将供品一收,没有再逗留分毫,立刻起身离开了小兽的洞府。 四妖恭敬的将天鹏人送到了大门之外,目睹三名天鹏人化为三只大鸟飞走后,才心中真正大松的返回洞府,继续商量他们的大事。 这些妖物自然没有注意到,在大厅的角落处,不知何时的趴扶着一只金色小虫,一动不动,仿佛死雾一般。 同一时间,韩力却隐匿身形跟在三只大鸟身后,目光闪动不已。 刚才在小兽洞府中,他将天鹏人收取贡物的情形全都看进眼中。 估计他们肯定是打算返回天鹏族的聚集地了。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跟随三名天鹏人一段路程,找到返回天原大陆的一条安稳道路。 毕竟这片海域如此之大,谁知道什么地方会隐藏着未知危险。 韩力可不想让自己一头扎进什么强大存在领地中,还不自知的。 并且这些非灵族人看起来和人族如此相似,找到了天鹏族的聚集地,以他的神通混入其中,收集些情报和所需的材料灵药,也不是什么太难知识的。 说不定这些一族还有不少像金髓金虫这样的珍稀宝物。 毕竟非灵族和人族不同,同样的东西,对人族来说是价值连城,对非灵族来说却可能只是普通之物。 心中如此思量着,韩力心头有些火热,越发小心地跟踪三名天鹏人一路下去。 以韩力神通,只要三人都没有超过其神念笼罩百里之外,自然不可能轻易跟丢掉的。 于是三秒一人,就这般沿着半岛边附近海域一路急行,足足飞行了两月有余,韩力才终于远远望见了天边的一道黑线。 他终于到了天原大陆的海岸线。 这时前面的三名天鹏人早已一头飞入了陆地中。 紧邻海边的,是一片片大小丘陵相连的复杂地形。 韩力不敢怠慢,急忙将盾加快了几分,将距离拉近了一半。 但就在这时,前面却突然发生一变。 在三名天鹏人的前方,漠然出现一头双手巨琴和其他七八名同样悲声双翅的一组。 他们方一现身,立刻将三名天鹏人围在了其中,一副不怀好意的样子。 韩力心中一正,但身形丝毫不停,片刻后就飞到了距离出世之地不过二百丈远地方,悄然停下了顿光。 只见那名双手巨琴凶乐之极,体长实丈,一手酷似虎头,一手却是胶手,浑身羽毛五色斑斓,显得鲜艳异常。 而那七八名带翅之人,也同样一个个相貌猙獰,背后双翅不但比天鹏族三人大上一号,并且犹如汹汹燃烧的火翅一般赤红。 三名天鹏人瞬间还原成了人形,面色凝重的并肩而立。 天明,这是什么意思?这里可是我们天鹏族的管辖之地,你们赤绒族为何会出现此地,还挡住我们去路?难道不怕十戒的惩治吗? 三十余岁的天鹏族男子,立声冲围拢人中一名大汉,呵斥道。 此大汉一身红袍,身材高大,头上寸草不生。 嘿嘿,我等既然出现在此,自然不怕什么实戒。 乖乖的把身上都交出来,再答应归顺我们赤绒族,说不定还能放你们一马的。 大汉嘿嘿一笑。 什么东西? 风啸脸色微变,但随即神色回复如常了。 风啸兄何必再掩饰,自然是那木灵花了。 秃头大汉阴森的说道。 木灵花此等珍惜之物,我三人身上怎会带有,天明,你莫非头脑不太清醒了? 天鹏人一口否认道。 不承认没有关系,一会儿本大人自会从你们身上搜查的。 对了,忘了告诉你们。 你们天鹏族的最后一名身具昆鹏真血的圣主,在四个月前,被三头地渊中跑出来的猙獰兽围攻,已经陨落掉了。 天鹏一族在非灵族除名,已经是迟早的事情了。 那名大汉狂笑的说道。 一听这话,三名昆鹏族人大吃一惊。 胡说,昆鹏圣主是何等神通之人,就算不敌,但若想离开的话,又怎能被三名猙獰兽拦住? 年轻的天鹏族男子根本不信的样子。 嘿嘿,若只是猙獰兽的确不可能拦住昆鹏圣主的,但若是先前已经身负重伤,两条翅膀已经破损厉害,根本无法变身飞行了呢? 光头大汉背后火吃一盏,不怀好意的说道。 你以为这般说,我们就会相信了。 废话少说,就算说得天花乱坠,也别想我三人将东西交给你们。 三十余岁天鹏族男子,却镇定起来,冷冰冰的回道。 另外的一对年轻男女,也同样身上雷光闪动,一副不会妥协的模样。 赤绒族的秃头大汉剑子,哼了一声,目中雄光闪动不定起来。 他也是一名化神中期的存在,其他几人则都是化神初级的实力,外加那一头双手巨琴,怎么看实力都远超天鹏族三人数倍。 不过若是天鹏人一心想逃的话,他们几人却并没有什么把握将对方三人全都拿下的。 毕竟赤绒族可不是以顿素文明舰长的。 同阶追击起来,多半还是会被对方逃掉的。 不过,大汉既然带队埋伏在此,自然也早考虑到了此点。 面上凝色一闪,大汉单手一挥。 其他几名赤绒族人单手一翻转,顿时手中都多出了一袋蓝色短筒出来,对准身后同时一举。 扑扑几下破空身后,一团团蓝色光球击射而出。 不好,是困魔筒。 快走。 年纪大些的坤鹏族男子一见此目,尸声起来,二话不说的双翅一抖,整个人立刻化为一道银湖的积涉而出。 其余二人也闻颜色变,同样一声雷鸣的紧随其后。 但却已经迟了。 四周的数颗蓝色光球骤然间爆裂开来,化为一张张蓝色大网,不停狂涨变大。 转眼间所有丝网相接融合,将方圆数百丈空间全都封闭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囚龙的所在。 等囚龙形成时,三道电光却堪堪一步的没有顿出往外。 电光一脸下,三名天鹏人现行而出,但人人脸色苍白起来。 虽然只是最低阶的困魔网,但困住你们一时半刻还是足以做到的。 风啸,你真以为可以在我们围攻下,还有这些时间来撕开困魔网吗? 还是乖乖投降的好。 我在最后劝说一次,不答应的话,就别怪我不讲以前的那点情面了。 秃投大汉见困魔网出其不意下针困住了三名天鹏人,立刻大喜的说道。 我们合力,赶快击破困魔网。 风啸根本不理睬大汉,反面无表情的冲另外两名同伴吩咐道,随即两手一搓,再一扬,两道粗大电弧弹射而出,直奔身前蓝色巨网击去。 而那一对年轻天鹏族男女,也二话不说的一张口,各自喷出一道碗口粗电弧,加入了攻击中。 顿时轰隆隆几声巨响,撕网上蓝芒荧光交织闪烁,整张困魔网都未知一晃。 秃投大汉天明见此,却勃然大怒,口中立刻怒喝出口。 动手,一个不留。 随即他在空中一滚,一下化为一头树杖长赤色大鸟,双赤一扇下,就立刻火焰滚滚,直奔空中的三名天鹏人击射而去。 其余的赤戎族人,也同样的施法变形,幻化成一只只火鸟的围攻上去。 如此一来,三名天鹏人一时也顾步的攻击困魔网,只能同样的变身银色大鸟,口喷雷电的迎敌而去。 一时间,空中火焰翻滚,雷鸣狂闪,附近的空气中一下变得炙热难当起来。 只有那头霜巨琴,却傲然的停在原地未动一下。 韩力轻叹了一口气,有些哭笑不得。 此时的他,赫然也被那困魔网笼罩在了旗内。 第1413章暴露 韩力心中自然大为郁闷,正常情况下,以他神通原本可以在困魔网形成一瞬间,顿出此禁止的。 但他偏偏当时正在隐秘身形,若是要仓促动用神通闪出磁网,恐怕立刻就泄露了气息来。 于是在略意犹豫之下,他就已身处此禁止之重了。 韩力眼角抽动一下,只能无奈地暂时待在原地不动,但脑中却反复思量着刚才得到的一些信息。 显然这些赤绒族人应该是非灵族七十二之中的其他一只,不知道从何处得了天鹏族三人会在此时携带木灵花而回,故而埋伏在了他们返回的必经之路上,而这些赤绒族人之所以敢如此做的原因,似乎就是因为天鹏族的一位大人物已经陨落掉了,整个天鹏族都要自身难保的样子。 可如此一来,他原先打算岂不是要落空了,难道要放弃天鹏族,去混进其他的非灵族聚集地? 这似乎不妥的。 毕竟从外形上看来,除了一对翅膀外,天鹏族人和人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的样子,非灵族其他分支不支,但是看赤绒族人如此猙獰的样子,恐怕和天鹏族这般好混入其中的其他分支,不太好找的。 韩力心念如电的思量着,同时注视着不远处天鹏人和赤绒族人变换后的大战。 在那里,轰鸣爆裂声震耳欲聋,无数银莽般粗大电弧在火海中翻滚咆哮,三只银鸟几乎化身成雷电化身,嘴爪并用,英勇异常,但是在如此多的火鸟围攻之下,他们已经身处下风了。 那些火鸟不但通体火焰翻滚,就算偶尔被银弧击破身体,火焰一闪之下,受伤之处就马上恢复如常,如同不死之身一般,而且银鸟被那些火焰一卷下,身体表面雷光晃动下,同样安然无恙,但身体散发出的荧光却必定暗淡一分。 在他们争斗的正上空,不知何时的浮现出一颗赤红的圆珠,散发出红蒙蒙的火光,将下方数十丈内全都笼罩齐下。 风啸,你纵然和我同接,但我有火龙珠相助,你又怎是我对手? 在争斗中,一只体型明显比其他同类大上许多的巨型火鸟,发出了嘎嘎的怪笑声。 一声冷哼,一只银鸟突然单手一抓,顿时五道白芒一闪即逝地朝空中射去,速度之快,下一刻就狠狠斩在红珠上。 轰得一声巨响,火龙珠表面浮现一层红光,竟轻易地挡下了五道爪芒。 哈哈,风啸兄,你就别心存侥幸了,火龙珠我早就请足中长老部下了尽致,单凭你区区一名高阶飞灵师,根本无法损伤分毫的。 巨大火鸟狂笑了几声,双翅猛山击下,顿时片片火焰席卷而去。 下面,任凭三只银鸟驾驭雷光想要逃离火龙珠笼罩范围,但是此珠如同复古之躯般的紧追不放,根本无法甩开分毫,而因为分心的缘故,三只银鸟更是接连负伤,体表闪动的电弧,也开始衰弱起来了。 见此情形,那火鸟更加疯狂地攻击不停。 三只银鸟只能在火海中苦苦地抵挡而已。 秃头大汗所画火鸟见此,目中闪过一丝冷笑,口中又发出一声尖利的清明。 那只双手巨琴终于行动了。 只见其双翅一斩,两颗头颅中同时发出阴森的低吼声,庞大身躯一晃之下,竟然化为一片彩霞,直奔火海中的三只银鸟席卷而去。 三只银鸟一见此目,有些慌乱起来,其中一只猛然大喝道。 快施斩雷顿速躲避一下。 不能正面抵挡这只翅吼琴。 此画一出口,三只银鸟发疯般的一下画为三道银湖从火海中击射而出,在途中,身体瞬间就再挨了几下重击。 但它们方一逃出火海,就一闪得不见了踪影。 彩霞一卷而空,顿时光芒一脸,再次献出那头双手巨琴,两颗巨大头颅不停地左右旁固着。 空中的那颗火龙珠,滴溜溜地在原地转动不停,仿佛也失去对三只银鸟的追踪。 那几只火鸟见此自然一正,其中最大的一只双翅一收,竟在汹汹火焰中再次化为了人形。 正是那名叫天明的光头大汉。 它朝三道银湖消失方向一扫后,发出一声冷笑。 不要以为借用雷之力隐匿身形,我就无法找到你们,这次除了借来了火龙珠外,我还带来了通灵之风,我已将你们天鹏一族的鲸河给它们辨认过了,你们纵然将雷顿数修炼到了极致,也一样无法逃出它们的寻找。 话语声一落,秃头大汉突然一张口,喷出了一个红色葫芦来。 此雾滴溜溜一转下,葫芦口一朝下,忽然扑扑几声的喷出几只黄色毒蜂来,每一只都有数寸之大,散发着淡淡灵光。 大汉口中发出几声怪鸣,手指冲银鸟消失方向一点指。 顿时这几只凌风温明一声的飞射而去。 大汉一声鸣笑,冲身后一招手。 顿时其他赤绒族人所化火鸟,全都双翅一盏的飞出,紧跟在了每一只凌风之后。 那只双手巨琴,同样缓缓的靠了过来。 下一刻,大汉脸上的凝笑凝制住了。 几只凌风在四周一盘旋后,竟往某处一距,全都围住同一处地方,上下盘旋飞五个不停。 怎么只找到一名天鹏人? 所有赤绒族人都有些糊涂了。 但秃头大汉倒也果断异常,下一刻就马上反应过来,漠然一张口,吐出了动手二字来。 但是未等几只火鸟飞扑上去,那些凌风围住处却发出一男子的轻叹。 随即灰色光辖大放,一片灵光从虚空中一扫而出,几只凌风一被扫入其中,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几只火鸟一惊,不假思索的一张口,顿时树骨粗大火柱呼啸而至。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灰光一闪之下,这些火柱竟在霞光中纷纷的溃散消融,转眼间就化为了乌有。 这一下,那些火鸟拳都吓了一大跳,原本气势汹汹冲过来的身形顿时嘎然而止,都用惊疑不定的目光扫向灰霞中徐徐现出的一道陌生男子身影。 此人一身轻袍,容颜普通,背上生有一对白色羽翅,竟也是一名非灵族人,但根本不是先前三名天鹏人中的任何一位。 阁下是什么人? 秃头大汗一惊,随即立声喝道,身上漠然放出惊人之极的气势。 什么人,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青袍人微微一笑的回答一句,正是意外被识破身份的韩力。 他表面看似从容,但是内心却富菲不已。 这些异族人互相之间争斗就是,怎么忽然将他给扯了进来,他可不是什么天鹏人,那些灵风为何会找到他头上来了? 韩力暗自嘀咕着,隐隐觉得十有八九可能和自己炼化进风雷翅的那根昆蓬之语有关。 好在他现出身形的同时,不但将风雷翅改变了颜色,还幻化成了天鹏人双翅一般的大小和形状,倒也不用害怕被谁看出什么破绽来。 天鹏人? 秃头大汗目光在韩力脸上和背后白色羽翅一扫,脸上煞气顿现。 韩力却笑而不语。 不管你怎么出现在这里的,但是既然被我遇见了,那只有死路一条,杀了他。 秃头大汗冰寒异常的一声吩咐。 顿时四周的那些火鸟一拥而上,双翅双爪抖动下,十几道爪芒夹杂在滚滚火焰中,直奔韩力狂滚而去。 就在这时,那颗火龙珠一闪,不知怎么的一下顺一数十丈之远,出现在了韩力头顶之上。 一层红色光幕同时一照而下。 韩力眉梢移动,也不见其有何举动。 只是一只乌黑手掌一挥,身前的灰色光霞猛然高涨被许,爪芒和火焰一入其中立刻一凝,随即在霞光闪动之下,寸寸的碎裂溃散,消失的无影无踪。 与此同时,韩力背后双翅雷鸣声一响,身形略意模糊下,就在金色雷光中消失的无影无踪,而下一刻,他却出现在了高空中的红色圆珠旁,单手闪电般的一探而出,竟一把将圆珠抓到了手中。 火龙珠轰的一声,不但冒出一层火红光照,还凭空幻化出一条树杖长的赤红巨蟒,大口一张的奔韩力手臂狠狠咬去。 砰的一声。 手臂金光一闪,表面浮现出一层细小金铃,任凭火蟒狠狠咬在其上,却金刚一般的毫发无伤。 而他抓住珠子的五指猛然一用力,背后淡淡金颖一闪后,竟传出一声脆响来。 不但火龙珠表面光照被硬生生捏爆了开来,连珠子本身,也在韩力一身距离下寸寸的碎裂开来。 两手再一搓,食指一扬,一股红粉末随风飘散。 从韩力轻易化去他们的右一轮攻击,到一下顺一到空中,丹萍俱力硬生生捏碎了火龙珠,这不过是刹那间的功夫。 下方的一杆赤绒族之人,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 你竟然毁去了我们赤绒族的宝物。 秃头大汉虽然同样亥然,但马上想到了火龙珠被毁后的后果,不斤惊怒骄加起来。 他口中一声尖鸣,身形一晃,再次化为一只巨大火鸟的鸡射而来,那只双手巨琴,也化为一片彩色光瑕的滚滚卷来。 第1414章 力退赤绒 韩力一见紫目,嘴角一瞧,也不见他用任何宝物,只是背后双赤一抖,就又化为一道惊丝鸡射而出。 但在途中一闪,就诡异的不见了。 大汉所化火鸟心中大领,不及多响之下大口一张,一片紫色火焰一喷而出,遍布身前石鱼杖处。 若是韩力潜入到附近的话,正好就会被此火卷入其中。 但大出秃头大汉预料,韩力一开始就未将目标放在其身上,而是白光一闪后,人便在双手巨琴头顶上闪现而出。 那巨琴别看体型庞大,但反应奇怪无比。 韩力出现的刹那间,此琴的交手就猛然一扬,吐出一道蓝色光柱。 此光柱尚未极深,附近空气中就刺蓝声大起,片片厚薄不一的寒冰一下蔓延开来。 这道光柱竟然其寒无比,完全不下于韩力当初的前蓝冰宴,仿佛连空气都能冻结一般,一闪就到了韩力面前。 韩力目中亚瑟闪过,但是面对此光柱不闪不避,袖袍一挥之下,片片挥侠便在身前浮现而出。 蓝色光柱一进入其中,就仿佛进入水中的未知一宁。 而由此略意当个,袖袍中五色光霞一闪,伸出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 五指往胸前一摆,五颗猙獰鬼头一闪得不见了,随即从手心涌出了一片五色光焰,光芒闪动,凝重异常。 经过如此多年的修炼,韩力两只手掌终于将百脉炼宝诀大成,随手施展之下,已可将袁慈神山和五指同心魔的威能完全发挥出来,甚至和本身之力相结合后,还大增了倍许,且此威能还会随着日后修为境界的增长同样增加。 一声轻响,蓝色光柱终于突破了原磁神光的阻挡,击在了白玉手掌上。 但是手掌表面的五色光焰一阵旋转,极寒光柱立刻一闪的没入其中,竟无法伤害分毫。 巨擒见此,另一颗虎手也毫不犹豫的未知一扬,一股透明音波无声喷出,直奔韩力迎头照去。 哼! 韩力一声冷哼,身上金光大放,接着一晃,整个人就在灵光包裹之下一下冲进了音波中。 轰隆隆的一阵问响传来,音波和金光冲撞之下,连绵的爆裂开来。 但韩力对这些爆裂视若无睹,几个闪动后,人就冲破了音波阻挡到了巨擒身前处,手臂一动,两只拳头一砸而下。 巨擒也算凶悍异常,身形只是一侧,一只巨爪闪动着阴森寒芒,反向空中抓去。 破空声大响,韩力整个人都被此爪笼罩在了旗下。 韩力脸色一沉,两只拳头一只灰光闪动不已。 另一只五色光焰流转不定,毫不迟疑地击在了巨爪之上。 轰的两声巨响发出。 巨擒漠然发出了刺耳的惨叫,那只巨爪尚未来得及合拢抓下,就在一盲闪动中寸寸碎裂开来,随之化为一团邪物。 接着人影一闪,韩力就面无表情地冲出了邪物。 双手巨擒目中狠毒之色一闪,竟不顾已被毁去的一爪,两颗头颅猛然一身,两张血盆大口狠狠冲韩力咬去。 一股腥风扑面而来。 另一边的秃头大汉和其他赤戎族人也反应了过来,顿时惊怒地攻了过来。 一股紫燕和无数火球密密麻麻地击射而出,但在途中竟融合一体,化为了百丈之广的赤红火海。 那些火鸟身形一动,纷纷没入火焰中不见了踪影。 火海一阵翻滚,一下卷起十几丈高的巨大火浪,直奔韩力这边狂涌而去。 但是这时的韩力,又怎会给他们夹击的机会? 早就两手一掐绝,背后浮现出三头六臂的金色法香,其中两条手臂突然略意模糊,竟然就此化为了乌有。 几乎与此同时,巨琴上方突然有两处金光一闪,一下从虚空中闪现出两只巨大手臂,仗许大的手掌金光灿灿,猛然握拳地往下一砸。 砰砰两声巨响后,出其不意之下,巨大金拳接接实实地砸在了巨琴上,竟将此妖物一下砸得一个亮枪,无法保持身体平衡了。 接着,韩力往火海卷来的方向单手飞快一按。 一座黑色巨山漠然浮现身前,滴溜溜一转之下,就化为一层高大光幕,反卷地迎向了已到跟前的火浪。 轰鸣声大作,火焰灰霞交织翻滚之下,一时僵持不下起来。 原此神光纵然可以化五行之力于五行,但是自然有一定极限,如此多次戎族人催发火焰之力袭来,也只能堪堪抵住而已。 不过韩力的目标原本就不在此上面。 他趁此凉机,肩头微微一抖,背后法箱中的其余四条手臂也同样一闪得不见了。 同一时间,巨琴四周虚空中一闪,探出了另外四条金色巨臂。 这些金臂划破虚空般的诡异一抓,手就如影随形地扭住了巨琴两颗头颅的脖等处。 而此巨琴这才从原先一击中清醒过来,一见此情形自然大惊,庞大的身躯拼命般地扭动起来。 但是其双翅却漠然一沉,犹如巨山加身般的无法动弹了。 竟另外有两只金色大手不知何时各扯住了一只翅膀,将它按得无法动弹分毫。 巨琴魂飞破散之下,尚未来得及再施展其他神通脱身,抓住其伯梗的金色大手同时发力一拧,四股俱力狂涌而出。 巨琴肉体也算比较强横的,但在此波距离之下,薄梗静止弧般地咔嚓两声后,就被硬生生地扭成了两截。 这时韩力才两手法绝一松,背后金色法箱漠然消失,而六条金色手臂也随之不见了。 随之两颗头颅和无头尸体就从空中直坠而下。 韩力眼角一挑,袖袍一抖,三团银色火球立刻击射而出,一闪地击在了巨琴身体和头颅上。 扑斥几声后,银焰一掌之下,立刻将它们化为了灰烬,然后往中间一聚,又幻化成一只银色火鸟飞射而回。 走。 见韩力举手抬足间就灭杀了十粒几乎相当于自己的巨琴,一侧击荡翻滚的火海中传出了秃头大汗骇然的声音。 随即破空声传出,八九只火鸟从火焰中一闪地射出,全都朝高空击射而走。 看来赤戎族大汉终于明白自己一干人根本不是韩力的对手,再加上还有其他天鹏人在一旁虎视眈眈,当即果断地准备撤走。 天明,现在走,不觉有些迟了。 高空中突然传出那名三十余岁的天鹏族男子声音,接着虚空中银湖一闪,三只银色大鸟漠然现身而出。 意外得到大元,而一直隐匿一旁。 不出的天鹏人终于忍不住的出手了。 无数道银湖喷射而出,瞬间化为一张巨大电网迎头照下。 秃头大汗所化火鸟口中一声长啸发出,顿时以它为中心,其他火鸟同时一聚,竟融合成一只体长树石杖的超大火鸟。 此火鸟浑身冒出紫色火焰,双翅一斩后,一下就冲破了电网。 三只银色大鸟一惊,不敢应接地分别一让。 紫色火鸟紫燕大涨之下,只是几个闪动,就一下顿出了困魔网,出现在了百鱼杖远去。 顿速之快,可算骇人听闻了。 韩力目睹此景,眼中金光一闪,却静静悬浮在原地,丝毫去追之意都没有。 三只银鸟迟疑了一下,同样不敢追去,反而他们提表银湖一闪,就在雷鸣中再次化为了人形。 多谢阁下出手相助。 要不我等几人真的难逃此劫了。 但兄台面孔有些陌生,可是一直在海外引修的族人。 为首的天鹏族男子,面对以一人之力就力压一杆赤绒族人的韩力,却丝毫不敢怠慢,远远一抱拳地问道。 是不是天鹏人,韩某自己也不太清楚。 我出身有些奇特,孤身一人在海外修炼至今,这次是第一次返回丰元大陆而已。 不过从外貌看,我的确和你们非常相像,要不也不会出手赶走那些赤绒人了。 韩力心念急转,但口中平静地说道。 哈哈,阁下不必疑惑。 你肯定是我们天鹏族遗漏的族人后代。 不要说外貌,单凭身体中散发的天鹏气息就绝对不假。 而且如此浓的气息,兄台还应该是族中的嫡系族人之后才对。 否则,那些凌风也不会一下全都找到阁下了。 名叫风啸的天鹏族男子哑然一笑地说道。 兄台是在海外修炼出的神通,我说和我等不太一样。 那名貌美帝天鹏族女子也恍然起来。 的确,别的可以作假,但天鹏气息是绝不会错的。 否则,武光族等几只和我等外貌都一般,岂不是无法分清所属了。 年轻的天鹏族男子也含笑地说道。 韩丽听完这些话,心中未知一松。 看来恋化的那根昆鹏之语的确可以帮助自己掩饰身份,这一次倒是没有白出手一次,他当即淡淡地说道。 既然几位都如此肯定,看来我是天鹏人应该不假了。 但刚才我听到那些赤蓉族的言语,似乎天鹏族如今的情形不太妙吧。 这个可不好说。 可能天明这思只是在威严耸听,也可能族中真出了什么大事。 否则,纵然我们天鹏族在飞灵七十二之中较为弱小,他们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潜入此地并抢夺东西。 一听韩丽之言,风啸神色又阴沉了下来。 第1415章 天鹏圣地 不管是真是假,我等都最好尽快赶回族内。 那些赤蓉族能截杀我们一次,在途中再截杀第二次也大有可能的。 阁下神功广大,下面路程我三人恐怕还要借助兄台之力的。 一旦肯定韩丽是天鹏人,风啸导也没有隐瞒自己打算,向韩丽坦然请求道。 其余二人也用期盼目光望向韩丽。 韩丽刚才展现实力实在惊人之极,若是有这么一位大神通的同族人相随,下面路程的确不用担心神们了。 好吧。 既然我十有八九是天鹏人,为本族尽些力,倒也是应当之事。 韩丽略微沉吟一下,也就答应下来。 这正是他混进天鹏族中的好机会,又怎会拒绝的。 真是有劳韩兄了。 回去后,风啸一定向几位长老禀明兄台的大功。 闻听此言,风啸大喜的连声称谢。 另外二人自然也同样面露笑容。 听到寝宫之类的言语,韩丽不知可否的样子,但目光一扫,打亮了下四周存在的蓝色丝网,又一笑的说了一句。 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是出发吧。 这困魔网就由我代劳破掉吧。 说完这话,韩丽丹守朝远处丝网虚空一指,那只盘旋附近的银色火鸟,立刻发出一声悦耳的清鸣,随即化为一团银燕的击射而出。 扑的一声,银燕一接触蓝色丝网,立刻洞穿出一人大的孔洞。 接着银燕沿着丝网迅速蔓延开来。 硕大的蓝色丝网,在几个呼吸间,就全在银燕滚滚中飞灰湮灭了。 这所谓的困魔网,在士灵天火面前,竟如同纸壶般的不堪一击。 三名天鹏人看得双目发直了。 他们发觉,自己似乎还将这位新族人的神通看低了一些。 好了,走吧。 韩丽说完,两手一掐绝,远处银燕重新凝聚一团,再次幻化成火鸟的一飞而回,没入到其身体中不见了踪影。 当即四人一同上路,向远处天边飞去了。 不知是否因为韩丽保持人形的缘故。 三名天鹏人也未再化为大鸟形态,只是在一团团荧光包裹中,飞顿前进。 韩丽对非灵族人可以变身的神通大感兴趣,但没有贸然的去问此事。 只是借口自己从小在海外修炼的缘故,旁敲侧击了许多非灵族和天鹏族其他方面的事情。 这些事情,都并非什么隐秘之事,风啸三人自然全都一一回答。 如此一来,韩丽不但对非灵族和天鹏族了解了许多,也顺便知道这一对天鹏族的年轻男女,竟是一对兄妹。 兄长叫白雷,女的叫白宁。 当然三名天鹏族人,也有意无意的向韩丽询问一些问题,但都被韩丽以自己一直在苦修中,很少和其他人接触之类的言语,应付了过去。 见韩丽不想透露自己信息的样子,风啸等人也识去的没有过于追问下去。 对他们来说,只要对方的确是天鹏族人,这就足够了。 下面,风啸带着韩丽横穿了丘陵地带,又飞过了一大片草原和树处森林后,终于来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巨大山脉前。 而这已经是一个月后的事情了。 在这期间没见那些赤戎族人再出现拦截,倒是碰见不少天鹏族出来活动的低阶族人。 但可惜的是,这些族人似乎都对族内发生的事情都一无所知的样子。 如此的话,反让风啸三人焦急的同时,又暗自放心了几分。 看来不是赤戎族之人所言不识,就是天鹏族高层将消息封锁住了,这才没有让天鹏族大乱起来,仍保持着眼下的井井有条。 一进入山脉后,途中碰见的天鹏人骤然多了起来。 其中既有化身大鸟飞行的,也有以人形不慌不忙赶路的。 韩丽留心下,发现路上所遇到的天鹏族之人,虽然翅膀大小是样都一般无二,但是颜色上还是略有不同的。 其中以青色和白色翅膀的天鹏人最多,其次和风啸三人一般,带有银色与翅的。 另外还有金色和黑色两种,但是这些天鹏人数量就稀少异常。 韩丽一路上行来,也没见几个带有这两种翅膀的天鹏人。 前半三种颜色翅膀的天鹏人,倒还没食妖特别的,但对后两种翅膀的天鹏人,风啸三人却表现得截然不同。 遇到一名金色翅膀的天鹏人,即使修为远逊于他们,风啸三人也显得恭敬异常,主动上前见礼。 但遇到另外两名黑翅天鹏人,风啸三人却脸色一板,既不上前,也不招呼,竟视若无睹的直接从二人旁边一飞而过。 而那两名黑翅天鹏人,却是修为不在风啸一行人之下的存在。 韩丽留心下,大感奇怪。 但深知此事肯定涉及到天鹏族的一些忌讳之事,故而表面平静异常,丝毫没有询问此事的意思。 结果在进入山脉飞行了三日三夜后,他们一行人终于碰见了一只天鹏人的巡逻队伍。 这一只人迎面飞来,大约有三十余人组成。 每一人都身穿白色骨甲,单手持着一只银灿灿的长矛,从散发气息看,修为都在注击和结单的样子。 但从巡逻任务来说,倒也算是一只极其精锐的队伍。 为首的那名中年天鹏人一剑风啸等人,顿时大喜,急忙上前给几人见礼。 参见风铃江和白铃江大人。 几位长老有令,三位大人一回来后,立刻就去万鹏阁。 咦,这位大人是,这名天鹏人匆匆说完话后,目光落到韩力身上后,不禁有些奇怪了。 这是韩兄,一直在海外修炼,这次要重新回归族中的。 韩兄,不好意思,看来我三人要先去见下长老了,你就先到圣山的贵宾馆休息一下吧。 以韩兄的神通,几位长老一定会召见的。 风啸听到天鹏族长老要召见他们,脸色微变后,当即冲韩力说道。 没关系,在下第一次回归本族,原本就打算先独自看看的。 风兄你们就先忙去吧。 韩力毫不在意的回道。 本族圣地宏伟异常,韩兄恐怕真要花费不少时间才能熟悉的。 这是我的令牌,除了一些禁地无法进入外。 其余地方,韩兄都可凭此令牌四下看看,不会有人阻挡的。 你们派一人,亲自送韩兄到贵宾馆去。 风啸略意思量下,就从身上摸出一块木牌扔给了韩力,并一转身,脸色一沉地冲那名中年天鹏人吩咐道。 尊命。 风啸显然在天鹏族地位不低,那名节单级的巡逻队队长,恭敬异常地回道。 风兄,有心了。 韩力暴以一笑。 哪里? 其实这已经是在下招待不周了。 等此件事了后,我亲自给韩兄当下圣诚的向导。 风啸却脸带歉意地回道。 随即他和白氏兄妹二人,向韩力一抱拳,匆忙异常地化身为三只银色大鸟,向前方击射而走了。 话语,你带大人去宾馆。 一定要好好招待,不得怠慢。 一等风啸远去,那名中年天鹏人就从身后众手下中,点出了一名年约十八九岁的天鹏族男子,沉声地吩咐道。 那名形貌儒雅的男子,立刻躬身答应道。 随后中年人再叮嘱了几句后,就冲韩力一失礼,带队继续巡逻去了。 而韩力在叫化语的男子带领下,继续朝山脉深处而去。 这名年轻的天鹏人,对韩力十分恭敬一场,除非韩力开口询问,其绝不敢主动说些什么。 但以他这么一名区区的筑基级存在,也无法知道多少重要的东西。 故而韩力只是问了几句,也就懒洋洋的不再开口了。 跟着此人,在向前飞顿了数个时辰后,前方忽然出现十几座一般高矮的小山,并列一排的挡住了去路。 在这些小山上空,黑云密布,雷光闪动,轰鸣声连绵不绝,根本无法轻易穿过的样子。 见到此幕,韩力双目一眯。 以其在禁制上的不凡造诣,自然一眼看出无论那些小山还是空中的阴云,明显都是一些幻象,被人施展了一种极其厉害的禁制。 果然,带路的话语带着韩力飞行到其中一座小山跟前之后,双翅一扇,顿时从身上飞出一根乳白陵雨,一闪即逝的没入小山前的虚空中。 砰的一声闷响。 韩力面前的整座小山一下仿佛水中幻影般的扭曲模糊起来,几个剧烈晃动后,漠然小山如同泡影般溃散消失,前方一下现出一个白蒙蒙的巨大通道来。 青年毫不犹豫的顿入了其中。 韩力眉梢一挑下,也化为一道青红紧跟其后。 通道足有数百丈之长,当青红一从中击射而出后,韩力只觉眼前一亮。 眼前赫然出现了一座一眼无法望到头的巨大城池。 此城一山而建,四周均都是高约万丈的苍翠巨山,而入木城墙则用一种洁白巨砖弃城,并不太高,只有二十余丈的样子。 而此城没有开设城门,城池上空被一层白蒙蒙凝厚光幕笼罩住,只是在城墙上挤处,设有十几根笔直的巨大柱子,五颜六色,散发着淡淡光芒。 正有许多天鹏人煽动着双翅,从那些巨柱间穿行而过,进出巨城。 第1416张峰灵塔 大人请随我来。 天鹏族青年等韩力打量完远处巨城后,恭紧的说道。 韩力点点头,背后双翅一扇下,跟随青年朝最近的一处巨柱飞去。 在途中,青年口中还主动的解释道。 大人小心些,不要离开天柱过远了。 只有在柱子四周五十丈内,才不会受到本城禁制影响,可以进出圣城的。 本城的天鹏之劲,可是在七十二之中都赫赫有名的。 只要有此禁制在,足可以抵挡数倍以上的敌人。 从上古时期,本族就多次凭此屡屡逃过灭族之威的。 青年话里充满了一股自傲之意。 韩力虽然还没有查看过此城禁制,但是仅凭光幕散发的可怕灵压,自然知道青年所言不虚,不禁多看了两眼。 结果瞳孔蓝芒狂闪几下,在明清灵幕下,竟睁看出了其中的一些不寻常之处。 高空中的白蒙蒙光芒深处,竟然隐隐有一缕缕青银两色光丝到处飘动着。 他们看似纤细异常,但是空中传出的可怕灵力,却大半都从这些密密麻麻光丝中发出的。 韩力深深望了几眼后,就和青年从巨柱旁一飞而过。 片刻后,二人就出现在巨城之内了。 一眼望去,城中各种建筑众多,但和人族城池却又大不相同了。 城中所谓房屋大都是圆柱形状,上面修有圆锥形的屋顶,各个高矮不一,高的足有百余丈高,矮的却只不过数丈高而已,但每一个建筑都开有树扇半圆的拱形门和窗口。 更让韩力诧异的是,还有小半建筑根本就是修建在巨城一侧遥遥可见的山壁上,或者一些陡峭的山壁上直接布满了犹如蜂巢般的洞穴。 大人,贵宾馆分布在城中各处,大人就到离此最近的住下如何? 那里应该是空置的。 青年恭敬的请示道。 无所谓,就按你说的吧。 韩力无所谓的样子。 青年称是一生,就带着韩力在低空中飞行前进,倒让韩力饱览城中的不少风景,并和许多在低空中飞来飞去的带翅男女擦肩而过。 大半时辰后,他们在一片看似不小的建筑群前停了下来,并落到了其中一个平台上。 在台上尽头有一座三层的圆形屋子。 二人方一落到此地,立刻从屋子中走出一名被生洁白羽赤的少女,远远的就冲二人失了一礼。 原来是话语大哥,这位大人可是要留宿贵宾馆吗? 白翠,这是韩大人,风啸凌江大人的贵宾。 你要好好招待了。 话语敬认的这名看似侍女的少女,肃然的说道。 风啸凌江的客人? 小碧一定会好好侍奉大人的。 一听风啸之名,这名容貌俏丽少女一惊,马上恭敬的回道。 韩力打量了少女极眼,见其气息极弱,只是相当于炼气期的存在,就微点下头, 自行走进了屋子中。 少女头一低后,紧跟其后。 话语却不敢进入屋中,只是在外面等候着。 过了一会儿后,从屋中传出了韩力淡谈的声音。 不错,这里很满意。 就是此处吧,你可以离开了。 青年心中一松,当即说出了告退之言后,才一盏双翅的飞顿而走。 而屋中三层阁楼上,韩力正站在一半圆窗口前,双眼微眯的目睹青年渐渐远去。 在其身后树杖远处,那名叫白翠的少女正束手而立着。 圣城大概有多少族人? 韩力突然头也不回的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少女一呆,但口中却不觉得回道。 圣城极大,虽然没有仔细统计过,起码有三四千万人吧。 三四千万? 人口这般少吗? 韩力自语了一句,似乎有些不太信。 大人误会了。 能进圣城之人都是修炼有成,可以幻化灵身之人才可。 修为低下或无法变身的族人,是没有资格进入圣城的。 本族虽然是非灵族中弱小的一只,但十来一族人还是有的。 少女急忙解释道。 原来如此。 韩力有些恍然。 大人,你第一次来圣城吗? 少女偷望了韩力一眼,犹豫了一下后,忍不住的问了一句。 怎么,像我这样首次到圣城的贵宾很多吗? 韩力却似乎听出了些什么,淡淡的问了一句。 大人说笑了。 贵宾馆原本就很少有人入住的。 不过入住的人,不是首次入住的外族人,就是到圣城临时办事的其他族人。 少女小心的解释道。 没啥奇怪的,我是第一次返回族中,以前一直在外海修炼的。 韩力不动声色的说道,但马上又问了一句。 附近可有出售圣城地图的吗? 有的话,告诉我一下地方,我需要购买一份。 大人无需到外面买地图的。 贵宾馆备有专供诸位贵宾大人使用的特制地图,详细程度远超外面出售的。 我这就给大人取来一份。 少女恭敬地说道。 哦,有这样的好事。 给我拿来一份吧。 韩力意外下,不加思索地吩咐道。 是,大人。 少女应声地退后两步,就仿佛燕子般轻盈地下楼了。 韩力则在原地继续向窗外望去,开始思量起自己的计划来。 他混进天鹏族中来,原本就是冲飞灵族中各种珍稀材料而来的。 至于器物法宝这等东西,韩力却根本没有多想。 虽然他只看了一场非灵族之间的争斗,似乎这种一族并不太喜欢用什么法宝之类器物争斗,不知是不擅长练器,还是非灵族的高阶存在根本无需普通器物相助的。 唯一出现的困魔网和火龙珠两种异宝,也是辅助性质的。 不过,这些和他没有多少关系,只希望天鹏族中真能找到一些对其大有用处的材料,也不枉他如此费心的混进此地了。 至于天鹏族和其他非灵族之间的是非,他自然懒得理会的。 韩力正暗自思量的时候,少女再次走上了此层,双手捧着一个翠绿色的拇指粗竹筒,只有数寸来长,荧光流转不定。 心中有些惊讶,但他面上如常的抬手虚空一抓。 嗖的一声,一道绿芒击射而来,被其射了过去。 然后他挥挥手,让此女仙下去。 白翠乖巧的失了一礼后,听话的回到了楼下。 而韩力单手把玩着手中的竹筒,大起几分性俱来。 当他将神念一渗入其中后,就在竹筒内壁上看到了一幅清晰异常的巨大地图。 这种东西果然是和玉碱差不多的存在。 但这竹筒还真是奇特,经过一番练之后,能起到和玉碱一般的效果,看来非灵族也并非在练气上太差,也有独到之处的。 不过,韩力心神很快就从竹筒上离开,而专心放在地图上了。 一顿饭功夫后,他长吐了一口气,将神念从竹筒中收了回来,面露沉吟之色来。 这个圣城比他预料的要小些,当然这种也是和人族那种动不动十来亿的大型城市相比的。 实际上此城面积仍然惊人异常的,要从城市一端飞行到另一端,还要大半日的光景。 韩力对其他建筑大都不感兴趣,但对城中设立的交易大殿却一等一的关注。 这个所谓的大殿,暗图上标注,应该修建在巨城边缘的某座巨山中,整个山腹都是专供人交换买卖东西用的,和人妖两族的房市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除了此处建筑外,韩力唯一还稍有些好奇的,却是一处叫做传灵殿的地方。 这里是天鹏族专门提供族人一些中高阶修炼功法之地。 当然图中还标注了数处惹眼的禁地字眼之处,韩力只看了几眼,却丝毫探查的兴趣都没有。 闭上双目,将整个地图上的重要之处牢牢记住,重新回忆一遍后,韩力当即背后双翅一闪,被一团青光包裹下,人就悄无声息的从窗口中一闪飞出,直奔交易大殿的所在积涉而去。 天鹏族可不太平的样子。 他可不愿磨磨蹭蹭的在此地待上十天半月,最好抓紧收集好材料,然后拍拍屁股及早走入,省得真被卷入一族的大麻烦中去。 韩力并不想让自己惹眼,故而顿速并不太快,只是以城中的其他天鹏人的大概速度飞行着。 而交易大殿因为设在边缘处,故而韩力飞行了一刻钟后,才不过走了小半路程。 而这时,在他一侧前方不远处,出现一座奇高的巨塔状奇怪建筑。 此建筑足有六七百丈之高,表面不是常见的圆柱形状,而是八棱形状。 棱形的每一面都平滑异常,并且明印着一些特殊的花纹符号。 这些符号散发着淡淡的黑气,竟给韩力一种熟悉的感觉。 而塔顶处还镶嵌有一块树丈大的古怪晶体,散发出七色光芒,将此塔笼罩其中。 那些黑气全都被七色光芒困在光幕中,无法脱离分毫。 韩力亚瑟一闪,摸了摸下巴。 他没有记错的话,此地正是地图中标注的一处城中禁地,上面只是写着封灵塔几个字眼,并没有任何解释之言的,但绝对不是什么善地的。 在光幕附近摆鱼帐内,一个人影没有,没有任何一名天鹏人敢从附近一飞而过。 第1417章 天鹏圣子与昆鹏真血 黑明雾 韩力脑中灵光一闪,终于发觉为何感到熟悉了。 从石塔表面渗出的黑雾,赫然是他居住半岛上存在的那雾海中的诡异雾气。 只不过此处散发的极其稀薄,似乎被什么东西严密束缚住了一般。 韩力心中有些惊讶,但这里既然是被天鹏人视作禁地,他自然不会故意招惹什么事情。 当即学着其他人,顿光一个拐弯,打算从附近绕行而过。 但当韩力从巨塔数百丈远处一侧一闪而过时,忽然一股让人浑身战力气息从塔中冲天而起的爆发而出。 让他背后寒气大冒,一个机灵的身形为之一宁。 这是。 韩力停下了顿光,一扭手,双目一下死死盯住了巨塔。 只见远处巨塔散发出的黑明雾,竟不知何时的一下变成了漆黑如墨的浓稠样子。 尽管塔壁表面的符号不停闪动着各色灵光,仍无法阻挡黑气往外狂涌的样子。 但好在此塔顶部散发的七色光幕,将这些黑气全都禁置在石塔附近一定范围内。 但片刻功夫后,黑雾就充满了光幕之内的所有空间,让七色光幕也发颤晃动起来,一副随时都要被撑破的样子。 附近其他经过的天棚人,也各个目瞪口呆起来,全都停了下来,在半空中望着风灵塔发生的异变。 韩力感觉到自己的一对语斥,忽然一颤的变得滚烫至极,让其背部都有一种炙热的刺痛。 握力脸色一下大变了。 就在这时,塔中发出一声高昂异常的长鸣,附近数以百计的天棚人一听此鸣叫,竟然纷纷双目一臂的从空中坠落而下。 韩力虽然没有这么不堪,但闻听此音,也只觉神念一阵迷糊,同时背后发烫雨翅瞬间失去了功效,身形一下晃动起来。 但好在他并非真的依仗这对风雷翅,才能在空中飞行。 当即身上清光一闪,就重新稳住了身形。 但望向巨塔的目光,已经充满了骇然。 轰得一声俱响,巨塔顶部的晶石光芒大放,七色光幕一下光芒大放,同时一阵阵晦灰色难明的咒雨声从塔中传出。 仿佛有上百人同时念动口诀一般。 顿时那些原本坠落的天鹏人身上灵光一闪,全都浮现出一层七色光照,身形重新漂浮起来。 但塔中马上又一声凄厉的尖鸣发出,里面的黑气一阵翻滚后,上空浮现出一个数百余丈大的巨大鸟影。 此虚影通体弹黑,双翅斩动下,笼罩住这座石塔半部,在一声长鸣后,所有黑雾高涨被许,四周的七色光幕马上剧烈扭曲起来,气势实在惊人异常。 这一次,其他天鹏人有七色光幕护住,只是身形晃了一晃,就安然无恙了。 但晶晶战战之下,自然哄而散的四下而逃了。 晶力原本想和其他天鹏人一般,立刻飞离附近,但是在那巨大鸟影现身的一瞬间,其背后的双翅一颤下,竟然同样浮现一只青色大鸟的身影,同样的羊手清明,竟仿佛和黑色鸟影相呼相应一般。 而与此同时,附近空气一紧,他只觉身体一沉,身躯也无法动弹分毫了。 晶力心中大惊,金光大放之下,一股俱力从四肢中狂涌而出,想要振脱而出。 但让他马上心中一沉的是,任凭其狂催体内俱力,四周空气就仿佛金刚铸成一般,仍连一根小手指都无法动弹一下。 晶力心念急转下,正思两要不要换出真魔法相全力破除捆束时,石塔中咒语声默然为之一变,一下高昂清晰了背许,咒语中静隐隐地传来了轰隆隆的风雷之声。 随之一个个古怪符文,在巨塔附近虚空中飘荡浮现而出,全都往黑色鸟影一飘而去。 同时,塔顶的巨大水晶也轰得一声,自行爆裂开来。 一轮七色骄阳徐徐升起,漠然放出万道光芒,将鸟影全都照在了旗下。 巨鸟虚影在符文和七色彩光的双重劲之下,终于一声怪名的无奈溃散了。 另一边,韩力背后的青色大鸟虚影,也一闪地消失了。 他四周一松,恢复了自由之身,但心中却一阵的惊疑不定。 除了大小外,刚才石塔上浮现的虚影赫然与他背后的青色鸟影一般无二的,都是传闻中的鲲鹏模样。 这塔中难道封印着一只鲲鹏不成,但这又怎么可能? 韩力骇然地思量着,心中一百二十个想就此把腿而走,但目光朝前方一扫后,苦笑了一声,最终身形还是停留在原地未动。 因为从巨塔中已飞出十几团灵光,几个闪动后,就已经离他不过数十丈远了。 这点距离,足够灵光中的天鹏人将其看得一清二楚了。 现在再顿走的话,可就显得自己作贼心虚了。 韩力思量之下,只能留下看看对方来意再说。 他往飞来灵光中匆匆一扫,里面赫然就有两名化神后期级别存在,其余的也都化神初中期的存在。 韩力忌惮之下,更不敢贸然做出什么招惹误会的举动,只是静静的悬浮在空中不动一下。 嗖嗖几声破空声,这十余人在双翅山洞下,一瞬间的就到了韩力身前,将其团团围住。 十几道目光一下全落在了身上。 为首的两名老者模样的天鹏人,一名背后一对白翅,另一名背后却是淡金色翅膀。 两者一人容颜慈祥和睾,一人相貌方正威严,但均都和其他人一般,一到面前就死死的盯住韩力不放,目中全是奇光闪动。 韩力虽然不是真惧怕这些天鹏人,但是对方如此模样,还是让其心中一阵嘀咕,当即勉强一笑的问道。 诸位围住在下,可有什么事情? 兄台高姓大明。 面孔陌生得很,是新晋进入圣城中的族人吗? 大叔韩力预料,那名羽赤血白的老者一开口竟客气异常。 在下姓韩,一直在海外修炼,今日才刚刚进入城中的。 韩力心念飞快转动,口中回道。 在对方尚未露出恶意的情况下,他可不认为有必要用什么虚言。 海外,今日入城。 韩力的回答,让围守两名老者一愣,但互望一眼后,目中又流露出了大喜之色来。 好,很好。 不管韩兄出身何地,但能引动塔中的昆蓬之灵,就说明身上天蓬气息足够充盈,可接受本族圣子称号,继承昆蓬真血的。 另一名老者肃然的说道。 昆蓬真血? 韩力真的呆住了。 若是说以前,他对这些东西还不甚了解,但现在储物灼中就存放着真龙天凤的真血,对此东西的珍惜自然再了解不过了。 现在竟有这种好事主动找上门来,韩力自然有些发症了。 不过转念一想,韩力又心虚了起来。 他可不是真正的天蓬人,哪能真当这天蓬族的所谓圣子。 细查之下,恐怕立刻就会露现的。 到时不要说继承什么真血,先要被暴怒之极的无数天蓬族人共同出手灭杀了。 两位搞错了吧? 在下出身普通之极,怎有资格继承真血? 这塔中的异象,也不是在下引洞的。 韩力干笑几声,连连的摇头否认。 韩兄何必推访,你身上刚才显现的真灵之香,我等可都在塔中看得清清楚楚,绝对不会弄错的。 韩兄还是随我等去见一下诸位长老吧。 能成为本族圣子,可是族中莫大的圣士的。 那名金色语斥老者根本不听韩力的辩解之言,笑嘻嘻的说的说道。 韩力暗暗叫苦,目光一转下,见其他天蓬人都面露兴奋之色,显然都认定了他。 在下的确不是什么圣子,几位不信也罢。 但韩某还有要事在身,就先告辞一步了。 韩力心中一横,口中飞快的辩解两句,身形一模糊下,就化为一旦旦虚影从两名天蓬人中间鬼魅般闪出。 他背后双翅一动,就要施展神通远远顿走掉。 但就在这时,忽然耳中传来一女子的淡旦传音。 且慢,一族人。 你真打算这般走掉? 要走,也要把背上那对翅膀留在我们天蓬族内。 声音不大,并且温和悦耳,但韩力闻之,却如同惊天之雷般的让其神念一阵,脸色一下难看异常起来。 就在此转音出现的同时,附近空间波动默然一起,在韩力头顶上空树丈高之处,一道苗条身影从虚空无声的闪现而出,竟是一名被生金色羽赤的白袍少女。 韩力凝神细望之下,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名容颜看似普通的少女,面上一层荧光流转不定,身上气息蓄而不露,韩力竟然无法看出对方修为深浅,竟是一名合体中期以上的存在。 韩力眼角默然狂跳击下。 参加大长老 那些化神级的天鹏人,一见少女却各个恭敬一场,纷纷大力参拜。 此女竟然是天鹏族的大长老。 韩力只觉口中满是苦涩之味了。 此人交给我处理好了,你们回到塔中加固下封印,将那昆鹏圣灵重新安抚下去。 少女从容的吩咐道。 遵命。 显然少女在这些天鹏人心目中威严极重,他们丝毫迟疑没有,纷纷斩动与翅的向巨塔飞回。 而少女目光一转,终于落在了韩力身上。 第1418章 大长老 此处不是谈话之地,跟我走吧。 少女明眸一闪,静轻描淡写的说道,随即一转身,向某个方向徐徐飞去。 韩力面色阴晴不定一下后,还是老老实实的跟去了。 面对一名和体中妻以上的可怕存在,又身处一族圣城中,他根本没有什么机会逃掉的。 而看对方样子,也不像是马上翻脸动手的,只有先遵从对方之言了。 少女身形看似徐徐从容,如同清风流水般不带丝毫火气,但偏偏顿速惊人之极。 韩力足足动用了七八成灵力才勉强跟在其后,心中不禁暗暗骇然,心中盘旋的最后几分其他想法,也强压下了。 飞行了一顿饭功夫后,少女带着韩力落在了一座孤零零的树十丈高的圆柱形屋子前。 参见大长老 入口处有两名相貌清秀的天鹏族少女迎了出来,满脸的恭紧。 矜持少女只是点点头,人就随意的走了进去。 韩力紧跟其后,一进入屋中,发现此地比预想的要简朴的多。 屋中除了几把石椅和一张石桌外,到处空无一物。 少女摆摆手,就将两名侍女挥退了下去。 然后一回身,端坐在其中一把石椅上,弹口微张地说道。 坐下吧。 我有些事情要好好问你一下。 在前辈面前怎有在下座位? 韩某席耳恭听就是了。 韩力神色平静地说道。 随便你了。 少女毫不在意的样子。 韩力果然就笔直地站在原地。 你是人族的修士吧。 少女略意沉吟后,一开口就说出了让韩力一惊的话。 前辈去过我们人族。 韩力小心地说道。 当然去过。 我甚至还拜访过贵族这一代三皇中的灵皇,对其出神入化的傀儡秘书,可是佩服得很。 其实不止我,我们非灵族中还有其他几名强大存在,也都曾经去过你们人族。 看在此情分上,你有什么疑问尽可开口询问,我会知无不言的。 但相对的,等我提问的时候,希望你还不要让我失望。 否则的话,少女这几句话竟用熟练的人族语言说出来的。 韩力听清楚最后一句话中的威胁之意后,脸色不禁微微一变,但随即神色如常了。 前辈如何识破晚辈身份的? 别的不说,晚辈自负风雷赤已经彻底练化,再加上用秘术改变气息模拟贵族之人,只要不像前辈这等存在接触身体,探查真元,应该不会发现什么异常的。 否则晚辈又怎敢如此大胆的进入贵族? 韩力盯着少女,沉申问道。 这个问题,可让她一直大为困惑的。 你的幻化的确十分成功,甚至连圣城的护城大阵都被你身上的昆蓬气息欺瞒过了。 若是遇到族中其余长老,只要不是特意查看,十有八九也无法看出什么的。 但是我却不同的,身为大长老的我,是专门负责执掌族中的圣器。 而我们天蓬族圣器,具有看穿一切幻化,直接扫视目标体内真元的神通。 阁下纵然幻化秘术再厉害,对我来说也丝毫无用的。 少女淡淡一笑,竟真的如实相告了。 韩力有些恍然,但随即自然郁闷之极了。 这么说,我若是去了贵族其他分支,倒不会轻易被人发现的。 她苦笑的说道。 本族七十二支圣器中,幽水族的圣器也有此类似神通。 少女没有直接回答,反而嘴角一瞧的回道。 韩力闻言,一时无语了。 半晌后,才又问了一句。 封灵塔中封印的是何物,所谓的圣子和鲲鹏真血又是什么? 封灵塔中封印的是当年本族鼎盛时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搜集来的一只鲲鹏真圣的小半圣魂。 就是凭借圣魂之力,我们天鹏族才能一直存在至今的。 至于再具体的缘由,你就不必知道了。 至于圣子就简单了,那是我等非灵族对各族有希望继承真圣之血的族人统称。 若是圣子真能继承各族的真圣之血,并通过考验,就可成为一族的圣主了。 少女一一的解释道。 这一次,韩力没有露出什么意外之色。 这些都和其原先的猜想差不多,甚至连那个圣主是什么都懒得追问只是长吐了一口气而已。 看样子,你没有其他的问题,下面该我提问了。 你背后的羽赤宝物,炼化了什么鲲鹏之物,竟然让圣灵挣脱出了封灵塔的封印。 这可是此塔建成以来,很少发生的事情。 少女目光一闪,直接的问道。 没有什么,只是往里面炼化了一根残损的鲲鹏之鱼而已。 韩力眉头一皱,老实的回道。 鲲鹏之鱼? 这不太可能吧。 就是一根完整的鲲鹏鲤鱼,也不应该能引动圣灵这般躁动的。 少女有些不信的样子。 这我就不知道了。 韩力摇摇头,的确对此也一头雾水的。 将你的翅膀宝物拿给我看看。 少女沉吟了一下,忽然轻描淡写的这般说道。 韩力心中一沉,但一对上少女精盈仿佛琉璃般的明眸后,只是略一思量就尖头一抖,顿时背后白色羽赤光芒一闪,一下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与此同时,韩力手中却多出了一对精盈的数寸长羽赤。 手一抬,竟真的递了过去。 韩力如此干脆,显然让这位天鹏族大长老也为知一正。 他眸光望着韩力平静的面容许久,才终于目露一丝笑意接了过来。 韩力面上丝毫不见异样,但是心中却苦笑不已。 若不是面前是一名合体中期以上存在,风雷赤又早被炼化犹新了。 即使对方强行扣留,他也有六七成把握击法宝物上空间神通,将其瞬间召唤而回。 否则他绝不会将此重宝交给对方的。 少女单手托着风雷赤,仔细审视着,片刻后,脸上就呈现出了一种古怪之极的表情。 他手指一动,手中羽赤抛了出去,竟将风雷赤就此返还给了韩力。 韩力心中一松,双手未动一下,但风雷赤白光一闪的凭空消失了。 下一刻,他们无声无息的再次出现在韩力背后。 看到这一幕,少女无动于衷,口中缓缓说道。 真想不到,你这件宝物不但有昆鹏真圣的灵雨,竟然还融入了一根天凤之灵。 我大概明白怎么一回事了,不过还想听听,你的昆鹏之语如何得到的。 韩力文言有些意外。 但此事倒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当即将在人界见到昆鹏和罗侯隔界大战的事情,大概讲述了一下。 少女听完之后,却沉吟起来。 好一会儿,才用目光重新打量了一遍韩力,突然开口说出了让他彻底呆住的话语。 韩兄有兴趣加入我们天鹏族,当本族的圣子。 韩力震住了。 在下没有听错吧,前辈想让在下加入贵族。 韩力眨了眨眼睛,觉得可能自己听错了什么。 不错,我的确有此打算。 但此事重大,具体细节还需要和其他几位长老再商量一二的。 少女不动声色的回道。 在下是人族,并非真正的天鹏人。 韩力无言了好一会儿,才说了这般一句。 阁下还不知道吧? 平常所说的昆鹏之语和其他昆鹏之物,都是陨落昆鹏的遗留之物。 而韩道有炼化的昆鹏之语,却是从活生生的昆鹏真圣身上掉落之物。 此灵语中所含气息是普通昆鹏之语的数倍以上,并且多半灵语中,还暗含有一些你自己未发觉的精血。 而我们天鹏一族原本就是当年的昆鹏真王后人,倒有既然本身炼化昆鹏之物,又可能早含有昆鹏之血,说是我们天鹏族之人,也不为错的。 少女悠然的说出一番让韩力目瞪口呆的话来。 半晌后,韩力才从吃惊中恢复过来,双目微眯的望了少女好一会儿,忽然轻笑起来。 据说天鹏族的现任圣主已经陨落而亡,而贵族现存的族人中好像也没有继承了昆鹏真血之人。 整个天鹏族都有可能被取消非灵族七十二分之之列。 在下没有说错吧? 你怎么知道此事的? 少女终于脸色微变,背后漠然浮现一只金色大鹏的虚影。 此虚影只是两翅一扇,韩力顿时感到一股庞然距离一下压在肩头之上,整个身躯都瞬间发出了嘎崩的骨骼爆响之声。 扑哧一声,韩力双族陷入明清石地板半尺有余。 韩力脸色一下变得苍白之极。 但就在此时,少女眉头一皱,大鹏虚影一闪得消失不见。 我不知道阁下从何处得知的此消息,但希望道友将此事暂时保密,在下还不想看到圣城一片大乱的景象。 另外有一点说错了,有能继承真圣之血的圣子,我们天鹏族还藏有两人的。 只是这二人修为还低,就算成功了,通过各族考验的几率并不太高的。 所以我才想邀请韩道友加入本族的。 转瞬间,少女神色就恢复如常了。 大长老的意思,是想让我替这两位圣子护法吧。 韩力是何等机灵之人,眼珠一转下,马上就猜到了对方的用意,神色一动的笑了起来。 第1419章 交易大殿 不错,我正是此意。 阁下虽然有资格加入我们天鹏族,但是毕竟出身人族,就算能通过试炼和考验,也不可能担任本族的圣主。 但韩道友却可以用圣子身份助两位圣子一臂之力,助他们通过试炼的。 当然如此做的话,我也不会亏待你的。 不但可以让你融入一些鲲鹏真血,还另有一番重谢的。 少女没有否认,不慌不忙说道。 这等好事找上门来,若是一般人欣喜之下,恐怕立刻满口答应了。 但韩力却目光闪动下,没有马上回话。 少女也没有催促之意,只是静坐在椅子上淡淡的望着韩力。 足足一斩茶功夫后,韩力再次开口了。 前辈为圣子之事,甚至不惜让我这么一个外人加入贵族,这个考验危险不小吧。 能先给在下说说,韩某在座决定不迟的。 试炼的确非常危险,一般来说。 参与的各族圣子,折损率大概是六七成左右。 而圣子修为一般也就是飞灵江,相当于贵族的话神级左右。 这一次,因为本族的圣主是意外陨落。 两名圣子只是初级飞灵江的实力,尚未准备充分。 若是参加试炼,十有八九无法通过的。 道友神通在下虽然知道不多,但能从人族独自穿过大半风源大陆到此,实力绝对非同小可的。 那些试炼内容纵然危险,但对道友应该不成问题的。 少女虽然预料的有些差迟,但最后做的判断倒是没有错。 只是飞灵江级别。 韩丽眼角一动,慎重问道。 阁下放心,本长老不会虚言相欺的。 少女微微一笑。 我需要一段时间考虑一二。 思量了一会儿,韩丽才下定了决心。 事关重大,斟酌下是应该的。 这样吧,我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后,我还在此等候你的回复。 在此期间,道友可在城中自由行动,不会有人骚扰你的。 另外我叫金月,你可以记住这个名字。 少女心平气和的说道,似乎韩丽的回答早在其预料之中。 韩丽自然口中称谢,然后不再迟疑的就此道辞。 眼见韩丽走出了门口,身形一晃的不见了踪影,金月微微一笑,抬手拿起桌的一杯灵茶,轻品了一口。 大长老,真就这样放他离开了。 石屋一面石壁灰光一闪,突然从里面献出了一高一矮,另外两名天鹏族人来。 怎么,你想我如何对待此人? 金月瞥了说话的红须老者一眼直接问道。 那对羽赤融入了昆鹏之语,我们何必非得让一族人冒充圣子,不如将羽赤强行留下,本族另选一人继承真血起步更好。 红须老者身材高大,双手轻挫的说道。 真若如此容易的话,我还会如此麻烦和一名一族人说这般多话吗? 当时就灭杀他,将羽赤抢过来了。 少女嘴角泛起一丝冷笑,不客气的回道。 那大长老的意思是,另外一名身材娇小的美副剑斥虚老者还想说什么,急忙暗自一拉齐衣襟,抢先的攻声道。 论对人族的了解,我想整个天鹏族没有第二人可和我比了。 人族和我们非灵族不同,他们本身实力平常普通,大半神通倒是多在其修炼宝物身上了。 故而可以将一些宝物经过长年祭练,彻底炼化犹新的。 这种宝物不是说无法强行夺取,而是抢到手之后,宝物中的原主人痕迹很难短时间内驱除掉的。 而且宝物的威力,也会因为一主从而威力大减。 这人的羽赤宝物我已经仔细探查过了,正是此类法宝。 而我已经得到消息,圣子的地渊试炼已经迫在眉睫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抢下对方宝物,再交给其他族人重新祭炼了。 金月沉吟了一下,还是解释了几句。 原来如此。 但是如此一来,本族的真圣之血岂不是真的要流落外族了? 这也不是一件小事的。 赤虚老者仍然连连的摇头。 虚长老莫非糊涂了。 本族这次若是没有圣子通过试炼,整个族群都会被其他分支吞并掉,和其一笔真血之事只是小事一件。 再说要防止此事发生,又不是没有其他补救手段的。 少女明眸惊光一闪的说道。 呵呵,大长老只言有理。 等这名异族人帮我们度过此劫后,区区一名飞灵将级别的存在,到时候或杀或留,还不是由我们说的算了。 中年美妇一阵后,随即面现笑容的说道。 杀是不可能的。 就算是一族人,一旦融入了昆蓬真血,也就真算是半个族人,我等同样要受天蓬之势限制的。 况且真因此,族中度过这次大劫,他也是算本族的恩人。 没有必要的话,还是不要伤其性命,大可以把其软禁起来,从此不让他再离开圣城就是了。 金月冷冷的瞅了美妇一眼,毫无感情的说道。 这样做也行。 是不是还要通知那些门卫一下,并派人暗中跟着这名异族人。 别让他这几天忽然跑掉了。 赤须老者却忽然这般说道。 须长老不必担心,我刚才在其翅膀上动了些小手脚。 他若是逃离本城,我自会马上知道的。 金月却毫不在意此事。 看来是我二人多虑了,大长老一向考虑得十分周全。 美妇目中一彩闪动,含笑说道。 多虑倒也不是。 本族五大长老,只有我等三人在族中。 而此事关系本族存亡,我三人必须商量一致才可行动的。 否则我也不会在途中传音,召唤二位到此的。 须长老,你们还有其他什么意见吗? 少女盯着二人,缓缓的说道。 没有,大长老之法已经十分稳妥了。 这一次,美妇和老者都一口同意道。 少女文言,点了点头。 从始至终,这三名天鹏族长老,丝毫没有提过韩力会拒绝之事。 这也难怪,在这位天鹏族大长老还是在老者和美妇二人眼中,区区一名画神级一族,哪有可能拒绝他们的要求。 而此刻,在离少女等人所在之地数百里之外,韩力正煽动双翅的在低空飞行着。 表面看来,他神色如常,正颇有兴趣地打量着下面的各种建筑。 但心中却翻滚不停,在暗自思量着自身的困局。 这一次,稀里糊涂地暴露了身份,处境可实在不怎么妙。 以他昔年的丰富经历,如何不知道少女的要求无论完成与否,他的下场都绝对不怎么太妙的。 明目张胆地拒绝,肯定不可能的。 至于马上逃之夭夭的念头,在刚离开少女住处的时候,早就在其头脑中转动数次了。 但神念下意识地往背后风雷翅一扫后,韩力又只能苦笑不已了。 那位天鹏族的大长老,竟明目张胆地在翅膀中中下一个标记,在一定区域内,其行踪全都落在对方掌握之中。 以他现在的修为,倒不是不能强行我去此痕迹,但起码要花费数日才有可能。 而如此长时间,早就可以被那位大长老找上来无数次了。 看来唯一的办法,只有事先提出一些能让对方投鼠忌器的条件才可。 否则他宁愿冒起险设法顿走,也绝不会真当一族什么圣子去。 至于提何种条件,这要在他先了解下天鹏族中的大概情况,才能好好斟酌一下。 好在他修炼至今,经历风险无数,眼下固然身处进退不得的局面,也没有过于惊慌。 韩力只是一边徐徐飞行着,一边心念如电地转动着各种念头。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韩力去了圣城中一个类似书楼的高大石屋中。 他在那里足足翻阅了近小半书籍,一日一夜后,才带着一脸倦意地离开那里。 回到住处,韩力在贵宾馆又闭门不出起来,直到第三日清晨时,他才从容地再次离开。 这一次的目标,赫然就是一开始就想要去的交易大殿。 这一次在路上,并未再遭遇什么麻烦。 韩力飞行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来到了圣城的边缘处,站在了一个衣衫建造的奇怪建筑前。 此建筑仅挨一座高约千丈的陡峭山壁,并从山壁中直接探出一个长方形的巨大广场。 而在广场的一端,一个高约百丈的拱形石门赫然开在山壁之上。 在巨门两侧,赫然有十几名全身武装的卫士分裂而立,中间正有众多的天鹏人进进出出,一副热闹非凡的样子。 韩力在远处只是微眯双目的打亮了片刻,就背后双翅一动,人在一团清光包裹中向前飞去。 门前的一名守卫目光在韩力身上一扫,脸色漠然一变,急忙冲韩力身诗一礼。 韩力冲其微点下头,就大模大样的一闪飞入巨门内。 眼前一亮,好宽广的一大片空间。 巨门之后仿佛出现了另一个世界。 一眼无法望到尽头的长长通道,两侧全都是一层层的殿堂般的高大建筑。 细看之下,这些建筑分作十余层,每一层都有三十丈之高,而每一层百余丈间,都会另出现一个十余丈高电门。 无数的天鹏人在这些建筑间飞进飞出,飞上飞下,看来电门内就是天鹏人的交易之处了。 第1420章 青螺果 韩力也没有客气,当即随着一波天鹏人直奔附近二层的某个殿门而去。 翅膀一收,身形一晃,他如同真正天鹏人般的进入了门后。 耳中传来了一阵嘻嚷之声,目光在一扫,韩力目光连闪击下。 此地是一处面积数百丈大的小型广场,四周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店铺铃罗在那里,正有数百名天鹏人进出这些店铺之中。 而在广场正中间,赫然有一个十余丈高清十柱子耸立在那里,上面光芒闪动,隐约明印着什么东西似的。 在十柱下,则有十几人仰手望着柱子上东西,并在低声议论着什么。 韩力望了望十柱,好奇地走了过去。 只见十柱表面从中间一分为二,遍布密密麻麻的文字,一半闪动红色,一半泛起着绿色的脆芒。 韩力凝神细看两种文字,才发现这些文字竟都是物品名字,有的很熟悉,有的却陌生得很。 这些文字一会而浮现,一会而消失,仿佛在十柱表面轮番滚动一般。 而在十柱底座处,却有一名守卫模样的中年男子,正双目半臂的盘手栽在那里。 这是。 韩力在两种文字上和下干男子脸上扫视一遍后,心中有些惊疑起来。 就在这时,忽然下干人群中挤出一名灰袍男子,抬手交给十柱下守卫几块灵石。 中年守卫双目一睁,点了点头,然后从大袖中掏出一根红色短棒,交给了此人。 这名出现之人,拿起红棒对十柱某处空白处飞快的挥动机下。 虽然此人动作奇怪,但韩力目中蓝芒一闪,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短棒挥动之处,赫然出现几个红灿灿的文字,一闪的没入十柱中不见了。 而片刻后,这几个红色文字就在原处浮现而出了。 韩力面上献出一丝亚色来。 结果在看了一会儿后,又有一人走了出来。 不过此人并未理会那名中年守卫,而是双翅一盏的腾空飞起树杖,伸出一根手指点在了石柱上几个绿色文字上。 顿时文字泛起一抹脆芒,迅速地没入此人手指上,让其整个身体都灵光大放起来。 而点指这些文字的天鹏人,头颅一偏,双目微眯似乎在接受什么信息,半晌后,他将手指一收,一转身,直奔大殿门口飞去了。 下感又几人也学先前二人一般,不是在石柱上书写什么东西,就是直接飞刀石柱上,用手触摸那些红绿两色文字。 看到这里,韩力摸了摸下巴,心中有几分恍然了。 为了印证心中猜测,他不客气地几步走上前去,同时伸出一根手指,在石柱底部浮现的一排绿色文字一点。 那些文字翠光一闪,一股良意直冲脑中而来,韩力脑海中浮现出一型信息来。 出售一等流光幕,数量不限,每方零十三万,四层五垫三十一号铺。 韩力嘴角移动,身形移动下,人又转动石柱的另半边,手指又点在一排红色文字上。 结果同样的信息出现在了脑海中。 收购完整凤尾琴海谷一具,价钱面义,九层二殿十号铺。 韩力面色有些怪异起来了。 没想到这些天鹏族人竟用这种方法来出售或收购物品。 显然能在石柱上发布的东西,都是一些急需或者特别珍惜之物,可算是匠心别具了。 如此一来,只要有人看到石柱上消息,就可直接去商铺处交易了,倒真是方便得多。 而此方法看起来,也并不难,似乎在人族房市中也完全可以加以仿效的。 心中如此思量着,韩力却退后几步,开始仔细打量那些出售物品的绿色文字来。 他打算先将上面信息扫过一遍,看看是否有自己感兴趣之物。 虽然有不少东西名称因为种族差异,在两族教法不同的。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大部分珍惜物品的名称却是差不了多少。 特别是一些在两族眼中都价值不小的材料品,称呼更是完全一样的。 这件事情,曾让韩力刚接触非灵族的语言文字时,诧异了好久。 不过纵然此事有些奇怪,他自不会寻根问底探求其原因的。 他如今只是仰手默默注视着石柱不语。 目光一凝,韩力突然盯住了石柱上心晋浮现而出的几个绿色文字,心中骤然极跳起来。 青罗果 这里竟然有这种东西出售。 韩力面上泛起一丝红晕,目中再也难掩狂喜之色。 此果是一种传闻中圣药天罗丹的主材料,对韩力来说绝对是最想得到的几种灵果之一。 这种灵丹虽然不像黑炎丹效果那般逆天,三颗就可增加化神后期修饰数成突破几率,但在大部分高阶修饰甚至合体以上那些老怪物眼中,价值绝对远超黑炎丹这种级别丹药的。 天罗丹单独服用,固然有助化神修饰突破瓶颈,但实际上此灵丹大都不会如此来使用的。 大部分得到此灵丹的人,都是用在和其他灵药配合一起服用的。 这是因为天罗丹药性非常奇特,可以和大部分灵药完美融合一起,而没有任何药性上的冲突。 最不可思议的是,和其他成品灵药一起服用的话,还有一定几率增加其他灵丹三成到五成药性的逆天功效。 就是说韩力服下某种能一口气增十年法力的灵丹,但是若和天罗丹混同服下的话,则有一定概率增加十二年到十五年间的修为。 而且这种效果,除了几种传闻中仙丹神药没人试验过外,其他无论在何种等阶丹药上大都有用的。 如此一来,人足修士手中丹药越是价值大和西式难求的,越是都想和一颗天罗丹共同服用。 万一走了红运,让丹药效果凭空增加了数成,自然做梦都笑的事情。 至于天罗丹生效的概率,却是实在是不好说的事情。 曾经有人一连服下三四颗此种灵丹,结果每一颗都让一起服用的灵药效能大增。 也有人倾家荡产一口气垢进了七八颗天罗丹,准备孤注一掷的赌上一把。 结果却让此人吐血的每一颗都未能生效。 尽管天罗丹辅助概率如此诡异,此灵丹夺从淡世以来,让无数修士为之疯狂。 人族附近的青罗果仅仅千余年光景,就全部被挖掘一空。 让人郁闷的是,这种青罗果成熟年份高达五六千年之久。 而每一株灵树只能结出这么一枚果实,一旦采摘后,整株果木就彻底失去了灵气,从此成为一株普通的树木。 故而即使有大宗大派和大势力想花费心思大量培育此果,也根本是得不偿失的一种事情。 所以在以后年月内,只能偶尔有人从蛮荒深处找到那么几枚此果出来,每一枚天罗丹的面试,都让那些高价修士都为之强破头去,大都落在了那些合体以上的老怪物手上。 韩丽在天渊城首次听闻此种灵果时,自然对其大感兴趣,做梦都想可以用绿叶来大量培育此种灵果。 但可惜的是,青罗果也就是其种子,也是一种罕见灵药,并且无法保存世间太久的。 故而即使天渊城这种几乎集中三境七地所有灵花灵果的地方,也根本找不到这么一颗灵果种子出来。 故而韩丽只能一直心中郁闷的望而兴叹而已。 现在在石柱上见到此灵药,又怎能让他心中狂跳不已,几乎难以自已了。 一时间,韩丽也顾不得再细看其他东西,当即背后双翅一盏,人立刻向上边飞去,一闪后,就到了石柱中间处,手指网标注青罗果的文字上一放。 翠光大放下,瞬间一排信息映入了脑海中。 但一看清楚信息内容后,却眉头一皱。 竟然要面谈,恐怕有点麻烦的。 韩丽喃喃了一句,面上兴奋之色立刻收敛了大半。 但既然有希望得到青罗果,就算是在棘手之势,他也绝不可能放弃的。 故而在空中略意思量后,韩丽就化为一团清光一闪的飞出了此地。 一出了电门,直接往高处飞去,一口气的到了第九层之处后,他就沿着通道向前飞去。 一会儿功夫后,韩丽某处店门上方扫了一眼上面标注的数字后,毫不迟疑的飞了进去。 大店和先前那间一般无二,无论大店面积和摆设都一个模字照搬过来一般。 此地的天棚人也明显比下面几层的人要稀少得多,只有寥寥二三十人的样子。 韩丽双目微眯地朝四周店面扫了一眼后,目中金光一闪,漠然朝大店一角的某处中型店铺走去。 此间店铺分为两层,门内被一层清蒙蒙光幕遮蔽住,而门口挂着一个淡红色玉牌,上面闪动着万雷房等几个字眼。 韩丽目光在玉牌上一扫,一丝诧异之色闪过,随即脸上平静如常。 身形一闪,人就毫不犹豫地进入到了门内的光幕后。 眼前一亮,一个三四十丈大的空荡荡房间出现在了面前。 一张乌黑发亮的木桌,数把淡黄色木椅,和七八节有些残破的木架,上面堆满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货物,这就是此地的一切摆设了。 而屋中除了一名站在木桌后,看似店主的枯瘦中年男子外,还有其他两名天棚人。 韩丽神念往这三人身上悄悄一扫后,脸色不惊微变。 第1421章三个选择 那两个客人模样的人,是一对夫妇模样的中年男女,正和店主说着什么。 二者一名炼须初期,一名是炼须中期。 至于那名掌柜细看之下,竟是一名炼须后期的可怕存在。 这等修为之人,怎会在此开什么店铺? 韩丽心里一阵骇然。 那对男女一见有人进来,立刻扫过来一眼。 他们看出了韩丽化神中期修为,又感到面孔陌生异常,心中也是大感意外。 倒是那名枯兽的店铺掌柜,只是一瞥,就不再理会韩丽,继续和身前二人懒洋洋的交谈着。 没有找到西灵石的话,紫仙木,贵夫妇不要妄想了。 至于高阶灵石,你们觉得我缺这些东西吗? 这名枯兽中年人竟然口气大得很。 于兄,用西灵石换取紫仙木,这条件也未免太苛刻了,此物只有地渊深处才可能存在的。 别说我夫妇这样的恋须修士,就是族中几位长老,也不敢轻易进入如此之身的。 那名风韵犹存的女子,一脸不甘之色的说道。 这老夫就不管了。 你当老夫的紫仙木是大风刮来的吗? 没有西灵石,此事就休提了。 枯兽掌柜两眼一翻,丝毫不客气的说道。 这对夫妇听到掌柜如此一说,自然面色大为难看。 但下面无论二人如何恳求,老者都冷冰冰的丝毫不加以松口。 最终,这对男女只能满腹心思的无奈离去了。 他们自始至终都为和韩丽交谈一句。 小子,你到老夫这里又何事? 店主一等那对夫妇走出大门,就往桌后椅子上一座,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听说前辈这里有青螺果出售,可是真的。 韩丽平静异常的问道。 青螺果? 那是本店的最珍贵之物之一,区区一名飞灵将根本换不起的,不要浪费我时间,赶紧离开此地。 中年人听完韩丽之言一正,在仔细打量了韩丽两眼后,却从鼻中发出一声冷哼,直接开口驱逐起韩丽来。 前辈不说条件,怎知道和晚辈无法交易此物。 韩丽淡淡一笑,双足根本未曾移动一下。 哼,敬酒不吃吃罚酒。 哭受中年人大怒,身后一对银色翅膀中一只,隔空冲韩丽猛然一扇。 一声闷响后,顿时一股无形距离冲韩丽迎面压来,连附近的空气都嗡嗡起来。 韩丽眼角一跳,并未有任何闪避,而是一抬手,竟然以指作剑的轻轻一化。 一道金芒一闪,那股距离一分为二的被轻易化开。 从韩丽两旁一踏而过,发出了轰隆隆的巨响。 咦? 怪不得有些底气,看来还真有几分本事。 哭受殿主一声轻疑,目中金光一闪,有些意外。 晚辈现在是否有资格和前辈做交易了? 韩丽却神色如常的再次问道。 嗯,算你够资格吧? 不过想打青螺果的主意,你还是不知天高地厚,没有什么可能的。 店主淡淡的回道。 连如何换取都不告诉晚辈,又怎知道在下父不出前辈想要的东西。 韩丽似笑非笑的回道。 既然你这样自信,老夫现在也没有其他客人,给你说说也无妨的。 青螺果的珍惜,就不多说了。 想要换取此物,我给你三种选择。 只要你能达成其中任何一条,青螺果都可以换给你。 店主略意沉吟,竟神色一缓地转口了。 三个选择,看来青螺果还真不好拿的。 否则前辈又何必给出这般多选择。 听到对方之言,韩丽却苦笑了起来。 你知道就好。 第一,你若是能拿出传闻中的幽冥之帘或者黑暗血精,我二话不说,马上就将青螺果给你。 枯受中年人冷笑一声后,悠悠地说道。 这两种灵物根本就是谣传之物,是否世间真有此物,还是两说的事情。 晚辈根本不可仓有这两物的。 韩丽连连摇头。 嘿嘿,谣传之物。 中年人闻言,面上竟然泛起一丝激讽之色。 既然第一个选择,你觉得不可能。 那第二选择,我就说一个你肯定能找到之物。 你若手里有极品灵石五六百颗,老夫也可勉强卖你一颗青螺果。 五六百颗极品灵石,前辈还真是狮子大开口。 如此多极品灵石,估计族人几位长老也拿不出来吧。 这个,晚辈也做不到的。 韩丽神色变了几下,有些难看了。 若是对方只说百余科极品灵石的话,他一咬牙,用自身储存的众多灵药换取一下,说不定还有可能凑齐。 五六百颗这等数量,他想也不想的,直接放弃了。 哼,东西是老夫的。 老夫觉得青螺果汁如此多灵石,自然就开出这等条件的。 店主却毫不在乎的说道。 韩丽文言,只能无语了。 前两个条件你都无法接受,最后一个选择,估计你更没有办法达成。 还要听吗? 哭受中年人冷淡的说道。 前辈还是说上一说吧。 韩丽阴沉的说道。 听到韩丽如此一说,店主脸上流露出古怪的表情,半晌后才说道。 最后这个条件,也并不是说谁都有资格选择的。 在我说之前要先问你一下。 你可精通雷电之力。 雷电? 韩丽瞳孔一缩,大感意外。 不错,若是本身根本不具雷属性神通,或者只是大概了解的话,第三个选择,老夫根本没有说下去的必要了。 雷电之力的话,韩某自问还能操控一些的。 韩丽暗觉有些奇怪,但是思量了一下后,还是老实的回道。 是吗?口说无凭。 先给老夫展现一二,让我看看你是否真有资格再说。 枯瘦中年人却没有打算就这般简单相信韩丽,而是双目金光闪动不已的说道。 没问题。 韩丽一口答应道,背后双翅只是轻轻一抖。 轰隆隆的雷鸣声大作,无数银色电弧骤然间在双翅上浮现而出,随后交织之下,所有电弧凝聚收缩,转眼间就在韩丽四周浮现出十几颗银色雷球。 一个个拳头大小,琵琶作响的掌缩不定着。 但这些雷球中蕴含的可怕威能,让枯瘦中年人瞳孔一缩,露出几分惊喜之色来。 不错,你果然没有夸大,果然雷电神通不小,可以听我最后一个选择了。 其实很简单,最后一个条件不要你用什么东西交换青螺果,只是要你帮我收服一只雷属性灵兽而已。 收服灵兽? 韩丽目光一闪,大感意外。 怎么,你觉得很简单? 实话告诉你,这头灵兽有些特殊,虽然我将其已经活捉了,但始终无法收服己用。 我找过的人也不算少,但未有一人能帮我真正降服的。 倒是不少人神通不济,反被此受反噬而伤。 不过,你若自信在雷电之力真的颇有些造诣,倒不是丝毫机会没有的。 可是丑话说到前面,到时候是伤是死,老夫可根本不会理会的。 枯瘦中年人却大有深意的说道。 雷元性灵兽? 前辈能否直言相告,是何灵兽? 韩丽听完后,眉头紧皱起来。 何种灵兽,暂时不好告诉你。 你真决定帮老夫了,我就带你去见此兽的,到时候你一见就知了。 中年人双目闪过几分狡诈。 听到对方这般含糊的回答,韩丽摸了摸下巴后,心中自然大骂不已,但脑中还是各种念头极短的思量起此事来。 此人是一名炼虚后期存在,竟然还无法降服一只抓获的灵兽,里面肯定有些古怪的。 但对方既然点明了需要精通雷电之力之人,才能出手帮助,看起来也不像是一点诚意没有的意思。 韩丽沉吟的好一会儿,才开口的再次问道。 前辈说的降服,指的是何种程度才算可以的? 自然是协助老夫,让其乖乖的就勤,接受老夫的认主仪式才可。 中年人毫不犹豫的说道。 若是这种程度的话,晚辈愿意协助前辈,是上仪式的。 韩丽也不再迟疑了。 很好。 认主仪式,老夫需要事先再准备一下的。 四日后,你再来此地找老夫吧。 店主面露笑容的说道。 四日后,在下准时到此地。 晚辈先告辞了。 韩丽没有多说什么,略移抱拳后,就告辞离开了这家店铺。 望着韩丽消失的大门方向,哭受中年人抬手摸了摸下巴上的山羊胡子,目中露出一丝兴奋之色来。 韩丽从店铺出来后,并没有急着马上离开交易大店,而是再次回到了浮现交易信息的石柱前,希望再有其他惊喜可以发现。 一直到天色将晚,交易大店即将关闭的时候,韩丽身影才从剧门中欣喜的飞出。 他这次收获可着实丰厚。 除了发现青罗果的踪迹外,还从天鹏族的交易大店中,另外发现了好几种在人族根本可恶不可求的珍惜材料。 其中既有炼气之物,也有灵花灵草。 其中一株灵药,还正好是和金髓金虫配合,炼制范圣真魔法相的另一味主要。 这自然让韩丽大喜过望。 他只要再寻到另外两种灵药,就可凑齐所有材料,可以凝化法相真身了。 韩丽心中思量着,整个人化为一团清光,直奔住处飞去了。 明天,就是和天鹏族大长老约定的三日之期。 但顿光中的韩丽嘴角犯笑,仿佛将此事彻底忘在了脑后一般。 第1422章 昆鹏设立与天鹏之事 你答应加入我们天鹏一族了。 少女明眸金光闪动,盯着韩丽面孔徐徐问道。 再晚辈说不答应,恐怕也无法轻易离开贵族吧。 韩丽轻叹了一声后,异常老实的回道。 此刻他已经身处金月的阁楼中,而在此女旁边,却还另有一名老者和一位美妇分作两旁。 这两名新出现的天鹏族合体初期长老,正上下打量着韩丽不停,但目光多落在其背后的风雷赤上,脸上引漏一丝火热。 韩道友如此选择,真是明智之举。 只要我族圣子能够通过试炼,本族一定不会亏待道友的。 少女话语欣喜,淡口气悠然从容,似乎对韩丽同意早就预料到了。 若是试炼真相前辈所说的那种程度,这一次出手相助,对韩某来说并不是多难之事。 但同样,在下也不想落个鸟尽工藏的下场。 所以还有两个条件,希望贵族能先许诺给在下。 这样韩某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尽心全力帮助贵族圣子的。 韩丽口气一顿,话语一转起来。 条件 一族人,你姑且说来听听。 一旁的虚性老者,眉头一皱的问道。 在下要一粒昆鹏舍利,以及一个在天鹏之士负卷上留名的权利。 韩丽轻笑的说道。 舍利,天鹏之士负卷。 一听韩丽之言,不仅虚性男子和另外一名女子表情大变,就连金月词女面容也微微一惊。 不可能。 天鹏舍利本族一共才有十余粒而已,每一粒都是本族历代大长老作画后的圣物,怎能给你。 至于天鹏之士,即使只是负卷,本族一共也只有三份而已,早已经没有多少地方可以让你留名了。 赤须老者脸色阴沉下来,一口回绝道。 不错,这两样东西都是我族的镇族之物,实在不便允诺的。 小兄弟不妨另换一个条件如常。 一旁的美妇叹了一口气,也劝说道。 少女却没有说话,只是目光闪动不已,仿佛在思量着什么。 在下需要昆鹏设立,也不是单为了自己。 扶下设立后,晚辈才能掌控昆鹏之力,可以幻化天鹏之身的。 如此才有把握装扮贵族圣子,而不被他族识破的。 有了设立再加上我本身炼化的昆鹏之语和融合的昆鹏真血,应该有资格在天鹏之士的附卷上留名吧。 而只有如此做,在下才确信贵族不会事后对在下令有其他打算。 韩力平和的说道。 这些事情,你是如何知道的? 难道族中有人私自告诉你? 虚信老者有些铁青的问道。 这倒不是。 韩道有在城中的天之隔呆了一日之久,应该从里面的点集中查到的这些事情。 我倒是差点忘了,人族一旦修炼有成后,都可以拥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今月淡然开口了。 就算如此。 这两个条件我们也万万不能答应的。 老者连连摇头。 为何不能答应? 贵族若是在这次试炼中,真的无法出现一名圣主,应该会被取消在非灵族七十二分之的排名,从而被其他强制吞并吧。 和此事相比,韩某一点不觉得提的条件有何为难之处? 除非三位一开始,就打算在事后对在下令有处置的。 韩力徐徐的说道。 听到韩力话语,虚长老和美妇脸色有些难看了。 好,我答应你。 沉默了一会儿后,少女忽然一口承诺道。 这怎么可以? 大长老,此事还需斟酌一二的。 老者和美妇同时一惊的急忙劝阻道。 无需多说。 就像韩道友所说,这两个条件和族群兴亡相比,不值一提的。 此事我做主了。 少女一摆手,口气一冷。 旁边二人听到此言,迟疑的互望一眼后,还是闭口了。 你提的两个条件,本长老可以完全答应。 但是为了保证你会尽心帮助两位圣子通过试炼,我会另行和你签订一份写事。 若是本族在试炼后没有出现圣主,本人就可以以大长老身份付出些许受缘,破除天鹏之势将你灭杀的。 少女目光一下变得刀芒般锋利。 韩力心中一领,但面上反露出几分笑意出的说道。 前辈放心,若是真因为在下位尽力导致试炼失败。 晚辈任凭大长老处置,绝不怨言的。 你知道此道理就好,先回去准备一二吧。 明日我待一切都安排好了,就会派人接你。 好为你举行开灵仪式,加入本族。 少女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韩力自然没有其他意见,当即向天鹏族的三位长老一抱拳后,就告别了。 目睹韩力身形在门口处一闪的消失不见后,赤须老者深吸了一口气后,一脸沉重的对少女说道。 大长老,我还是不同意如此做。 昆鹏设立也就算了,但那天鹏之士附卷上一旦流明后,除非他违反了誓约上的几种弥天大罪后,我等一族任何人都无法对其出手的。 这件事情,很容易被外人利用,从而给本族带来大祸的。 此事,我自然知道。 但虚长老好像忘了一件事情,天鹏之士只能限制本族之人而已。 三千年那名叛徒的事情,你们难道忘了? 少女面露一丝奇怪神情。 大长老的意思是,美妇默然有些醒悟了。 前几日,我接见了护送贡品,刚刚返回城中几名飞灵将,倒也知道了这名人族的一些事情。 据他们描述,这名人族修士别看只是一名中阶飞灵将修为,但是实际上却最少有出接灵帅的神通。 用来助我们圣子通过试炼,绝对大有把握的。 为此吃些亏,根本不算什么的。 而且此事终了后,这名一族只要愿意老老实实的待在我们圣城,从此不和他族人接触的话,我们倒不必非用最后一步的。 倒是我们要多加小心,本族的那些对头会在这次试炼中动什么手脚。 少女抬手轻抚了一下肩头青丝,悠悠的说道。 大长老明见。 这一次,赤须老者和美妇真的放心了。 另一边,回到住处的韩丽,却遇到了几名道访的客人。 正是跟他一起回城的风啸,白雷白宁兄妹三人。 这三人一见韩丽表现得热情异常,和其在住处足足聊了小半日后,才尽兴离去。 韩丽在门口亲自送三人离去后,才脸上笑容一收,略意沉吟地回到了屋中,将房门一下紧闭起来。 第二日一早,果然有四男四女八名天鹏族少男少女找上了门来,虽然修为都相当于住击期的样子,但胜在均都年轻异常,姿质非同一般。 韩丽打量了几人一眼后,也不多说什么,立刻跟着八人离开了贵宾馆,直奔圣城中某处而去。 足足横跨了大半个圣城,韩丽在小半日后,出现在了圣城一角的一座奇怪建筑中。 此建筑是一个类似竞技场的巨大广场,整个广场成圆形,四面都被高约百丈的巨大石墙围笼住,占地足有数里之广。 在石墙之上,耸立着数以百计的鹏鸟石雕,上眼不知被施加什么尽致,一个个全都闪动着五颜六色光芒,形成了一层七色光幕,将整个广场都遮蔽到了旗下。 而在广场中心处,却有一个祭坛般的高台,通体都用洁白晶莹的白玉砌城。 韩丽如今身处御台之上,四周肃然站立着十几名天鹏人,男女都有,全都一身白袍,都有炼须级的修为。 金月和赤虚老者等三名天鹏族长老,就站在韩丽身前处,身后站着两名侍从达伴的年轻女子,手中分别拖着一个白蒙蒙的银色圆盘。 韩道友,东西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而且为了赶在试炼前,让道友能充分发挥昆鹏射力和昆鹏之血的能力,我和其他三位长老会用莫大神通,助你短短时间内就彻底练化二物,然后传授你天鹏一族的变身之术。 希望韩道友,千万不要让我等失望。 少女脸上金光闪动,双目指示韩丽的说道。 前辈放心,在下既然答应了几位长老,就绝对会尽心尽力的。 韩丽正色回道。 很好,你先融合昆鹏真血,居长老会全力出手将灵血之力激发,然后强行将真血和你血液融合一体,再不分彼此了。 其中有些痛苦的,但想来倒有应该能承受下来的。 之后,就可扶下昆鹏射力,由我亲自出手,助你炼化此物。 此间你要小心了,别一个不小心被射力所含的昆鹏之力反噬,从而心魔入侵。 毕竟你并非真正天鹏人,此举还是有些凶险的。 少女又叮嘱了几句。 韩丽自然一一的答应下来。 见韩丽一副老实的模样,少女满意的点点头,然后冲身后玉手一招。 顿时两名侍女中的一个,恭紧的走了上去,并将手中银盘往女子身前一拖。 今月淡然的望了一眼银盘,一根白嫩玉纸在光幕上一旦。 白光狂闪击下,就无声无息的溃散消失,露出了一个拇指大的青涩小平,是样古朴,非金非玉的样子。 少女望着小平,身上淡淡荧光一闪,神情一下变得圣洁异常起来。 其他天鹏人在小平出现的一瞬间,也不约而同的冲着小平威夷躬身,满脸的敬畏之色。 第1423章 真血入体 少女口中发出悦耳咒语声,单手冲小平一点,一道青丝从指尖射出,击在了小平之上。 小平一颤下,腾空飞起,直奔寒丽所在处飞去。 寒丽也不说话,当即身形一动,就此盘坐在了御台上。 在这时,须长老和美妇突然一仰手,各自飞出一雾。 一个鲜红如血,一个翠绿欲滴,竟分别是一朵巴掌大血连和一片翠绿色芭蕉叶。 血连滴溜溜一转下,化为丈许大小,散发出一股淡淡香气,而芭蕉叶在绿萌萌之中,也同样化为一人大小,并浮现出一个个奇怪的绿色符纹,闪闪发光,耀眼异常。 寒丽眉梢一动,尚未看清楚两样东西有何用途时,那朵血连就往其头顶上一落。 寒丽先是一惊,觉得身下一软,自己竟已被那朵血连轻轻拖起了。 顿时口鼻尖,全是脸上散发的淡淡香气,让其有一种微醉的昏沉感觉。 寒丽倒也没有惊慌,在莲花中心处双目微眯,似睡未睡着,但始终保持着心底的最后一丝清明。 须长老一声低喝,血连花瓣静徐徐的往中心处合拢。 转眼间所有连瓣收缩一起,化为一朵鲜红的花苞。 一见此目,少女冲小平五指同时一淡。 扑扑几声后,又有树根青丝射出,一闪即逝的纷纷没入了小瓶中。 小瓶爆发出一团绿芒,瓶盖静一闪的诡异不见,一团清光从瓶中腾空飞起。 一声清明,光团一脸,净化为一只数寸大的青色鹏鸟,双翅一盏的要腾空飞走。 少女却早就有所准备,背后一对金翅对着空中虚空一扇。 顿时双翅金光一放下,片片金侠飞卷而出,一下将青色鹏鸟包入其中。 此鸟在光辖中几个翻滚,就化为一小团青叶,隐隐有银芒泛出。 少女面色随之两手掐绝,冲空中青叶再次一点。 金侠一阵颤动,随之裹着青叶直往下方花苞坠落而去。 一声闷响后,青叶在血光金芒胶之中,一下没入血帘中不见了踪影。 这时,一旁的须长老一晃,就鬼魅的出现在了血帘一侧,单手一抬,竟一下抵住了莲花一侧。 刷的一声,老者背后一对银翅一盏而开,银色灵光从手中滚滚的注入血帘之中。 美妇也同样飘到了血帘的另一侧,手掌锁底之处,涌出的却是白色的灵光。 顿时整朵血帘发出了温明之声,表面血盲狂闪不定起来。 而就在这时,空中漂浮的翠绿色芭蕉叶,也一飘而下。 但是方一接触血帘,就自行爆裂开来,随即无数道墨绿色丝线从中四射而出,然后纷纷没入血帘之中一闪不见。 随之血帘表面浮现出一道道墨绿色花纹,形状古怪。 下一刻,血光一脸,嗡嗡作响之声也一下悄然无声起来。 须长老和美妇对眼前这一切视若无睹,纷纷闭上双目,只是用心的往血帘中注入精纯之极的灵光。 一旁看着的少女见到此目,却长出了一口气,微笑的自语了一句。 果然预料没错,此人体内气息足以接受昆蓬针血的。 关键是,身为一族人到底能将昆蓬之血催动出几成威力来。 说完这话后,少女扫了一眼附近站着其他天蓬族高层,突然声音一冷冷的声音。 这一次的事情,你们都亲眼看到了。 此人关系到本族生死存亡,所以有关这人的一切,都必须对外绝对保密。 这人的身份,从此就是本族派到海外,秘密培育的第三名圣子。 你们可都记住了。 大长老放心,我等绝对不会外泄一丝的。 那些炼须及天蓬人一领,纷纷的保证道。 我也相信诸位不会做出有损本族的事情来。 两个月后,我会从你们中选出几人和我一起带着圣子,参加这次的地渊试炼。 少女点点头,声音一缓的说道。 两个月? 怎么会如此早,原先不是还有一年时间吗? 当即有人师生起来。 听赤戎族,杜鸦族等十几族联名提出,要求提前举行试炼的。 联席长老会中虽然我族长老力争此事,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同意了。 为什么会同意,总应该有个理由吧? 另一人愤愤不平起来。 理由当然有了。 他们说是地渊最近有些不太平,最好将原定试炼日期提前一些,以免职责生变,发生了什么大的意外。 少女神情平静。 地渊中的妖物和我们非灵族是生死大敌,什么时候太平过了? 根本就是冲我们几个弱小分支而来的。 说话的天鹏人恼火之急。 废话不要再说了,既然联席长老以及多数同意将试炼提前,本族也只能接受此事的。 除了试炼之事外,最近我们天鹏族管辖区域中频繁有他族之人出现,并大肆掳掠和抢劫。 你们中一部分人,马上带队出发,将这些趁火打劫之被全部击杀,一个不留。 要给其他分支一个教训,在试炼结束前不敢再打本族主义的。 少女说到后面几句时,声音一下变得冷酷起来。 遵命。 这些天鹏人纷纷低手答应。 随后,少女开始分派了其任务来,所有人纷纷领命的离开了。 御台上,转眼间就空荡荡起来了。 除了正在运工的少女,须长老三名长老,以及在少女背后站着的侍女外,再无一人站在台上了。 少女目光一转,重新落到了一旁的血帘上。 此莲花在二名和体积存在不断注入灵力下,体积竟比先前还大上小半的样子。 同时莲花表面的那些墨绿色花纹,也开始闪动不定起来,仿佛活过来一般。 少女忽然冲伸后侍女手中的另一银盘上虚空一抓。 破空之声传出。 一颗乳白色圆珠从盘中击射而出,被金月一把抓到了手中。 此女用千千玉纸一加圆珠,往眼前一送,凝神细望了一眼。 她面上漠然露出一丝古怪之色。 这是每一代大长老作画的设立。 少女开口问了一句。 是第九代大长老的设立。 按照大长老吩咐,这是存放最久的设立了,里面力量应该已经流失了大半。 那名侍女恭敬的回道。 第九代。 就是那位独创经浙神通,最后却发疯而亡的的红云大长老。 少女脸色微微一变。 正是红云长老的设立。 因为红云长老死得蹊跷,其所遗留的设立除了昆鹏之力外,还混杂有其临死前的一些神念之力。 他们一旦被吸入体内的话,有可能会让恋化之人留有后患。 故而此设立就一直存放密室,没有谁敢轻易恋化的。 要是大长老觉得不妥,小臂马上就再换一个。 侍女有些不安的解释道。 不用了,这颗就行。 少女扫了一眼血红莲,神色回复如常了。 此刻,莲花表面绿纹开始扭曲粗大起来,整朵血连都开始膨胀突鼓起来了。 两日后,玉台上空。 一只青色大鸟化为一道残影的在空中呼上呼下,体表浮现一道道金湖和青蒙蒙的霞光,忽然其身形一顿的在原地不动,双爪远处的虚空狠狠一抓。 十道白色爪盲积射而出,在虚空中画出了一道道淡淡白痕,并且一闪的消失不见。 双翅再猛然向前一扇,青色霞光大放的向前滚滚一卷,一下化为巴掌大小的锋刃,密密麻麻的将身前方圆摆于杖空间拳笼罩其下。 轰隆一声巨响,青色大鸟一张口,竟然喷出一团团的金色雷球,互相撞击之下,将身前另一处化为一片雷光之地。 在一声尖锐的长鸣后,青色大鸟双翅一扇,竟在一股狂风中骤然间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更高虚空中狂风大作,青鸟身形再次显现而出。 但在一圈圈的青芒中,雌鸟身形狂长起来,转眼间体型由杖许大小,化为了百鱼杖的庞然巨物,双翅一展之下,将下感受大玉台全都遮蔽在了黑压压之下。 而在玉台上站着的三人,望着空中捧鸟的巨大身形,脸色都有些变了。 大长老,你给他服用的真的只是第九代大长老的那颗残损设立。 今月正神色阴晴不定之时,耳边传来了赤须老者难以置信的声音。 怎么,须长老怀疑我给这一族人服用了其他什么灵丹妙药不成? 少女脸色一沉,冷然地回道。 须某怎敢如此想? 只是这人对这幻化变身之术掌握得如此之快,并且变换出的朋友真身,恐怕灵帅级别的也不过如此而已。 这人真的出身人族吗? 老者有些怀疑的样子。 你亲自助其融合的昆蓬真血。 此人是不是我们非灵族之人,你还不清楚吗? 不过,这人变身后拥有这般大神通,也大出乎我的预科。 可能此人恋化的那根昆蓬之语,真的含有昆蓬真圣的灵血,早就改变了其一些体制吧。 少女沉吟了一会儿后,才找出这么一个理由来。 若是这样的话,倒也勉强说得通。 美妇也轻叹了一口气的说道。 老者面上还是一副将信将疑之色,显然对少女理由不太信服的样子。 第1424章 经折十二遍 今月并没有再说什么,因为空中聚棚双翅一收,体型又在轻光中一圈圈的缩小起来,迅速恢复了原来大小。 一声秒鸣从大棚口中传出,刺目灵光一闪,一个上身赤裸的男子幻化而出,两手一掐绝,就在一片青霞包裹下,向玉台徐徐落下了。 少女双目一眯,目光落在了男子赤裸的胸膛上。 上面赫然有一个妖艺的青色大鹏图案,栩栩如生,闪动着淡淡灵光。 这男子自然就是融进了昆蓬真血并炼化了射力的韩力。 真圣法相 这正是身具真圣之血,并且将其全部激发的标志。 也是大半圣子,身上都会呈现的异象。 有此法相在身的话,其余各族就算明知此人不是真正的天蓬人,恐怕也无法说出任何不让其参加试炼的理由了。 金月暗叹了一口气,这般自我安慰的想了一番后,倒也心平气和了。 倒是须长老和美妇二人,看到韩力胸前的图案,越发有些不自在了。 一名一族人,竟然身上呈现出族中大部分高层都不会有的真圣法相图,自然让他们大感郁闷了。 金银光芒一闪,韩力上身浮现一件金银色的长袍,随即落到三人面前,双手一抱拳的说道。 多谢三位前辈出手相助,我已将天蓬幻化之术掌握的七七八八了。 有何不足之处,还望三位前辈指点一二。 他态度显得极为诚恳。 你的变化之术已经不错了,我们也没什么好指点的了,你可以回去了。 两个月后,我带你去参加试炼前,会请出天蓬知识复卷,让你留名其上。 在此期间,你只要不离开圣城,可以自由的活动的。 对了,还要告诉你一声。 我虽然帮你炼化了昆蓬设立,但是设立中的煞气等东西,还未来得及清楚的。 它们会潜伏在你体内,但短时间内不会发作的。 等你试炼回来,我再帮你驱逐干净吧。 少女轻描淡写的如此说道。 韩力文言脸色微变,但转眼就恢复如常。 前辈放心,两个月后,晚辈一定准时参加这试炼的。 少女点了点头。 韩力当即拾去的冲三人在诗意里,就化为一团清光的告辞离去了。 少女三人目送韩力身形在天边消失的无影无踪,未在交谈什么,但神色各异。 今月此女望着天空,面无表情,而须长老二人却脸色忽暗忽明,似乎都在暗自思量着什么。 小半日后,韩力已经身处贵宾馆顶层的一间卧室中,双目微闭的盘膝在一张墓床上。 双手掐绝,身上青色霞光忽闪不定。 面容一动,现出了一丝痛苦之色,斗力大汗珠随之出现在额头上,纷纷滚落而下了。 一声长长的叹息,韩力手中法绝一松,在青霞一脸中,睁开了双目。 有些意思,没想到这较红云的天蓬族长老,残留的精神之力如此凶暴。 若不是大眼觉也非同小可,恐怕还真可能后患无穷的。 好在完全没有自主灵性,可以先将其镇压住,然后一点点炼化。 韩力目光闪动几下后,滴滴的自语了几句。 其实即使只是对方的部分神念,但身为和体级存在,这股精神之力之强仍然骇人听闻的。 恐怕要花费数百年才能全部炼化干净的。 但也因此,炼化后的效果也是同样惊人,可让他神识平白增加小半的。 至于设立中那一些区区的煞气之类东西,他倒根本不放在心上。 范圣真魔宫正是此类东西的克星。 韩力再沉吟一下,单手默然往身上雷袍一扶。 一阵霹雳后, 此袍化为无数金银电弧,缩进了体内。 略一低手,自然看见了胸口上那个青色蓬鸟图案。 哼,天蓬法相。 应该叫金者法相吧。 韩力面上显露出一丝诡异,忽然伸出一根手指,往图案上轻轻一点。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但青色大蓬图案,忽然五色光芒一闪,一下化为了一只羽赤尽开的五色孔雀,接着金光大放,又再化为一只羊手狂吼的金元图案。 最后白光大放后,图案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若是金月等三名天蓬族长老看到这一幕,绝对会惊得目瞪口呆。 真圣法相这等东西,怎可能会变来变去,最后还能自行消失? 一般来说,代表真圣法相的图案一旦在体表显现出来,根本就是一生一世随着主人的,轻易不会有何大变化的。 韩力盯着自己胸膛处,却露出了满意之色。 金折十二般变化,现在已经掌握了三种口诀,虽然欠缺五色孔雀和山岳巨猿真血,无法真变身其他真灵化身,但此神通微能之大,也未免太惊人了。 他竟难难了几句。 这套炼化红云精神之力后,意外得道地功法,理论上可以让它变化成十二种真灵形态存在,微能之大可想而知了。 若能将十二种真灵法相全都精通透彻,以拥有诸多真灵的神通,恐怕就连天上真仙都要退避三尺的。 当然这只是一种奢望而已,即使将这金折诀修炼到最高境界,也顶多拥有各种真灵的极小部分神通。 可惜的是,作为灵界真灵鼎鼎大名的存在,虽然十二般变化中也包括了真龙天凤的变化,但口诀还藏在未炼化的红云精神之力最深处,还不知多久才能得到的。 否则,加上手上的那一点真龙天凤之血,他倒可以立刻多出两般变化来。 韩丽有些可惜起来。 至于昆蓬变化原本就是诸多变化的基础,是这位前天蓬族大长老最精通的变化。 否则他纵然肉身强大异常,也不可能刚一接触天蓬变身之术,就可这般轻易地掌握其精髓所在。 随即韩丽想起了什么事情,嘴角又泛起了一丝激讽之色来。 借助金月之力炼化设立时的助力,短时间内他虽然炼化的精神之力不多,但也得到了一点有用信息。 这位天蓬族红云大长老,还真是数万年难得一见的天纵之才,竟能通过苦苦研究天蓬法身变化之术同类旁通,从而想到将诸多真灵变化之术汇聚一体,从而从中创立出精折绝来。 但可惜的是,他纵然是合体后期的存在,并费尽心机搜集到了诸多真灵之血,也只将此法绝创立到了第十二般变化,便由于神念和肉身之力无法跟上,最终遭到了诸多真血反噬,从而发疯而亡。 有些古怪的是,这位前天蓬族大长老在发疯前,并没有给天蓬族留下此口诀修炼之法。 他对此有些疑惑不解的。 韩丽自然不知道,当年这位红云担任大长老时,正是天蓬族鼎盛之期。 他自负身负惊天伟的制裁,一心想凭借此法绝一名惊人,从而一统整个非灵族,根本不对此法绝具体神通对外泄露分毫。 当时同族的其他长老,只知道红云独创了一门叫金哲诀的神通,其他东西却一无所知。 结果当此位真血反噬,从而疯狂作话后,这金哲诀内容自然再无一人知晓了。 至于他遗留设立中为何会包含有这套金哲诀,这自然只有天知道的事情了。 也许是这位红云大长老发疯后的无意识举动,也可能是其陨落前的最后一丝清明,突然想将此口诀给族中遗留下来,故意所为的。 韩丽对此没有多想的。 这套口诀到了他手中,自然不会再交还给天蓬族了。 否则天蓬族那几位长老大喜之下,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如何感谢他,多半马上兴起什么杀人灭口的念头,以防此口诀外泄的。 这种惹火烧身的事情,他绝不会去做的。 韩丽念上表情变化不定,细细思量着一切,忽然嘴角一瞧,又露出一丝笑意来。 说起来,他此次融化昆蓬真血和舍利除了这套精折绝外,还另有一个让其大喜过望的大收获。 他的修炼瓶颈,竟在两者先后的刺激下,一下莫名突破了。 现在的他,已经是化神后期的境界了。 而有真铲水的辅助,下面修炼之徒又可一路无阻的。 而天蓬族三位长老光是震惊其对天蓬变化之术的掌握,对其修为的突然增加倒是没有多说什么。 不知道是根本没有注意到此事。 还是这点修为的增加,对合体期存在的他们来说,根本懒得理会。 韩力双目微眯的再想了一会儿,单手一番,默然取出一个翠绿玉瓶,倒出几颗丹药出来。 扶下丹药后,他闭上双目,再次打坐修炼起来。 刚进阶后期境界的他,还需要将此境界巩固一下才行。 一日后,韩力精神抖擞的离开了住处,直奔交易大殿而去。 现在是他和那位万雷房店主相约的日子,最倾罗果是在碧北的他,自然绝不会爽约的。 一路无事,当韩力再次站在交易大殿九层的那间店铺中,望着面前的枯瘦中年男子,脸色却变得有些难看了。 怎么回事,这些人为何会出现在这里?难道你不止约了我一个人? 说话之人并非韩力,而是一名满脸落腮胡子,威武异常的黑甲大汉。 此刻这间店铺中,除了韩力外,竟还有其他三人出现在此。